有请小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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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游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剧 有请小师叔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南歌市 花经 第二百七十一章 爷爷 你 你为何 为何 甲板上 看着非洲撕破空间 强行进入险地 极乐大魔王并未怀疑 也未紧张 而是想起刚才的一幕 眼神中带着疑惑和不解 那三个假冒自己的家伙 并不是他打伤的 而是这位少年 对方不是一直很讨厌自己 很看不上自己吗 为何要帮他教训那三个冒充者呢 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要出手打伤那三人 苏银也不回头啊 淡淡道 他们让你的名誉受损 只是重伤已经算是便宜了 爷爷 吉乐大魔王眼眶一红啊 自从认亲 第一次感到温暖 原来 爷爷没把他当成外人啊 而是当成了一份子 大师亲 马上 以后爷爷再让他们打我 我也不抱怨了 不知他的想法 苏银心中冷哼啊 今天能冒充大魔王 明天是不是就可以冒充我了 不提前教训 以后谁知道啥样 绝不能顾兮 都是吉乐引起的麻烦 回头找个借口 让小五揍上一顿 这些人估计是散修中的钻营人士 知道大魔王的名头 故意冒充 跑过来骗些好东西啊 邱赵君摇头 这些人明显很会找机会 知道人人都畏惧极了 故意伪装 然后呢进行诈骗 结果呢 来的太多了 被中年人看出了问题 最后又碰到了真的魔王 不得不说呀 真够悲催的 哄龙一声巨响啊 说话间 非洲晃动了一下 众人这才发现 漆黑破碎的通道 已经穿过 来到了一个空旷 无比的空间 这里没有阳光 显得有些昏暗和有黑 灵气狂暴急躁 和陵渊内的环境有些相似 就在苏尹打算仔细观察环境的时候 一侧柳依依依的声音响了起来 师叔祖 苏尹转头啊 就见女孩不停地颤抖 似乎有些承受不住了 这里的环境太恶劣了 比陵渊都要查了数倍 他只有画凡镜的实力 怕是抵御不住 不行就让他先出去吧 苏尹点头 不愧是险帝啊 还没去更危险的地方 只是里面随处可见的钢峰 以及狂暴的灵气 就让人承受不了了 我不走 我要找到杀死我全家的仇人 柳依依咬牙呀 目光中带着坚定 你只有画凡镜 长时间待在这种环境下 极有可能造成不可恢复的重伤 以后再想进步就难了 见他如此坚持费挺皱眉呀 我知道 师叔祖 求你在我身上绘画风筋和正纹 沉思了一下 刘依依道 苏尹嘴角一抽 画这东西的确可以挡得住 四周的钢峰 按流 但对方是女孩啊 脱光衣服去画 还是十分尴尬的呀 你还是将这枚子木先拆带上 这东西是仙器 可以帮你抵挡住四周的压迫之力 苏尹手腕一翻 将对方的木钗再次递了过去 这 这个仙钗 我只能让他帮我改变容貌 并不能使用 也炼化不了 刘依依脸一红啊 仙器的威力虽然很大 可不炼化就不能掌控 对他没有太大功效 这个简单 苏尹点头 看向眼前的木钗 交代一声 让他裂化 木钗中发出清脆的响声 随即飞了起来 在柳依依手指一扎 便将一滴鲜血吞了进去 光芒闪烁 女孩立刻感受到了 这件仙器的强大呀 虽然现在的实力无法驱动 用来抵挡四周的冲击力 绝对绰绰有余了 柳依依不由的郊区一阵啊 父亲得到这个木钗 接近八年都没炼化分好 自己同样研究了两年 一无所获 眼前这位少年呢 只说了一句话 就让这东西吓得主动被炼化了 这要修为达到何种地步才能做到啊 想到什么 柳依依脸色帐红 买是羞愧 这事件仙器 是我答应送给师叔祖的 师叔祖虽然实力通天 但有仙器加持的话 应该会更强一些 他将这东西献给这位少年 求对方帮自己报仇 结果呢 又被自己炼化了 简直就是言而无信 出尔反尔啊 不要紧 苏隐摇摇头 手腕一翻 哗啦一声 空中锅碗瓢盆 筷子摇琴 全都飞出来了 足有一百多件啊 每一个都散发出 比子木仙差更加强大的气息 仙器 我多的是呢 啊 柳依依身体一晃了 费亭等人也同时目瞪口呆 别人费尽千辛万苦 甚至大前舟大圆舟那些大宗门 都发得到的仙器 他一出手就拿出一百多件啊 要不要这么狠呢 是 满脸苦涩呀 柳依依只好不再多说了 还以为对方是因为紫木仙差 才出手帮他 现在看来啊 这种级别的垃圾兵器 人家根本看不上 出手帮他的原因 只是因为他是 郑仙宗的弟子 这一个条件而已 多亏我加入了郑仙宗 眼眶一红啊 感恩的同时 也满是激动 若不是两年前 加入了这个宗门 怕是今生都别想知道真相 别想报仇了 你说的那头巨魔在什么地方 见到有了木钗的加持 柳依依果然不在难受了 苏尹转头看向大魔王问道 先去我被困的地方 到了那里 应该就能找到 那头巨魔消失的所在 极乐沉思了一下 回答道 碧洛海险低 范围极大 就算他在这儿 被困八千年熟悉无比 想要寻找一头巨魔 也没那么容易啊 好 直落 大魔王点头 指明方向 苏尹控制非洲 急速飞去 越向李前进啊 压迫感越大 灵气形成的刚风也越可怕 宗师静的强者 都感受到了压力啊 师叔祖啊 前面会有很多隐藏的 空间裂痕和陷阱 咱们要小心一些啊 不然我怕陷入漩涡风暴 再也无法回来了 见苏尹驱动非洲 快速前进 邱赵君再也忍不住到 这里之所以称为险帝 就是因为呢 隐藏了不少空间裂痕 一旦陷入其中 虚仙巅峰都很难逃脱呀 师叔祖不管不顾 横冲直撞 是不是 呃 有些太嚣张了 主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哇 谁在叫我 本集邮请小师叔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请小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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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 有声句 有请小师叔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南哥市 第272章 漩涡风暴 苏颖疑惑地向秋召军看来 是碧落海 显地最可怕的现象之一 由破碎空间和疯狂灵气 汇聚在一起 而形成的漩涡 永恒境一下遇上 瞬间就会被绞成粉末 永恒以上 哪怕能够抵御 也会和普通人 坠入沼泽一样 无法飞出 最终力量耗尽 困死其中啊 秋召军神色凝重地解释 修炼者飞行 靠的是御剑 御器 空间都碎了 还怎么跃 漩涡风暴 一旦陷进去 哪怕虚仙 也只能随不逐流 最终无法离开 的确十分可怕 剑爷爷不太明白 急了大魔王插谎 苏隐皱眉啊 这种力痕很多吗 不但多 还很隐蔽啊 并且会伴随时间的推移 四处移动 前一秒可能在这边 后一秒就到了另外一处 即便找来前人走过的地图 以往的经验都没用 想要安全 只有缓慢前行 一点点的探查呀 像师叔祖这样开船执行 毫无顾忌 怕是很容易遇到危险呢 如何探查 就是将真气凝聚成丝 向四周蔓延 一旦被切断感知 就说明有危险 没有可以继续前进 当然了 这样也不是万无一失的 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准备 邱赵君将最常见的探查方式 说了出来 这样很麻烦吧 邱赵君点头 速度是不快 但好在安全呢 这种险地稍有不慎就会陨落 这已经是最快的方式了 苏隐停顿了一下 看向不远处的大魔王 按照他说的那样做 赶到你被封印的地方需要多久 最快半个月吧 这么久 苏隐无语呀 可有其他方法 半个月都赶路 肯定熬不住啊 太慢了 邱赵君无奈啊 当初他和柳长星通过这段路啊 足足走了三个月 半个月已经算是最快速度了 这都嫌慢 以前进去那些高手 岂不哭死啊 正常通行算是最快了 想要更快 除非能让整个漩涡风暴 以及所有破碎的空间 都显露痕迹啊 邱赵君解释 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裂风太多了 不知有多少 漩涡风暴同样会游动 根本找寻不到啊 我试试 停下非洲 苏隐站在甲板上 双眼浮现出一道道纹路 向前方看去 空间的脉络 再次浮现在眼前 和对方所说的一样 四周果然有不少的游离裂痕 将空间脉络硬生生切断 连接在一条巨大的漩涡之中 像是蔓延出来的触须 又像是悬浮在空中的大章鱼 想驱动非洲 绕开看到的裂痕前行 真元一转 眼前的场景重置了一番 重新恢复 苏隐沉默呀 裂痕和所谓的漩涡风暴 凭借劈柴练出来的眼力 是可以看到 但想要驱动非洲躲过 还是比较麻烦呢 和对方说的一样 除非让其一直险形 试试这个办法 一个想法冒了出来 苏隐手腕一番呢 一根狗尾巴草浮现出来 极了大魔王嘴角一抽啊 这就是那根嫌得废话多 将其抽晕的杂草 没想到爷爷离开隐仙居 随时还带着他呢 不去管他的表情 苏隐手指一点 狗尾巴草立刻向前方飞了过去 扎根在虚空之中 吸收灵气 快速成长 眨眼功夫啊 就如同水缸粗细啊 高度超过了白米 轻轻一晃 狗尾巴草上 类似蒲公英一样的细绒 四下飘飞而去 弥散了数万里的范围啊 被这些细绒冲击 整个避落海的空间 立刻晃动起来 众人立刻看到 一条巨大的漩涡 从不远处浮现 直径足有数千里 每一根触须啊 都蔓延数万里的距离 身向四面八方 水波一样的四处晃动啊 一直看不见的漩涡风暴 竟然展露出全部的形态 啊 这 邱赵君一阵呢 满是不敢相信 万年来 进入避落海的强者 不计其数 各种各样的方法 用了不知多少 都无法解决漩涡风暴 做梦都没想到 一根狗尾巴草就完成了 只是短时间泄露形态 维持不了多久 吉勒 驱动非洲 快速前进 打断了众人的震惊 苏尹吩咐道 众人之中啊 吉勒最强 驱动非洲速度也最快 大魔王点头 体内魔气轰然涌出 非洲立刻发出乌液之声 绕过一道道裂缝 急速前进 众人这才真切感受到 这位大魔王的实力啊 一个个浑身发抖 虚先巅峰的杀人狂魔 恐怕也只有小师叔 这样的绝世猛人 才敢当孙子使唤吧 换作别人啊 大魔王肯定早就将其剁了 十多分钟后 非洲出现在大章鱼的后面 血涡风暴 已然被成功度过呀 呼的一声 此时狗尾巴草 绒毛震荡出来的痕迹 缓慢消失 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苏尹轻轻一抓 巨大的野草恢复原状 落到掌心 被收集了除戒指 这是仙草 难道是仙草 邱赵君和费亭等人对望啊 全都说不出话了 还以为险地第一个关卡 会困住他们很长时间 没想到这么容易就通过了 最关键的是 这个狗尾巴草啊 连空间裂痕都不怕 实力达到了何种境界啊 这 这草的实力 哎呀 活得连根草都不如啊 哎呀 众人满是尴尬呀 以前谁说他们不如草 那绝对怒了 而现在呢 毫不怀疑 甚至可以肯定 真要找麻烦呢 这根草完全可以划破珠天 将它们当场劈死 甚至眼前的大魔王都未必扛得住啊 一百多件仙器 现在又冒出一根仙草 师叔祖到底有多少秘密啊 正沉浸在震惊之中呢 师叔祖的声音再次响起了 仙草 想多了 就是我用普通大粪栽种出来的野草罢了 没那么夸张 啊 能将野草栽种成仙草 大粪该有多强啊 好想见识一下呀 众人心持神烫啊 看到他们的表情 极乐大魔王冷笑一声 带着屁腻之色 我尝过这种大粪 你们觉得我会说出来 主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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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剧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牙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一出赏地位 南瓜南少 南哥事有 全有 第273章 绕过漩涡风暴 非洲继续前行了一阵 急了大魔王向前指去啊 我被封印的地方 在前面的林宝谷 针针搜寻的话 可以找到不少宝物 苏音有些奇怪 宝物 大前州 大元州 高手的目的是将这位封印 四周都是宝贝 岂不是会让他很快恢复 更容易逃走 宝物越多 代表危险就越大 我当时的修为太强 而且精通无数秘法 普通风禁已经没了效果 只有借助这些宝物和灵气的力量 才能将我困住 极了大魔王解释啊 苏音明白了过来 有些鱼网是需要搭配配重 才能更好起到网鱼的效果 将风禁当成鱼网 宝物当成配重 的确风禁力量更大呀 一边聊天一边前行 十多分钟后 一座巨大的峡谷出现在眼前 苏音看去啊 果然看到了不少修炼者 整齐的盘坐其中 像是在等待什么 这里的修炼者 明显都比外界修为高得多 大部分都在宗师境 还有一部分达到了传承级别 甚至啊 还有永恒境 以及虚仙境的强者 他们也是大眼周的 苏音不解啊 大眼周没有超等灵脉啊 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有人 冲击永恒成功的 怎么这里会有这种强者呢 而且数量不少 啊 当然不是 永恒境和虚仙强者 大部分都是从大前周 大元周等提过来的 也想寻找机缘 有些还是宗门的长老啊 其他州的虚仙 永恒境强者 不可以进入大眼周镇守的灵渊 但是险地却可以随意进入啊 碧落海险地 在整个大陆都能排得上第四 机缘极多 不少人不敢去前三处的险地 来这里寻找机缘 也就情有可原了 苏尹恍然呢 我被封印的地方 在峡谷的深处 而想要进去 必须等待灵谷飓风的出现 这东西和陵渊长河有些相似 就是出现的时间不规律 像潮汐一样 能吹出很多宝物 同样以后 将修炼者吞入其中 小身粉末 十分危险 我就是被困在其中 不仅无法逃脱 还要时不时承受 飓风打在身上的痛苦 你说的那个巨魔 在什么地方 比我封印的地方还要深 具体位置 只有陵谷飓风出现后 才能确认 说话间 非洲落在了人群跟前 这里的修炼者和外面的不同 并未过来找麻烦 而是看了过来 各自带着疑惑 大陆排行第四的险地 危急重重 能够进来的 谁不是小心翼翼啊 像他们这样乘坐非洲 毫无顾忌的就能冲到这里来的 别说没见过 听都没听过 飞庭 你是飞庭 刚将船收进戒指 苏隐就听到一个激动的声音 紧接着看到一个老者 满是不敢相信的 向飞庭走了过去啊 谭老 你 你还活着 飞庭也瞪大了眼睛啊 当时 我自觉在大眼州 没希望救治 就去了大前州的天元宗 宗主大人 不仅帮我治好了病症 还助我突破了桎梏 百年下来 已然达到虚县一重 飞庭一震 眼中露出了浓浓的羡慕 谭老的机缘 真是旷爵古今啊 算是机缘不错 所以前些日子 听说碧罗还出现变故 可一切来是运气 谭老捋着胡须 看了众人一眼 这些 都是你带来的晚辈 对了 你不是镇守联盟吗 怎么有时间来如此陷地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正常情况下 联盟的守卫者 不可能冒险进入陷地 因为一旦出现危险 一座大洲 都可能由此沦陷 这位怎么跑这里来了 最关键的是啊 带的人中有十七八岁的少年 也就罢了 带着十一二岁的孩童 和一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鹦鹉 是什么鬼啊 啊 这位是我小师叔 苏尹 这位是大眼皇室的宰相 邱赵君 剩下的几位 都是小师叔的门人 听他说是晚辈 费婷吓了一跳 急忙解释啊 小师叔啊 这位谭老谭尽 曾是联盟练丹堂的堂主 一百多年前身体有样 去了大前州 一直没回来过呀 也没有过消息 我还以为 早已先游了呢 没想到居然成了 虚仙境强者呀 虽然大前州 大元州有超等灵脉 却也不是人人过去 都能突破永恒 甚至虚仙的 天赋 机缘 毅力 勤奋 功法 缺一不可 传承五重 百年时间 从随时都会陨落 变成虚仙一重 即便是他呀 都不敢相信 小师叔 谭尽疑惑地看向苏尹 眼前的少年没展露任何修为 显得有些平平无奇 再次看向所谓的门人 无缘 只是宗师静的小人物而已 不知一提 柳依依才画繁静 更弱呀 极乐 看不出修为 但年龄只有十一二岁的模样 肯定不强 至于小五 直接被忽视了 一只普通鹦鹉而已呀 是不是妖兽都还难说呢 更别说修为了 估计是带着当餐点的 堂堂联盟堂主 就带了这样一堆废物过来 飞艇搞什么呀 你也来寻找机缘 虽然疑惑 却也没说出来 谭静问道 算是吧 飞艇点头 你修为虽然不弱 但身系联盟 不可以轻易冒险 还是不要深入了 这样 我在这里三个月 也算得到了些宝物 给你一些 尽快回去吧 迟疑了一下 手腕一翻 弹静面前出现了 一大堆药材 宝物 甚至还有几段精纯的灵力 来这儿的时间虽然不长 但他修为强劲 依旧得到了不少好处 苏颖看去啊 不愧是虚仙强者 拿出来的东西 全都不弱 飞艇使用的话 足可以让他的修为 进步不少 冲击永恒三重 甚至四重 都不是问题 一下拿出这么多 宝贝可以说这弹牢 的确很大方 只不过呢 他们来这儿的目的 并不是寻找宝物 而是寻找 内头巨魔 卓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 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有请小事书 我来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 有声句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奇典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 李威 南瓜南少 全远 六亿 第二百七十四章 谭老的好意 熄灵了 我们还是想进去看看 摇了摇头啊 飞庭拒绝了对方的宝物 你以为 这是国家家 可以随意进出 简直胡闹 眉毛扬起 谭尽的脸色不由一尘呢 你可知飓风和谷内的危险 换作别人 他肯定不会废话 可这位是联盟长老堂的堂主 一身安危 关系大眼周无数生灵 怎么可能任由他乱来呢 还望谭老告知 知道对方也是好意 飞庭并未生气 而是功神抱拳 灵谷飓风 和灵渊长河中心处一样 灵气的速度十分团积 空间都会承受不住 从而破碎成碎片 不仅如此 其中还隐藏了不少被封印的魔头 嘴底都有永恒高重的实力 强得更是远生过我 哼了一声 谭尽没好气的解释 哼 胡说其他人 极了大魔王 你可听说过 就曾被封印其中 他 呃 不是逃走了吗 转头看了一眼大魔王 就见他眼观鼻鼻观心 并未生气 费庭这才松了口气啊 他是逃走了 可也是花费了八千年 才得意成功的 见对方没说出别的东西 和极了说得差不多 苏隐皱了皱眉啊 只有这些 只有这些 不知天高地厚 谭尽还没说话呢 一个老者走了过来 梅雨中带着冷意 谭长老 好言劝不了想死的鬼 既然他们找死 就不用再劝了 死上几个 自然知道危险 这位是 费庭转头 眼前老者气息深沉 给他的感觉 比谭尽更加强大 怕是最少达到了 虚仙三重左右 这种修为啊 就算在大前州 也绝对算得上高层了 这位是天元宗的 原亲长老 虚仙三重巅峰强者 目前领宝谷 修为最强者 谭尽介绍道 大眼州费庭 见过原亲长老 非停连忙攻身呢 谭长老的朋友 我本来不想插话 但是灵谷飓风 并非你们想象的 那么简单 不想死 还是尽快离去吧 不出意外 飓风很快就会出现 摆了摆手 原亲长老一脸的傲然 很快出现 真的吗 太好了 苏银眼睛一亮了 看来不用耽误时间了 不然干等着也挺麻烦的呀 看这个没什么修为的少年 如此兴奋 谭尽原亲哪 一阵无语 巨峰出现 就算是他们 都有些担心和害怕 这家伙居然还满是兴奋 还真是无知者无畏呀 不仅是他们 周围的众人也听到了少年的话 全都露出了鄙视之色 每年都会有不少这样啥都不懂的天才 冒冒失失的闯进来 结果呢 全部成了尸体 一个都没活下来呀 不用想 这位应该也活不了多久 小师叔的实力很强的 见他们这副神情 飞庭知道误会了 忍不住解释啊 你开心就好 谭尽无语啊 我又不是瞎子 实力强不强还看不出来 见对方不信 飞庭正想继续解释呢 就听到谷内传来了风鸣之声 从开始的低沉 逐渐变得嘹亮 甚至有些刺耳 宛如有无数条巨龙 在其中咆哮 飞风要来了 瞳孔一缩 众人再不去管 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谭尽和原亲呢 也没了聊天的兴趣 急忙转身 面对峡谷深处 眼睛眯起 结成防御阵法 原亲长老一声大喝呀 哗啦一声 伴随他的话语 在场的众人 按照箭头的方式排列起来 各自取出防御法宝 体内真源运转 一个个满脸警惕呀 大家联合防御 能得到什么宝物 得到什么样的灵气 各凭机缘 不准争强 也不准事后找麻烦 站在最前面的箭头处 原亲放声大喝 众人同时点头 看样子 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 这是军队的冲锋阵型 除了最前面的原亲长老 承受的压力大 其他人都小伤不少 不过呢 最前面获得的宝物 肯定也最多呀 苏银点头 这些人尽管有很多互不相识 可想要获得更多宝物 还是需要联合在一起 否则即便是虚仙三重 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久 师叔祖啊 我们怎么办呢 见他们组成阵型 没有带他们的意思 邱赵军有些担忧地看过来 他和柳长星来过这里 后者进入了深处得到了机缘 而他呢 只在外围徘徊了一段时间 不是不想进 而是不敢呢 灵谷飓风的威力 亲眼见识过 宗师强者 稍有不慎 就会被撕成粉末呀 渣都不剩 没有绝对的机缘 前行就是找死 听到询问 苏隐沉吟了一下 取出一口瓶底锅 一个瓢和一个盆 向飞庭 邱赵军和吴源 递了过去 把这些扣到头上 应该可以抵挡住 飞庭 邱赵军眼睛同时一亮啊 别人不知道 这东西是什么 他们一路走来 早已心底透亮了 这可是仙气呀 有这东西扣住脑袋 就算灵谷飓风威力再大 又能如何呀 至于极乐小五 实力都强 应该不在意飓风 柳一一的话 有仙气子母先差呢 应该不会有危险 想到这里啊 飞庭等人不敢迟疑 急忙接过 放在了头顶 锅 条 盆 一放在脑袋上啊 三人立刻感到一股气流 笼罩下来 像是得到了保护 浑身暖洋洋的 说不出的舒服 他们搞什么呀 呃 不知道 脑袋上扣锅 扣瓢扣盆 这脑子有问题了吧 谭老啊 你确定这位是 联盟长老唐唐主 而不是个傻子 结成防御战的谭进等人 看到他们的举动 一个个面面相去啊 脑袋发晕 铃骨飓风是逐渐增加 越来越强的 之前想着啊 这些人承受不住 自然会退出去 结果呢 取出锅碗瓢盆放在头顶 还有四个 啥都没准备 光着头硬炕啊 这几位是精神病院 跑出来的吧 北婷 少在这里胡闹 气得脸色发白 谭尽大声呵斥啊 多谢他老关心 我现在感觉很好 特别特别的好 头顶平底锅 费婷一脸微笑地回答 听到这话 谭尽无言以对啊 别的脸色涨红 被气得简直 要吐血了 卓尽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邀请小师叔 播剿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 加订阅吧 有请小师叔 有请小师叔 我来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 有声句 有请小师叔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南瓜事 全远事 六亿 第二百七十五章 憋得脸色涨红 弹尽鲜血都快要吐出来了 原亲长老同样面容发绿 见过脑残的 没见过这么脑残的呀 顶口锅 就感觉很好啊 好你妹呀 什么情况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正想继续呵斥 就听乌叶的声音越来越低 紧接着众人就看到 一道粗大的灵气洪流 猛地冲击而来 咔嚓咔嚓 顾不上废话 眉毛扬起呀 原亲长老谭静 同时运转真元 虚先静的修为流淌出来 在前方形成了一个防御杖 身后众人的力量啊 同样惯勇而出 加入其中 风里声 这么多人的力量加持 防护罩顿时变得坚硬了许多呀 宛如河流中的礁石 将飓风硬生生分开 噔噔噔噔噔 飓风的力量太大了 众人虽然抵挡住了 依旧被狂暴的冲击力 撞得连连后退 地面的岩石都震碎了一大片呢 剑承受住了第一波冲击 原亲长老松了口气 大手向前一抓 一道道精纯的灵器就被捏在指尖 灵谷飓风和陵渊长河一样 携带着无数灵器以及宝物 正因如此啊 才能引来无数修炼者 不畏生死的前仆后继啊 其他人剑站稳了脚跟 也纷纷出手抓取宝物 没想到飓风的威力这么强大 这么多人都差点没扛住 稳定下来 谭静松了口气啊 暗暗心惊 灵宝谷的飓风啊 不光出现的时间没有规律 强弱同样没有规律可循 上次还算温和 这次的力量啊 却增加了好几倍 而且呢 最让人无奈的是 并非力量增加 宝物就会变多 有时候 喝风细雨的时候 反倒宝物更强 总之啊 每次和每次都不相同 只能等到飓风出现 才能知晓 有些机缘好的修炼者 趁飓风不强的时候潜入 反倒能得到 他们都难以想象的宝贝啊 对了 飞艇 正在感慨呢 想起刚进来的七个人 谭静顾不上捞取宝贝 急忙转头看了过去啊 只看了一眼 他嘴角忍不住一抽 呆在原地啊 只见头上戴着平底锅的飞艇 正一脸悠闲地站在 狂暴的飓风内 没感到丝毫压力啊 甚至体内真缘都没动用一丝 其他几个他看不上的家伙 安静地站在原地 咆哮的洪流冲在他们身上 同样没引起丝毫波澜 如果只是这些人 这样也就罢了 少年肩膀上站的鹦鹉 不知何时将全身的羽毛 洗了洗 把飓风当成吹风机了 一边吹啊 一边用嘴巴竖立毛发 悠闲的一劈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 满脸木然 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 最前面的少年略带疑惑地开口 这就是铃骨巨峰 是 十一二岁的孩童点了点头 吹在身上有些暖和 还挺舒服的 快点走吧 别耽误时间了 好 孩童又点点头 七人同时大步向前走去 似乎感受到有人对抗 巨峰呼啸得更加猛烈了 不过呢 众人毫不介意啊 一步步向前 这 这不可能 耳边响起了原亲长老的声音 回头看去啊 就见他这边的众人 全都看到了那七个人的不对劲 一个个面面相去 感觉快要傻了 他们累得快要挂了 只能保持在原地动弹不得 对方七人脑袋上扣着锅碗瓢盆 一脸轻松地往前走 似乎没有丝毫压力啊 差距要不要这么大呀 估计是一种障眼的秘法 放心吧 巨峰这么大 就算能够前进 也肯定走不了太远 原亲长老大手一挥 刚说完对方不知死活 然后人家就很轻松地走进去了 不知道他这个虚仙三重很没面子吗 也只有这个理由 才能扮回一些尊严了 原长老说得不错 快看 他们停下了 不知谁喊了出来 谭靖急忙抬头啊 果然看到费亭等人前进的步伐停了下来 最前方的少年不知想些什么 眉头皱紧 这还差不多 谭靖松了口气啊 如果对方真的不受任何影响地快速向前 他可能真的会疯了 所幸也只是比他们多走了几十步而已 超越了他们却没有太多 这种想法还没结束呢 皱眉的少年向前几步 手腕一翻 呼的一声 一艘巨大非洲浮现出来 随即啊 招呼众人 步行实在太慢了 还是开非洲过去吧 说完 众人纷纷跳上甲板 轰隆一声 巨大的轰鸣啊 非洲急速向前冲去 眨眼功夫 就钻进了峡谷的深处 消失在众人视线了 啊 你这是 谭靖元亲长老等人哪 全都傻了 头戴过岸瓢盆 无不知阵法 不运转力量抗衡 我忍了 总有些人有特殊秘法 可以不畏惧巨风 可他妈 连三十多米长的非洲都弄出来了 直接对着飓风开过去 有些过分了 我们这么多人联合起来 站都站不住 你们直接开船走 搞什么呀 哎 你们说 会不会是这个飓风 对其他宝物有很强的排斥作用 反而对平底锅 瓢和盆 不会产生巨大的压迫感啊 沉默了片刻 一个伞修道 我记得有些药物对男人有用 对女人效果就不是很大 可能铃骨飓风也是如此啊 有可能 沉思了一下呀 原亲长老点头 有些贤弟 的确需要特殊的物品 才能抗衡危险 这样吧 你找一口平底锅 带到头上试试 锅没有 瓢倒是有一个 散修轻轻一笑 手腕一翻 半个葫芦出现在掌青 随手扣在头上 嘿嘿 那我试了啊 嘿 深吸一口气啊 散修向后退了一步 脱离众人组成的箭头阵型 直接跨了出去 瓢有用吗 见他走出去啊 谭静忍不住喊道 带瓢的散修正想回答呢 一道飓风猛地冲了过来 话音还没结束呢 身体一瞬间被击溃 宗师镜的真元 连坚持一个呼吸都没做到 一声轰鸣啊 当场炸成了粉末 鲜血迸箭的到处都是 灵魂都没来得及逃脱呀 哎呀 太惨了 众人全都嘴角抽搐 说不出话来 飞庭等人可以 他们却不行 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看来 拳头攥紧 原亲长老脸色铁青 忍不住感慨啊 看来 瓢死路一条 主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情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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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 有声句 有情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门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全有 六亿 王小呆 第276章 我见废廷他们戴瓢之后 并未施展 修为抵抗 会不会是 抵抗的越猛烈 飓风的反噬就越强 不抗衡的话 反而一点事都没有 安静了不知多久啊 又一位散修 将自己的观点 说了出来 有可能 有可能 众人再次觉得 有道理 这种情况 在一些幻阵中 很常见 抗衡的越凶猛啊 幻境侵袭的越厉害 若无其事的话 反倒不受侵害 我来试试 说话的这位散修啊 站了出来 取出一个盆 顶在脑袋上 轰的一下 脑袋才刚伸出阵型 就被飓风 挤压成粉末 当场爆开了 所有人都有些抓狂了 那七个人 实力最强的沸亭 也只有永恒二重 在他们这群人之中啊 只能算得上 中等偏上 为何随随便便走进去 一点事没有啊 而他们一个 都活不下来呢 别贸然试探了 罪方肯定有自己的办法 想搞清楚怎么回事 只能进去看看了 原亲长老 神色凝重的 进去 众人脸色同时一变了 他们也想进去啊 可 最近几个月的 飓风都特别大 虚仙境强者都抗衡不住啊 更别说他们了 我知道危险 但想要得到更多的宝物 更大的机缘 只在外围 是不可能的 众人沉默 灵宝谷的宝物啊 虽然很多 但能被吹出来的都是最差的 好的宝贝 大部分都留在了深处 想要冲击更高境界 只能不断前进 冒险都不敢 又怎么可能在修炼上越走越远呢 那几个少年 海童 甚至鸟都能进去 我们却只能在外边打秋风 你们真的甘心 见众人不说话 原今长老继续道 不甘心 众人点头啊 既然如此 那就试试 能进多深进多深 实在进不去 再出来就是 有长老这句话 我同意 我也同意 很快 众人达成一致 之前他们只是守在外围 捞取宝物 现在亲眼看到一些 实力不怎么样的家伙 进入谷内 再也忍不住了 对方能行 他们为何不行 有没差太多 开始 上一毫阵法结构 深吸一口气 原亲长老缓步向前 众人紧跟其后 努力维持防护盾 踩走了十几步 剧烈的轰鸣声再次响起 紧接着 一道更加巨大的狂风 席卷而至 狠狠砸在防护盾上 原亲长老 谭进等人 脸色同时一红 鲜血狂喷 拳头捏紧 众人浑身冒汗 才进了这么几步 压力就增加这么多 灵宝谷的危险 果然和传说中的一样 让人难以靠近 只是 费亭他们到底怎么做到如此轻松的呢 有可能是 飓风变得更强了 这要如此 他们应该也进去不了太深 很快就会被吹出来 感受到四周浓郁到极点的压迫感 弹劲道 原亲长老点头 不再继续前行 而是瞪大眼睛向谷内看去 片刻后 果然看到一个人影 顺着飓风被吹了出来 浑身鲜血 受了重伤啊 真元暴动 猛的一抓 将此人带到防护盾后 是个六十多岁的老者 修为比他还要强 毅然不低于虚仙五重了 你是纯刚宗的魏真 眉毛一扬 原亲长老认了出来 眼中带着不敢相信呢 你这么多年 一直都在谷内 纯刚宗和天元宗一样 同属大浅州的一流宗门 这位魏真呢 在纯刚宗 只是很普通的一位长老 听说八十年前进入碧落海 再没有出现过 该不会一直都在这里待着吧 灵宝谷内的刚风 并不是每次都这么剧烈的 有些修炼者会趁着风小的时候 深入其中 躲避在一些山洞 岩石后面 搜集更多的宝物 这位应该也是如此 不然也不可能 短短八十年 就从纯刚宗一名 名不见经传的长老 变成虚仙五重的修为 原来是原亲呐 我的确是在里面待了八十年 挣扎着睁开眼睛 魏真向谷内看了一眼 流出焦急之色呀 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 快点离开此地 为何 原亲皱眉呀 是 极乐大魔王 他 他又回来了 满是惊恐 魏真颤抖道 极乐 他不是离开碧罗海 逃走了吗 众人全都一呆呀 他们这些人 几乎都是几个月前过来的 极乐大魔王逃走 早就听说了 是 逃走了 可不是咱们又回来了 而且开着非洲 行走在峡谷之内 当着我的面 将一头和我修为相仿的巨魔 当场撞死 余波冲击 震碎了我藏身的地方 我这才被飓风席卷 受了重伤 魏真牙齿大战 只是余波就这么强大 真要撞在他身上 肯定当场就挂了 开着非洲 援亲长老和谭进等人对望 忍不住看过来 你说的非洲 可是三十多米长 通体由木头修筑而成 画着狼腰 羊腰 那些奇怪的图案 是 魏真点头 有些奇怪 你们知道 没回答他的话 原亲长老脸上有些苦涩地继续问道 那你说的极乐大魔王 长得什么模样 这个样子 魏真屈指一谈 亮起一道光幕 光幕之中浮现出一个孩童的容貌 原来这就是极乐大魔王 虚仙最巅峰的超级强者 如果他是极乐 那位小师叔又是什么人 见猜测是真的 原亲长老和谭进等人对望 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极乐大魔王 在那位小师叔面前 百依百顺 跟孙子似的 刚才费庭专门说 小师叔实力很强 而他们呢 却一直怀疑 闹了半天 说的是真的呀 这么轻松进入灵宝谷 看来根本不是运气好 更不是带着瓢和盆之类的东西 而是因为实力强啊 一瞬间众人全都呆了 谭进更是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百年的苦修终于达到了虚仙境 本以为见到大眼周的人 可以安心装模作样 让对方敬佩 闹了半天哪 只是被人家当作小丑罢了 卓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师叔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情小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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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牛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凭有声剧 有情小师叔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机位 南瓜南少 南瓜剧 第二百七十七章 不知道其他修炼者的心路历程 此刻的苏尹啊 正乘坐着非洲 急速前进 就在刚刚 有个巨魔突然跳出来 想要偷袭他们 结果呢 杀船不及 当场撞死了 还是要小心一些 再撞死人 我就把你扔下去 呵斥了大魔王一句 苏尹面带不悦啊 刚才在飓风中走了一会儿 觉得实在太慢 便将非洲寄了出来 驱动之下 果然飞行起来速度更快 也更加容易 驱动非洲前进的时间不长 见流淌下来的矿石宝物 越来越多 便让大魔王驱动 自己捞取 谁知啊 这家伙如此鲁莽 直接将人撞死了 小师叔啊 这不是人类 而是巨魔 巨魔 苏尹一愣了 巨魔不变回本体 和人类一模一样 根本分辨不出来啊 这些家伙 不知道从何而来 通常会隐藏在 峡谷的一些山洞 凹槽内 伏击前来冒险的修炼者 不少人类强者 都是被这些家伙 偷袭杀死的 哦 那就好 苏尹松了口气啊 幸亏是巨魔 要是人类被撞死 肯定会觉得愧疚啊 撞死巨魔 只是前进中的小插曲罢了 众人一边捞取宝物 一边前进 伴随越近越深 四周的压力逐渐增大 看向峡谷深处 苏尹心生疑惑啊 这些风 的确和陵渊长河有些相似 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灵气 即便有精纯的灵力 也是一小段一小段的 不太完整啊 无法汇聚成灵脉 也就是说 修炼者在这里 可以修炼得很快 却不能把灵气带回去 帮助宗门 将你封印到这里 当年的那些高手 怕也付出了不少 简飞行了接近半个小时 依旧没有到 封印大魔王的地方 苏尹道啊 这里的压迫感 他可以抵挡得住 但没有烈化 过眼瓢盆的沸亭等人 明显有些坚持不了 足见压力之大 虚仙九重巅峰的高手 死了不下十位 极乐大魔王略带尴尬 尽管当时的他受了重伤 可为了封印 大前州大元州 同样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不说其他呀 但这个地方的刚风 没有仙气支撑 虚仙都很难承受得住啊 你可知灵渊长河和这些飓风 从何而来 虽然没人说得出来 但我猜测 可能是从仙界来的 不然不可能有仙气 仙界 是啊 仙气这种宝库 和真心一样 只有拥有仙灵之气的地方 才能锻造 却在显地长河中出现 是不是表明 长河和峡谷的尽头 有可能有这种特殊的灵气 苏银点头 之前没细想 极乐这样说 真的很有道理啊 难道 这个山谷和长河的尽头 其实是同一个地方 仙界 这种想法 大千州不少高手猜测过 也有许多高手冒险 深入峡谷 探寻长河 可惜啊 牵扯了某种空间法则一样 根本到达不了尽头 听到二人的对话 非听插话道 不说其他 以距离最近的枯业道长为例 他是五百年前 天下文明的人物 大圆州联盟张老堂的副堂主 一身修为 达到了虚仙九重跌峰 自觉时日不多 冒险去探查长河 结果耗费了十多年都没找到 最终欲语而终啊 这里他也探查了 也进入了 可惜 即便虚仙九重跌峰 依旧走不到尽头啊 啊 苏银点头啊 以众人的表情以及话语 可以看出来 飓风的力量很大 虚仙都很难承受得住 但不知为何 他的感觉就不太明显 就好像眼前的压力 对他不起作用一样 难不成 他这个永恒比虚仙还要强大 还是要找虚仙试试啊 上次让大魔王出手 这家伙一直装模作样 不敢用权力 自己也就检测不出来 不行的话再找个人试试啊 爷爷 到了 心中啊正在胡思乱响 就听极乐的声音响起 抬头看去啊 随即看到非洲停在了山谷的一处凹坑内 坑不太大 也不太深 四周刻画了密密麻麻的封禁 鱼网一般呢 将内部空间彻底封死 这个封禁很巧妙 环顾一圈 苏银忍不住感慨 这个封禁的纹路虽不算极强 却可以借助飓风的冲击力增加威力 也就是说伴随时间推移 封禁的力量不但不减弱 还会越来越强 最关键的是 封禁的封闭性很好啊 一点灵气都无法渗透进去 一旦被困其中 没办法吸收灵力 就只能越来越弱 直至死亡 不愧是大前舟大圆舟的高手 为了封禁极乐 的确煞费苦心啊 是很巧妙 我花费了无数时光 想了不知道多少办法 最后还是趁着出现变故 才得以逃脱 否则 还不知道要困在这多久 变故 嗯 八千年的岁月 封禁已经被我破开了一部分 悄悄把烙魂禁的气息散发出去 吸引强者前来 人一多 飓风自然会被挡住不少 这样压力就会减弱 谁知 感受到仙气的气息 修炼者是来了不少 可惜 能够来到这里的 没有几个 就在我觉得无法逃脱的时候 山谷突然动荡 身上的风劲 朝圣一般停止了运转 我这才得以顺利逃走 当然 也和吸收了一部分魔力有关 没有这股魔力 我伤势太重 即便禁止的风劲 也正突不开 朝圣 苏颖想起什么 疑惑地看过来 大概什么时间 七天前吧 回忆了一下 急了点头啊 七天 苏颖沉默 七天前正是她离开禁地的时候 当时天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圣子 还下了一场暴雨 难道是这个原因 引起了风劲动荡 才让大魔王脱困而出 不对啊 想起那天天气的异常啊 以及她身上的诸多变化 苏颖心中一动啊 一个可怕的想法啊 情不自禁地冒了出来 一时没敢去想 这个圣子 该不会和我离开禁地有关吧 卓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啊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情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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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尤其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剧 有情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南瓜事 第二百七十八章 根据苏颖知道的消息 前缘大陆万年来啊 并未出现过圣子 更没下过那么古怪的雨 可他刚出禁地就出现了 还悬浮在自己上空 那么明显 跟功和他出关一样啊 之前呢 一直觉得自己很普通 很平凡 学的也只是普通技艺 此刻知道残念不简单 极有可能生前都是圣人 会不会这个圣子的出现 真的和他有关系呢 不管如何 都不能说出去 苏颖眼神凝重 陷入了沉思 大魔王趁机逃脱 联盟遭受到 灵渊巨魔自杀性的攻击 长河提前出现 通道出现裂痕 永恒净强者可以进入 一切的一切 都和这个圣子出现有关 如果真是自己引出来的 岂不表示 灵渊巨魔想要探查的根源 就是他嘛 暴乱也与之有关 尽管现在修为达到了永恒二重 面对数量不知多少的巨魔 自己肯定还是没有办法抗衡的 而且一旦对方权力威逼 人类会怎么做呀 不敢去想 也不想去想 人不能去考验人性 无论结果如何 都会彻底失望啊 爷爷 你能将这个封禁弄破吗 我 我想回 里面看看 正在思索呢 大魔王的声音响起 弄破 苏尹回过神来 再次向眼前的封禁看去 编织得十分精妙 胜过学过的大部分渔王 但对他来说呢 想要破解啊 找到漏洞 还是太简单了 没有直接动手 而是看向眼前孩童模样的大魔王 脸色略显阴沉啊 进去看看 还是有什么目的 我想听实话 呃 这个 脸色一白 极乐转头看了一眼旁边 跃跃欲试 想要揍人的鹦鹉 咬了咬牙呀 我在封禁上弄出个口子后 趁机捞取了不少宝物 当时逃走的时候 太过着急 没有带出去 被封印八千年 他在四千年前就撕扯出裂痕了 只可惜能让手臂伸出去 本体根本无法逃脱 不过这么多年来啊 也没闲着 一旦飓风出现 就捞去宝物 多年积累啊 的确积攒了不少财富 是太着急没带出去 还是觉得实力没恢复 不敢带出去啊 飞庭插话问道啊 极乐大魔王说不出话来 修为达到他这种地步 除戒指可以自己炼制 就算没有材料弄不出来 随手弄个随身的空间 还是很容易的 有这东西 装走再多东西都不算什么呀 之所以没拿 和对方所说的一样 当时他的修为百不存一 再带上这么多宝物 很容易引起围杀呀 届时真就逃脱不掉了 与其那样 还不如先逃出去再说 至于宝贝嘛 完全可以彻底恢复后 再过来取走 这个封禁能让他 八千年都逃脱不掉 外人想要盗取啊 也几乎不可能完成 进去看看吧 同样明白过来 苏银也不多说 来到封禁跟前 手指轻轻一点 哗啦 坚固无比的封禁 眨眼功夫啊 碎裂成粉末 露出了里面的空洞 急了大魔王嘴角一抽啊 如此强大的封禁 在爷爷面前 一根手指都挡不住 可怕 幸亏上次让我动手打得 我没敢出手 真敢施展力量 估计早就死得不能再死了 离开非洲 众人鱼怪而入啊 封禁内空间不算太大 经过拓展 也只有一百多平米的样子 墙角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宝物 一堆堆珠光宝器 闪耀着耀眼的光滑呀 饮金木 歇海石 金穹紫玉 断魂草 飞亭看了过去 瞪大眼睛 不听颤抖 墙角内堆积的宝物 每一样都是联盟拿不出来的呀 即便是他 都满是羡慕 谈禁之前拿出来的宝物 与之一比 就是白鹤和草鸡的区别 不可同日而语 被封印在这儿 每次老去 都需要花费极大代价 能被我抓去的 几乎都是能让我看上眼的 他曾是站在大陆 最巅峰的强者 能让其看上眼的 最少都要对 永恒镜强者有用 费亭之前只是传承七重 没见过也很正常啊 既然有这么多宝物 你应该早就恢复了修为 为何出去的时候 这么虚弱呢 苏颖疑惑地看过来 这些宝物虽然珍贵 却不能直接使用 什么意思啊 苏颖不解啊 灵源长河和险地得到的宝物 很多不能直接服用 需要带到大陆 放上几天 或者放到灵脉 温润几天才行啊 不然身体会承受不住的 哦 苏颖眨把眼睛 这些宝物看起来很正常啊 怎么会承受不住呢 来 我给爷爷做个事业 你就知道了 见他不信 极乐随手取出一枚药材 捏出枝叶 滴在了手臂上 眨眼功夫 他的手臂就像是被腐蚀了一般 变得红肿至极啊 随时都会炸开 苏颖周眉 结果药材同样挤了些枝叶 放在手臂 并未感到腐蚀 反倒给他一种凉爽质感 和清凉游有些相似啊 应该是 爷爷修为太强 这些宝物的腐蚀性 对你没作用吧 飞庭极乐大魔王 同样买是奇怪的 想了半天 也想不出更好的解释了 这种情况 也有不少强者研究过 猜测可能和巨魔有关 虽不知长河和这些宝物 从何而来 但应该存在另外一个世界 蕴含另外世界的规则和力量 放在大陆 或者灵脉中跑洗 才能将其洗干净 让我们更容易吸收啊 哦 苏颖点头啊 这种猜测可能性最大 就是搞不明白 为何他一点事没有 难道他的肉身 真的和老龟毛驴一样 达到了极其高深的地步 几落 要不 你再用尽全力 打我一次 沉思了一下 苏颖继续道 嘴角一抽 急了大猫王有些想哭啊 过了老半天 才憋得脸色胀红 我愿意将这些宝物 送给爷爷 恳求爷爷放过 说完呢 大手一抓 将宝物收集一个锄戒指 急匆匆递了过来 苏颖眨把眼睛 我他妈是这个意思吗 我是真的想让你打我一顿呢 算了 这些宝物或许有用 既然他给了 拒绝也不太好啊 想到这儿呢 点了点头 苏颖开口 哦 你留着的确没用 修位高了 肯定又会想着怎么去害人 小五 先帮忙收着 极乐满脸尴尬呀 啊 我都沦落成宠物的宠物了 还怎么害人 啊 不过 爷爷开心就好 不然 免不了又是一顿暴躁 好嘞 听到将宝物给自己 小五眼睛放光 轻轻一抓 除戒指就消失不见 不知被藏到了何处 从未出现过一般 你也不用觉得吃亏 拿了你的东西 以后只要不犯错 我不会找你麻烦 直到让对方揍他 肯定做不到了 苏颖安慰了一句啊 说笑了 孙子孝敬爷爷 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极乐联盟摆手啊 他说的倒是真心话 四千年来 搜集的宝贝虽然很多 也都不错 但宝物给他带来的好处 和跟在爷爷身边 获取的好处比啊 差得太多了 这些宝物就算能够服用 最多呢 只能帮他恢复到虚先巅峰 无法冲击更高境界 而跟在爷爷身后 才几天时间 不但伤势完好 修为彻底恢复 力量还更加精纯 可以说此刻的实力 比八千年前全盛期 都要强上不少 可以说 跟着爷爷 有肉吃啊 卓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剪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情小事书 有情小事书 我来了 欢迎收听 牛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 有声剧 有情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南歌式 第二百七十九章 将宝物收走 这里再没什么可留恋的了 极乐控制着非洲 继续向他所感受到 魔气的方向飞去 灵宝谷 并不是只有一条通道 而是纵横交错 越往里啊 岔路越多 没人带路的话 宛如陷入迷宫 根本没办法走出去 灵宝谷的飓风 和长河出现的时间差不多 只存在一个时辰左右 一旦消失 谷内的空间就会封锁 让人进不来 也出不去啊 剑越走越深 邱赵军有些担忧地说道 有人会奇怪 为何没有飓风的时候 不进入山谷 反而等风来了才去 就是这个原因 飓风虽然难以抗衡 却可以撕开空间稚固 让峡谷畅通 而一旦风消失 空间会自动恢复 再想进出啊 也就难了 就好像向水中 扔一块大石头 紧跟在石头后面 水流呢 被划开 会有一片有空气的区域 一旦石头落地 气流飘散 再想呼吸 就做不到了 飓风正常多长时间 出现一次啊 时间并不规律 有时一年一次 有时半年一次 也有一天两次的情况 不过很少 通常都是一两年一次 苏尹嘴角一抽 看样子必须一个时辰内 找到魔气的源头 不然 这要被困在这里 一年无法回去 岂不活活憋死啊 距离魔气出现的地方 还有多远 转头看向大魔王 苏尹问道 不远了 看出了他的焦急 急了不敢废话 加快速度 时间不长 向前一指 就在前面 苏尹看去啊 非洲已经来到了 一个幽深的山谷 四周都是陡峭的山崖 飓风在这里激荡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漩涡中心 矗立了圆形的石台 直径六七米的样子 表面雕刻了 无数特殊的纹路 是魔族的阵纹 飞庭认了出来 神色凝重啊 小心一些 这里可能隐藏着魔族强者 嗯 苏尹点头 看向身后的邱赵君 当初柳长兴 是不是来过这里啊 十年前的柳长兴 只有神功九重的修为 别说和谭晋等人比 就连碧落海外围的那些伞修啊 都远远不及 可他却得到了仙气 这足以说明机缘的重要 碧落海这种险帝 并非实力越强 越能得到厉害的宝物 也正因为如此 才能吸引无数第一阶修炼者 前赴后继啊 当时我并未跟他一起进来 所以不知是不是来过这里 但听他提过一些 似乎地貌和这里有些相似啊 仔细回忆了一下 与柳长兴的点点滴滴 邱赵君缓缓道 下去看看吧 大家小心一些 尽量不要弄出动静 索尹不再多说 将非洲收起 小心翼翼地向山谷走了进去 见他这么小心 众人也捏手捏脚地跟了上去 这个山谷像是个巨大的山洞 挂在灵宝谷的一侧 占地足有十数亩的样子 还没进入其中 就感受到其中灵气凶猛 力量惊人 这里已经和长河中心有些相似啊 一边小心地前进 苏尹一边暗暗点头啊 这里的灵气激荡的力量和浓厚程度 比起长河中心都丝毫不差 看来这周围应该有特殊的封禁 否则不可能留住灵气啊 并让其越来越雄厚 环顾一周 很快眉头皱起 能闯过封禁山 足以说明他对封禁的理解 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平了 但眼前的山谷 温和平静 没有丝毫异常 也没留下一点一滴的纹路 也就表示没有封禁 可没这东西 怎么可能把灵气留在这里 而且这么雄浑呢 古怪啊 周了周眉啊 苏尹不着急向前 而是凌空抓了过去 感受到他的力量 四周的灵力快速向他掌心汇聚 用种地的方法汇聚灵脉 灯 灵气晃动起来 速度越汇聚越快 之前的漩涡呀 受到影响 出现了剧烈晃动 随时都会崩塌呀 这是 难道是聚灵 费庭 邱赵军对望一眼 嘴角同时抽搐 尤其是前者呀 满是不可思议 他知道这位是个很厉害的聚灵师 不然也不可能让上千道灵脉 追着他跑了 但亲眼看到汇聚啊 依旧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之前费庭见过最厉害的聚灵师 就是聚灵堂堂主梁再兴了 梁堂主汇聚灵脉的时候 求爷爷告奶奶 灵气才会不情愿的流淌过来 这位倒好啊 一举手 四周的灵气像是见到祖宗一样啊 满是兴奋的冲来 生怕来晚了就被驱赶 这差距也太大了吧 哄 正满是震惊呢 就见山谷中间的漩涡 再控制不住 猛的一晃 笔直对着少年冲了过去 小师叔啊 小心哪 脸色一白 费庭忍不住传音 这么大的灵气漩涡 一旦硬冲 别说永恒了 虚仙强者恐怕都可能承受不住啊 不仅是他 极乐大魔王等人 也没想到会有此变故 全都满是紧张 众人担忧还没结束呢 漩涡已经来到苏尹面田 就在他们觉得 肯定会疯狂冲击的时候 轻轻一转 落在少年手掌上方 滴溜溜旋转 宛如陀螺呀 啊 呃 飞庭等人愣在原地 这是上赶着汇聚成灵脉呀 现在的灵气都这么没尊严的吗 不理会众人的震惊 看着上方漩涡状的灵气 苏尹同样头皮有些发麻呀 看到没封禁 本想试探一下灵气的来源 怎么都没想到 只汇聚了一下 巨大的漩涡就冲了过来啊 要点脸行不啊 只想悄悄探查 没想闹出动静啊 结果你 这么嚣张地冲过来 我还他妈怎么低调啊 满是着急 不停甩手 同时停住了巨灵的手段 他停止了 漩涡像粘住了他一样 并未停止啊 围着乱转啊 如同一条驯服的哈巴狗 突然 发出一声剧烈的轰鸣 形成了上百条一等灵脉 巨龙般四处游荡啊 山谷的岩壁在灵脉的冲击下 坍塌了一片又一片 炸得到处都是啊 地面也不停晃动 碎石崩飞 这个 哎呀 天哪 又来了 嘴不张开 沸亭等人一句话说不出来啊 说好的小心一些 尽量不弄出动静呢 还以为这位会主动遵守 谁知进来不到一分钟 就将人家整个山谷给拆了 要不要这么狠呢 卓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剿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 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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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尤其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剧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上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上 归 第280章 钢风席卷 漩涡越来越多 整个灵宝谷啊 都产生了强烈的震荡 飞艇满是无语的看去 就见上百条灵脉 全都围在少年身边 眼巴巴的等着他收取啊 好吧 都主动汇聚成灵脉了 再不收取 谁知会弄出什么变故啊 苏尹无奈之下 只好大手一抓 一条条收紧戒指 感受到他的动作 上百条灵脉 欢欣雀跃啊 争先恐后的来到他跟前 会不会是 这里的灵气和长河不同 更容易毁聚啊 看到对方这么简单 就形成上百条一等灵脉 而联盟这么多年 都没攒下这么多呀 一个想法从飞艇脑海中 冒了出来 学少年模样 他也把手掌举了起来 虽不是聚灵师 但聚灵手段 飞艇还是有点基础的 举起手掌 释放出吞噬之力 隐隐有灵气向这边汇聚啊 不过呢 和对方一比 速度就慢得太多了 正在他用尽全力 抽取灵气的时候 一条一等灵脉 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地直飞了过来 飞艇眼睛一亮啊 正考虑要不要收取 就见灵脉 满是嫌弃的 抽了过来 啪啪 巨大的力量席卷 飞艇真气一赞 瞬间倒飞而出 重重撞在山壁上啊 嘴角抽搐 飞艇想哭啊 小师叔明明不想要这么多灵脉 你们硬着头皮挤过去 我用尽全力争取 飞蛋不过来 还揍人 不带这么双标的呀 不知道这位被灵脉揍了 苏尹连续抓取 整整持续了三分钟啊 才将围在周围的灵脉 全部收走 看着储物戒指 快要被撑爆了 忍不住摇头啊 这晚上多了 也难受啊 在灵渊长河的时候啊 除了半钞等灵脉 还搜集了上百条 一等级别的 送给镇仙宗 连蒙十多条 现在呢 还剩下八十多条 再加上这一百多 呃 戒指啊 真有些装不下了 算了 出去再说吧 汇聚灵气 是想探查 这个山谷的灵气来源 而现在呢 也算知道了一些 转头看向沸亭等人 苏尹身色凝重啊 这些灵气 不是灵宝谷汇聚而来的 而是自主产生的 自主产生 灵宝谷的飓风威力很大 但蕴含的灵气 比几灵渊长河差得太多了 连百分之一都不如 如此细薄的灵气 没有风际封锁 就算有山谷截流 又怎么可能汇聚出 如此凶昏的灵气呢 一个小山谷 就形成上百条一等灵脉 这 这个 这 众人说不出话来 山谷不过占地十多亩罢了 却能形成一百多条一等灵脉 血涡中蕴含的灵气 雄昏程度 比起长河都只强不弱呀 这样一算 再啥也知道 肯定有古怪了 而且 这些灵气汇聚的时间 不算太长 否则 肯定会沿着灵宝谷流淌出去 而不是一直在这里旋转 苏尹接着说道 没有风际 就好像水流没有河滴 根据伤增定律 必然会向低洼处散溢 时间长了呀 早晚都会减弱 直至与外界平衡 而现在呢 漩涡力量这么强 说明出现的时间应该不长 会不会和祭坛有关呢 肯定插话道 丁远巨魔明江统领 就是通过祭司 拓宽通道 将杰摩洛分身 接引了下来 会不会也有人进行祭司 接引了这么雄浑的灵气漩涡呢 这 愣了一下 苏尹随即点头 很有可能 这些灵气沿着祭坛旋转 不可能没关系 如果真是祭司金银而来的灵气 就有三个问题需要弄清楚 沉思了一下 苏尹继续道 第一 从何而来 第二 花费了什么代价才得到的 第三 目的是为了什么 众人沉默呀 祭司 相当于等价交换 当初为了让杰摩洛的分身过来 明江献祭了几百头宗师级别以上的巨魔 才得以成功啊 这么多灵气出现 需要的代价岂不更大 而且目的是什么呢 真要只是为了灵气 肯定早就收走了 怎么可能任由在这旋转 不停消散啊 最关键的是 足可以汇聚上百条一等灵脉的灵气 从何而来啊 就算大前周的巨魔 也一下拿不出来这么多吧 闹出这么大动静 都没有巨魔出现 山谷那应该算是安全 大家私下探查一下 看能不能找到不对劲的地方 想了半天 苏尹也想不通 吩咐了一声 沸亭等人分散飞了出去 苏尹呢 则向中间的祭坛飞了过去 通体由青钢石雕刻而成 力量的腐蚀下 略显黑色 表面刻画了许多巨魔族特有的纹路 给人有种眼花缭乱之感 看了一眼 就知道和他学过的渔网 雕刻全都不同 振文府和大道 每一条都互不连接 封界和渔网一样 所有纹路交织在一起 构建出特殊的规则 而这个更像是编织在一起 汇聚能量的通道 仔细看去 越看苏尹越觉得眼熟 心中突然移动啊 是绣花 禁地学的三十六种记忆中 有绣花这一项 刚开始呢 是十分抗拒的 不过学到后来啊 也觉得十分有趣 只是学得比较早 又很少去施展 都有些忘了 此刻看到祭坛的纹路 居然有些相似 绣花是用线勾勒出特殊的图案 眼前的纹路也用了一根线 雕刻出特殊的纹路 越看越觉得一样啊 苏尹仔细观察了半天 突然脚下一动 来到一个位置 体内真元涌动 轻轻一点 像是什么东西被激活了 记忆台上的纹路纵横交错的亮了起来 一瞬间呢 四周的空间晃动 灵气激盗 生怕出现危险 身体一揍 苏尹从记忆台上跳了下去 怎么回事啊 沸亭飞了过来 我好像把这东西激活了 苏尹解释 向眼前的石台看去 闪烁的光芒中 一个通道若隐若现 不过呢 只持续了半个呼吸 就消失不见 记忆台再次安静下来 这个记忆台还能使用 不过需要宝物献祭 才能开启啊 飞庭解释道 苏尹点头啊 既然是记忆 肯定要有献祭品啊 要么是生命 要么是宝物 正想取出宝物试试 看看记忆通到了什么地方 就听到吴源焦急的声音 响了起来 小师叔 你过来看看 也不废话 苏尹和沸亭招呼一声 笔直飞了过去 此时的吴源 站在山壁跟前 手中拿着半个玉符 不停颤抖 看看这个 见他来到 急忙将玉符递了过来 苏尹满是不解的结果 低头看去 眉头皱起啊 这是 镇仙宗长老代表身份的令牌 虽然只剩下半个 但他还是认了出来 镇仙宗的长老玉符啊 他也有一块啊 是三长老的 我刚刚在这里捡到的 是不是表示 三长老来过这里 三长老随宗主等人 来到碧落海就失去了踪迹 却在这里发现了 代表他身份的玉符 哪怕只是半个 是不是也表明 镇仙宗的众人来过这里啊 嗯 这样看来 已经确定这地方 和紫木仙差中 被封印的那头巨魔有关了 极乐大魔王 只是感受到魔器在这儿 并不能确认 和紫木仙差有关 找到这半个玉符啊 已经可以肯定了 仔细找找 看还能不能找到其他痕迹 众人继续四散看来 时间不长 全都摇头飞了回来 只有这半个玉符 其他什么都没有啊 你们说 那头巨魔将李茂生等人引来 会不会就是当成祭祀品 用来献祭的呀 邱赵君突然说道 李茂生正是陨落在碧落海的 那位镇仙宗宗主 众人沉默呀 这个推测 可能性很大 竹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有请小事书 我来了 欢迎收听 尤其马拉雅 尤其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 有声剧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三集出场 西威 南瓜南少 南哥市 郭艺 第二百八十一章 虽然在场的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但也知道 献祭一事啊 十之八九是真的 不然那头巨魔不可能花费心血和功夫 将这些人带到这里 能出现这么多灵气 而且这里没人 说明已经献祭完了 猜得不错 就是七天前进行的 所以当时 宗主等人的灵魂欲服 才会炸裂 吴元长老牙齿咬紧 身体轻颤 苏银点头啊 刚才就推断 这些灵气出现的时间不长 如果只有七天的话 就能说得通了 还有些问题 冒生狮子离开镇仙宗的时候 什么行为啊 宗师九重 他就是想突破船程 才冒险来的这里 宗师九重 在大眼周虽然算不上弱 却也不算太强啊 想要维持一个一流宗门 还是很难的 毕竟二流宗门的 风雷宗宗主秦闷天 同样拥有这种实力 大长老他们呢 比宗主要弱 不过也都在宗师境 也就是说 镇仙宗失踪的十几个人 都是宗师境强者 用这种实力的人进行祭祀 你们觉得 能换来上百道一等灵脉 这 这个 众人愣住了 祭祀 讲究的是对等 拿出多少东西 才能换取多少好处 甚至啊 这边拿出的东西 还要更多才行 现在已经确定 刚才的灵气漩涡 是最近才出现 最大的原因就是祭祀 而祭品呢 只是十几个宗师的话 不可能引来这么多灵气啊 如果 这些灵气 并不是祭祀所需要的东西 而只是 祭祀开启某种通道 散移出来的呢 这 苏隐皱眉 这样 还真有可能 真若如此的话 祭祀联通的地方 灵气必然极其浓郁 甚至超过大钱州 大元州等地 极乐大魔王插话道 只是献祭 短暂开通通道 就能留下上百道灵脉 巨魔到底将礼貌生 等人献祭给了谁啊 又有谁 愿意为他们买单呢 将怎么先拆给我 苏隐想了半天 都想不出什么 便转头看向不远处的女孩 柳依依没有犹豫 立即从头发上 将木拆取了下来 递到跟前 灵气漩涡被收走 这里有处避风港 飓风吹不过来 即便她的修为低 短时间内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苏隐将木拆拿在手心 仔细看了一会儿 又再次看了看不远处的石台 绣花 需要针才能完成 之前我一直在想 祭坛上的纹路是用什么绣出来的 闹了半天 应该就是这东西 苏隐微笑 与其说这个是木拆 还不如说是一个大一点的绣花针 若猜得不错 祭坛上的纹路 就是用这东西绣出来的 正因为借用仙气雕刻 才能拥有如此巨大的威力 让通道只是短暂的连接 就塞一出上百条 一等灵脉的力量 该不会巨魔献祭沟通的地方 是仙界宝 心中一动 一个想法冒了出来 苏隐满是不敢相信 虽成仙之路已经断绝 万年时光无人能够成功 仙界具体何种模样 又是何种景象 已经无人可知 但传闻不少啊 据说那里到处都是仙灵之气 而普通灵气呢 不过是最低等的垃圾 为修炼者所厌恶啊 各种宝物数不胜数 随便的一根草木 都比圆满灵气更加坚韧 祭祀若是沟通的是这个地方 倒是真有可能 短时间内引来这么雄浑的灵气 当然了 还有疑问呢 李茂生等人 只是宗师静的修士 在前沿大路都算不上什么 仙界的强者 怎么可能因为他们的献祭 就破开断绝的仙凡通道呢 肯定还有不知道的事情在内 会不会与那些残念有关啊 苏隐拳头捏紧 要说镇仙宗有何特殊 禁地绝对算得上啊 三十六道残念 每一位啊 都将一种记忆 研究到了超凡脱俗的圣人级别 尽管现在的他不理解代表了什么 却明白肯定是远超前沿大路的水平啊 不然他只学了短短十年 不可能如此轻松的 就成为人人眼中的高手 随便使用任何一种记忆 都能施展出强大到极点的功效啊 若是残念生前就是仙界的强者 而镇仙宗作为封印他们的存在 自然很容易就能引起仙界强者的重视 这样的话 即便礼貌生宗主等人修为低 用来献祭呢 同样可以引来巨大的反应 当然了 这只是个猜测 是不是真的 还需要仔细查探 苏尹摇摇头 将这些杂乱的想法抛开 屈指一弹 紫木先拆立刻落在祭坛的一个位置 正是绣花最后一针所在 绣花啊 是用针穿透布匹的两面 让两面都有图案 祭坛呢 或许就是这样沟通着两个世界 最后一针呢 牵扯封头 闭合等诸多技巧 是绣花之中最重要的部分 用针来激活呀 就能让祭坛恢复刚刚成形时的状况 发挥出最强大的力量 好咯 伴随着紫木先拆插入这个地方 巨大的祭坛立刻晃动起来 释放出耀眼的光芒 极乐大魔王神色凝重啊 祭坛被彻底激活 需要马上献祭 否则会因为力量不够而导致坍塌 苏隐点点头 招呼一声 鹦鹉满脸不情愿地飞了过来 将极乐搜集的诸多宝物 放在了祭坛上方 驱动祭坛 是 极乐大魔王魔体挥洒 向纹路怪疏 祭坛颤抖起来呀 一道灰红的力量 将宝物全部笼罩在内 这是巨魔雕刻的纹路 只能用魔器驱动 而它呢 正是最合适的人选 呼啦一声 宝物和光芒融合 一株珍贵的白烟草 瞬间从绿色 变成了干瘪的枯黄之色 精纯的药力化作滋养之物 和祭坛的纹路融合 不过呢 才融合了片刻 便像是遭到了嫌弃一般 重新返还回来 枯黄的药草再次恢复壁律 这个过程发生在短短的两三个呼吸内 众人看来呀 就好像时光倒流了一般 充满了玄幻了 是这些宝物无法献祭 极了脸色战红 献祭 是将宝贝奉献给神灵 或者修为更加强大的强者 这些人并不是啥都要的 对宝物也是有要求的 只有最合适的才能获得青睐 从而获得对方的回应 完成献祭 不行 废廷满是不敢相信哪 这些药材宝物对永恒镜都有极大功效啊 能让大魔王看上的宝贝 不用想都知道珍贵 一下献祭这么多都不行啊 再去哪儿找足够的资源呢 不仅是他 邱赵君吴元等人也意识到了这点 一个个眉头紧锁 这些宝贝他们看着都眼馋 结果呢 人家一样都看不上啊 试试灵脉 苏隐皱了皱眉 大手一抓 上百条一等灵脉飞了出来 巨龙一般盘旋在祭坛上方 光芒万丈 祭坛同样晃动了一会儿 极乐大魔王再次摇头啊 灵脉也无法献祭 快点找出可以献祭的物品 再找不到的话 祭坛就要掌控不住 崩塌了 祭坛和祭品是提前就应该准备好的 就好像发动机和汽油 前者都开始运转了 再去实验菜籽油还是花生油 肯定来不及了呀 宝物灵脉都不行 那还有什么呀 不知道啊 我是想不出来了 费亭邱赵君等人全都脸色难看 他们身上最珍贵的就是这些东西了 结果通通通不行啊 难道真的要失败 主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哇 谁在叫我 本集有请小师叔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请小师叔 有请小师叔 我来了 欢迎收听 牛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 有声剧 有请小师叔 改编自奇典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 随微 南瓜南少 南哥是 郭义 第二百八十二章 连接两接的通道 如果说用对于修仙者最为宝贵的东西 仙草 灵器 甚至灵脉献祭都不行 那么对方究竟想要什么呢 时间所剩无几 众人却一筹莫展啊 无缘 贡献先训 不去管众人的焦急和迷茫 苏隐转头看向一侧的无缘 我 鲜血 我 我修为这么低 不错 就是你 以你的鲜血献计 虽不知小师叔为何要这样做 无缘还是点了点头 牙齿咬紧 在手腕轻轻一滑 一道血液立刻涌了出来 笔直向空中飞了过去 还是用我的吧 我是永恒井修为啊 费亭见此状啊 焦急的大喊出声 正常情况下 修为越强 献祭的效果越好 无缘不过宗师镜而已 自己呢 永恒二重的修为 随便一滴血液中蕴含的力量 都比对方要强大不知多少倍啊 说完 不带少年开口 直接划破手腕 将血液送了过去 嗡的一声 祭坛上的光芒将两团血液笼罩在内 费亭的鲜血更加鲜红 每一滴都蕴含了无数灵气啊 如同蕴含了一条三等灵脉 无缘的血液与之一比 则弱小的太多了 宛如黄金与废铁 不可相提并论 可就是这样的差距 祭坛吸收了无缘的血液 再次晃动 大放光明啊 而费亭的呢 却像是被咽气了一般 被反弹出去了 费亭眼睛瞪圆 满是不敢相信的 自己突破永恒境 生命本质发生蜕变 无论肉身还是血液 都变得更加珍贵强大 一个普通人若得到他的一滴鲜血 足可以轻松修炼到化繁镜啊 如此强大的血液 祭坛满是贤气 反倒吞噬了无缘这么弱小的血液 到底为什么呀 随即啊 费亭转头看向不远处的小师叔 就见他一副想通了什么 恍然大悟的样子啊 知道他的疑惑 苏银解释道 冒生失职 他们明明修为不够了 却可以献祭 说明献祭对象需要的物品 并非宝物 而是和镇仙宗有关 或许 这个事情和林玄仙祖有关系 只是贯通一下两个世界 就释放出上百条一等灵脉 说明祭坛针对的那位啊 根本不在乎灵气和宝物 在乎的是镇仙宗 准确来说 极有可能是残念啊 所以呢 他才让无缘献祭鲜血试试 一试之下呀 果然成功 当然了 这件事不能说出来 只能推为给林玄仙祖 反正这位呢 在大陆上留下了赫赫威名 怎么说都没人怀疑啊 果然 听到苏尹这样说 费庭并未多想 随即点头 要是林玄前辈的话 倒是有可能吧 虽然镇仙宗的人 并非他的后辈 修炼的功法和传承 却是他留下的呀 或许有某种关联在里面 是否与残念有关 用他的血就能检测出来 但这样做的话 危险很大 还是小心一些为好 轰隆隆 祭坛晃动得越来越厉害了 紧接着 众人就看到一根光珠出现在视线 一个漆黑的通道缓慢浮现 谁说 我 我坚持不住了 吴元颤巍巍的声音响起啊 苏尹转头看去 就见这位面容发白 身体不停颤抖 似乎随时都会因为 失血过多而昏迷啊 秀为太低了 力量不够精准 除非能够有所突破 达到传承 乃至更高 吴元七天前 只有神功六重的实力 跟在自己身后呢 侥幸突破宗师 可修为依旧太低了 虽然能够献祭成功 可想要彻底打开通道 明显还差了一大截 坚持一下 想到这点呢 苏尹喊了一声 随即凌空一抓 刚刚小五放到祭坛上的药材 出现在面前 十指五动 上百种药物被分拣出来 集合在一起 小五 恨火 顾不上废话 苏尹急忙吩咐 鹦鹉应了一声 一口汹涌的火焰喷涌而出 对着药材就灼烧起来 这些药物都是 急了大魔王搜集到的 珍贵以偿啊 耐火性也很强 但小五的火焰呢 炙热无比 连绝品灵气都抵挡不住 自然可以轻易将这些炼化 几个呼吸的功夫 药材就全部变成了药液 开始融合 小师叔这是药 炼丹 见他这个时候弄这些东西 沸庭满是疑惑啊 炼丹来不及了 也没有丹炉 只是配置些药液 随着苏尹施展炼药之术 药液在他的力量加持下 不停翻滚 逐渐融合 正如他说的 炼丹的话还需要和面 团汤圆 时间上明显不够啊 再说了 吴远只是宗师净强者 丹药的力量太强 就算是给了 怕也无法消化 不如配成药液 速度更快 也更容易吸收啊 对于药材的药性啊 苏尹掌握得十分熟练 眼前的这些 更是经过精挑细选 几个呼吸过后啊 诸多药性就完美地 融合在一起 变成了一团 金黄色的液体 吴长老 吞了它 屈指一弹 一大半药液 对着吴远飞了过去 知道珍贵异常啊 吴远毫不迟疑 张口就吞了下去 金黄色的液体入喉 化作了一团暖流 融入全身 紧接着 四肢百骁 温暖洋洋的异常舒服啊 刚才失血过多的损耗 眨眼功夫就恢复过来 气息更是快速暴增 短短十多个呼吸 吴远的修为 就冲破了宗师九重 在一条一等灵脉的加持下 成功突破传承了 这 这 众人全都眉毛一跳啊 按照正常情况 修炼者就算突破 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更不可能拔苗助长啊 而现在呢 这种规律 在这位小师叔面前 被彻底打破了 这些药材 没带回前缘大陆 不是应该 不能服用吗 邱赵君忍不住问道 之前说过 这些药物 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 和前缘大陆有着差距 不能直接服用 正因如此啊 极了才将东西 留在封印处不取出来 现在怎么可以直接服用了 而且还有如此强大的效果呢 正常情况是不能服用 但小师叔烈药技能太强了 再加上圣元真意的洗刷 就算有其他力量蕴含其中 也不算什么了 刚才分解药材 融合药液 小师叔再次激荡出 无数圣元真意 即便药材中蕴含特殊力量 也被轻易磨灭 正因如此 无缘才可以轻易吸收 而不受任何伤害 爷爷 剩下的药液 能给我吗 看到药液还剩了一小半 极了大魔王脸色胀红啊 有些激动 这东西不仅对宗师敬的 无缘有帮助 对他也有不小的效果呀 嗯 苏隐屈指一弹 剩下的药液立刻飞了过去 这家伙虽然是魔头 但维持祭坛 消耗也很大 有这东西帮助啊 能省去不少麻烦 多谢爷爷 极了大魔王眼睛放光 连忙吞了下去啊 将花费四千年收集的宝物 全部送给爷爷 本想着 就算能够得到补偿 也需要很长时间 没想到这么快就回来了 他服用的尽管只是一小部分 却融合了无数生源真意啊 再加上特殊的配置技巧 药效之大 花费再大的代价都未必购买得到啊 极了买是激动 药液进入体内 同样融化开来 已经进过的丹田剧烈震动 居然硬生生地拓展了一倍啊 也就是说 修为没增加 可体内魔源的含量 却雄活了一倍 这种蜕变 对于他这种实力的强者来说 绝对算得上天大的机缘了 似乎感受到他的变化 飞庭等人全都激动地眼眶泛红啊 早知道就开口了 这些药液给他们 他们的修为肯定也能快速突破 这边众人激动和震惊 那边的吴源呢 晋升的修为缓缓停了下来 传承七重 和当初的飞庭一样啊 达到了一等灵脉的极限 想要冲击更高 则需要机缘和超等灵脉 继续献祭 苏尹大喝 无缘顾不上感受刚刚突破的修为 再次滑破手腕 鲜血继续蔓延而去啊 呼 鸡汤感到血液注入 晃动得更加厉害了 眨眼宫火 漆黑的通道再次浮现出来 散发出令人心悸的气息 祭祀 成功了 卓尹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呜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情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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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 有声句 有情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画风 南歌市 六亿 第283章 大前州 大元州交界处 前元盟 这是整个大陆最巅峰强者的联盟 各州只要修为超过当地极限的天才 都会被招募其中 进行特殊的培养 冲击永恒 虚仙境 从而呢 对抗陵渊内的魔帅魔王 大陆能够保持万年繁荣稳定 不被打扰 正是他们的功劳 前元盟山脉深处的封禁之中 一座巨大城池 安静地悬浮在空中 下方数百个悬浮阵纹托举 衬托的整座城池 如同仙家圣地呀 这里啊 和大眼州的修养城一样 是前元盟在陵渊的最后阵地 被称作绝渊城 绝渊 绝地 陵渊 只要被突破此处啊 就表示人类将面临真正的生死之战 所以万年来 无数强者一直镇守 不容有失 此刻城池最恢弘的大殿内 八位老者端坐其中 如果极乐大魔王在这里啊 绝对能够发现 这些人个个都是虚仙跌峰强者 每一位都不比他弱 审殿主 七日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巨魔如此疯狂 最中间的一位老者周梅问道 正是长老殿的殿主 古云秋 几百年前就被称为大陆第一人 现在的实力呢 更是深不可测 同管整个前元盟 甚至大前州 大元州的十大超等宗门 也要听起号令 真正的最巅峰人物啊 他口中的沈殿主 沈默平 则是千面殿的殿主 和大眼州联盟一样 前元盟同样分为八个势力 不过不是堂口 而是殿堂 千面殿 擅长伪装 探查消息 能够混入巨魔阵地 七日前呢 这位沈默平 恰巧潜入了陵渊深处 若是有什么消息的话 绝对最为清楚 因此啊 今天一回来 顾云秋便直接将八大殿的殿主 全部召集了过来 似乎是有人献祭 沟通了陵渊深处 这才引得巨魔暴动 祭司 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 是个漆黑的通道 贯通了天地 紧接着 有个无敌的虚影降临 给我的感觉 极有可能是 真仙 诸位老者全都一震 房间内变得沉默 虽然他们都是 大陆最巅峰的强者 一举一动 都牵扯着大陆的命运 但也只是虚仙巅峰 和真仙相比啊 差得太多了 生命层次不同 不可相提并论 你确定 顾云秋神色凝重 确定 对方实力太强 我不敢靠得太近 却依稀看到了一头巨魔 从通道的另外一边 将十几个宗师镜的修炼者 献祭了过去 得到了这些献祭者 真仙虚影十分满意 给了那头巨魔极大的豪处 不出意外 应该是 仙灵之气 这不可能吧 真有这种东西 众人都有些不敢相信啊 我是虚仙巅峰 对这种气息最为敏感 绝对不会感应错的 修炼到他们这种境界 没有仙灵之气 再多资源 都不可能跨出最后一步 因此呢 他们对这种力量极其敏感 哪怕隔着封印 隔着空间桎 同样可以清晰探查 仙灵之气 只有仙界才能存在 这个真仙虚影却能带来 并且赏赐 难道仙灰之路已经贯通 仙灰之路被强行切断 并没那么容易修复 对方应该是依靠祭祀的力量 短时间出现罢了 即便如此也要小心了 审殿主说的那头巨魔 一旦彻底炼化仙灵之气 极有可能冲击真仙成功 届时朕就难以抗衡了 众人同时点头 和巨魔战斗各有损伤 却没伤到根本的主要原因 就是势均力敌 一旦对方出现真仙 就有了碾压性的绝对实力 他们再想胜过呀 就没那么容易了 那头巨魔 应该是受了极重的伤 又或许是被什么力量封印过 看起来略显虚弱 冲击真仙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就算需要一段时间 一个月 两个月 一年两年 撑死十年够了吧 可十年内 我们能诞生一尊真仙强者吗 一位老者质疑 众人再次沉默 没有仙灵之气 体内的真元就不可能蜕变 转化成仙元 无法转换 也就不能成为真仙 这是天地特有的规则 谁都没有办法改变 那头巨魔是受了伤 短时间内无法突破 但以巨魔一族的资源和天赋 恢复不难 只要成功 就是真仙哪 到时候两族之间的平衡 就会被直接打破 人族将再无法抗衡 你刚才说 巨魔用来献祭的 是一群宗师境强者 这种级别的修士 有什么特殊 值得一位真仙 不惜跨越界域屏障 降下虚影 甚至赠送仙灵之气 古云秋发现了不对劲 连忙问道 这些人的实力太低 我感应不到 也看不清楚 因此知道的不多 献祭讲究对称和公平 如果对方献祭上百位 虚先巅峰 撕开空间 让真仙降临 我不会意外 但十几位宗师有些古怪 我们可以从这个入手 好好调查 或许就能知道一些 不为人知的秘密 解决这次的危机 没有其他办法 也只能从这一点入手了 当然 这只是一个猜测 有没有用 谁也不知道 咱们也需要做最坏的打算 迎接更加残酷的战斗 其实 如果有人能够练化那块封禁石 挡住真仙 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块封禁石 是万年前 林玄前辈留下的 可惜呀 这么长时间一来 无数天才强者过来 谁都无法练化 还是别指望了 封禁石是前元盟最大的宝物 甚至超越普通仙计 如果能够将其练化 即便虚仙驱动 对抗真仙也不是没有可能 可万年来 谁都没办法成功 怎么可能现在就有人可以完成呢 以前是没办法练化 但七日前 这块石头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大放光明 我怀疑可以练化 它的修炼者已经出现 才会引起异常 这样说 倒是有可能 那块石头和以前不一样 大放光明的事 我也是亲眼所见 宝物通灵 除非出现变故 否则不可能如此 难道可以炼化它的修炼者 真的出现了 可整个大陆 何止亿万人口 去哪里找啊 是啊 这么多人寻找一个 如同大海捞针 太难了 也未必 能够得到风济石的认可 必然极为天才 不可能岌岌无名 只要将各州的天才召集过来 未必找不到此人 房间内讨论声不觉于耳 房殿主说得不错 传我命令 召集各州新静的天才 以及修为最强的修炼者 前来前缘盟 尝试着炼化这枚风镜石 一旦有人成功 哪怕联盟付出再大代价 也要将其短时间内 培养成虚先静的强者 众殿主同时点头 正想继续商议 就赶到陵园深处 再次出现了剧烈的灵力波动 众人齐刷刷飞到空中 向远处看去 沈莫平身体一晃 脸色发白呀 是祭祀 他们又祭祀了 卓祭祀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 赞加订阅吧 邀请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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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剧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画风 南瓜是 六亿 知白 郭义达 第二百八十四章 红楼 伴随着巨大的声响 一个漆黑的通道出现 不知从何而来 宛如贯穿天地一般 好嚣张 如此肆无忌惮 真当我全援盟无人了 不行 必须马上阻止 一位老者咬牙 如果让他们成功 再得到一道先灵之气 就真的没办法抗衡了 古云秋脸色 也变得极其难看 深吸一口气啊 不过我们距离通道太远 而且通道在巨魔驻地 现在赶过去阻止 明显来不及了 除非 你想使用那个秘法 见他略带迟疑后 仿佛做出了某种决定 沈默平想起什么 瞳孔一缩 其他六位店主 也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满是不敢相信 这种秘法一旦施展 损失极大 就算是你 可能也要身受重伤 古店主三思啊 你是人族最强者 一旦重伤 我怕巨魔一族 会更加疯狂地进攻 到时候就更麻烦了 众人纷纷劝阻 我知道你们的意思 但现在 可有其他办法 阻止对方祭祀 一旦通道彻底成行 迎来真仙 再赠送先灵之气 我们该如何抵抗 众人沉默 全都说不出话了 巨魔诞生一位真仙 他们已然抗衡不住 再诞生一位 人族将会彻底覆灭呀 当断不断 必有后患 现在也是没办法了 岂能如此 古云秋没有任何迟疑 摇了摇头 眼睛眯起 借诸位精血一用 知道的确没有更好的办法 七位殿主同时向前一点 七滴精血飞了出来 和古云秋的精血汇聚在一起 古殿主大手一招 一条灵脉 巨龙一般浮现出来 随即将八滴精血 喂入他的口中 一声咆哮 巨龙腾空而起 这并不是一条真龙 也不是蛟龙之类 而是灵脉 一条超等灵脉啊 这种级别的灵脉 就算是前缘萌 也不会太多 古殿主直接拿出一条 并且喂了他们八位 虚仙跌峰强者的精血 但从这一点啊 就可以看出秘法 到底有多可怕 随即啊 古云秋施展无数的手印 超等灵脉巨龙眼睛变得透红 发出轰鸣之声 笔直向漆黑通道的方向 冲了过去 嘶啦一声 空间被撕裂出一道 巨大的裂痕 穿梭了不知多少万里的距离 巨龙出现在通道跟前 一连串疯狂的咆哮 紧接着 十几头巨魔的身影 浮现在天边 对着巨龙冲了过去 一道道魔际冲天而起 像是阴云一般 密布整片天空 巨龙撞在阴云之中 狂暴的力量轰鸣 将天空撕扯出一道道的裂痕 像是天地都快要塌陷了 似乎早知道会被对方发现 古云秋眼睛眯起 五指张开 不停在空中比划着什么 被巨魔阻挡住的巨龙 在他的动作下 突然发出剧烈的轰鸣声 紧接着 身体陡然膨胀啊 古云秋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下一刻 双手同时捏紧 吼 剧烈的轰鸣 超等灵脉巨龙啊 陡然爆炸开来 一条一等灵脉可以让一流宗门使用五年 超等灵脉同样可以让超等宗门使用五年 足见其强大呀 这样猛烈的爆炸 相当于十位虚仙同时自爆 空间立刻被四撤开来 出现了巨大的裂缝 雄魂的灵气四处激荡 不停冲撞了 哗啦 漆黑的通道 被这道疯狂的力量猛的一冲 立刻坍塌开来 里面正在行走的虚影 再也控制不住 陷入了破碎的虚空之中 顾云秋再次鲜血狂喷呢 脸色变得煞白 虚仙最巅峰的强者 堪比半步真仙的修为啊 一下受了重伤了 吴云秋 你疯了 一头巨魔疯狂的咆哮 将精血藏在灵脉内 直接引爆 这家伙不要命了吗 哈哈哈哈 我命没了不要紧 至少你们这次 再无法得到先灵之气 无法得到真仙的奖赏 哈哈哈哈 顾云秋大笑啊 虽然重伤 却没有丝毫沮丧 反倒异常兴奋 对方越气急败坏 说明他做得越正确 阻止我们 巨魔愣了一下 满是不解的看过来 你该不会觉得 这条通道是我们祭祀弄出来的吧 哼 难道不是 当然不是 是你们仁族弄出来的 说实话 我们正打算阻止呢 生怕你们沟通贤界 获得先灵之气 没想到 我们还没动手 你倒先将通道炸炼了 巨魔这才明白对方的用意 哈哈大笑啊 哈哈哈哈 不出意外 进入通道的修炼者 被这样一炸 肯定魂飞魄散 彻底死亡了 方堂人族守护者 前缘盟长老殿的殿主 亲自弄死了一位 可以沟通仙界强制的人族 哈哈哈哈 太好了 你 你说的是真的 见他说的言真意切 没有丝毫伪装的意思 顾云秋脸色一沉呢 哈哈哈哈 所有巨魔同时笑了起来 是不是同族祭祀 他们还是可以察觉出来的 这不可能 顾云秋 沈默平等人顿时血色退进 待在原地呀 碧落海 灵宝谷 通道一出现 急促狂暴的灵气立刻涌了出来 和这些灵气一碰 沸庭 吴远等人犹如遭到重击 倒飞而出 狠狠撞在山壁上 砸出一个个大窟窿啊 是灵渊长河 沸庭瞳孔一缩 满是不敢置信 别人不认识啊 他与长河接触多年 知道的很清楚 这疯狂涌出的狂流 正是灵渊长河呀 而且无论精纯度还是速度 都远超大眼周五年一次的河流 河流一冲出来啊 立刻在谷中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悬浮在上空 发出雷鸣般的声音啊 和之前见过的场景一模一样 爷爷 我维持不了多久了 极乐大魔王头上青筋抱起 不停颤抖 虽然祭祀形成了通道 但压迫力太强了 根本不是他一个虚仙巅峰 可以承受的 你们在这里等着 我进去看看 通道的灵气太狂暴了 飞庭等人即便有仙气加持 毕竟还未练化 根本抵挡不住啊 如贸然进入 很容易被撕绳粉末 而自己呢 并没有感受到太大压力 进去的话应该危险不大 正好可以顺便查探一下 沟通的世界啊 到底和镇仙宗有什么关系 小师叔小心呐 谁要小心呐小师叔 啊 苏尹冲众人点了点头 随后看向小五 给我好好监督这个家伙 修炼魔工的一向心眼很坏 敢搞小动作 直接打死 众人放心 鹦鹉连忙点头啊 一双眼睛紧盯着不远处的童子 见到这位现在都不相信自己 急了满脸无奈啊 不过呢 他也知道怪不了别人 八千年前的他杀人如麻 坏事作敬 爷爷作为名门正派的高手 没直接将自己斩杀 就已经算是法外施恩了 不行啊 这次一定要好好维持通道 哪怕累死也不能放松 用实际行动来证明 自己的忠诚啊 眼睛眯起 体内魔源全力运转 一瞬间 漆黑的通道变得更加粗大 更加直挺 苏尹不再多说 转身向通道内走去 卓尹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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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欢迎收听 游喜马拉雅和越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剧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 CV 南瓜南少 南哥是 第二百八十五章 灵源长河的力量虽然凶猛狂暴 但对苏尹来说影响不大 反倒吹到身上暖洋洋的 有些舒服 试着吸收了一下 即便如此雄浑的灵气 身体同样充满了嫌恶啊 苏尹略带无奈 打不向前 通道漆黑幽暗 即便是他的目力 也看不清太远 只知道很长 不知贯通到了哪里 既然用阵仙踪的人 能够献祭成功 走到头啊 或许就可以知道具体原因了 前进速度越来越快 就在他觉得 很快就能来到尽头的时候 通道像是遭受了什么重击 一阵剧烈的晃动了 无数空间碎片 对着他急速飞了过来 苏尹瞳孔一缩 拳头捏紧 虽然没见过 却也知道 这是通道崩塌的场景 随即急忙转头 打算向后逃算 结果还没走上几步呢 就发现身后的通道 也碎成了粉末 紧接着 巨大的灵气漩涡冲了过来 仿佛要将它吞噬啊 啊 完了 苏尹浑身冰冷 气得脸色涨红啊 急了害我啊 哼 声音还没结束呢 人已经彻底陷入了破碎的空间中 被漩涡一卷 彻底失去了踪迹 通道维持得好好的 毫无征兆的破碎 不用想啊 肯定是急了大魔王搞的鬼 之前还想着 对方生死掌控在自己手里 肯定不敢乱来 做梦都没料到 还是小瞧了他呀 可恶啊 看样子自己还是太单纯 太容易相信人了 早知道这家伙如此狼子野心 就应该让毛驴早些踢死 这些想法在脑海一闪而过 苏尹想要脱离漩涡的犀利 却发现死活做不到 四周的空间碎片 撞击在身上 有些发痒 漩涡撞的飓风不停旋转 让他有些眩晕 不知过了多久 眼前一黑 直接晕了过去 祭坛边啊 看着通道突然毫无征兆地崩塌 众人全都心中发冷啊 古云秋借助超等灵脉 炸毁通道 是在灵渊界深处 即便是他们也不知道 更想象不到 一口鲜血喷出啊 极乐大魔王面如白纸 通道碎裂 他第一个遭到反噬啊 深吸一口气 正想压住伤势 继续向祭坛输入魔源 就见小五一双眼睛 满是透红地看了过来 是你 跟我没关系 我也不知道 通道为何会碎 大魔王吓了一跳 连忙摆手 话音还没结束呢 通道深处就传来了 苏尹愤怒的嘶吼 激了害我 紧接着声音戛然而止啊 没了动静了 我他妈 大魔王浑身冰冷 有些想哭啊 如果我说 我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们信吗 你找死啊 一声咆哮 小五提爪向前猛地抓住 刹那间整个山谷 像是被禁锢了一般 极了别说逃走了 连洞都动弹不得呀 紧接着就感到 全身的血液也被封锁 无穷无尽的力量 蜂拥而至 天地都失去了颜色呀 大魔王身体倒飞 全身的肋骨 刹那间被震碎 鲜血不要钱的狂喷而出啊 脸色煞白 感觉浑身的力量 像是被什么抽掉了一般 消失得无影无踪 完了 极了眼前发黑呀 这才恢复修为不到一个时辰 我又突变伤残人身 而且这次好像 伤得更重了 说不是爷爷帮我重新炼制了老魂剑 怕是这会儿 已经挂了 哦 好强啊 看到这一幕 费亭等人全都瑟瑟发抖啊 早知道小师叔的宠物肯定不弱 做梦没想到 这么可怕呀 全力一击 别说虚仙跌峰了 真仙恐怕都能直接派成肉饼啊 幸亏之前没有因为对方是只鸟而怠慢 否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呀 敢害主人 我要你死 一爪打得极了大魔王生死不知 小武士越想越气 越想越懊悔 主人临走前都交代了 自己居然还没看好对方 让其使坏 简直罪无可恕啊 嘴巴张开 炙热的火焰再次狂涌而出 对着不远处的童子再次喷了过去 眨眼功夫啊 大魔王就被烧得焦黑 小武前辈还请息怒啊 见他如此疯狂 大魔王已经奄奄一息 随时都会陨落呀 飞庭再忍不住出言劝阻啊 小师叔修为高深 就算通道破碎 却未必会有事 倒是这家伙若真被杀了 我们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碎通道 又如何害人了 不知道这些 想要找回小师叔 怕是没那么容易啊 小武停止了火焰 看都不看已经散发出肉香的极乐 转头盯着飞庭 你说主人可能会没事 当然了 通道崩塌最多空间破碎 只要有防备 永恒境强者都很难杀死 小师叔这么强 肯定问题不大 最怕的是陷入空间乱流 无法回归啊 费庭见他停止进攻 松了口气 急忙解释 而且 不知道通道的对面是什么地方 被献祭的强者又有多厉害 作为祭祀的主持者 他暂时还不能死 否则咱们一无所知 再想救师叔就难了 听他说的头头是道 小武点了点头 挥动翅膀来到大魔王跟前 见他还有微弱的心跳 这才松了口气啊 这家伙保命的手段的确不少 几天前呢 被驴哥揍成那样都能活过来 生龙活虎的 只要不死就应该问题不大 小武沿着极乐转了一圈 那把他弄醒 我好好问问 费庭点头 来到跟前 将真元注入对方体内 取出一枚疗伤丹药 硬塞了进去 片刻后 极乐悠悠行转 看到小武在跟前 连忙开口啊 我真的没害爷爷 痛到为何会崩塌 我真的不知道 我让你撒谎 不说实话 小武眼中露出失望 抬脚再次踩了下去 咔嚓 极乐脑袋出现了裂痕 鼻子和嘴巴都被撕成两半了 这位虚仙跌峰的大魔王 再次晕了过去 见他如此鲁莽 费庭等人全都无语啊 这样询问能问出什么呀 不过呢 对方太强了 他们也不敢多说呀 只好看向通道 刚才爆炸的地方 灵气漩涡依旧在上方 不停旋转 通道出现的地方 此刻已然恢复了平静 像是从未出现过一般 卓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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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剧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门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南哥市 画风 郭义达 全勇 六亿 第286章 随着通道突然崩塌 短暂出现的空间碎片 裹挟着小事书最后的怒吼 也逐渐消失在祭坛上方 一切归于平静 祭坛前的众人 纷纷露出了茫然 无助 哀伤的神色 能不能继续献祭 让通道出现 将小师书找回来 因为失血过多 脸色惨白的无缘咬牙道 这种祭坛施展一次后啊 短时间内无法再施展第二次 想要再次祭祀 让通道出现 肯定不可能了 飞亭摇了摇头 祭坛祭祀一次过后啊 会和技能冷却一样 短时间内不能继续使用 至少需要七天时间进行恢复 那怎么办 真仙宗应该有小师叔的灵魂御牌吧 先看看有没有问题再做决断 只要没事 以他的实力 找到我们 肯定比我们找他更加容易啊 通道破碎 小师叔一定陷入空间乱流 凭借他们这种修为呢 想去找人 无疑于做梦啊 也对 回去找老漫商议一下 他活得久 注意多呀 小五也点了点头 他虽然废话比较多 但一向以主人马首是瞻 现在主人消失 立刻没了办法了 倒是老龟 一向能出好主意 回去问问他 也许能想到拯救主人的方法 既然这样 就快点回吧 不然一旦飓风消失 咱们会被困在这里 众人不再废话呀 快速向回飞去 有仙气护体 几位都没有任何问题 时间不长 便重新回到了 灵宝谷的入口 这 此时的谭进等人 依旧站在原地 脸色发白的苦撑啊 见他们安然无恙的回来 全都嘴角抽搐 吓得说不出话来 这可是大陆排行第四的险地呀 轻松进去 毫发无伤地回来 传出去都没人相信呢 起了大魔王受伤了 而且神势很重 很快 谭进原亲长老 看到了那个传说中的人物 此刻正死狗一样被人拖着 已然陷入了昏迷 半死不活呀 这可是虚仙巅峰强者呀 在里面都受了这么重的伤 灵宝谷实在太危险了 众人按心计呀 不去管他们的恐慌 费廷等人离开灵宝谷的范围 有他这个永恒径强者在 不到半个时辰便回到了镇仙宗了 小师叔的灵魂玉牌并未破碎 他应该没事 大家找到孙昭 看着他拿出玉符 这才松了口气呀 既然没事 他应该会找我们 或者联系我们 小五看着躺在地上 依旧焦黑的大魔王 先不杀了 好好别问 看看这家伙到底怀了什么心思 似乎听到了这句话 刚刚醒过来的大魔王 情不自禁地抽出了一下 又晕了过去了 得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本来想好好地表现 让爷爷刮目相看 结果呢 这次真的刮目相看了 就是不知能不能撑到爷爷回来呀 绝温城 曲查 那个鸡坛在什么地方 要是谁启动运转的 古云秋咬牙 话音未落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驱动一条超等灵脉撕裂空间 飞到灵源深处 更是控制它直接爆炸 即便身为虚仙巅峰强者 依旧受了重伤了 巨魔虽然是敌人 但不会在这种事情上撒谎 也就是说 他破坏的通道 的确是人族弄出来的 或许这次啊 也是为了获得先灵之气 解决燃眉之急 结果呢 却被他们破坏了 古店主 你的伤 见他这个样子 沈默平等人满是担心地看过来 我没事 挑战几个月就能恢复 现在最怕的就是巨魔突然进攻 各位 人类怕是要遇到前所未有的考验了 若是抗不过去 万年文明 将会回于一旦 古云秋摇了头啊 神色凝重 现在最重要的是 巨魔有了先灵之气 一旦有人突破 人族将会面临灭顶之灾 必须提前做好应对 提前防备啊 同志 同志已经传递出去了 各州的天才强者必须在三天内赶到前缘城 希望来得及 唉 让灵儿回来吧 如果我真出现问题 联盟可能还需要他主持大局 是 古云秋所说的灵儿 古云秋所说的灵儿名叫古灵儿 是他收养的义女 也是亲传弟子 天赋极佳 今年不过十八岁 一身修为就已经身不可测 最关键的是 功勋赫赫呀 比起他这位唐主都不遑多让 前缘盟的所有强者都对他佩服有加 能有这样的传人应该十分欣慰 但 这丫头脾气太古怪了 而且做事呢 另辟蹊径 不寻章法 天马行空啊 就连他这个师父都没有办法 这不 七日前 古灵儿听到沈默平传来的消息 便悄悄伪装成巨魔 不顾危险跑到灵园深处去了 沈默平正想走下去呢 突然想起什么 啊 剑主 还有件事需要向你禀告 通道毁调 灵园深处灵气有些不规律 空间也有些懂得 感觉近期还会有长河出现 古云秋听罢呀 摇了摇头 就算出现 应该只是扶住河流 主流才出现不久 应该没这么快就来 当然 你还是让范长老他们准备着 万一真的出现 也好尽快汇聚灵脉 啊 是 前缘盟镇守的所在 灵渊长河呢 同样是五年出现一次 不过平时也会有支流流淌 灵气稀薄 汇聚不出来超等灵脉 甚至一等灵脉都不太多 主流呢 昨晚才出现过 就算空间动荡 也最多出现这种弱小的支流 无关紧要 不再多说 沈默平转身离开 见他走远 顾云秋看向灵渊深处 沉默不语 片刻后啊 这才叹息一声 唉 大朕 怕是要提前来了 主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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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牛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 有声剧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门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画风 杜霄 南歌市 第二百八十七章 自从灵渊界与人族界狱交接在一起 无数强者就猜测过 双方肯定会有一场决战 持续了万年 大家都习惯了这种小规模的战斗 现在看来啊 这种平衡状态要打破了 一旦对方出现真仙 不用多想 必然是全力进攻之时 暗影 各大洲 各大宗门 可有什么变故 要没有什么厉害的天才之类出现 古云秋双手背在身后 对着一处虚空淡淡开口 空中一声清鸣 一个漆黑的人影缓缓浮现出来 他作为大陆最有权势 最巅峰的强者 自古就传承着一只强大的暗影护卫 能成为护卫的 每一位都要达到虚仙境 属于大陆真正的高手 回禀殿主 乾坤宗 元天宗的那两位天才 被赐予前妻 元海两个名字 天父比起灵儿小姐 都丝毫不弱 不足三十 却以机身虚仙之力 以后成就 必然是极高的 乾坤宗 大乾州第一宗门 地位和大眼州的青云宗相似 真正的顶尖势力啊 至于元天宗呢 则是大元州的第一宗门 两者同属最顶尖两大州的第一宗门 一向相互竞争 互不服气 无论乾坤宗还是元天宗 最大的荣耀就是赐民 以乾坤宗为例 开派祖师为前一 能被赐民前二 相当于是得到了祖师的传承 不仅在当代弟子当中无敌 千年内同样无人能及 正因如此 乾坤宗建立万年 到现在也只是赐民到前期 万年来 只有六个人获得赐民 看来这个前期不简单啊 元天宗也是如此 天 地 日 月 星 尘 海 河 湖 河 远海 同样为第七人 除了这两个人 大宣州的赵迅 大风州的丽阳等等 都天资不凡 但是和小姐比 还是差了不少 不过 不过什么 听说 大眼州 今年出现了一位超级天才 不知道 是真是假 大眼州 九州 最末尾 也是最偏僻的大州 这地方灵气 西伯 蕴含的一等灵脉 也很弱小 能出现什么厉害的天才 听说是一位十八岁的少年 一身修为身不可测 传承竞强者 都不是他的对手 甚至传闻 逃走的极乐大魔王 都已经被他成功驯化 不过 这些消息 刚听说不久 还没有来得及查实 驯服极乐大魔王 古云秋摇了摇头 不用查了 肯定是假消息 店主何出此言 我专门研究过 极乐大魔王的卷宗 他就是由联盟的强者 联合出手封印的 这位煎熬不驯 宁可玉碎不能瓦全 绝不可能臣服 你可知当年围攻他的强者 有多少 暗影摇头 这些都是联盟的绝密资料 只有店主才有资格翻阅 他只是个影子 自然没机会看呢 联盟八大店主同时出手 乾坤宗 阮天宗 更是高手进出 光虚仙巅峭峰强者 就不下三十之多 虚仙七八重 五六重的 更是不下数百 被这么多强者围堵 剑无法逃走 极乐大魔王狂言 只要有人能胜过他 愿意当场自杀 这真够狂妄的 当路强者无数 不说其他 历代长老店店主 都是窥视到 真仙之门的超级强者 一旦有先灵之气 马上就可以突破 如此强者 对战一个小小魔头 还不轻而易举 你错了 古云秋苦笑着摇头啊 当时极乐大魔王 在虚空立下擂台 连战二十八场 无一败计 甚至战到最后 一声大喝 所有虚仙瑟瑟发抖 无一人敢向前挑战 啊 这 暗影全身一震 眼睛瞪圆 被数百位虚仙围攻 一人单挑二十八位最强者 无一败计 想想都令人心持神荡啊 极乐大魔王 也太可怕了嘛 众人见单打独斗 无法胜过 于是联手镇压 即便如此也斩杀不死 只能借助碧落海的地力 才将它奉迎其中 这件事大前州 大元州的超等宗门 以及前元盟都当成耻辱 从不外泄 我也是读了绝密资料 才知道的 越看越是佩服 你说这样的超级强者 会臣服一个十八岁的少年 有可能吗 这 暗影摇了摇头啊 如此强者 必然高傲无比 别说臣服 十八岁少年敢说一句 看上一眼 怕都是最大的侮辱 是啊 所以你说的消息肯定是假的 万年来 关于天才的记录 我看过不少 能超过零二的几乎没有 即便是他在修炼五年 都未必能胜得过这位大魔王 更何况别人 这倒是 外面假消息太多了 以后要注意真别 不能什么都信 古云秋轻轻一笑 暗影不再多说 他们不知道的是 让他们佩服不已的吉乐大魔王 此时正躺在地上 被一桶凉水 硬生生颇形 主人 吉乐挣扎着睁开眼睛 随即呢 看到了三张大脸 一头驴 一只龟 和一个鹦鹉 转头环顾啊 这才发现自己昏迷的时候 已经被鹦鹉带回了 大眼皇城兽山居住的院子 三位主人 我真的没害爷爷 眼睛透红啊 吉乐大魔王急忙解释 你看 问不出来吧 我就说过 他不会承认的 既然不愿意说 那继续打晕吧 伴随一声冷哼 吉乐随即看到一个驴蹄 落了下来 哼的一声 吉乐眼前一黑啊 再次晕了过去 不能打晕 见他如此鲁莽 乌龟摇头劝阻啊 为啥呀 沉思了一下 乌龟道 晕了不知道疼痛 要一直让他醒着 走的时候才会有感觉 这样才能说实话呀 有道理啊 那继续泼水吧 泼水 醒不来了 还是我 我踢 踢几脚吧 看到这一幕的苍穹兽 紫电金雕 全都牙齿打颤 瑟瑟发抖 太可怕了 这可是吉乐大魔王啊 这么没尊严的吗 好惨啊 卓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剿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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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牛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 有声句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法子 张相 全勇 之百 六亿 第288章 陵渊深处 魔皇宫 巨魔 统领之上为魔将 魔将之上呢 为魔帅 魔帅之上 才是为魔王 而魔王之上呢 就是魔皇了 整个陵渊呢 只有一位魔皇 穷落 穷落魔皇 半步真仙 无论在陵渊 还是前缘大陆啊 都算得上 最顶尖的强者了 古云秋都未必是对手啊 当然了 二者相差不大 不然决战早就开始了 宽敞奢华的大殿内 穷落魔皇坐在皇位上 紧盯着下方一头 青衣魔王 穷原先祖怎么样了 回避武皇 先祖他老人家 已经彻底恢复秀伟 我人类 就能借助先灵之气 冲击针线成功 不错 穷落魔皇大手一摆啊 告诉所有人 调整状态 做好征战的准备 先祖突破之日 就是我巨魔 进攻人族之时 无皇英明 房间内的诸多魔王 同时攻身 一个个激动的眼睛放光啊 和人族征战了这么多年 终于要结束了 先祖用来献祭的人类修士 是不是 还有几个活着 想起什么 穷落魔皇看了过来 是有几个 但修为太低了 正在帮他们突破 修为高了 才能开启更大的通道 获得更多的先灵之气 嗯 你们查了吗 刚才那个通道 是什么人弄出来的 虽然驱动祭坛用的是魔源 但却拥有人类的气息 若猜得不错 应该是修炼魔功的人族做的 不是我们族人 至于谁 还不太清楚 利落海显地 就算是我们 也无法进前 哼 不管是谁 能找到先祖留下的祭坛 并祭祀成功 肯定不简单 其实想要快速知晓 也很容易 得要问清楚先祖 他拥挨祭祀的修炼者 来自何处 为何能让真仙赠送先灵吃气 就能找到方向了 唉 先祖不愿意说 穷落魔皇摆了摆手 你们还是想办法 从那几个活着的修士口中 套取讯息吧 轻衣魔王点了点头 正想说些什么 就感受到外面一道灵气 急促的暴动 剧烈的轰鸣声啊 响彻宫殿 回禀陛下 极灭谷被人类修炼者给炸了 一头魔王急匆匆飞了进来 先祖正在寄灭谷修炼 是谁这么大胆子 穷落魔皇脸色铁青 腾的一下站起身来 目光如电了 给我尝 是我 就在这时 一个女孩的嬉笑声响起 同时呢 虚空中 伸出一个纤细的手掌 一枚蜂蜂被瞬间扔了过来 吼 蜂蜂一出现 立刻爆炸开来 地面晃动 一根石柱出现裂痕 作为魔皇的宫殿 无论是建筑材料 还是阵法 都是最强的 这枚爆炸蜂蜂虽然威力极强 效果呢 却显得很是一般呢 没想到竟然有人潜入了皇宫之内 还扔爆炸蜂蜂 熊落魔皇 凌空一抓呀 手掌所在的空间 立刻扭曲起来 紧接着 那个手掌从里面掉了出来 不好意思 这只是我的一个傀儡 怎么可能等在这里 让你们抓呢 手掌掉在地上啊 女孩发出清脆的笑声 隐藏的虚空中 居然不是真正的修炼者 而是一个手掌模样的傀儡 只要有灵魂在 就能追踪到你的位置 冷喝声中 穷落魔皇手掌再次一撞 一道残念从傀儡中被抓了出来 以他的实力啊 只要有这个东西定位 不算太难 不好意思 你追踪吧 我等着 残念晃动了一下 丝毫都不在意 穷落魔皇啊 手指一点 残念立刻燃烧起来 变成漆黑的烟雾 就在他觉得能够探查对方踪迹的时候 一侧的轻衣魔王突然脸色一红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啊 陛下 被人偷了精血 伪装成残念都不自知 愚蠢 穷落魔皇停了下来 脸色如同墨汁一般啊 此刻他再傻也知道 自己的这个属下被人下了黑手了 真要继续下去啊 可能对方找不到 这个属下会先被弄死啊 堂堂魔皇宫 竟然被一个人类潜入其中戏弄 穷落魔皇眼睛顿时眯了起来 同时冷哼一声 手掌凌空下落啊 不管你是谁 既然来到了这里 就别想离开 活得一声 整个皇城一瞬间 像被无形的穷颅笼罩 密不透风 魔皇城 历代魔皇 无数魔王居住的地方 早已布置得如同铁筒 风尽之多 真仙亲临啊 短时间内都难以离开 对方只要还在城中 想悄无声息地逃走 绝无可能啊 穷落魔皇双手背在身后 目光如电 紫衣 晴月 红风 黑曜 白玉 听令 给你们半个时辰的时间 将人抓到我面前 否则 自杀谢罪吧 是 知道这位动了真火了 五位魔王不敢废话 齐刷刷飞了出去 一瞬间 五道神石 同时将皇城笼罩在内 所有人听令 同时运转魔宫 展示魔源 并且保留在原地 无论发生什么动静 都不能离开 违背者 格杀勿论 一个冰冷的声音响起 前进来的那位啊 不用想也知道 肯定是人族 巨魔在不恢复本体的情况下 与人族一模一样 就算用神石探查 也没那么容易发现 想要快速鉴别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运转魔宫 没有魔器啊 就是人族 轰的一声 话音结束 整个魔皇城啊 瞬间魔器滔天 紫翼魔王身为五大魔王之首 实力最强 立刻发现了不对劲 背后的一双紫翼轻轻一闪 闪电般出现在城墙的封禁边上 冷冷地盯着一个 正在摆水果摊的老年巨魔 我冰萨灵满 见过魔王大人 老者颤巍巍地攻身抱拳呢 我与人类战斗 被毒师毒拢了耳朵 魔王大人是要水果吗 都是从人类那儿突来的 想吃什么 我给你包上 我刚才说了 没运转魔宫 没有魔器 那就死 话音未落呀 大手猛地拍落而下 雄魂的魔器笼罩四方 将周围的空间扭曲起来 萨灵满被立刻困在中间 下一个魔猿汇聚声长剑 笔直刺来 不听解释 直接动手 没意思 萨灵满身影一闪 消失在原地 眨眼间已经出现在数百米开外 一边逃窜 一边抱怨 圣衣和魔皇宫内出现的那个 一模一样啊 被我看到踪迹 真以为能逃得掉 紫义魔王也不着急 一步跨出数百米的距离 仿佛直接消失 逃走的老者随即看到一个巨大的手掌 再次自贴而降 明白躲闪不过啊 老者身体突然猛地鼓起 别抓人家 你要我给你就是 哼 话音结束 萨灵满爆炸开来 魔猿激荡 在原地炸出了一个大坑 周围数十米范围内的巨魔 被当场炸死一百多个 自暴又是傀儡 紫义魔王脸色铁青 愤怒的快要炸开 主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邀请小师叔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邀请小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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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牛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 有声句 有请小师叔 改编自奇典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 前入魔皇城这位呀 可能修为并没有紫义魔王强 但非常古灵精怪啊 手段多变 该是早就猜出对方会发现这位萨灵满 二话不说 当场自爆啊 是个狠角色 紫义魔王满是怒火 正想继续寻找 立刻听到远处再次响起爆炸声 同时啊 一道黑影 一直向远处支冲而去啊 哪里逃 知道对方的本尊 可能被其他魔王发现 紫义魔王不敢停歇啊 双翅一扇 急速冲了过去 虽然陛下没说抓住的奖励 但谁能先抓住 肯定会获得青睐 这种机会 他紫义怎么可能让给别人呢 这边风驰电掣的追踪黑影 被炸死的一百多位巨魔中啊 一个尸体晃了一下 缓缓站了起来 就说巨魔傻 师父还不信 回去咱好好跟他说道说道 这个尸体啊 竟然是个女孩 十七八岁的模样 极其美丽啊 轻轻一笑 眼睛和月牙一样弯了起来 全城人同时运转魔宫 没有魔器的就是人族 本来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啊 结果却被他轻易破解了 先弄个假的萨灵满 吸引魔王注意 然后炸死一些人 自己伪装其中啊 尸体自然没有魔源 这样一来 就算神识再强 也不可能对一个死人仔细探查 然后呢 更是弄出一个黑影 让诸多魔王啊 一起去追 调虎离山 手段的确很多呀 如果谷云秋在这儿 肯定能够认出来 女孩不是别人 正是她的那个宝贝徒弟 谷灵儿 这家伙不但潜入了 巨魔最中心的魔皇城 更是将魔皇魔王 全都戏弄了一把呀 胆子真够大的 知道没人察觉自己 谷灵儿身体一转 必一直向城门走去 皇城的上下左右 是被封了 但并不是逃不掉 刚才萨灵满自爆啊 不仅是为了 炸死一批巨魔 隐藏身份 更重要的就是 用特殊的物品 借机将封禁 腐蚀出了一个小窟窿 只有拳头大小 正常情况啊 人类修炼者 是无法钻出去的 但她不一样啊 她修为高深 保命手段极多 别说只是拳头大小 再小两圈 也可以轻松逃走 谷灵儿身体一晃 本就不胖的身形 立刻缩小了几圈 正要跳过这个窟窿 逃之夭夭 就听到身后 一个淡淡的声音 响了起来 手段不少 也足够聪明 可惜 陛下料事如神 让我提前注意 果然发现了 女孩急忙转头啊 随即看到紫义 轻月两位魔王 正安静地站在身后 嘴角带着冷笑 能和人类征战万年 并且修炼到魔王境界 怎么可能是傻子呢 女孩的手段很多 想法也很高明 可惜啊 依旧瞒不过他们 轻轻一晃 古灵儿眼中露出了崇拜之色啊 不愧是魔王 好厉害啊 一下就被发现了 我从今天开始 自愿加入巨魔一族 修炼魔功 话音未落 两头魔王所在的地方 陡然爆炸啊 紫义轻月急忙后退 才飞了不远 立刻意识到了不对劲 这个爆炸没多大为力啊 只有一些浓厚的烟雾 让人看不清位置和方向 说你们蠢还不相信 我先走了 轻轻一笑 古灵儿身体一晃 已经钻进窟窿 离开了魔皇城 不过呀 女孩满脸的笑容还没结束呢 就停了下来 正前方 黑药 白玉 红蜂 三大魔王站在原地 将四周的空间全部封锁 安静地等着他进来 也就是说 明明逃出了皇城范围 却落入了对方准备好的构中 你惹了我们 在城内捣乱也就罢了 非要去魔皇宫捣乱 犯了这么大的机会 再让你逃走 我巨魔一族 还有何颜面 紫衣魔王也走了出来 冷冷一笑 五大虚仙巅峰的魔王同时动手 甚至魔皇亲自交代 再让一个人类顺利逃走 他们也不配让人族如此忌惮了 其实 我就是通道里的那位 已经沟通仙界强者得到了仙灵之气 而且不止一道 只要你们放我离开 我就将这东西直接赠予 古灵儿一脸正色地看着面前的众魔王 大家都是徐仙巅峰 凭什么他是皇 只要突破 皇又算得了什么 少在这里白费口舌了 紫衣魔王不为所动了 打断了他的话语 锁起来 是 剩下的四位魔王同时也走 急刷刷出手 刹那间空气宛如凝固 五条魔元形成的细线 笔直向女孩身上巨龙 要将其彻底捆住 古云秋 沈莫平 冯承熙 范若婷 还不出手 等着我被抓吗 古灵儿并不慌张啊 反而一声大喝 他喊的几位正是前缘盟八大殿的诸位殿主 人族赫赫有名的超绝人物啊 听到这话 紫衣魔王等人的动作果然全都一缓 就在此时 女孩手中再次浮现出一个玉牌 正要捏碎 呼的一声 即将炸开的瞬间 一股巨大的力量席卷 将玉牌笼罩在内 紧接着呀 少女的身体被彻底禁锢住 再动弹不得了 这种手段 我劝你还是省省吧 正是紫衣魔王 连续被坑 这位已经有了判断了 知道眼前这丫头说的肯定是假的 众计的青月魔王等人 此刻也反应过来 一个个气得快要炸开呀 人族和巨魔一族 还没到大决战的时候呢 古云秋等人 怎么可能冒险来到这里呢 他们一直担心 对方是不是有同伙 谨慎小心 结果呢 就因为这个上了当了 你怎么知道没人接应我 被禁锢住的古灵儿 再没了刚才的沉稳 眼底露出一丝交集之色 魔皇城他悄悄来过好多次了 也得到了不少情报 甚至斩杀了一些魔头 正因如此 才在前缘蒙力下赫赫功勋呢 本以为这次趁乱 可以探查一下先灵之气的事 顺便弄清楚 巨魔一族能不能出现真仙 做梦都没想到 这些魔王联合起来 竟然这么可怕呀 他的手段虽然很多 短时间内却也不可能逃得掉了 这是魔皇城 如果真有人类修士敢接应你 而且还能在我们五大魔王的手中 将你救走 我可以把脑袋砍下来 给你当球蹄 此意魔王冷笑 他们五大魔王联手之下 前缘蒙八大殿主都敢一战 在他们手中救人 除非绝缘成不要了 人类不用镇守了 否则呀 绝无可能 这可是你说的 现在我就让人过来救我 古灵儿信口胡说着 脑中急速旋转 想办法逃走 现在身体被困 挣脱不开 一旦被抓到魔皇宫 被杀倒是小事 以他威胁老师的话 真就万死难辞其咎了 那就让人过来呀 来多少我们抓多少 一声大笑 紫衣魔王话音未落 眼睛陡然瞪圆 抽搐一下 声音戛然而止 正是一个呼吸前 一道人影突然从天空出现 笔直砸落在紫衣魔王头上 这位魔皇宫最强大的魔王 还没等反应过来呢 脑袋就被当场砸到了肚子里 肉身崩碎 连灵魂都没来得及逃脱呀 五人形成的禁锢 也因为遇到这个人 纸张一样被轻易撕开 再也没有一点威力 卓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情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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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剧 有情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华宝 郭永娜 全勇 陆骁 王小呆 第二百九十章 是 堂堂虚先巅峰强者 巨魔一族的大魔王 竟然被一个从空中掉下来的人 就这样活活砸死了 一瞬间 安静异常 所有人都懵了 这是从哪儿掉下来的呀 怎么会有这种威力呀 修为达到紫义魔王这种境界 别说绝品灵气了 就算是仙气砸在头上 也肯定能够挡住 被人当场砸死 简直不敢想象啊 逃 见这有魔王陨落 困住他的力量被撕射开 古灵儿知道 此刻是逃走的绝好机会 于是脚掌在地上一跺 猛地窜了出去 下一刻已然消失在众人面前 虽不知救他的人是谁 但能一下砸死子翼魔王 实力肯定不弱呀 就算不是剩下四大魔王的对手 逃走也应该不难 他当务之急啊 还是先顾好自己 才能不辜负对方的救命之恩 战场多年 古灵儿早就英勇过绝 不会婆婆妈妈 少女眨眼功夫 逃断了数千里 见剩下的四位魔王并未追过来 这才松了口气 同时眼中满是疑惑呀 到底是谁呢 前缘萌的高手 他全都认识啊 没听过这样一个厉害的强者呀 不行 要回去看看 知道继续逃走 自己可以顺利回到绝缘城 但迟疑了一下 古灵儿决定回返 救他的人是谁 不知道 有没有危险 也不知道 就这样逃走 良心难安呢 随即身体一晃 变化成一个巨魔的样子 悄悄向回菲律儿去 皇城跟前 看到他们之中最强的紫衣魔王 被当场砸死 连句反抗的话都没说出来呀 青月魔王 黑药魔王 白玉魔王 红风魔王 四大虚仙巅峰 全都吓得脸色发白 再顾不上追杀古灵儿 而是一个个满脸警惕的 看向躺在不远处的 呃 尸体 能杀死紫衣 就能杀死他们呢 万一 这不是尸体 而是高人故意伪装 好引他们出手追杀 逐个儿击破呢 最稳妥的方法呀 就是四人联合在一起 不能分开 白玉 你 我去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等了几十个呼吸 见高人一动不动 青月魔王当先吩咐道 是 五大魔王中啊 白玉最弱 虽满是不甘 但还是咬了咬牙 走到跟前 仔细看了一眼 又转了两圈 脸上立刻露出了 古怪之色 他 他还活着 而且 好像在睡觉 睡觉 剩下的三头魔王啊 灭灭相去 这是魔皇城啊 巨魔一族的腹地 再加上五大虚仙 巅峰的魔王 风尽四周 魔猿激荡 称龙潭虎穴也不过分 这种情况下 不但没有丝毫感觉 竟然还在睡觉 你认真的呀 青月魔王脸色铁青 仔细看了过去 果然看到躺着的身影 胸口一起一伏 因为睡得太沉 口水将衣领处都弄湿了 流了一地呀 人影从虚空而来 一下砸死他们之中 最强的魔王 面对剩下四人 毫不畏惧 继续酣睡 就够嚣张了 关键还他妈打呼噜 这有点太过分了吧 简直不将魔皇宫 这位魔王放在眼里呀 找死 黑药魔王将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脸黑得如同锅底呀 不管怎么说 他们都是当事最强者之一 就算你再厉害 也应该给予强者足够的尊重啊 而不至于如此蔑视啊 欺人太甚哪 既然如此愤怒 那黑药 你去杀了他 黑药脸色一红 吐出一口鲜血 连续后退了两步 刚才风尽破碎 我遭到反尸受了伤 现在不能出手 白玉 你动手 我今天早上修炼出了差错 也是有一些真理不纯 面皮一抽 白玉同样白手啊 这家伙可是一下将 紫义魔王秒杀的存在 谁先动手谁倒霉啊 他们才没这么傻呢 一拳废物 清月魔王环顾一周 见剩下的洪峰魔王同样不会出手 摇了摇头啊 波数一二三 咱们各自使出最强手段一起出手 他不反抗 就只有此 反抗 也刚好可以看清具体修为和实力 众人同时点头 第一个出手肯定不敢 一起动手呢 倒是可以试试 深吸一口气啊 清月魔王不再废话 一瞬间 体内魔源运转到极限 身体周围啊 宛如有雷霆轰鸣一般 强大的力量直射苍穹 一 二 清月魔王体内的力量伴随着话语 继续到了顶点 宛如开水沸腾 接着一声爆喝 三 动手 吼吼吼 四大魔王的所有攻击同时披露而下 空间出现了一道道巨大的裂痕 最终承受不住 撕裂成碎片 大地轰鸣宛如流星坠地啊 爆炸声响彻而起 巨大的震动让魔皇城封印都差点承受不住 四大魔王大口喘着粗气 眼中各自带着兴奋啊 他们知道危险 谁都没留守 各自施展出了最强的攻击 而且清晰地感受到了所有力量都落在了那个人影的身上 四位虚仙巅峰强者全力进攻 即便是魔皇大人都未必承受得住啊 更何况一个人类修饰呢 众人齐刷刷向前看去 随即看到本来平整的地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坑洞 不知多深啊 破碎的空间还没完全恢复 依旧散发出漆黑的颜色 应该死了吧 白玉魔王松了口气 忍不住问道 洪峰魔王点了点头 差不多 没有仙灵之气 最强也就是个虚仙巅峰 空间破碎成这样 仙气都未必承受得住 更何况一个修炼者 死了就好 不管他是谁 能一下砸死紫意 绝对算得上巅峰强者了 黑药魔王同样点头 话音未落啊 就听清月魔王疑惑的声音响起 不对 大家听 好像有声音 知道眼前这位的修为最强 众人全都神色一宁啊 连忙竖起耳朵 仔细聆听 这是什么 白玉皱眉啊 洪峰嘴角一抽 面皮情不自禁的抖动啊 好像是 大葫芦 众人再次一待 宁神向眼前的坑洞看去 果然看到破碎的空间中心 一个人影依旧躺在其中 双眼紧闭 憨声四起啊 此刻的人影不但没有半点伤痕 甚至连衣服都没损伤分好 头发也没掉下半根 就好像刚才他们联合施展出来的公鸡 脑痒痒都算不上啊 唯一的变化就是 貌似被迫换了睡姿的缘故 好像睡着不太舒服 含声更大了 卓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邀请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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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听 牛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剧 邀请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温宇 全远 杜骁 王小呆 第二百九十一章 联合起来拼尽全力 连半部针线都难以承受的力量 竟然没对眼前的青年造成任何伤害 四大魔王感觉从脊椎骨冒出寒气 顿时浑身冰冷啊 我不信 青月魔王当先咆哮 五指向前一抓 呼的一顶 一柄圆月弯刀出现在面前 半仙气 含月魔刃 这件兵器啊 配合上他的修为 即便在人族境也十分有名啊 曾斩杀过十多位修为和他相差无几的人族强者 如今在魔皇宫能有如此地位 也是一刀刀树立起的威名 可以说啊 这件兵器的威力 不比一般的仙气弱 绝品灵器在面前呢 都不值一提 给我死 怒吼声中 含月魔刃对着打呼噜的人影劈着而去啊 叮叮当当 一刀刀不停地落在对方脖子上 发出一连串钢铁交击的轰鸣 连续十多刀过后 随即啊 看到自己赖以成名的半仙气出现了一刀刀裂痕 紧接着 咔嚓咔嚓 一连串的脆响啊 碎成粉末了 清月魔王脸色一红 一口鲜血喷出 随即向人影看去 就见对方脖子上出现了几道浅浅的痕迹 像是 将他脖子上的灰砍掉了 是 清月魔王眼前发黑啊 一个猎切险些没站稳 半仙气都震碎了 结果连白痕都没留下啊 要不是对方很长时间没洗澡 可能啥都看不见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们也上兵进 清月魔王忍不住吩咐 好 红蜂 黑药 白玉 三大虚仙跌峰魔王同时出手 长剑长枪巨斧 三剑兵器破空而下 同样达到了半仙气级别 甚至红蜂魔王的兵器 曾是受损的仙气 几个呼吸过后呢 他们赖以成名的兵器 同样碎裂开来 人影的脖子上 又有一片灰被砍掉了 四大魔王身体颤抖啊 已然说不出话来 此刻的他们感觉自己 不是当事巅峰强者 而是澡堂搓泥的 所有手段施展出来 只斩掉了对方一点脏灰 对方的呼噜声更响亮了 似乎身上没了脏泥 泡澡一般舒服啊 禀告魔王陛下吧 最强手段施展出来 连人家一根毛都没弄掉 白玉魔王产生了畏惧之心 虽心有不甘 却也无可奈何 告诉魔王 让他骂我们无用了 清月魔王咬牙呀 众人沉默 真要禀告魔王陛下 他们肯定会受到责骂 连手抓捕一个小姑娘 结果让人家跑了 然后呢 紫义魔王也被砸死当场 这些都罢了 四大魔王用尽一切手段 连睡着的人都杀不死啊 甚至都没弄醒 传出去他们还有什么脸面 统领下属啊 巨魔这个种族啊 只相信亲眼看到的 可不管你说的如何 如实禀告 肯定会被人认为找借口 不然 真有这么厉害的强者 他们早就完蛋了 那怎么办 没回答问话 清月魔王转头啊 黄蜂 如果我记得不错 三百年前的一次长河出现 你得到了一枚震火仙福吧 你 你怎么知道 洪峰魔王一愣 每次陵渊长河出现 都是他们提升修为的最佳机会 因此呢 也都会进入其中捞取宝物 只是 大家各捞各的 就算有宝贝 也会当作是底牌 悄悄隐藏 就像他得到的震火仙福 从未和外人提起过 这位是如何知晓的呢 不用管我如何知道 这是件仙福 一旦施展 真仙都能被烧上灰烬 几点出来 先杀了他再说 洪峰魔王脸色铁青啊 镇火仙福是一次性的仙人福禄 珍贵程度啊 虽然比不上仙气 却也比半仙气要高得多 属于保命的绝佳物品啊 一旦祭出 魔皇陛下想要杀他 都未必做得到啊 正因如此 他才一直悄悄隐藏 没想到还是被这位知道了 不提前杀了 他一旦醒来 咱们可能都会死 见洪峰还在迟疑 清月魔王继续劝说啊 好吧 洪峰魔王只好点了点头 被人知晓的底牌 就不再是底牌了 既然如此 还不如使用算了 如果能够斩杀这位 禀告魔皇的话 得到的好处未必会少 随即呢 手掌一翻 一枚鲜红色的玉牌 出现在面前 魔员涌入其中 差大天 一团团赤红色的火焰 喷涌而出啊 下一刻 人影所在的深坑 变成了一片火海 滋啦滋啦 火焰的温度 实在太高了 空间都有些承受不住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扭曲和裂痕呢 好强啊 黑药白玉 齐刷刷后退 瞳孔同时收缩呀 幸亏清月提前知道 这位有这种东西 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陡然寄出 他们怕是轻易会被灼烧成灰烬啊 渣都不剩啊 魔王和魔王之间 看起来和睦 却也不是那么友善的 有时候为了宝物和奖励 好朋友之间也会悄悄下黑手 正因如此啊 巨魔一族明明烧强于人族 却始终无法胜出 就是因为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打算 这次肯定死了吧 应该没问题 这种火焰 真仙都未必能够承受得住 空间都被烧得破碎了 人怎么可能承受得住啊 不用想 必死无疑啊 震惊过后啊 众人笑了起来 这么厉害的火焰 他们距离这么远都难以抗衡 被困在中心的人影 肯定早就变成焦炭 再不可能存活了 议论声中 火焰持续了几十个呼吸 空间都像是被烧出了一个大窟窿 见灼热的温度消失 众人这才缓缓靠近 憨声继续传了出来 更加嘹亮了 众人面皮同时一抽啊 随即看到火焰正中心处的人影 依旧憨睡 到现在都没醒 不仅如此 身上的衣服同样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头发也没有一点脏乱 要说变化了 那就是身上的灰尘更少了 就好像刚才给对方搓澡 现在给他蒸了个桑拿 这家伙该不会是觉得身上脏了 过来洗澡的吧 他身上的衣服 是仙剔 黑妖魔王颤巍巍的声音响起 肉身砍不坏 可以说是修围墙 真元自动护体 可这个 衣服经历了仙服中的火焰 都没有丝毫变化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啊 那就是 这件看起来很是平凡的衣服 至少达到了仙气级别 也只有这种级别的宝物 才能面对无数攻击 一点事都没有啊 衣服仙气 肉身无敌 这他们还怎么上 有仙气护体的确很难杀死 但一样东西出外 清月魔王目光一闪 你说的是毒 不错 修炼外控防御无敌的人 最怕的就是剧毒 可我们都不擅长 并不是只有你得到过宝物 我也得到过好东西 清月魔王微微一笑 露出得意神色 屈指一弹 一个模样古怪的玉瓶 出现在掌心 这是仙界用来杀虫的药剂 仙界的虫子都能夺死 杀死它 应该不难 仙界拥有仙灵之气 哪怕是一只普通的虫子 也不是虚仙境强者 可以对付得了的 而这东西呢 可以毒杀虫子 足渐可怕 真有这么厉害 白玉魔王有些不敢相信呢 你嗅一口试试就知道了 嘴角扬起 清月魔王拔开瓶塞 一道生疼而起的毒气 立刻向白玉魔王飞了过去 白玉魔王愣了一下 并未躲闪 吸了一口 顿时脸色大变 口鼻处鲜血狂喷呐 这 拼命运转魔源 过了老半天呢 才恢复了一丝血色 白玉魔王眼中满是兴奋呐 只嗅了一口 万分之一的毒性都没有 我就差点为扛住 这毒太可怕了 亲身精力才知道 这药物的强大 真要给人服用 肯定能毒死他 嗯 见他确定了毒药的威力 清月魔王屏住呼吸 轻轻一抖 玉瓶立刻向沉睡的人影飞了过去 眨眼功夫来到对方嘴边 缓缓倾斜 毒药流水一般一滴滴倒入嘴唇之中啊 人影并未意识到危险 依旧嗨睡 突然 嗨声停止 紧接着 舌头伸了出来 舔了舔嘴唇 一声梦话呀 响彻而起 嗯 嗯 嗯 好酒 嗯 四大魔王 同时迷茫啊 卓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请小师叔播剿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请小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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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剧 有请小师叔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郭尹 全员 杜霄 王小呆 第二百九十二章 啥意思啊 给你喂的可是剧毒啊 而且还是见血封猴的那种 白玉魔王只是嗅了一点点气息 就差点挂在当场 你喝了一瓶 屁事没有 还高呼好酒 认真点啊 这他们是酒吗 死了 震惊过后啊 青月魔王依然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呼噜声更响 睡得更安稳了 假的 肯定是假的 青月魔王想哭啊 四位当时最巅峰的修炼者 用尽各种手段都杀不死对方也就罢了 只给人家搓了个澡 一瞬间呢 众人都有种无比荒唐的错觉 还是禀告陛下吧 以我们的实力 恐怕真的是杀不死的 好 沉默了片刻 洪峰和白玉再也忍不住了 施展出最强的绝招 连保命的宝贝都用出来了 啥结果都没有啊 继续坚持还有什么意义啊 等一下 既然这家伙身上的衣服都是仙气 宝物肯定不少 就这样告诉陛下 你们真的甘心 黑药咬了咬牙呀 什么意思 真要上柄 陛下肯定会亲自出手斩杀这位 这样一来他身上的宝贝 可就没咱们的份了 目光一闪 黑药魔王继续道 这可是仙气 一头巨魔一辈子见到的机会 都屈指可数啊 更别说得道了 现在 机会就摆在咱们面前 众人全都一阵啊 仙气太稀少了 整个巨魔一族 万年来见过这种级别的宝物 并且炼化的强者 都不超过双手之数 而且呢 大部分都集中在征战的魔帅手里 他们即便贵为魔王 都不曾得到啊 此时若能有一剑的话 实力绝对会飙升一倍 面对魔皇也会更有底气 甚至不落下风 魔皇之所以比他们强 不就是因为拥有 仙气 魔皇印和魔皇剑吗 这位实力如此强大 我们敢拿他的东西 我怕 他会杀了我们 白玉有些担忧啊 用了这么多手段都没行 脱个衣服 拿走个储物戒指而已 应该没事 黑药魔王眼中 闪烁出兴奋之意 富贵险中求 一旦真能得到就赚大了 就算运气不好将其弄行 直接向魔皇宫的方向逃 让陛下亲自出手 若是连陛下都抵挡不住 就算是天王我巨魔一族 怪不了别人了 这 剩下三头魔王对望了一眼 同时点了点头 好好 能从侍者生存的巨魔一族 修炼到魔王境界 哪一个不是亡命之徒啊 怕死就不可能拥有 现在这种实力 黑药说得不错 这的确是最好的机会 仙器 足可以让无数人为之疯狂 他们也不例外啊 这样吧 你提出的建议 你去脱他衣服 或者取他戒指 你 黑药嘴角一抽 过了一会儿 我来可以 但如果真有仙气 我第一个挑选 好好 众人同时点头 一言为定 黑药魔王这才深吸了一口气 捏手捏脚的来到人影跟前 果然哪 有一枚锄戒指挂在指尖 轻轻一捏便脱了下来 呼的一声 黑药魔王随即身影一闪 急速后退 见对方并未清醒 依旧打着呼噜 这才松了口气啊 激动得不停颤抖 竟然成功了 随便穿的一件衣服都是仙器 不用想 戒指中的宝贝肯定更多啊 清月 洪峰等人 见如此简单就成功 一个个满是羡慕啊 果然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他们还是太谨慎了 快看看里面有什么宝物 有没有仙气 好 黑药魔王握住戒指 魔源运转 正想要抹去上面的灵魂印记 陡然发现 神石可以轻松借入其中 这枚戒指宛如霉阵主一般 顿时眼睛一亮啊 之前他还担心 抹去灵魂印记会让对方清醒 没有的话 刚好省去了这种麻烦呢 精神一动 神石蔓延 里面的宝物 眨眼功夫 出现在视线 怎么样 怎么样 三头魔王急忙看来 好多 好多 嘴唇抽搐啊 黑药魔王像是疯了一般 不停颤抖 看到的一幕 简直颠覆了想象 本想着能有一两件仙气就不错 谁知 里面所见到的物品 几乎都是仙气啊 甚至给他一种感觉 比魔皇陛下的魔皇印 魔皇剑还要强大 还要高级啊 这就有些可怕了 好多 清月白玉等人对望 各自不解 就是仙气的模样就些古怪 锅碗瓢盆 筷子 抹布都有 还有狗尾巴草和大粪 看起来也都不简单啊 黑药魔王平复了一下心情 将自己看到的说了出来 狗尾巴草 大粪 大粪 众人嘴角一抽啊 这家伙脑子怕是被驴踢了 还是精神不正常了 怎么说出如此疯癫的话呢 你们不信 我现在就将这些东西 拿出来给你们看 锅锅锅 除戒指中的宝物 瞬间出现在众人面前 古琴 画卷 锅 碗 瓢盆 桌子 板凳 毛笔 一刹那呀 珠光宝气 一道道圣元真意 激荡不休 这 啊 全身一震呐 清月魔王等人一个个目瞪口呆 果然都是宝物啊 足有一百多件仙器 最重要的是 还真看到有狗尾巴草迎风招展 散发出强大气息 一个粪球来回跳动 十分开心呐 黑熟黑熟 这群人大叫主人睡觉 还想杀他 就在此时 黑药魔王手中的除戒指一声大喝呀 四大魔王同时一愣 戒指也会说话呀 难道 想法还没结束呢 随即看到刚被倒出来的锅碗瓢盆 桌子椅子 呼的一下 全飞到头顶了 劈头盖脸的砸了过来 同时齐刷刷吼声响起呀 说了他们 干死他们 弄死他们 啥呀 众人同时心战 想要逃走 这才发现 四周的空间早已被一百多件仙器封住了 黑药魔王这才明白 为何神石可以这么容易地进入其中 并且轻易将仙器取了出来 闹了半天 对方是请君入望啊 故意让他把东西取出来 好击杀自己 一声轰鸣 手中的戒指不知何时 挣脱了手掌的稚固 出现在没心 黑药魔王的额头被当场刺穿 灵魂都没来得及逃出啊 意识还没消散呢 随后看到一坨大粪 急速来到清月魔王面前 一下砸在脸上 后者被当场撞死 紧接着一个凳子 落在洪峰魔王的头顶 将他脑袋砸进肚子 而白玉呢 则被一株狗尾巴草 当场斩掉脑袋呀 紧接着锅碗瓢盆疯狂砸落 征战多年 竟死在一群残居之手 黑药心中满是悲哀呀 意识逐渐消散 和人族征战不知多少年 杀了不知多少同级别的高手啊 本以为就算是死 也是死在强者手里 做梦都没想到 死在了一堆日常用品的手里呀 嘿咻嘿咻 他们死了 兄弟们快回去 别让主人发现 不然肯定会责怪我们多事 剑丝大魔王全都没了动静了 死的不能再死了 戒指啊 再次吼了一声 一百多件仙气 齐刷刷钻进戒指 而后者呢 轻轻一晃 重新回到了苏尹的手指上 像是从来没被摘下过一般 主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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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尤其玛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剧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华 张少 第二百九十三章 苏尹的呼噜声依旧嘹亮 从五大魔王追踪古灵儿离开魔皇城 到现在 不过十来分钟而已 城内的人呢 听从了紫义魔王的命令 不敢动 也不敢随意用神识探查 因此啊 并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 更不知道他们的五位巅峰强者 已然被杀 就在这时啊 一头巨魔 缓慢地出现在不远处 正是逃走后又赶回来的古灵儿 啊 怎么回事啊 看到眼前的一幕 女孩满是迷惘的 除了已经死亡的紫义魔王外 剩下的四位魔王也都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 没了呼吸了 至于救下他的那个身影 则在不远处打呼噜 好像做了什么美梦 脸上都是笑容啊 他没死 嘴角一抽 古灵儿顾不上其他 恢复本来容貌 几步来到跟前 一道真元注入对方体内 压低声音喊了出来 快醒醒 啊 感受到真元的力量 人影缓缓睁开了眼睛 看向眼前的女孩 愣了一下 你是 我是前缘萌的古灵儿 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 快点走 一旦魔幻宫的人追出来 再想逃走就难了 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但当务之急是逃走啊 不然魔皇一旦出现 无数巨魔高手围堵 再想逃走肯定就来不及了 前缘猛 魔魂宫 人影环顾一周 有些迷茫啊 这是哪啊 古灵儿嘴角一抽啊 有些无语 你自己思破空间飞过来的 自己不知道 我 我掉入了空间乱流 因为实力太弱 晕了过去 啥都不知道 人影脸色一红 不是别人 正是在通道被炸入空间乱流的苏隐啊 乱流不停晃动 过山车一样 实在太让人眩晕了 于是呢 没承受住 晕了过去 本以为必死无疑啊 没想到 这么快就醒了过来 而且到了这里 苏隐柔柔眉心 挣扎着站起身来 左右环顾 对于周围环境充满了疑惑 刚才迷迷噔噔的 感觉回到了前世啊 有人请泡澡 还有人请喝酒 闹了半天哪 都是做梦 这是魔皇城 巨魔的大本营 见他真不知道 古灵儿有点无奈啊 一出场就砸死一位 虚仙巅峰的巨魔 还以为是个超级高手呢 闹了半天啥都不知道啊 大本营 那还不快走 苏隐听吧 脸色一白啊 他只有永恒进二重 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这要是被巨魔围攻 实力再强也扛不住 古灵儿见他反应过来 连忙点头 跟紧我 我知道一条路 十分安全 说完 当先向前跨出 苏隐紧跟其上 二人眨眼功夫 便消失在原地 他们刚走不久 虚空一阵晃动 一个头戴皇冠 高大的身影出现在这里 看着躺在地上的五具尸体 瞳孔孔收缩呀 满是不敢相信 是谁 一声咆哮 目光向四周看去 阴损一般锋利呀 魔皇 穷落 五位魔王他刚派出十多分钟 就全被杀了 到底是谁呀 拥有这种实力呀 就算古云秋亲自过来 也做不到吧 环顾一周 神识一瞬间 蔓延了千万里 并未发现有强者的踪迹 穷落魔皇 气得快要爆炸呀 随即屈指一点 一头隐藏的巨魔出现 古云秋有暗影啊 作为魔族皇者 同样有隐形的守卫 魔皇位 而这位呢 正是魔皇位的统领 一头虚先跌峰的魔王强者 统领出现在原地 看了一圈 同样眉头皱气呀 会不会是 刚才那家伙只是诱饵 古云秋 沈默平 冯长西 范若廷等人全来了 设计好陷阱 这才将他们全部斩杀 不可能 如果他们来了 我肯定能感应到 穷落魔皇摇了摇头 和古云秋战斗多年 对方真要赶来魔皇城 自己肯定能够发现 不是他们 谁能在这么短时间 悄无声息地 斩杀子役等人呢 穷落魔皇沉默呀 子役魔王等人 就算是他偷袭 都很难 无声无息地斩杀呀 查查他们的死因 哼 就算顾云秋亲自出手 我不信 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是 统领点头 向子役魔王走了过去 检查了一番 神情满是古怪 子役好像是 被什么东西砸死 一瞬间殒命 灵魂都没能逃脱 砸死 脑袋后面 是被某种暗器一击毙杀 只是 斩杀他的暗器有些古怪 古怪 是啊 形状很古怪 说不出是什么兵器 反正我没见过 有点像 有点像 有点像大分 这位巨魔一族的最强者 彻底懵了 我是让你查五大魔王 被谁杀了 怎么弄出大粪 戒指 瞪着腿呢 你别告诉我 是这些东西斩杀了他们 修为达到虚仙巅峰 别说这些东西了 就算绝品级别的灵器 想要杀人也做不到吧 穷落正想过去亲自观察 就听魔皇位统领的声音 继续响起 这只是致死的原因 他们身上还有些伤势 十分奇怪啊 有些地方看起来 像是碟子扣的 有些像是碗杂的 还有清晰地印着一口锅 对了 清月魔王的肚子上 还落着瓢的痕迹 穷落魔皇呆滞啊 本想这是不是 古云秋等人偷袭 怎么你说着说着 感觉像是他们进入厨房 被人用餐具活活打死的呢 随即啊 停止对四周的搜索 看向躺在不远处的五具尸体 五位魔王全身上下没有一处玩好 坑坑洼洼 说不出的凄惨啊 此时的魔皇位统领 不知从哪里拿来了碗碟之类的东西 挨个往尸体的伤痕上放 很快全部卡满 分毫不差呀 远远看去 紫衣魔王等人宛如魔体城 只差百些好吃的了 穷落魔皇啊 张了几次嘴 最终啥话都没说出来 紫青红黑白 五位魔王 跟随他南征北战不下数百年呢 修为之强 凌冤界都算得上靠前 致死的原因竟然是一堆锅碗瓢盆 卓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请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 加订阅吧 邀请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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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牛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句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法组 张孝 第二百九十四章 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穷洛魔皇在原地驻足很久 眼睛渐渐眯起呀 查查人族 谁以锅碗瓢盆为兵器 或者谁的兵器擅长变化 只要有此人 就算不是凶手 也肯定 与这件事 有很大联系 另外 将我得到的魔灵果 给穷元先祖送去 魔灵果 这可是陛下用精血浇筑 花费上千年才培育出来 用来续命的宝物啊 统领愣住了 魔灵果是一种 对巨魔有巨大帮助的奇特宝物 整个陵渊只有一株 魔皇陛下花费上千年培育 才得到三枚果实 价值之大 无可估量 直接送出一枚 五大魔王突然被杀 连凶手都找不到 让他有些心计啊 他们找回了穷元先祖 修为大增 那么人族呢 会不会也冒出个隐藏的修士啊 否则之前的祭祀通道 是谁运转的呀 是 统领神色凝重 躬身抱拳 他想的是个人 魔皇想的呢 却是种族 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差距啊 大乱将至啊 谁先出现真仙 谁就占据绝对主动 平时可以勾心斗角 这时候再这样做呀 绝对是自寻死路 动掉 距离魔皇城数万里外的一个山谷 虚空一阵晃动啊 两个人影 齐刷刷掉落下来 摔在草地上 大口喘着粗气 看到彼此都这么狼狈 对望一眼 同时尴尬地笑了起来 正是从魔皇城逃走的苏尹和古灵儿 两人一路急窜了 短短十几个呼吸就到了这里 穷落魔皇尽管强大 却也没找寻到任何痕迹 在下古灵儿 前缘盟长老店的古云秋 正是家师 刚才只顾着逃走 还没自我介绍呢 我叫苏天涯 苏尹忙到啊 陌生地方 这女孩看起来又有些古灵精怪 还是小心为好啊 真名之类的 等熟悉了再说 不然 万一对方找到镇仙宗 谁能抗衡啊 古灵儿皱眉啊 待着疑惑 拥有如此实力 年纪又不大 应该很有名才是 为何我从未听过呢 逃走的时候 她专门看了对方的修为 永恒二重 虽然和她比差了一截 但在这个年龄段 就有如此实力 绝对是超级天才了 怎么她印象中的几个少年英雄 都不叫这个名字 而且大眼周 这种灵脉弱小 偏远的地方 怎会有如此天才呢 我一直闭关 才刚出关不足十天 古小姐没听过也正常 苏隐笑了笑 急忙转移话题啊 不知这是哪里啊 你刚才说的魔荒城 又是何处啊 你不知道 见她一脸迷茫 古灵儿只好解释 大前周和大元周 你应该知道吧 这个自然 天下九州 这两个是最强大的存在 大眼周只拥有一等灵脉 实力最强的不过传承九重 而大前周大元周拥有超等灵脉 孕育了大陆最巅峰的强者 古灵儿点了点头啊 嗯 这就是两周联合封印的灵渊界 魔荒城 正是驱魔最强者 魔荒所居住的城市 这苏尹半天说不出话来 闹了半天 空间裂缝竟然将她传送到了这里 难怪随便看到一个女孩 都拥有虚仙境的修为啊 不愧是人类最巅峰的联盟啊 真够可怕的 刚才撕破空间飞行的时候 古灵儿看出她有永恒二重 她也看出了对方的实力 虚仙强者 至于几重啊 因为修为未达到 暂时还看不出来 在大眼周 她的修为和天赋算得上不错 但在这儿呢 只能说得上一般 想要突破虚仙 得先找到职业进行融合 并且险胜 获得特殊灵气 怎么算都要半天以上的功夫啊 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解释完 古灵儿继续道 多谢刚才的救命志 若不是你突然出现 我可能已经被杀了 古小姐客气了 是你救了我 若不是及时唤醒 结局难料啊 愣了一下 苏隐连连摆手 尴尬得恨不得有地方钻进去啊 太客气了 她只是永恒境的小人物而已 就对方 从何说起啊 更何况自己一直昏睡 才醒过来不到一分钟吧 你昏睡后的事真的不记得 见她说得诚恳 古灵儿满脸疑惑啊 那你知不知道 清月洪峰几位魔王是怎么死的 清月洪峰 他们是谁啊 就是刚才 你醒来后 躺在地上的几具尸体 不认识 苏隐仔细回忆了一下 对那几个人确实没有印象 我被一个不听话的属下设计 误入空间乱流 然后呢 没了意识 再次清醒就看到了你 真的啥都不知道 见她不像作伪 古灵儿眉头皱成疙瘩 她逃走的时候 只有这个少年和四大魔王 回来后呢 少年还在 四大魔王却死了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是真不知道 还是故意隐瞒呢 不过呀 不管是哪种原因 这位身上肯定有秘密呀 需要仔细调查才行 当然了 现在不是追问的时候 五大魔王陨落 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 咱们先回前约盟 将这件事 禀告老师再说吧 先离开此地 再想办法通知沸亭等人 哦 女孩站起身来 想起什么 眼珠一转 此地距离绝渊城 虽只有几万里 中间却有不少巨魔 留下的空间乱流和陷阱 贸然穿梭去空 容易陷入其中 迷失方向 所以 只能按部就般地飞行 我在前面走 你在后面追 千万别跟丢了 说完呢 也不带少年回答 身体一晃 化作一道流光 笔直向前 急速冲去 修为达到永恒境 对空间就有了一定的了解了 可以做到撕裂空间急速前行 无论人族还是巨魔一族 为了防止对方快速偷袭 都会留下这样一片区域 不能随意穿梭呀 前面的数万公里 正是这样的存在 它并未说谎 至于转身就走 让对方跟上 是想趁机看看对方修炼的功法 以及真元的雄魂程度 以便能有更多的了解 不然随便来个人就带回去 哪怕砸死了紫义魔王 肯定也是不放心的呀 这 见女孩转身离开 眨眼间就不见了踪迹啊 苏尹不敢停歇 急忙跟上 浑厚的钢风扑面而来 吹得一副烈烈作响 他达到永恒境后便很少飞行 此刻急速追赶 竟隐约感到有些吃力 修为还是太低了 苏尹心中叹息呀 实力高速度快 这是规律 他也不可能例外啊 看来到了对方所谓的绝缘城后 要先想办法晋级修为 实力高了才有自保的本钱 不然呢 只会和刚才一样 陷入昏迷 生死不由自主控制 卓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情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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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剧 有情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华铁 第二百九十五章 苏尹在感慨自己 修为太低的同时 前方的古灵儿啊 则满是惊讶 不敢相信 他是虚仙镜强者 而且想考验对方 自然不会将速度 一开始就发挥到极限 即便如此啊 一般的永恒镜四五重 乃至七重强者 都未必能够追得上啊 对方不但追上 似乎还有余力啊 这就有些可怕了 难怪能在空间漩涡中 活下来 的确有普通修炼者 无法企及的底牌 上我看看 极限在哪 带着烤叫的味道 古灵儿深吸一口气 体内力量运转到极致 速度瞬间暴增一倍 他的修为啊 虽不如五大魔王等人 但速度极快 正因如此 才能悄无声息的潜入魔皇城 甚至魔皇宫 屡次从高手眼皮底下顺利逃出 此刻呀 更是施展出了最擅长的身法 天极上品武技 流云虚步 这套武技呀 在前缘盟都数得上顶尖 而且很难修炼 万年来人足天才无数 能够成功的却屈指可数 他正是其中一位 不仅练成还将之修炼到了画境 少女全力运转 修长的身躯幻影一般 闪烁着前进 声音都追之不及啊 啊 又快了 苏尹眨巴眼睛 刚才就有些吃力了 继续加快还怎么追啊 这样飞行 消耗又大 速度又不快 可惜 我的非洲还在碧落海 没收回来啊 对了 苏尹眼睛一亮 非洲不在 床板还是在的呀 驱动起来丝毫不慢啊 于是也不纠结 精神一动 木板出现在脚下 真缘催动阵闻 立刻击尸而出 比刚才飞行的速度 暴增了一倍不止啊 之前呢 自己用尽全力都坠赶不上 现在却显得极为轻松啊 前方 正在飞行的古灵儿彻底呆了 还以为马上就测试出 对方的极限在哪了 做梦都没想到 拿出个床板 比他都快啊 啥时候木板也能撕裂阴障 丝毫不受影响了 我不信 女孩眉毛扬起 流云虚步运转到极限 虚仙境的真源在经脉中流淌 速度再次飙升 就在他觉得肯定可以将对方远远抛开的时候 耳边响起一个淡淡的声音 要不你也上来吧 我这里可以坐两个人呢 古灵儿嘴角一抽啊 随即看到少年安静地坐在床板上 一脸悠然地看过来 目光中带着和煦的笑容啊 少女满心无奈啊 只好坐了上去 屁股才和木板一接触 瞳孔忍不住一缩呀 这个小小的窗板上 居然刻画了悬浮 加固 防御 训籍 加速 等几十种阵纹 每一种都精妙异常啊 堪称教科书一般完美无缺 这 他作为前缘盟长老店店主的亲传弟子 对封禁呢 也了解得极多 不然呢 也不可能悄无声息地进入魔皇宫 随手扔出可以爆炸的福禄 正因为了解啊 才觉得震惊 在木板上雕刻本身就极难 还弄出这么多 相互之间丝毫都不影响 怎么做到的呀 天涯兄 不知 你这个飞行法宝 我可否驱动一下试试 当然可以啊 苏隐轻轻一笑 对方能驱动最好 他也能省去不少麻烦 多谢 古灵儿点了点头啊 体内真元流淌而出 向床板蔓延 轰的一声 震闻释放出耀眼的光芒 一声撕裂空气般的轰鸣 床板急速填充啊 速度之快 比刚才再次飙升两倍以上 啊 这 古灵儿全身一震呢 秀目瞪圆 久久无言 这已经不是木板了 而是仙气了好不好啊 一下砸死紫义魔王 随手拿出的床板 堪比仙气 突兀出现在魔族大本营 无论从哪一点看啊 眼前的这位少年 都显示出了十足的与众不同 看来啊 对方所谓的一支昏迷 根本就不是真话 甚至很多事情都在撒谎 例如啊 永恒境二重 算是刚刚领悟空间法则 就算能在破碎空间中活下来 也需要不断用真元维持 而且呢 消耗极大 正常情况下 不会坚持太久 而对方呢 从大眼周被冲击到这儿 距离不下数十万里啊 明显不对劲啊 第二 紫义魔王修为达到虚仙巅峰 还是魔修 保命手段不知拥有多少 这位从空间裂缝飞出 直接就将其砸死 魂魄都逃脱不掉啊 明显不是永恒二重可以做到的 甚至老师都未必能够完成 第三 这个床板太可怕了 刻画者对镇文的理解 非但大眼周修士做不到 大前周大圆周的镇文师 都很难做到啊 第四 其余四大魔王死得蹊跷 一下死了这么多强者 对方都没醒过来 反倒自己一喊就苏醒 明显不对劲啊 再说了 杀青月红风魔王的强者 为何对他不管不顾 甚至喊都不喊呢 总之啊 不少疑点都说明这家伙有问题 当然了 这种强者真有恶意啊 别说他抵挡不住 整个人族都未必能够抗衡 所以呢 坏心未必会有 但真实目的啊 就有待商榷了 看来 永恒二重只是伪装 真实修为 依然和老师相仿 甚至 打破了那道桎梏 也未可知 这些想法在脑海一闪而逝 古灵儿目光一闪 嘴角扬起 这样也好 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到时候有我亲自拆穿 看你还怎么伪装 想到这儿啊 心中斗志昂扬 精神一动 神识像床板扫了过去 这木板上的阵纹 威力之强令人钦佩 就是 图形有些奇怪 不是常规正图吧 哦 阵纹重义不重形 这样画出来能好看些 古灵儿眼中露出了古怪之色 图形中的羊腰狼腰脑袋这么大 与真实完全不符 哪点好看了 好 听天涯兄的口气 对正文也了解极多 难道 知道这些正文的来历 啊 瞎胡说而已 知道的不多 苏尹连忙摇头啊 他现在是苏天涯 还是低调一些好啊 果然在装 见少年明显的言不由衷 古灵儿目光一闪 微微一笑 其实 我对这文了解不少 看出了这些文录 存在着一些问题 苏尹疑惑啊 这些是他严格按照 大道奥义刻画的 威力都还不错 没感觉有问题啊 见他这副表情 直到上钩了 古灵儿露出了得意之色 你不信 苏尹急忙摇头啊 哦 当然不是 我的一位前辈曾说过 世间万物 没有真正十全十美 完美无缺的 即便是天道 都有缺陷存在 有问题也很正常 还请 灵儿姑娘赐教 啊 古灵儿一呆 这位兄台 不按套路出牌啊 卓尹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呜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 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 加订阅吧 有情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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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剧 有情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罚口 郭亦 六亿 第二百九十六章 按照古灵儿的想法 这位如此年轻 又有这种修为 肯定受不了言语相机 只要自己质疑 必然会加以反驳 怎么没反对自己 反而直接请教了 这文路如此完美 连老师都未必能找出问题 他又怎么可能找得到呢 不过呀 这也难不住他 女孩轻轻一笑 随手一指 我觉得这个地方 就雕刻得不太好 有些纤细 真远每次运转到此 都会受限制 不能够发挥足够的威力 如果稍微粗一些 整个阵图 应该会更加强大 苏颖看去 对方所说的文路 是懒洋洋头上的那头大便 的确有一部分十分纤细 甚至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 不过呢 这道文路是破空文 纤细且不贯通的地方 并非问题呀 而是故意留下 用来分割空间的呀 真要补权 反倒会影响破空效果 起到反作用 当然了 这只是他根据 所学雕刻的技艺 转化成对阵文的理解 难道 真正的阵文 还有些不同 想到这儿啊 苏颖抱拳攻身 买是诚恳 还请灵儿姑娘指点 啊 古灵儿再次呆着 我他妈胡说的 你不应该反驳吗 如此虚心的请教 是怎么回事啊 见他欲言又止 脸色憋得帐红 苏颖想起什么 难道 牵扯了某种 不方便透露的传承 如果真如此 是我梦浪了 很多宗门 势力 都讲究功法不外传 就好像自己授课 必须让费婷等人 加入阵仙宗一样 这女孩啊 也有可能看出了 自己阵文上的问题 但牵扯传承 不方便说出来 这倒不是 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这条纹路 弄粗一些 真缘更容易通过 见对方继续追问 古灵儿只好再次胡说 都到这个地步了 一定要让对方亲口制宜 他才好势力揭穿呢 弄粗 苏颖皱眉啊 根据自己所学的 粗系均匀得当 才能发挥最强威力 为何要弄粗呢 难道女人都喜欢 又粗又大大 我试试啊 苏颖仔细回忆 传授她雕刻的残念 所讲解的知识 再次看向 床板下风的懒洋洋 天道都有缺啊 天底下的事 自然都不敢说完美 也许弄粗一些 的确会更好 想到这儿啊 也不迟疑 一柄刻刀出现在掌心 对着纤细纹路 就画了过去 淡淡的圣元真意 从刀尖流淌而出 纹路瞬间变得贯通啊 之前空间被撕破 可以流淌通过的地方 被直接封住 一瞬间呢 床板飞行的速度骤减 不足之前的二分之一啊 也就是说 这纹之前的完美 被破坏掉了 改的出现了问题啊 不对 一定是我哪里弄错了 苏颖见威力减弱 周眉思索 再次看向眼前的图案 心中移动了 一道明雾出现在新田 将纹路改粗 并不代表阻挡了 撕碎的空间 完全可以让它 沿着这个流通啊 就好像河流 河底挖得越深 水流才会越快 明白这点啊 手中的刻刀再次一滑 被加粗的纹路 稍微改变了方向 不再是横结气流 而是疏通 轰的一声 一声轰鸣啊 床板的速度瞬间飙升 比之前没更改时日 再次增加了一倍不止啊 懒洋洋的阵纹 也释放出耀眼的光芒 一瞬间从七级阵纹 寄生到了八级 啊 果然 苏颖眼睛放光啊 满是激动 对方说的竟然是真的 自己果然受到局限了 不愧是前缘盟长老店店主的弟子 这份见识和手段 比他强大得实在太多了 三人行必有我师爷 古人成不我妻呀 想到这儿 苏颖再次攻身抱拳 眼中带着诚恳 多谢灵儿姑娘指点 我明白了 啥 古灵儿一脸呆滞啊 你明白啥了呀 我随口胡说 朕他们也能领悟 最关键的是 这闻居然真的紧急了 速度也更快了 啊 真的假的 为啥感觉这么不对劲呢 与此同时 镇仙宗的禁地 残念再次浮现出来 为啥我感觉仙界有通道出现 该不会被对方发现了吧 应该没这么快 小苏颜还是很低调的 这倒是 再说 他很多职业还不太明白 应该不会乱来的 对了 杨玄 你让我们传授记忆的时候 故意在有些地方 留下一些影响不大的错误 这是为什么 难道 他学会徒弟 饿死师父 而故意留守 当然不是 我还没那么狭隘 这样做也是为了他好 此话何解 我们虽然以各种职业入圣 但真就超脱了吗 都他妈变成残念了 随时都会死 谈何超脱呀 是啊 我们无法超脱 并不是学习的内容不对 不完美 而是没守成规 无法打破心中的定识 尽信书不如无书啊 我让诸位 故意给他留下一点小小的问题 让他去无意中发泄 这样就会对任何事情都产生怀疑之心 就有机会超越我们 达到真正的超脱 而不像我们 拼死都无法做到啊 众人沉默呀 是啊 怀疑才是文明进步的原动力 如果传承的弟子对他们的话深信不疑 任何事都会遵守 想要超越也就不可能了 早知道这样 我留下的错误就明显一些了 我也是 我留下的后手 就算是我不提前知道 想要找到都费劲 小银想要发现 恐怕难了 不用纠结 我让大家留下的这些 是让他在关键时刻有所领悟 而不是一开始就发现 真正察觉没有上万年的积累 不可能做到 杨玄捋着胡须笑道 话音未落 身体突然一震 瞪大眼睛 不仅是他呀 其他残念也嘴角同时抽搐 看向一个方向 已经发现了 过了不知多久 杨玄喃喃自语的声音响起 胡子被揪掉了 好几根都不自知啊 刚说完留下的都是 无伤大雅的小问题 很难发现 结果呢 就被察觉了 并且修改成功了 这家伙真出去了七天 而不是七十年 七百年 乃至七千年呢 搞事情啊 一瞬间 诸多残念都陷入了 自我怀疑之中 凌冤界 一个床板破空而行 没事 没事 古灵儿肌肉僵硬 过了老半天 这才尴尬的摆了摆手 他只是想胡说一通啊 让对方反驳呀 然后呢 顺利地揭穿 对方伪装的真相 做梦都没想到 这样都能明误啊 还让阵图晋级了 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再次开向少年 就见他拿起刻刀 在每个图形上 都修改了一下 经过改动 图形变得更加奥妙高深 同样力量驱动下 飞行速度更快 也更加平稳 一点晃动都没有啊 原本只有四级的稳定阵纹 在他手上呢 变成了六级 五级的破风阵纹 达到了七级 几乎每一种阵纹 经过修改 都有了多多少少的进步 古灵儿感觉不太想说话了 是故意装的 还是天赋真的太高啊 于是深吸一口气 再也不想遮掩 直接问道 能将这些 已经达到完美的阵纹 修改得更加厉害 我看你的实力 并非那么简单吧 能修改阵纹 是因为灵儿姑娘的指点 不然 等我意识到这点 发现错误 不知要何年何月了 姑娘不愧是 大陆第一人的弟子 无论眼界还是知识储备 都非我能起急 卓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 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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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 有声据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滑朵 第二百九十七章 大眼周的经历啊 让苏尹误以为 之前残念传授的全部准确无误 若不是古灵儿提醒的话 待他自己发现问题 可能还不知需要多久呢 嗯 古灵儿憋得脸色胀红啊 本来想逼对方承认 其隐藏了真实实力 结果对方说 是因为自己传授的好 自己又不能坦白 其实刚刚是瞎传授的 对方一句话就把路给堵死了 这还怎么质疑啊 知道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缠 已经没了任何意义 古灵儿不再顾忌啊 我问的是你的修为 是不是隐藏了 五大魔王是不是你杀的 苏尹愣了一下 满是无奈的摇头 刚才都和你说了 我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并不知道五大魔王是怎么死的 究竟要怎么才敢相信啊 你该不会以为 我做梦都能将他们杀了吧 我要真有这种本事 还用得着逃走吗 见他一脸真诚 古灵儿知道问不出什么 只好吐出一口气 是我唐突了 还请天涯兄不要见怪 苏尹苦笑啊 不用客气 在大眼周呢 我这种天资的确不错 有人怀疑还属正常 但在这里只算得上普通罢了 有啥可奇怪的呀 你虚仙都没事 我永恒二重 不算突出吧 普通 古灵儿无语啊 这家伙是不是对普通 有什么误解啊 他能有现在的修为 绝等灵脉 不知道消耗了多少啊 前缘盟给予的资源之多 也堪称恐怖 无数资源堆积 再加上添资 才做到脱颖而出啊 而对方呢 在大眼周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都能修炼到永恒 简直不敢想象啊 算了 不抓到险形 他肯定不会承认 还是到了绝缘城 再想办法吧 见这位过分谦虚 谨慎 古灵儿不再多说了 运转全身力量 驱动床板飞行 十多分钟过后啊 果然看到一座巨大的城市 出现在视线 女孩神色素然啊 这就是绝缘城 前缘盟和巨魔对抗的 最后防线 苏尹点了点头 向城市的方向看去 这座城比休养城 更加恢弘巨大 无数封禁 从城墙四周蔓延出去 将所有通道封住 城市外面呢 驻扎了一个个方块形的军营 密密麻麻不知多少 蔓延了数十里的范围啊 军营驻扎的方位 苏尹周眉 这些军营不成直线 也不成圆弧 更不是阵法 零零散散的十分奇怪啊 是按照兵法布置的 无论巨魔偷袭哪一个营杖 其他军营都能以最快的速度 赶过来接应 也可以用最快的速度 堵成阵法 进行防御和反击 这是兵法 苏尹愣了一下 心中一阵 刚开始还没想到 听完解释 顿时意识到 竟然和他学过的棋局 有些相似啊 如果将军营当成棋子 纵横交错的通道 是棋盘的话 眼前这个 分明就是一场 布置好的真龙棋局 只要敌人进来 无论走哪一个方向 如何进行攻击和挑衅 都会遭到围杀 难以逃脱呀 难道 所学的棋局 是兵法 想到这儿啊 苏尹问道 还不知道 前缘盟的八大殿 都是哪些 和大眼洲是否一致啊 并不相同 见他连这种 最基础的都不清楚 古灵儿解释道 前缘盟和大眼洲 相同的殿堂 有长老 正文 封镜和巨灵四个 剩下的都不一样 分别是 负责情报的切面殿 负责排兵布阵的兵法殿 负责冲锋战斗的战道殿 以及负责扰乱敌军的傀儡殿 苏尹皱眉 有些不解 联盟建立的目的是为了抵御巨魔 练器练丹师的战斗力稍弱一些 被取掉殿堂也就罢了 训兽师毒师实力还是很强的 秀伟达到虚仙左右 毒已经没啥用了 毒师在大眼洲可能作用比较大 但在这里 效果不算太大 而且 配置毒药也需要灵气 药材 消耗极大 最关键的是 剧魔之中 有一种可以吞噬剧毒而进步的法觉 万一毒不死敌人 反倒变成了提供资源 还怎么战斗 至于训兽 达到虚仙境的妖兽本就不多 就算真有 也个个高傲 很难驯服 即便侥幸成功 也不可能为人类拼死战斗 所以 战斗力有限 与其这样 还不如归拢到其他殿堂 呃 苏隐沉默呀 也是 面对什么样的敌人 派出什么样的对手 是确保获胜的关键 那 可否和我讲讲 这四大殿堂各自对应什么职业吗 我是第一次听说 这个简单 切面殿 其实就是伪装师 擅长伪装 隐秘 逃顿 创出这个职业的 原是军中的赤猴 种族之战 不仅比拼强者 修炼者的数量 以及资源 还有情报战 提前获得情报 可以减少人族伤亡 以更小的投入 换取更大的成功 不仅人族如此 魔族也一样 不然 你以为人族为何可以修炼魔工 还不是他们故意更改法局 然后故意泄露 目的就是为了俘获一切人族的效忠 苏银点头 修炼魔工的 的确不靠谱 就像极乐大魔王 要不是这家伙关键时刻 弄出什么后手 自己也不至于被空间乱流 吹到这里啊 兵法殿是培养兵法师的地方 大规模的战斗 通常都是千军一德 一将难求 没有一个好的指挥官 将会出现什么结果 不用我解释 你应该也明白 至于战道殿 是培育战道师的地方 这种修炼者 以透支生命为代价 短时间内 拥有极强的战斗力 用通俗的话讲 就是战场上的赶死队 至于傀儡殿 集合了炼器师 傀儡师等人于一体 可以炼制控制傀儡 用来隐藏真正的队伍 起到一架乱枝的效果 也可以让傀儡冲到最前方 自爆自杀时偷袭 减少修炼者的伤亡 很快 古灵儿将各个殿堂解释了一遍 前缘盟八大殿 不仅在人类不算秘密 巨魔一族也有很大的名声 因此没什么可隐瞒的 他擅长伪装傀儡之法 正因如此 才能在魔皇城进进出出 屡次遭遇危险 却每次都能逢凶化吉 苏颖明白过来 大眼周面对的魔修 最强者呀 也不过传承七重的统领明江 这种修为不可能和极乐大魔王一样 拥有极强的生命力和恢复能力 只要力量足够 很容易击败 击杀 这种情况下呀 读师训寿师的作用就很大了 所以才能掌控一个堂口 拥有极大的发言权 而在这里呢 属于两个种族的轻力之战 动用的人数之多 不可估量 兵法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就好像当初废庭 借助长河出现设计明江等人 就属于兵法的一种 不对啊 既然兵法殿拥有统领 可以管理军队与巨魔战斗 那长老殿干什么呀 大眼周的长老殿 负责的就是统领 管理八大堂 现在的兵法殿有这一功效了 长老殿是不是就显得有些多余啊 长老殿的作用是 威慑 知道他的想法 古灵儿轻轻一笑 威慑 不错 巨魔一族 能和神族保持平衡 不拼命进攻大眼周 大雍周 大明周这些地方 就是因为有长老殿的威慑 只要他们敢轻举妄动 我们就极有可能 指挡黄龙 将魔皇城拿下 这 苏银恍然啊 和前世一样 想要和平 别人不找你麻烦 一个大国该有的必须要有 否则呀 很容易被人制衡 长老殿代表了人族最巅峰的战斗力 不负责统兵 也不负责战斗 唯一负责的呀 就是威慑对方 一旦巨魔一族出现问题 立刻冲出 而且 长老殿还有另外一大作用 古灵儿正想继续解释 就听到前方一阵急促的风声响起 旋敌 一群身穿盔甲的兵士 从四面八方涌来 将他们围在中间 主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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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剧 有请小事书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罚子 知白 第二百九十八章 来者请留步 说话的是个三十岁上下的青年人 身穿藏青色的盔甲 个头极高 超过两米 手持长枪 哪怕不展露修为 站在原地 也给人一种极强的压迫感 不仅如此 修为也很强大 远超费亭等人 已然达到了永恒三重 随便一个将领 都是这种境界 不愧是大陆最巅峰的所在啊 修为将军 是我 古灵儿站起身来 微微一笑 原来是灵儿小姐 修为攻身抱拳 脸上没有太多表情 即便如此 也需要验明真身 还望灵儿小姐勿怪 我知道 公事公办而已 古灵儿点头 向前一步 从床板上飞了下来 薛为将军 凌空以抓 一个圆环模样的特殊法宝 悬浮而出 眨眼间呢 将女孩笼罩在内 苏颖看去 这应该是个 破除伪装的宝贝 只要被笼罩 哪怕是虚先巅峰的强者 也会显露痕迹 很快探查完毕啊 见这位并非伪装 薛为将军松了口气啊 古典主下了命令 让小姐一回来 立刻去掌老爹 我知道了 女孩应下 随即一指苏银 这位是大眼中的苏天牙 我的救命恩人 如果不是他 我今天很可能性命不保 恩人 薛为将军 转头看了一眼少年 见他修为并不高 皱了皱眉 不再多问 同样上前一步 将圆环模样的法宝递了过来 之则所在 还望松兄见谅 他就是这样 做任何事都很认真 古灵儿吐了一下舌头 一脸俏皮的解释啊 哦 苏尹知道对方是为了探查魔族探子 并不计较 笔直飞到跟前 不得不说呀 这位的确高档 即便是他站在面前 也矮了足足一头 抬头看去啊 宛如一个巨人 其实薛为将军体内 有一部分巨魔血脉 由他探查魔族 更加容易 苏尹恍然 万年前呢 巨魔突破结界桎 混入人族的不知多少 不少人类仔细推算下来 都有巨魔血统 但只要心向人族 修炼人族功法 就是人类 不理会他们的传音 薛为将军大守一点 圆环状的法宝 就将苏尹笼罩其中 随即感到一股 温润的力量洒落下来 原来如此 苏尹立刻明白过来 还以为所谓的检测手段 有多高明 说白了 一文不值 圆环释放的力量 对魔修来说 是大补之物 即便强行压制 也会出现 不受控制的吞噬现象 正因如此 一旦魔族强者过来 即便伪装得再好 只要以前修炼的是魔宫 修炼过魔宫 都会被立刻发现 除非呢 将所有魔源 释放殆尽 一身修为 化为乌有啊 可真要如此的话 即便进城 也没有任何危险了 当然了 试法宝就有漏洞 如果是被夺射的人族强者 就肯定检测不出来了 夺射 只是灵魂发生了变化 体内的修为 依旧是真元 依旧是人族功法 这东西就没有任何效果了 如果是这种情况 又该如何探查呢 苏尹满是疑惑呀 不过呢 还没持续多长时间 就见前方的薛威将军 来到跟前 攻身抱拳 苏公子 我刚查一下 绝缘城的入城记录 并没有你的名字 也就是说 你是第一次过来 可能还需要检测修为 检测修为 不错 就是派出一个实力 比你稍强的战士战斗 比你毫无保留的施展权力 你现在是永恒二重 这样的话 我与你战斗即可 苏尹没想到 还要鄙视 正在皱眉 就听到古灵儿 继续传音呢 其实就是检测 有没有被夺射 一旦被夺射 灵魂和肉身不太契合 战斗时 很容易露出马脚 苏尹恍然 正奇怪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没想到检测的办法 更加容易啊 夺射 肉身和灵魂 是两个个体 平时很难看出来 一旦战斗 遇到生死危机 就很容易被拆穿 请吧 见他明白过来 薛薇将军面无表情 长枪一抖 身上的真元激荡而出 将空气刺出乌液的声音 战斗的时候 我会用尽全力 希望你也不留后手 不然被杀了 只能怪自己学艺不精 苏尹身色凝重 应了一声 好 自从有修薇到现在啊 只和别人战斗过一次 还是借助了特殊灵气 其他时间呢 要么开着船横冲直撞 要么鹦鹉 老龟 毛驴出手 一直以来啊 都不知道自己的战斗力 究竟达到了何种地步 这次刚好试试啊 你的兵器呢 双方战好 见少年赤手空拳 薛威将军眉头皱紧 苏尹想了想 手腕一翻 真龙剑出现在掌心 锅碗瓢盆类的 虽然级别更高 威力更强 但拿出来 貌似画风怪怪的 还是用这个吧 圆满灵气 不对 二十达到了半仙气级别 薛威将军神色凝重啊 对方这件兵器的威力极强 一般的圆满灵气都比不上啊 而他手中的长枪呢 只是巅峰灵兵 怎么打呀 战斗不光看实力啊 兵器也很重要的 古灵儿看出了他的尴尬 开口询问了 天涯兄 你可有巅峰灵气啊 不然战斗起来不够公平 苏尹想了想 倒是有件差不多的 说完呢 一口平底锅出现在掌心 正是在大盐商行 拿出去拍卖的那件 虽然后来也晋级了 但受限于材质和炼制手法 和真正的圆满灵气比啊 还是有些差距的 充其量也就是更厉害一点的 巅峰灵兵 与对方那柄长枪啊 差距不大 见他拿出这东西 薛威将军面皮一斗 一身的战意顿时卸掉一半啊 我虽然不想让你用剑 可也不用这么迈他人呐 用口锅吧 赢了也不光彩啊 你确定用这个 薛威将军深吸一口气 压住心中的不悦 苏尹点了点头 那好 请吧 长枪猛的刺破长空 永恒三重的力量施展了出来 四周的空间扭曲起来 一股巨大的力量汇聚在枪尖 像是可以将天地都轻松刺破 不愧是经常与魔族战斗的人族将军啊 还没出手 就展示出了极强的战斗力 不错 苏尹见对方如此强大 也露出了期待之色 在大眼周啊 他的身份泄露出去 很多人都不敢鄙视 现在终于可以测试一下 自己真正的战斗力了 随即微微一笑 听底锅举起 开始 说完呢 对着眼前的青年人拍了过去 没有招数 没有武技 就是普通人的乱砸 卓尹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情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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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剧 有情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华岛 枝牌 第二百九十九章 出关七天 苏尹一直都很忙啊 还没来得及修炼武技 虽然会劈柴 但这剑法威力极大 没必要一出手就使用啊 先看看对方战斗力如何 再做考虑 在他心中啊 没有招数 只是随手乱砸 但在古灵儿眼中就不一样了 一道微弱的圣元真一流淌 衬托的少年如同圣人啊 明明看起来很普通的动作 却像是符合了大刀 甚至超越了大刀 带着无穷无尽的力量啊 随手及奥义 古灵儿瞳孔一缩 嘴巴张开 一双秀木满师不敢相信啊 世间的功法武技 想要有威力 需要领悟奥义 契合大道 就像苏尹绘制的纹路 契合大道 才能发挥更大的效果 话是这样说呀 但大道无形 怎么契合呀 怎么领悟啊 正因如此 难住了无数天才 眼前这位 随手挥舞了一下平底锅 不是任何武技 也不是任何已经创出的绝招 可就是这样 却完美契合了奥义 与大道相容啊 难不成他已经达到了 随手及奥义的境界 这只有传说中的圣人 才能做到啊 历史中 也只有万年前的林玄 才成功过 该不会这少年完成了吧 不可能啊 心中正震惊呢 空中的长枪和平底锅 依然对碰在一起 一声剧烈的风鸣 薛维将军 立刻赶到巨大的力量 从锅底传来 四周的空间 像是被禁锅住 全身的血液 都有些流动不了了 咔嚓咔嚓 压力冲撞下 长枪从中折断 紧接着呀 薛将军赶到眼前一黑 锅底狠狠砸在脸上 鼻鼓断裂 是鼻血长流啊 呼的一声 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像是被抽飞的网球 锅出 枪断 鼻血流 一气呵成啊 连一个呼吸都不到 四周一阵安静 所有将士都瞪大眼 眼睛见鬼一般呐 古灵儿呢 一双锈目不停闪烁 不知在想些什么 他作为天才 永恒二重的时候 三重强者也能一战 但想要赢得这么简单 绝技不可能啊 再加上随手及傲义 现在已经百分之百确定 眼前的少年 肯定隐藏了修为 你没事吧 不仅众人震惊啊 苏银也愣在原地了 带反应过来后啊 急忙飞过去将人扶起 他就随便挥了一下平底锅而已啊 不至于这样吧 没事 没事 见对方拍飞自己跟拍蚊子一样 薛伟将军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啊 随即运转力量 止住鼻血 牙齿腰紧啊 刚才是我道义了 这样吧 我不用兵器再与你一战 也好 苏银点了点头 刚才应该是平底锅威力太强 不用兵器的话 才能更好的检测修为啊 开始 薛将军脚下一滑 特殊的步伐施展出来 眨眼功夫出现在面前 五指张开 锅盖一样 笼罩四方啊 骆云掌 通过刚才的交手 已然猜出对方可能不简单 这次一出手 就用出了最强的绝招 天机下贫武器 一旦施展 不仅可以封锁空间 还能压制对手的力量 让其无法反击啊 刚才吃了这个亏 他打算从这点上找回来 好快啊 不知他的想法啊 见对方速度这么快 苏银多闪不及 只好一拳赢了上来 骆云掌封锁的空间 顿时撕裂开来 天机下贫武器 形成的巨大力量 如同棉花糖一般可笑啊 轻轻一压 就别了下来 薛威将军脸色一红啊 想要急速后退 还没走远呢 便赶到四周的空间 再次被禁锢住 逃走的身体 情不自禁地 向对方拳头冲了过来 就好像对方的拳头 具有吞噬力一样 鼻子再次被砸中 也可以说呀 是他的鼻子 砸中对方的拳头 刚刚停止的鲜血 再次流淌下来 指都止不住啊 噢 薛威疯了 到底怎么回事 我都躲开了 为啥鼻子还要冲上去 正满是郁闷的 少年充满惊恶的声音响起 你为什么不躲呀 苏隐是真的有些奇怪啊 这家伙动作这么快 自己仓促迎战 没办法的情况下才出拳的 按照道理啊 应该很容易躲开啊 为啥又被打到脸上啊 弄得自己跟打脸狂魔似的 听他的语气这么无辜 薛威想哭啊 要不是你的气息 压制了周围的空间 你以为我不想躲呀 正想反驳一句 就听到古灵儿的声音响起 好了薛将军 天涯熊是不是已经通过了检测 有兵器没兵器 薛威都不是对手啊 他已经对少年的实力 有了初步判断 虽不知道底多高 但肯定不是永恒二重 也就是说 五大魔王十之八九啊 就是被这家伙搞死的 所谓的睡觉 弄不好是一种伪装 当然了 这种实力 这位薛将军肯定测试不出来 需要面对更强者 才有可能施展 是 薛威蛮是尴尬呀 却不敢多说 通过刚才的比试啊 他已经确定 对方并未被夺赦 而且修炼的是真元 不是魔宫 也就是说 检测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继续纠缠下去 只会让自己更加难堪 还不如就此作罢呢 那好 天涯熊 我们走吧 苏尹点点头啊 也不多说 收掉床板 紧跟在女孩身后 现在去哪儿 去找老店吧 老师让我过去 正好也带你认识一下 他老人家 薛威检测不出 刚好可以让老师看看 以老师的修为和见识 自然能分辨出 这位少年到底是隐藏了 还是怎么回事 接二人离开 薛威将军这才脸色一白 一口鲜血 狂喷而出啊 将军 将军你没事吧 一侧的属下 急匆匆围了过来 只见他流鼻血 没想到伤势也这么重了 我没事 薛威将军摇摇头 挑战了老半天才恢复过来 看向二人消失的方向 满事不可思议 和灵儿小姐差不多年纪 实力却深不可测 大眼周啥时候 除了这样一位天才 大眼周太过偏僻 我们关注的很少 倒是大钱周 大元周 大宣周等地 的确出了不少天才 乾坤宗的前妻 元天宗的元海 大宣周的赵迅 都算得上千年难遇吧 嗯 这几人 年纪轻轻 却拥有了我们一辈子都难以起机的修为 让人惊艳啊 至于这位苏天涯 丝毫不弱 或许现在不能与之争锋 但假以时 绝对不会差太多 看来将军对他的评价很高啊 哎 比我低了一个级别 却能让我丝毫生不起反抗之心 不仅修炼天赋高 战斗天赋也是超绝 前期他梦我虽未见过 却听过传闻 绝没有这种能力 兵士听霸笑了起来啊 以后可能会超越他们 但现在 这位苏天涯肯定不会好受 哦 城的另外一边刚刚传来讯息 前妻和袁海等人已经进城了 他们都对灵儿小姐有意思 打算提亲 咱们镇守绝缘城这么多年 亲眼看到小姐的成长 知道她从不喜欢与人一起出门 现在却和年龄差不多的人一起归来 而且坐在同一张床板上 我怕会闹出误会啊 愣了一下 薛伟将军也忍不住露出了笑意 你别说 还真有可能 不久好戏看了 年少轻狂 少年莫爱 人之常情啊 他们虽常年与巨魔打交道 一心扑在战斗上 却也知道 那种肆意的张狂 和天不怕地不怕的 冲动 主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 你加订阅吧 邀请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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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剧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扬天涯 横扬天涯 眼波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门 本集出声 立威 南瓜南少 画风 华主 南歌市 六亿 支白 杜肚 杜肖 第三百章 前缘盟 长老殿 八位殿主啊 再次齐聚 房间沉默 不知过了多久 一位老者再忍不住开口 沈殿主 你这么着急找我们过来 究竟所为何事啊 说话的正是兵法殿店主 冯长西 其他人同样齐刷刷看了过来 之前因为出现通道的缘故 他们才开完会回去 连自己的殿堂都没到 就收到了签面殿店主 沈默平的传讯 让他们再次汇聚啊 听到这个消息 所有人都是懵的 为啥刚才不说 人都走了 才又再次赶回来 我也是刚刚接到消息 看出了众人的想法 沈默平一脸无奈啊 就在半炷香以前 灵儿跑到魔皇宫大闹 激怒了穷落魔皇 被紫青红黑白 五大魔王联合追杀 这 众人脸色同时一白啊 倒是古云丘店主 好像知道了什么 面无表情 这五位 虽只是魔皇的护卫魔王 不属于战斗魔王 没有仙器之类的绝顶兵器 却也权斗不弱 修为不比我们低 灵儿被他们联合追杀 怕是危机重重吧 灵儿的天资 用不了十年 就能真正踏足巅峰 绝不能出事 他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我立刻去救人 又有一个老者站了起来 战道殿殿主 陶虚臣 陶殿主不要着急 请我把话说完 见这位就要冲出去 沈墨平连忙摆手啊 我在魔皇城内的暗探传讯过来 灵儿安全无余 不出意外 已经顺利逃走了 对五大魔王为主 古殿主都不敢保证 能够全身而退 他怎么可能逃得掉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人生怕暴露 不敢探查 也没亲眼看到 但是事情结束后 第一时间赶了过去 看完结果 就将讯息给我传了过来 让你们过来 就是想和你们一起探讨一下 陶殿主摇头 能从五大魔王围堵中逃走 说明灵儿的实力再次增强了 带他回来询问一下即可 没必要召集我们 专门探讨吧 看完你就知道了 沈墨平也不解释 屈指一弹 一个玉牌浮现在空中 真元注入 旋即啊 一连串文字浮现出来 只有十个字 五魔王身亡 鼓灵儿逃走 身 身亡 五个人都死了 这怎么可能 陶殿主愣住了 满是不敢相信哪 这是传来的影像 沈墨平再次大手一挥 一幅图像浮现在众人面前 五大魔王横躺在地上 身上摆满了锅碗瓢盆 魔皇和另外一头巨魔 站在原地 像是在等着上菜呢 这 众人沉默呀 巨魔果然变态呀 连尸体都不放过 五大魔王 是被这些东西斩杀的 他们只是在还原现场 知道众人是误会了 古云秋连忙插话解释 你的意思是 他们是被碟子 锅 凳子腿杀的 陶殿主嘴角一抽啊 那 那坨大分身怎么回事 你能解释一下吗 别告诉我 堂堂排行店的青月魔王 连这万人给杀了 古云秋柔柔眉心 我和沈殿主 就是因为看不出来 才将你们找过来的 等等吧 灵儿如果真的逃走 应该用不了多久 就能回来 话音未落 就见一位长老 急匆匆走了进来 功神抱拳 店主 乾坤宗前妻 元天宗元海 大宣州赵迅 大丰州立阳 全都来到了绝缘城 想要拜见古店主 这么快 快 快让他们进来 财同志让各州财俊过来 没想到半个时辰不到 就全都赶了过来 古云秋 禁不住心中一喜啊 是 时间不长 四个青年大步走了进来 看起来都很年轻 不超过三十岁 一身修为却深不可测 竟然都达到了虚仙境 见房间这么多人 八位店主都在 四人全都愣了一下 连忙抱拳呢 见过诸位店主 五云秋点了点头 让你们一起过来 原因 想必诸位宗主都与你们说了 最左边的一个青年笑道 宗主告知我们 人族到了危机存亡之时刻 让我们过来试试 能否练画风镜时 乾坤宗 前妻 最近变故极多 能够练画风镜时 就代表我们人族 多了一分机会 是 见他确认 四位青年眼睛一亮了 风镜时是什么 他们知道的很清楚 当年林玄前辈留下的仙气 一旦练画 实力堪比真仙 万年来吸引了无数才俊 只可惜啊 前缘盟为防止这些仙气生气 很少让人主动尝试 现在有这种机会 生怕被人抢到仙气 便立刻用最短的时间赶了过来 欣喜过后啊 前妻再次攻身 晚辈这一次 除了奉命过来 尝试炼画风镜时之外 还有一个不情之情 你说 古云秋带着疑惑看了过来 晚辈队 令儿小姐一见钟情 这次过来 打算借机会提亲 还望店主成全 他的话音未落 一侧的圆海脸色难看 提亲 前妻 你还真是痴心妄想 好了 你们的心思 我都知晓 见二人争执 古云秋开口打断 他也年轻过 自然知道这几位裁俊的心思 自己那位宝贝徒弟 天资高 人又漂亮 最关键的是 性格讨人喜欢 隐得这些天才 爱慕也是很正常的 古云秋淡淡一笑 摆了摆手 只要你们 谁能获得他的芳心 我会直接答应 他若不喜欢 所谓的提亲 也没有任何意义 见古店主并不反对 四位青年同时松了口气 前妻接着问道 那不知 灵儿小姐 可在绝缘城 他 古云秋正想解释 一个清脆的声音传了过来 老师 紧接着呀 就看到一个满脸笑容的少女 急匆匆走了进来 而他身后呢 则跟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 正满是好奇地打量四周 见他没事 毫发无伤地回到这里 古云秋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疑惑地看向他身后的少年 这位是 回宾老师 这位是苏天涯 我的救命恩人 今天若不是他 我肯定命散五大魔王之首 再也回不来了 鸭兄 这位就是我的老师 古云秋古店主 莫学苏天涯 见过古店主 苏尹上前一步 攻身到底 进入绝缘城啊 就被古灵儿带到了这里 不愧是大陆最巅峰的存在 房内随便一个修炼者 都达到了虚仙境 比极乐大魔王都丝毫不弱呀 他只是个永恒二重 一下遇到这么多超级强者 心中不免有些紧张啊 这 古云秋皱了皱眉 你说这位天涯小友救了你 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位一进入大殿 他就看了 永恒二重巅峰 如此年纪就有这种实力 可谓算得上顶尖天才了 但这种修为 想在五大魔王手中救人 不可能吧 灵儿姑娘太客气了 其实是 他救了我 古灵儿还没开口呢 苏尹脸色帐红的连忙白手 明明是对方带着他 逃离魔皇城啊 怎么成自己救人了 这样说假话 感觉好丢人 好羞涩呀 卓尹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 加订阅吧 邀请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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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 有声据 有情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门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画风 法比 杜骄 六亿 第三百零一章 看着苏尹一脸害羞的样子 古云秋等人面面相去 根据他们知道的消息 古灵儿不可能自己逃脱 更不可能斩杀五位魔王 所以呢 他说是被人救下 有很大可能 只是 这位的年龄也太小了 修为也不太高啊 难道真是他救下的 不可能吧 转头看向少年 就见他眼神干净 说话诚恳 一看就老实本分 让人不自然地 对他信任多了几分 和众人对望了一眼 古云秋开口问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这样的 苏尹解释道啊 我是大眼周的修士 前往险地寻找机缘的时候 坠入了空间乱流 被卷到了魔荒城附近 是灵儿小姐将我救醒 并且带着我逃离 不然 后果不敢想象 空间乱流 没有方向性 只可以将人卷到任意一处 只是 魔荒城周围空间稳固 要有阵法加持 虚仙境强者 想要撕裂空间 都很难做到 你确定 是被传送过去的 古云秋不离疑惑 她的确的确是被空间乱流 带到魔荒城附近的 这点我亲眼所见 沉吟了一下 古灵儿看向前妻等人 嗯 这件事 我想单独向老师汇报 好吧 明白她的意思 顾云秋不再多问了 而是轻轻一笑 几位师侄 这么快赶过来 肯定消耗不小 这样吧 饭店主 你给他们安排住处 顺便恢复一下力量和精神 回头在商议 炼化风景时的事 是 饭店主应了一声 来到几人面前 请 有楼楼了 知道对方有重要事情商议 前妻远海啊 不再多言 跟在饭店主后面 向店外走去 那我先出去了 知道自己在这里 也不太合适 苏尹后退了两步 正想离开 就见女孩来到面前 手腕一翻 取出一个玉牌 抵了过来 牙兄且慢 普通客房灵气不充足 修炼也需要申请资源 比较麻烦 这样吧 你去我的修炼室休息 那里有金锡石 这类的宝物 能帮你更快恢复 对未养灵魂也有奇效 等我和师父禀告完 就过来找你 好 苏尹接过玉牌 礼貌性地点了点头 和她的沉着不同 房间内的众人 全都瞪大眼睛 周围安静地落针可闻 尤其是前妻等人 一个个拳头捏紧 同为天才 更是心仪对象 他们自然对古灵儿了解极多 她的修炼室是长老殿花费巨大代价打造的 其中蕴含着精纯灵气 以及无数修炼资源 绝对算得上大陆最顶尖啊 当然了 这些也就罢了 对于他们这种天才来说 资源不算什么 关键的是 私人修炼室 关系着一个修炼者的性命 极其重要 属于一个修饰最隐私的地方 现在古灵儿直接邀请对方计入 还让他等着自己回去 这有些太亲近了吧 两个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啊 再结合二人一起走来 言语中有互相维护之意 一瞬间呢 众人同时生出警惕之心 不仅是各位青年才俊 就连古云秋和其他诸多店主 也察觉到了异样 沈店主更是皱了皱眉 提醒道 你确定让他去你的修炼室 是 古灵儿点头啊 要是不合适就算了 见众人的表情古怪 苏颖看出了不对劲 急忙推辞 牙兄不要客气 就一个修炼室而已 不算什么 牙兄再推辞的话 真就折杀我了 这好吧 见他诚恳 苏颖只好点了点头 将这一幕看在眼里 几位青年才俊更加抓狂啊 怎么感觉 他们心仪的对象 变成了舔狗 在有意讨好对方呢 而对方似乎还不太愿意接受 再忍不住啊 前妻转过身了 心中愤怒 脸上却露出了何须的笑容 灵儿 我也没有见识过你的修炼室 不知有没有荣幸 和这位苏兄一起过去 顺便看看 到底什么样的环境 才能够培养出 你这样的一位天才 他说的很有气度 也很有涵养 本以为女孩不会拒绝 就见古灵儿脸色一沉 冰冷地吐出一个字 我 笑容凝固在脸上 前妻一句话说不出来啊 那位不想去 你硬塞玉牌过去 还带着哀求 生怕被嫌弃 我他妈上赶着过去 你让我滚 这差别也太大了吧 灵儿 古云秋忍不住喝食道 前妻应为天资过人 刚刚得了前妻的名号 前妻代表了万年来 乾坤宗的第七人 一旦成长到巅峰啊 实力比起他这位店主 都丝毫不弱 故意点出名字 是想告诉弟子 不要由这性子来 要给对方留点脸面 前妻又说喝 等他什么时候 能够击败我再说吧 知道老师的意思 古灵儿御手一摆 一脸傲然道 我的天赋 自然不能够和灵儿比 但这位苏雄 好像还不如我吧 前妻痴笑一声啊 眼神带着挑衅 向苏颖看过来 是吧 苏雄 不敢回对女孩 但对一个 只有永恒二重的小家伙 还是很轻松的呀 你的实力很强 我远远不如 苏颖点头 虽看不出 对方的确切修为 但根据气息啊 至少达到了 虚仙四五重 这种修为 的确不是此刻的 他可以抗衡的 古灵儿皱了皱眉呀 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 但他对这位少年 也算是有一些了解 什么都好 就是太谦虚 太低调了 这虽是优良品质 但外人不知道 他的真正实力 很容易受到别人轻视啊 想要解释几句 犹豫一下 女孩最终还是没开口 对方想低调 他直接揭穿 反而不好 看来 你还算是有自知之明了 见少年直接承认 一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 前妻哈哈一笑 眼中的得意 再遮掩不住了 怎么 你很厉害吗 眉毛一扬 古灵儿打断了她的话语 一声冷喝呀 很厉害现在就和我比一场 不用比了 我甘拜下风 轻轻一笑 前妻不以为意呀 古店主 诸位店主 灵儿 我就先去休息了 说完 转身向外走去 虽然被女孩噎得难受 但她也看出来了 这个苏天牙就是个怂包啊 出了大殿 找个外人看不到的地方 还不是随便由自己修理 不算什么 告辞了 我等也告辞了 告辞了 其他几人也有和前妻 类似的想法 同样轻轻一笑 走了出去 要小心小心 知道这几位的性格呀 不可能轻易认输 古灵儿皱了皱眉 传音提醒了一句 哼 苏尹轻声回复 心里并不在意 两世为人 一些人情世故 她还是可以看出来的 不过呢 也没什么 虽然现在自己的实力不行 大黑他们也不在身边 但体内几道零散的零气 还是有了 这几个家伙真要敢找麻烦 苏尹不介意运转一道 变成无敌状态 将他们打得 生活不能自理 卓尹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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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剧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画风 法 张笑 南哥市 第302章 带众人离开大殿 古云丘这才看向不远处的弟子 沈殿主这边已经传来消息了 你被五大魔王围攻 究竟是怎么逃脱的 这个苏天涯 要是怎么回事 卫兵老师 是这样的 古灵儿很快将自己的经历说了一遍 听他说完呢 房间安静下来 七大殿主一个个张大嘴巴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在他们看来啊 画本都不敢这么演啊 我现在有几个疑点 沉默了半天 古殿主开口道 李一 你说这位苏天涯一出现 就砸死了紫义魔王 可力量是相互的 好像锤击石头 挥动铁锤的人 使用多大力气 同样要受到石头多大力气的反击 一下砸死一味 虚陷九重的修士 反正李之强 圆满灵气极有可能 都承受不住 他只有永恒二重 怎么可能毫发无损 关键 还在昏迷 没有醒过来 九尾达到我们这种状态 就算重伤也能保持警觉 不至于摔一下 一点反应都没有吧 第二 你说你回来后 剩下的四位魔王就死了 周围除了他没有其他人 关键他还在睡觉 你怀疑他有可能梦中杀人 简步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就算有可能难度之大 也超出想象 这里是魔皇城 四大魔王被杀 穷落魔皇都没有发现 说明没来得及战斗 清月他们就魂飞魄散了 真是如此的话 出手者修为又该有多高 没有先灵之气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出现这种级别的强者 第三 如果这四大魔王不是他杀的 又会是谁干的 此人是敌是友 为何杀了魔王后 不叫醒这个少年 反而要等你回来 由你叫醒他 第四 四大魔王到底被什么兵器斩杀 为何又是碟子又是瓢 还有大殿的形状 这种古怪的兵器 很少有人炼制吗 很快啊 古云秋将自己的疑惑 一一说了出来 其他几位店主也纷纷补充 漏洞实在太多了 如果不是因为了解女孩的脾气秉性 众人都要怀疑他是不是在说谎了 这些疑点我也想到过 于是在路上便对他进行了试探 古灵儿接着将路上发生的事详细讲了一遍 可以随手雕刻阵文 甚至还在你的话语中领悟 任意修改阵图 一位老者站起身来 此人呢 正是阵文店店主 求品巅峰阵文师 邓建勋 要说当时谁对阵文了解最多 他绝对算得上一个 研究阵文不知多少年 明白这东西的难度 一旦雕刻完毕就无法更改 这是定理 怎么可能轻易改动雕刻好的阵文 还能让威力成倍增加呢 是真的 这是他修改后的阵图 刚才驱动床板的时候 我悄悄记下来 并且他印出来了 知道对方不信 古灵儿也不多说 手腕一翻呢 一张白布出现在众人面前 上面用墨汁画出了十几个阵文图案 刚才故意要求驱动床板 并非他喜欢干活 而是另有目的 一来想感受一下阵文的威力 二来就是为了踏阴 对方也似乎知道他的想法 不过却并不在意 阵文讲究气和大道 和书画中的重义不重行一样 就算可以将阵图完美复制 没有意运在内 同样不会产生丝毫威力 阵图 众人齐刷刷向眼前的白布看去 喜羊羊 灰太郎 天线宝宝 火影忍者 陆飞 苏隐前世经典的动画形象 在七位店主面前 像是变成了天书 一个个看得是莫名其妙啊 这是羊腰 为何脑袋这么大 头上的毛 又如此古怪 这个戴草帽的人 胳膊和腿也太长了吧 头上插匕首的是什么 属于哪个主族 应该不是人和妖兽 而是想象的东西 我试试 随手取出一块钢板 邓剑勋运转力量 很快呢 按照对方的图案刻了一个 真元流淌其中 一点变化都没有 摇了摇头啊 这位阵文店店主眼中满是迷茫 好像这些图案和阵文的意境 没有半毛钱关系 只是 为了好看 可这些东西也不好看啊 阵图的构成啊 无非两种 第一 更容易显示大道 彰显意境 这也是最常见的图案 第二呢 更加美观 常用于宫殿之类的地方 更加有威严 也能彰显地位 可对方踏印的阵图啊 一堆莫名其妙的图案 既不好看 又没有韵味 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不是亲眼所见的 怕是根本猜不出 这些阵文的用途 也许 这就是高人的手段 明明刻画了阵图 却让你猜不透 他要做什么 古云秋 神色凝重地说道 这 听到这话呀 邓建勋愣住了 还别说 真有这种可能 当年他的老师啊 就做过类似的事情 让巨魔一族吃了大亏呀 虽不知 这位天涯的修为如何 但对阵图的理解 必然远超于我 沉默了片刻 邓建勋道 嗯 见他都这样说 古灵儿好奇地 看向老师 老师 你能否看出 他是不是为人族 到底何种修为 他是实打实的人族 至于修为 我也只能看出 永恒二重 再高同样看不出来 不过 应该没有恶意 否则这位苏妍 孤天涯不可能跟你来到这里 也不可能 斩杀五大魔王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就把他带了过来 古灵儿连连点头啊 虚魔一族 有了心灵之气 出现真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他突然出现 或许 就是个变数 古云秋不由欣赏地点头 捋了捋胡须 对弟子投去赞赏的目光 他之所以想立这个女孩为继承人 不仅是因为他在修炼方面天资高 更重要的就是这种机灵 别人只看到一步的时候 他已经看到了好几步 甚至可以做好周祥的计划 对了 你刚才说他来自大雁州 我记得大雁州最近好像也冒出个天才 叫什么苏尹 是叫苏尹 朕仙宗的小师叔 年纪与这位少年也相仿 实力有多高 就不太清楚了 沈默平作为千面店的店主 主要负责打探情报 暗影能够知道的 他自然也是早就得到了消息 只不过呀 之前没在意罢了 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我现在就去查 不管他到底是谁 又有何种目的 丁儿 你都要与其好好相处 切勿得罪 是 古灵儿听到这话 连连点头 卓尹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师叔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 加订阅吧 有情小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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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牛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 有声句 有情小师叔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南哥市 陆萧 六亿 第303章 张老店这边 正在商议素银的来历 外面的饭店主 则带着众人 来到一处 供各位修炼者休息的区 诸位就在这里休息吧 灵儿的修炼师 还在前面 我带天涯小友过去 带路的这位饭店主呢 名为范若婷 是前缘盟聚灵店的店主 身为聚灵师 很难在体内留存灵力 即便如此啊 他的修为也达到了 虚仙一重 足见天赋之强啊 灵儿姑娘的修炼室 我知道在何处 我送天涯兄过去即可 我看古店主 似乎有事情商议 范老还是先回去吧 范若婷有些迟疑 他的确很想听古灵儿解说 在魔皇城那段经历 也罢 最终呢 好奇心战胜了责任感 范若婷说道 不管灵儿如何选择 都是他自己的事 作为天才 你们要好好修炼 尽快成为人族的中流砥柱 才是王道 切莫自己找麻烦 啊 我们知道 前期点头 嗯 知道自己啊 不可能一直看着对方 将该说的都说完了 范若婷不再废话 转身离开 自我介绍一下 大钱州乾坤宗前妻 待饭店主走远 前妻并未带路 而是向苏尹看了过来 双手背在身后 脸上带着傲然 五岁入门 七岁住园 八岁脱臣 十七岁就到达了宗师井 后来更是修为突飞猛进 今年二十七岁 已然达到了虚仙五重 不知天涯兄今年多大 又是何种实力 现在我只有永恒二重 现在 怎么 听苏兄的意思 很快就能突破了 前妻嘴角扬起啊 这家伙真够能装呢 还现在 没成长起来的天才 那就不叫天才 现在你实力不如我 我教训你 你就得受着 也没那么快 差不多需要半个时辰 运气好的话 一刻钟也有可能成功 思索了一下 苏颖回答道 周围这么多高手 他有些坠坠不安 不能再耽误了 还是尽快突破吧 对于他来说 最快的方法就是 让体内的两道融合灵气 进一步融合成一条 不过呢 这牵扯很多职业 关键还要险胜啊 在大眼周 想要完成 不太容易 这里拥有超等灵脉 完成突破 应该不难 即便如此啊 也不能一蹴而就 需要花费一定时间 所以呢 他没敢把话说死 他说得谦虚 听到前妻等人耳中 就不一样了 不仅嚣张 更是狂妄地要命 你的意思是 半个时辰 就能够突破到 永恒三重 觉得快要被气炸了 前妻冷冷地看了过来 还以为对方 就是个怂包 没想到竟然 还这么喜欢吹牛啊 苏颖摇摇头 这倒不是 我就说嘛 永恒竟想要突破 哪有那么容易 就算你达到了二重巅峰 也需要调整 温养数字 才能够有50%的几率 突破三重 前妻话音未落 对面少年的声音 继续响起 我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只要能突破 应该会比三重 更高一些 呃 众人无语啊 不吹牛会死啊 达到宗师镜以上 每一个小级别 突破起来 都难如登天 若不是如此 也就没那么多高手 为了修为突破 甘愿冒险 进入险地 寻找那 修飘渺的机缘了 这家伙倒好 不仅狂言 半个时辰突破 还说不是突破一重 真以为突破 是闹着玩的呀 一直以来啊 他们都觉得 灵儿高傲无比 谁都看不上 做梦都没想到 高傲的古灵儿 会对这样一个 不靠谱的家伙 情有独钟啊 我们刚好闲着无视 不知有没有运气 看看苏兄突破 顺便学习一下 啊 大风舟的丽阳 再忍不住了 笑道 大宣州的赵迅 也笑盈盈地开口 内兄 我也想看看 就是不知苏兄 愿不愿意了 相逢既是有缘 既然苏兄 能说出这话 就表示有了 百分之百的把握 让我们观摩一下 问题不大吧 远海接着道 先用话呀 把他堵死再说 观摩倒没有什么 只是我从大眼周而来 没有超等灵气 如果你们能够提供一些 其他的都是小事 这几人不怀好意 苏隐自然看出来了 反正都要突破 不如让这些家伙出点血呀 根据之前的经验 他每次突破 都需要消耗极多的灵气 直接吸收前缘蒙的 不太好意思 既然这四个人找麻烦 那就向他们要吧 超等灵气 我还是有一些的 可以提供给你突破 不过提前说好 若是不能像你所说的那样 超过永恒三重 只是细说 我也不要你的赔偿 离开灵儿就好 而且 众生不能打他主意 你可敢答应 目光一闪 前妻哼道 做一个宗门的超级天才 宗门未来的希望 超等灵脉虽然珍贵 但是这种级别的灵气 他还是有资格携带不少的 你们呢 苏隐看向剩下三人 我和钱兄的意思一样 超等灵气不算什么 远海嘴角扬起啊 剩下二人也同时点头 在他们眼里 这小子输定了 作为天才 突破一个小级别 还是有把握的 但 前妻明显在话语中下了坑 超过永恒三重 他们才算输 超过三重 不就是四重吗 三重和四重之间 牵扯永恒下段和中段 即便是他们 在无数长辈的指点下 也是花费了不少岁月 才得以成功 一口气突破 做梦呐 那好 我答应了 见他们都同意了 苏隐微微一笑 有这四个大户 超等灵气应该够用了 那就开始吧 双方商议完毕 前期也不废话呀 而是淡淡看过来 脸上满是玩味呀 不知苏兄是在这里突破呢 还是需要另找地方 有什么需要可以尽管提 虽然我们不是前缘盟的人 却也经常和巨魔战斗 对这里十分的熟悉 有些事情 还是能够做到 其实 我还真需要你们帮忙 打断对方的话 苏隐看向眼前的死人 眼中带着诚恺 不知 你们之中 谁有病啊 什么 你 前妻等人差点气得爆炸呀 啥意思 骂他们有病啊 你才有病呢 全家都有病啊 苏兄 公平打赌 输不起不接便食 成口舌之快 有失身份吧 哼 袁海冷哼一声 啊 你们误会了 我是个医师 突破前呢 喜欢帮人看病 算是一种仪式 如果你们以前有伤病 暗急之类的 我可以帮你们治疗 苏隐如此解释道 卓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 加订阅吧 有情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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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尤其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剧 有情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南歌式 不销 第三百零四章 问出一句 谁有病 苏尹还真不是在辱骂对方 丹田内的太极图啊 目前有两条融合了五种以上记忆的灵气 分别是炼气 诗道 阵文 炼丹 医道 月道的融合 以及绘画 医道 读诗 阵文 封禁的融合 想要快速提升修为啊 只有想办法让这两条灵气融合 而这两条呢 都有医道之气和阵文 也就是说 只要找到病人配合阵文之类的 就十之八九可以成功 医诗 前妻等人带着疑惑呀 突破还要医诗啊 还需要帮人看病 你这不是给人看病 是自己有病吧 不信的话 我可以帮你们把脉 真有暗急之类的病症 也能提前察觉 提前治疗 所以面带难色呀 没有医诗 我就无法突破 刚才的赌约 就只能作罢了 好 你帮我看看 我身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不知这位到底搞什么鬼 前妻等人对望一眼 丽阳向前一步 伸出了手臂 把个脉而已 又没啥大事 万一这家伙以此为借口 不赌了 岂不白折腾半天呢 苏尹手指搭了过去 正常修炼者想要进步 需要逆天改命 经历无数战斗和生死 这种情况下呀 多多少少都会留下一些暗伤 难以治愈呀 所以呢 只要检查 不可能查不出问题 仔细感应 片刻后啊 苏尹道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你体内有一道 不属于你的力量 与修炼相冲 对你来说 以前有好处 而现在 算是坏处了吧 这 本以为对方在故弄玄虚 听到这话呀 丽阳瞳孔一缩 满是不敢相信的 他之所以是大陆有名的天才 天资不错是一个原因 更重要的是 一次机缘 一道从灵源长河中得到的真缘 进入他的体内后 能加快淬炼灵气的速度 并且给他提供突破时的感悟 正因如此啊 他的修为才能突飞猛进 年纪轻轻就达到虚仙境 不过呢 有好处也有坏处 以前还不觉得呀 直到突破虚仙之后 感觉自己修炼的真缘 成了那道外来真缘的滋养 丽阳有些害怕了 找了不少医师 都查不出个所以然来 联盟的九品医师 都被找了一遍 同样没有结果呀 没想到这少年 只是把了个脉 就探查出来 真的假的呀 这道力量 大量吞噬你炼化的虚仙真缘 让你吞服再多的宝物 都进步甚微 没猜错的话 你进步没以前那么快了吧 苏尹继续说道 虽然只学过兽医 但只要关键点想明白 和人类结合在一起 还是很容易做到的 对方这种情况啊 和猪肚子里面 长了寄生虫类似 并且呢 还是个挑食的寄生虫 以前粗茶淡饭的时候 对方不理会 还能帮他快速进步 现在达到虚仙了 对他有用了 自然要全力吞噬啊 是 可有救治之法 再没了之前的骄傲 李扬连忙问道 自从突破虚仙呢 他的进步速度一泄千里 以前两三个月 就能突破一个小级别 现在至少需要花费 两三年甚至更久 正因如此啊 同为超级天才 他到现在 不过虚仙三重初期 远不如前妻等人啊 而仔细算起来 他踏入虚仙的时间 远远早于其他几人 当然有 吃点打虫药就好了 打 打虫药 丽阳一呆啊 修炼到他们这种地步啊 宜山填海 百毒不侵 吃打虫药 能弄掉真缘 真的假的呀 你体内那道是真缘 也不是真缘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那东西已经有了自我意识 不趁早打掉 任其成长起来 会将你直接吞噬 最终呢 生死都不由自己控制 苏颖解释道 对方体内的 极有可能是一道 真仙留下的残破真缘 蕴含了真仙强者的领悟 对刚开始修炼的他来说 的确帮助很大 待他达到虚仙后 修炼的力量啊 已经能够滋补这道 残破的真缘了 自然会被其吞噬 伴随吞的力量越多 这道真缘 逐渐诞生了自己的意识 最终将取代这位立阳 实现夺赦 按理说呀 真缘是没有自我意识的 这一道却诞生了 说他不是真缘 而是生命 也不算过分 所以呢 苏颖才有了刚才的话语 当然了 正常情况下 真仙强者的真缘 别说普通人了 就算虚仙强者吞服 都会立刻暴体而亡 这位能够活下来 并且快速进步 机缘之好 让人羡慕啊 还请苏兄出手相救 见对方说出了他的担心 立阳再不多说 攻身到底 其实也不难 我现在列出药材 你尽快寻来 一会儿就能治好 苏颖说完呢 取出纸笔 很快写了一大堆药物 养猪养动物 都需要给他们打虫子 对于一个合格的兽医来说 十分容易啊 当然了 想要融合诸多记忆 还需要弄出一个 不一样的配方 我这里能凑齐大半 绝缘成是人类最后的屏障 每天都有人受伤 药材找齐不难 苏兄在这里 稍等片刻 很快将纸张上的药物 看了一遍 立阳虽然觉得奇怪 还是应了一声 转身离开 绝缘成虽然没有炼丹糖 但炼丹师医师 却又不少 而且很多都达到了 九品级别 对方写的药材 虽然有几株很珍贵 却不算稀少 找起来呢 应该不难 前妻等人 见这少年把了把脉 随口说了几句 立阳就乖乖去做了 恨不得奉为偶像啊 全都对望了一眼 各自皱眉啊 看来这小子 的确有些本事啊 赵迅传音过来 前妻远海同时点了点头啊 没有本事 不可能十七八岁的年纪 就修炼到永恒境 更不可能让古灵儿 这么高的人 如此钦佩啊 现在怎么办 哼 我自有办法 作为情敌 对方越优秀 压力就越大 既然如此 那就要从萌芽状态 将其消灭 想到这里啊 不再顾忌 前妻抬头 向苏颖看了过来 苏兄 你说半个时辰能够突破 万一治病拖上几个月 难不成我们也要干等着 知道对方担心什么 苏颖微微一笑 这倒不用 丽兄寻找药材回来 开始计时就行了 药方我们没有看 若是其中 有很多稀有药物 需要等上几年 才能够开花结果呢 既然治病 只是你突破的仪式 那么从现在开始计时 应该没有问题吧 听到此话呢 苏颖不禁皱眉啊 怎么 想反悔了 反悔也行 只要你答应 不再见灵儿姑娘 这次的赌月 就此做吧 前妻见她皱眉 不由吃笑 既然你有这样的顾虑 那就从现在开始计时吧 思索了片刻 苏颖答应下来 她写的药材呀 都不算稀少 应该用不了多久 就能凑齐 从现在计时 也不算什么 那就好 前妻淡然一笑啊 突破本就不容易 再加上买药材 治病 半个时辰 怎么可能够用呢 卓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 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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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 有声句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南哥市 杜骄 第305章 等了十多分钟啊 丽阳果然急匆匆地走了回来 所需的药材已经全部凑齐 见他找得分毫不差 苏尹松了口气 手腕一翻 一个铁块出现在掌心 还以为他会取出炼丹炉 药顶之类的东西 没想到取出个铁块 前妻等人全都面面相去啊 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理会几人的表情 苏尹又是手腕一翻 一个铁锤出现 连续几下 铁块就变成了铁锅的模样 被敲出了一个深深的凹槽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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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锻造药顶 所有人嘴角同时抽搐啊 这都要治病了 才打造药顶 不是来搞笑的吧 药顶是兵器的一种 锻造起来呢 极其复杂 哪怕九品级别的炼技师 想要做一个 也需要花费不少时间 现在才开始打造 真的假的呀 而且 这种东西对材料的要求也很高 各种珍稀矿石 各种宝物 缺一不可呀 这家伙只用普通的晶铁 就算能够锻造出来 也肯定级别有限 承受不住高温炭火的灼烧啊 正在奇怪呢 就这少年只砸出凹坑 就停了下来 取出毛笔在铁块的下方 画出了一个个古怪的图案 这是 这是阵纹和封键 前妻等人更加晕了 既然要锻造 那就继续锤打呀 连半成品都没做到 就开始画阵纹 就算画阵纹没问题 可应该用刻刀啊 而且遵循阵图吧 弄出这些奇奇怪怪的图像 是干什么用的呢 到底在搞什么 不仅前妻等人 就连丽阳也买是不解啊 好不容易将药材找齐 不是应该立刻炼药吗 又是打铁又是画阵纹的 这位到底在想什么呢 不理会众人的震惊 将准备工作都做好 苏颖这才将弄好的铁锅 放在炉火上灼烧 自己则来到药材跟前 根据药杏进行搭配 融合的灵气牵扯了炼气 诗道 阵纹 炼丹 医道 月道 绘画 读诗和封禁 九种记忆 想要让它们可以移动啊 就必须做出对应的职业 果然啊 伴随它用鲸铁锻造 炼气灵气可以移动 伴随它用毛笔绘画阵纹 封禁绘画之气 阵纹之气和封禁之气 也可以控制起来 见猜测成功啊 苏银眼睛放光 快速分解药物 同时团汤圆 让医道和炼丹之气 也可以控制 它这边做得满是认真 前妻等人都有些抓狂了 不修炼 要治病 我们可以忍 不炼气去配药 我们还可以忍 可活面团汤圆 的确忍不了啊 这他妈哪里是治病啊 简直就是在羞辱啊 还有多久 满是郁闷 赵迅忍不住问道 时间已经过去一半了 他输定了 从刚才开始计算时间到现在 已经过了差不多两课钟 半个小时 距离达赌所说的半个时辰呢 只剩下一半时间了 这么短时间 用心突破都做不到啊 还在弄乱七八糟的事 真不知道这个苏天牙 到底在想些什么 不对 我虽然没学过医术 但对药物药材 还是了解一些的 他拿的那株 是黑草吧 正在疑惑呢 远海突然到 是 黎阳点头 是他亲自购买的药材 自然知道药物的名字呀 我没记错的话 这东西好像有剧毒啊 还有那株断荤花 七不草 童心缠退 阴阳墓 似乎都是剧毒之物啊 这 他不说 还没人意识到 这一解释 几人全都嘴角抽搐啊 虽不是医师 不会治病 但也被人治疗过呀 不用有药性的药材 而用毒药 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呀 难道不是给你治病 而是要将你毒死 远海看过来呀 丽阳呆愣原地 说不出话 他也晕了 正常情况下 对方能够一口说出 他的病症以及病因 应该可以治疗 但 弄出这么多毒药干什么呀 这是在联盟啊 丽阳自己的身份也不低 真要下毒弄出了人命 那少年也是很难逃得掉吧 单独是毒药 融合在一起 也许可以配置出 有奇效的药物 我记得不少特殊的药材 就是这样弄的 满是尴尬呀 丽阳只好自我安慰了 此时呢 少年已经分解完药材 一株株地向药顶中扔去 药物鱼已经炙热的药顶一触碰 立刻燃烧出熊熊火焰 慢慢地开始融化 好高的温度啊 见平常烈化极难的药材 眨眼功夫变成枝叶 所有人全都目光一领了 这温度高得可怕 就算是他们都未必扛得住啊 不对 突然 前妻的声音响了起来 她刚才用铁锤 砸的是普通晶铁 放在如此炙热的火焰上灼烧 按照道理来说 那个铁锅应该早就融化了 怎么一点模样没有变 还能够淬连药材 再次愣住 众人齐刷刷看去 同时皱眉呀 是啊 对啊 眼前的炉火 是刚才丽阳寻找药材时 带过来的 温度极高啊 中品灵气都很难坚持得住 对方只是将一块废铁 敲了几下 形成的药顶 早就应该承受不住 变成铁支了 怎么一点模样都没变呢 还是之前有黑的样子 甚至上面的锈字 都没有变化 沉思了一下啊 袁海盗 应该和他用墨汁绘画的阵文有关 还有一点 你们发现了没 咱们距离这么近 竟然没闻到丝毫的药香 众人再次愣住了 如此近距离的淬烈药物 而且还是长口的药顶物 药香应该会飘得到处都是啊 可现在呢 丝毫都嗅不到 说明药物的药性被完美的封印在锅内 一丝都没散出来啊 这就有些可怕了 炼丹炉之所以有盖子 周围密封 就是让药性不散出来 一个长口的锅 也能做到炼丹炉的效果 明显有问题啊 是他画的那些封禁图案 将药顶周围的空间都封禁了 别说药香 连火焰的热度都没有办法散出来 仔细看了一会儿 反应过来 前期继续说道 不信的话 你们看锅内的火焰 并不是向上燃烧 而是抱团燃烧 如同被无形的屏障囚禁了一般 众人再次齐刷刷看去 果然看到炉火燃烧 形成的火焰和浓烟 圆球一般的悬浮在锅的上方 一丝一毫都泄露不出去啊 甚至周围都没有半分炙热的感觉 他用毛笔随便画的阵纹 封禁不仅有效果 威力还不弱呢 总算明白过来赵迅瞪圆了眼睛啊 阵纹都是用刻刀雕刻在灵冰上 封禁呢 大多是用真元编织 用毛笔随便画 居然也有效果呀 而且还能禁锢空间 这也太逆天了吧 虽然不想承认 但是却不可否认 这是事实 前妻苦笑啊 说实话 他现在也是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这种在他看来啊 完全不可思议的事 对方竟然轻松就完成了 真不知道底是怎么做到的呀 随便把脉就能看出 立阳体内的病症 随便乱化就能弄出 威力强大的阵纹和封界 不得不说 这位苏天牙尽管修为不高 手段的确不少啊 也有可能和墨汁有关 据说有些宝物调制出的墨汁 就有某种特殊的功效 中人点头 不过呢 不管具体是什么原因 这位少年的可怕 此时已经体现出来 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主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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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剧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牙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南哥市 路销 第306章 此时啊 少年已经将药材全部催炼完毕 又将刚才团好的汤圆 倒了进去 再次取出铁锤 对着药顶 开始敲击 叮叮咚叮咚 金铁交机啊 发出清脆悦耳的鸣响 声音中 众人都从感慨中回过神来 看向少年呐 再次对望 前妻等人更加迷茫了 这是 把锅当鞭钟来敲了 火焰的温度不同 铁的韧性就会发生变化 再加上药液的滚动 导致每次敲击声音都不一样 可以形成乐曲 可 这样做 是为了什么呢 远海不禁难难自语啊 不得不说 对方敲击的音乐十分动听 给人一种悦耳的享受 可谁能告诉我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跟炼制药物 没有半毛钱关系吧 难不成 药物也需要听音乐 哄的一声 正一头雾水的时候 少年停住了敲击 轻轻一抓 风尽消失 空气发出了波的一声 几枚丹药顿时悬浮而起 周围一圈圈的白色丹云 激荡不休啊 丹云击药 丹云击药啊 瞳孔收缩 四位大陆最顶尖的超级天才 再次愣住了 说不出话来 丹云击药啊 是最顶级的丹丸 他们只在传说中听过 从未亲眼见过 眼前这位少年 竟然轻松炼制成功 难道 炼制这种级别的丹药 不能用正常的丹炉 只能用一口铁锅 才可以做到 真要是这样的话 消息一旦传出 必然轰动大陆啊 让无数炼丹师 为之疯狂 唉 苏隐这边 建丹药成功 忍不住松了口气 微微一笑 炼器 诗道 阵文 炼丹 医道 月道 绘画 读诗 封禁 九种灵器啊 已然可以动用八种 就差湿道一个了 只要这个也完成 就可以轻松将两道复合灵器 进一步融合 从而呢 顺理突破 轻轻一抓呀 空中悬浮的丹云极丹药 被抓在掌心 它转头看向不远处的丽阳 这是给你炼制的打虫药 直接服用 身上的病症就可以解决 随手接过 丽阳眨巴几下眼睛 脸上露出了纠结之色 虽然是丹云级别的丹药 事所罕见 可这药丸里面融合了很多毒药啊 毒性之大 就算是虚仙境强者 也未必扛得住 这药 吃了真的能够解决隐患 而不是将自己毒死啊 苏兄 时间不多了 现在只剩下不到一刻钟 丽阳正在纠结 一侧前妻的声音响起 从开始计时到现在啊 已经过去了接近五十分钟 半个时辰的时间 很快就要结束了 若时间结束 苏尹还没有完成突破 就说明啊 他打赌失败 我知道 微微一笑 苏尹并不着急 而是抬头看向眼前的丽阳 带着疑惑 你不是被病症困扰许多年了吗 为何不吃啊 根据他的诊断 对方被那道真源困扰了许久了 此时有了药 能够治疗 应该不会犹豫才是 为何这么纠结呢 黑银草 断耳魂花 七步草 童心缠退 阴阳木等药物 都蕴含剧毒吧 咬了咬牙呀 丽阳将心中的疑惑说了出来 见他担心的是这个 苏尹轻轻一笑 哼 我刚才就已经说了 你体内的东西 伴随不断吞噬你催炼的真源 已然有了自己的意识 算是生命体了 想要彻底解决 只能想办法驱逐体败 不过呢 这样做的话 等于将你这些年修炼的力量 消耗一空 白白浪费了这么长时间 最好的办法并不是驱赶 而是将那道真源 诞生的意识毒杀 这样 真源一就会留在你体内 非但没有坏处 反倒成就了你 只要成功 短时间内连续突破 不算什么 这 眼睛瞪圆呐 立阳这才明白过来 脸上满是尴尬 多谢苏兄 如果真能解决病症 必定感激不尽 以后有所差遣 必然遵从 说完不再纠结 仰头将丹药吞了下去 对方都说得这么明白了 再畏首畏尾 也没资格被称为天才呀 咕噜噜 丹药入喉即化 下一刻 立阳就感到了一股温暖的热流 对着体内内道 让他恐惧的真源涌了过去 耳朵中听到一声巨大的鸣响 紧接着一口鲜血喷出啊 立兄 立兄 众人一愣 急忙向立阳这边看了过来 目光再次投向苏尹 眼神中全都带着不善了 无妨 微微一笑 立阳连忙摆手 吐出鲜血的他并未感到受伤 反而觉得一阵轻松啊 好像去掉了身上的麻袋和腹中 所有的力量快速流经全身 说不出的舒爽啊 哼 真源运转 那道困扰他许久的真源 一声轰鸣 爆炸开来 化作一团团热流滋养全身 咔嚓咔嚓 本来禁锢的虚仙三重的修为 已经解决了对方体内的病症 不知过了多久啊 立阳晋升的修为停了下来 虚仙六重跌峰 一番进步啊 竟然直接超过了前期 成了四人之首了 也难怪啊 这些年修炼的力量 都被那道真源吞噬了 现在反馈回来 等于这些年的积累加在一起 自然势不可挡 当然了 因为没提前准备 浪费了不少 否则单凭一道残破的真仙真源 就足够他冲击虚仙九重了 多谢苏兄 感受到体内的力量变化 立阳激动得眼睛透红 扑通一下跪倒在地 感激之情 一于眼表啊 对方毒死真源 不但帮他提升了修为 还等于救了他的性命 这份恩情实在太大 粉身碎骨都难以报答呀 太客气了 快快请起 苏尹连忙将他扶起 苏兄对我有再造之恩 以后无论让我做什么 都不会违背 站起身来 立阳目光坚定 这样说的意思 是想告诉前妻等人 此刻的他 已经和这个少年联合 再不与其他三人威武了 举手之劳而已 微微一笑 苏尹话音未落 前妻略带冷淡的声音 响了起来 能帮立阳治好病者 你的确有本事 但说好的半个时辰 现在只剩下三分钟 貌似 你距离修为突破 还有很大的一段差距 虽然他对这个少年 没了那么多的敌意 心中也很是佩服 但感情是不可能让步的呀 半个时辰结束 对方还没有突破 永恒三重的话 就算是输了 再不能打扰古灵儿 啊 只是三分钟 没想到给自己治病 耽误了这么久 立阳脸色变得煞白呀 足够了 不理会他的紧张 感受到随着对方 修为突破 那道失之气 也可以开始运转 苏尹忍不住 笑了起来 卓尹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 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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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尤其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 有声剧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门 本集书出CV 南瓜南少 陆霄 第三百零七章 炼制丹药 毒杀真元的意识 指点立昂吞噬灵力 让他突破 等于有了半师之意啊 就在半个时辰 只剩下最后三分钟的时候 苏隐丹田内九种灵气 全部可以移动 如何 不去管众人的表情如何 苏隐双眼闭顶 精神移动 两道融合灵气 立刻靠近 以一道和阵纹为纽带 进一步快速融合 眨眼功夫 就汇聚在一起 见剩下的时间这么短 少年却一点都不紧张 前期不禁皱了皱眉啊 永恒二重突破三重 没有虚先突破小级别那么难 也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啊 短短几分钟内就可以成功啊 更何况呢 他与对方约定的是达到第四重 不管怎么看 都是那少年输定 明知道必输无疑 却一点都不紧张 还说时间足够 这家伙不是傻了 就是有更厉害的底牌啊 对方刚刚展示出 这么多神奇的手段 不足半个时辰 就让丽阳的态度 发生了180度的变化 说明他肯定不是傻子 那么这位苏天牙的底牌 到底会是什么呢 纵观已知的历史啊 就没听过 有谁能在短时间内 突破至少两个级别的 灌顶都不行啊 前期正在奇怪呢 就见对面的少年 缓缓睁开眼睛 微微一笑 向他这边看了过来 超等灵机呢 是不是可以拿出来了 这 看了一眼时间 还剩下不足一分钟 前期实在想不出 对方到底如何翻盘 哼 就算给你灵气 你觉得这么短的时间内 还来得及成功突破吗 口中嘲弄 他却也没有为难少年 轻轻一点 身上携带的超等灵机 立刻化作了一条巨龙 向对方飞了过去 不愧是乾坤宗的继承人啊 这道灵气虽然和一个完整的超等灵脉相比 差了不少 却也和一条半超等灵脉相差不大了 足够两三个虚仙巅峰强者同时修炼 灵脉紧张的情况下呀 前期还能直接拿出这么多 足见乾坤宗的强大呀 以及宗门对他这个天之骄子的重视 苏尹手掌轻轻一抚 灵气巨龙立刻在周围不停徘徊 他再次看向远海等人说道 你们几位的超等灵气也拿出来吧 这些似乎不够 揍了揍没呀 远海赵迅还是将携带的超等灵气送了过去 没有前期这么多 却也远超一般虚仙境强者携带的数量 至于丽阳呢 不仅将带着的灵气送了过去 灵时之类的也送了不少啊 灵气是我们的赌注 你说了的话 用多少需要赔我们多少 见他们放出一道道超等灵气 在对方面前乖巧的如同猫咪 远海满是郁闷啊 哼了一声 放心 我要输了不会赖账的 见灵气到位 苏尹再不压制丹田内的吞噬之力 全身穴道同时动开 下一刻 四周徘徊的灵气巨龙 立刻像是看到了香波波 拼命地向他体内灌涌啊 剧烈的轰鸣宛如要将空间撕裂 在少年头上汇聚出一个巨大的灵气风暴 立阳拿出的灵石同样爆炸开来 让七流汇聚得越来越雄厚 灵气越涌越快啊 发出潮汐的声音 幸亏这里是修炼室附近 闹出再大动静也引不起别人注意 否则呀 肯定早就被无数兵士围攻了 这 这是突破 不是巨魔跑过来炸毁捐成的 哪里见过这种突破的阵仗啊 前妻等人吓得脸色发白 不停颤抖 俗话说呀 一口吃不成个胖 适用于普通人 更适用于修炼者 一次性吞噬灵气太多 无法炼化 很容易造成不可恢复的伤害 破坏修行的根基 得不偿失啊 正因如此啊 他们即便是千年不遇的天才 吞噬灵气也和普通人一样 一点点的水滴石穿 而不是动摇根本 节则而鱼 可眼前这少年呢 竟然一下子将他们拿出来的超等灵气 全部吞掉了 这家伙到底在想些什么呀 真的不怕灵气来不及转化成真元 最终导致暴体而亡吗 不对 像是发现了什么 远海瞳孔收缩呀 这些灵气 好像不是被他吸收入体内的 而是争先恐惑地钻进去 并且主动把自己淬炼成真元的 也就是说 灵气进入体内后 直接就变成了最精纯的力量 主动 不用淬炼 前期赵迅等人一待 越高等的灵气就越高 越难以吸收 这是定理 他们即便贵为天才 吸收链花起来同样很麻烦 从未听过呀 又超等灵气主动往人体内钻 还主动淬炼成真元 真要如此的话 就等于将自己散落在外的修为 重新回收 根本不需要时间呢 几人齐刷刷向少年看去 果然看到一条条粗大的灵气 围绕在对方面前 哈巴狗一样的谦卑呀 进入穴道前把自己锤打成 适应对方的真元也就罢了 似乎还担心被少年嫌弃 乖巧到了极点啊 这真的是超等灵脉诞生的超等灵气 震惊还没结束呢 吸收了转化好的真元 苏隐丹田内一连串的轰鸣啊 浑身的气息 立刻肉眼可见的向上飙升 永恒二重的桎 眨眼功夫就被冲破 紧接着三重四重 短短十个呼吸不到的时间 已然达到了永恒九重巅峰 啊 在场的四位天才 同时张大了嘴巴呀 这已经不是突破了 感觉像是将以前就修炼好的修为 展露出来而已 不然怎么可能突破得这么快呀 作为超级天才 就算比一般人进步得更快 也是一个小级别 一个小级别的进阶呀 这样按呼吸进击的 做梦都不该想啊 哼 震惊还没结束呢 永恒境的桎梏已然被冲破 少年的修为在虚心二重左右 缓缓停了下来 感应了一下时间 前妻身体猛的一晃 差点吐血呀 还差半分钟才到半个时辰呢 也就是说 对方从开始冲击永恒三重开始 到进击到虚心二重结束 一共就用了半分钟 九个小级别 一个大级别 半分钟之内完成啊 一直以来呢 他都自诩天才 进步速度极快 有绝对的资格与外人炫耀 看到眼前这一幕啊 才明白过来 所谓的天资 算个屁呀 习是 就是逗我们玩的 喃喃自语的声音响起 原还想哭啊 对方真正突破 就在这半分钟时间 跟治病有半毛钱的关系啊 明明这么短时间就可以完成 非要和他们打赌半个时辰 明显是为了照顾起人面子 不让其自卑呀 结果呢 他们还天真的以为 人家完成不了 真够丢人的呀 这天赋 足可以称得上 有史以来第一了吧 心中感慨 远海声音继续响起 话音未落 就见不远处的少年 终于停止了对灵气的吸收 露出了郁闷之色 哎呀 就到虚心二重 这进步也太慢了吧 四人捂住胸口 说不出话了呀 这说的是人话吗 短短半分钟 从永恒二重进步到虚仙二重 还他妈不满意 觉得太慢 不太这样装逼的好吗 你这叫慢 我们那叫啥呀 原地如动啊 一瞬间呢 几个青年才俊 都觉得自己白活了 不能浪费了 剑突破停了下来 知道修为增长 已经达到极限 苏隐轻轻一抓 空中还未完成的灵气 立刻凝聚成一条直线 钻进了真龙剑中 这柄剑呢 本就蕴含了一道 半超等灵脉 只要搜集的灵气足够多 完全可以蜕变成为 真正的超等 也就是说 只要真龙剑蜕变成功 苏隐等于随身携带着一条 超等灵脉 带着一个宗门呢 卓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呜 谁在叫我 本集有请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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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欢迎收听 有请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 有声剧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西微 南瓜南少 六欲 八 杜骁 第三百零八章 将灵气吸收干净 苏尹再次看向丹田 回游得摇头啊 刚才说晋升太慢 不是装逼 而是真心话 将九道真气完美融合 本想着呀 最少可以冲击虚仙六重七重 怎么都没料到 只到二重就停止了 果然越向上晋升 对力量的要求越高 想要成为真正的虚仙巅峰 怕是要融合十道灵气以上 虚仙二重 在大眼周呢 算得上无敌 可是在虚仙满地走 永恒不如狗的前缘萌 还是有些太弱了 看来呢 还需要尽快地去显生 去融合更多的灵气 至少也要和丽阳的实力相仿才行啊 有了目标 苏尹不再纠结 一口灼气吐出 这才看向眼前的四人呢 哦 时间应该没超过吧 给丽阳治病 耽误的时间的确太久了 不然他早就突破了 不会这么麻烦的 没成功 众人同时点头 虽然心里不甘 但作为天才 有属于自己的骄傲 不可能随意抵赖 输就是输 没什么不敢承认的 只有坦然面对 才能化为进步的动力 以后呢 越来越强 亲眼见到苏兄突破 才知道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功身抱拳 前妻以前的敌意 全部化作佩服了 也只有你这样的天才 才能够配得上灵儿姑娘 难怪她对你情有独钟 我前妻发誓 从今以后 再也不骚扰灵儿姑娘 我也愿赌服输 从今天开始 灵儿就是苏嫂 再敢妄想 死无葬身之地 袁海也连忙点头 赵迅丽阳呢 紧跟其上 苏尹无奈 她和古灵儿认识 总共不到一个时辰 所谓的爱慕之类 纯粹胡说罢了 不过呢 众人没敌意也是好事 免去了她不少麻烦 刚才听苏兄这话 似乎对突破的速度 并不满意 难道 苏兄用了什么 特殊的修炼方法 才能够如此 后期勃发 放下念想 众人轻松了不少 前妻忍不住 将疑惑问了出来 一下突破这么多级别 绝对不是正常的修炼 可以做到的 极有可能啊 这位使用了一种 他们从未听过的秘术 倒也不是 就是积累到了而已 苏尹白手啊 特殊灵气 以及她修炼的事呢 自然不能说出来 积累到了 这是积累啊 几人苦笑 一下突破一个小级别 叫做积累 一下突破九个 这已经是逆天了 好不好 我看苏兄现在 不过十七八岁 不知积累了多久 才能够拥有如此力量 难道 天生聪慧 一出生就开始修炼 传说 万年前的天才林玄 从离开娘胎 就能口吐人言 就可以修炼 当然了 这些都是后背 以讹传讹 把林玄的世纪 神话后的说法 观作以前呢 大家是肯定不信的 但亲眼看到这一位 年纪轻轻 就能有如此修为 众人忍不住 有些动摇了 没想到前妻 会说出这话 苏尹摇头啊 一出生就修炼 哪有这样的天才啊 我修炼比较晚 而且资质比较愚钝 十八岁前 一点修为都没有 甚至连巨蜥一虫都不是 别说和你们比了 一些普通修炼者 也远远不如 我 你说啥 众人一呆 啥意思 十八岁以前 一点修为都没有 那你现在多大了 赵迅忍不住问道 十八岁啊 众人无语啊 你的意思 从开始修炼 到拥有现在的修文 连一年的时间都不到啊 啊 苏尹思索了一下 点了点头 差不多三天了吧 她是离开禁地的第四天 才知道可以 搜集特殊灵器 让修为进步 仔细算算的 已经修炼整整三天 时间过得好快呀 现在一想呢 以前没修为的日子 还恍如隔世 宛如没过多久一般 众人张大嘴巴 全都说不出话了呀 三天就从没修为 进步到虚邪二重 这他妈是耍我们玩的吧 可 亲眼看到对方进步的速度 如此恐怖 不像作伪呀 一瞬间呢 众人都有种感觉 自己的天资相比之下 成了假冒伪劣的 说不出的心塞呀 苏尹这边突破 古灵儿也终于将 所有的事情解释完 从长老殿走了出来 灵儿 才走了几步 饭店主匆匆跟了过来 前妻等人性格极傲 又都对你情有独钟 我刚才送他们去休息的时候 就看出 他们对那位苏天牙 抱有敌意 你过一会儿劝阻一下 且莫闹出事端 嗯 古灵儿点头啊 我会好好说说 前妻等人的想法 他早就看出来了 只是呢 对他们没感觉罢了 那就好 劝祖丸一起带到封禁殿 巨魔一族 死了五大魔王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我听说 他们已经开始调兵前将 随时都会进攻了 提及当前形势 饭店主不禁面带优色 咱们也要加快速度了 是 古灵儿应了一声 也不多说 急匆匆向修炼室的方向走去 同时啊 满是担忧 但月前妻的人 没有鲁莽 前妻的脾气 他知道得很清楚 在长老店都没忍住 更何况私底下呢 真怕闹出矛盾啊 不过 这样也好 刚好也可以测试一下 那少年的真正修为和实力 古灵儿也想对那位神秘少年 有更多的了解 因此啊 给他修炼室的令牌 也有些这种试探的意思在内 绕过一道矮墙 一连串的修炼室出现在眼前 古灵儿四处张望啊 果然看到了几个人的身影 傲然站立在前方 四周的空间轻轻晃动 像有灵气刚刚冲刷过 又像是散发着战斗的余波 不是别人 正是前妻远海他们几个 此时苏天牙正被四人围在中心 看起来那么虚弱 那么无力 可恶 瞳孔一缩呀 古灵儿再顾不上多想 身体一晃 急匆匆冲了过去 对着前方几人一声大喝 前妻 还不住手 人在空中就祭出一柄长剑 破空展落呀 嘶啊一声 空间立刻出现了一道裂痕 也清晰地展露了她的修为 虚弦七冲 难怪让前妻都忌惮不已 这份实力 果然称得上年轻一辈的魁首 剑气还没来到众人跟前呢 随即看清楚眼前的场景 古灵儿面皮猛地一抖 快速将力量收回 因为收得太快呀 有些没控制住 差点从空中掉下去 出现在她眼前的 并不是前妻等人在欺负苏天牙 而是四人如同乖巧的随从一般 满脸堆笑地看向少年 给人一种 随时都会败倒在地的感觉啊 古灵儿小姐 见她出现 众人连忙后退了几步 一副生怕别人误会 要跟她断绝关系的表情 你要找苏兄吗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哦 古灵儿一呆啊 她没病吧 半个时辰前杀气腾腾 恨不得将这少年剁成碎肉啊 怎么转眼不见变成这样了 看向少年 女孩迟疑了一下 忍不住问道 他们 没欺负你吧 没有 虽然刚开始几人并不友善 但打赌过后啊 好了很多 更何况还提供了这么多的超等灵气呢 真没有 不用害怕他们报复 只要有我在 他们不敢的 真没有 苏银点了点头啊 满是疑惑地看向前妻等人 又看了看一脸笑意的少年 古灵儿眉头皱紧 满是不解啊 根据她对前妻等人的了解 绝不可能随意放弃对她的执念 之前还气势汹汹的 怎么会突然怂成这样呢 算了 牙修 跟我们去封金殿吧 见少年不承认 直到没办法仔细询问了 古灵儿也只好 就此作罢 卓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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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华托 杜肖 南哥市 全有 第三百零九章 对于封金殿的事啊 古灵儿之前完全没有提过 苏尹对此充满了疑惑 封金殿 有万年前某位高手留下的一件仙器 这次召集诸多才俊过来 就是想试试 有没有人能够成功将其炼化 见他不知去封金殿的原因 古灵儿解释道 前妻他们也是为了这件事而来的 苏尹这才明白过来 难怪能一下子来这么多青年才俊 闹了半天呢 是为了炼化封金殿的仙器 眼中光芒一闪 苏尹满脸期待地问道 诶 我也可以试试吗 当然 只要是人族 愿意与巨魔战斗的都有资格 你天资这么高 不比他们几个弱 虽然现在修为弱了一些 但只要有足够时间修炼 肯定会变得更强 古灵儿微笑地向他解释 一句话还没结束呢 突然嘴角一抽 愣在原地了 你的修为 刚开始担心他被前妻等人揍 没怎么注意 此时提到修为 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啊 这位少年体内气息肆意汪洋 给人一种飘飘欲仙之感 明显和自己一样 真元和生命层次 都有了巨大的蜕变呢 他的修为不是只有永恒二重吗 怎么是虚仙二重呢 神识蔓延 再次感应了一下 没错 的确是虚仙强者呀 古灵儿彻底懵了 真的是半个时辰不见 而不是过了十多年了 看出了他的震惊 苏隐笑着解释道 啊 刚才前兄元兄几位提供了超等灵气 我就顺便突破了一点 这件事啊 早晚都要让他知道 与其遮掩 还不如光明正大 反正前妻等人已经看到 想要隐瞒也隐瞒不住啊 切记突破 还一点 你 你这是晋升了九个小级别啊 古灵儿快要疯了 开玩笑的吧 就算以前在大眼周 没接触过超等灵气 第一次接触呢 会有大幅度的进步 可也不至于进步这么快吧 永恒和虚仙是两个生命等级啊 这么短的时间跨越 传出去绝对不敢让人相信 前妻等人笑了起来 看古灵儿这震惊程度 也跟他们都差不多 哎呀 算了 还是别说出真相了 不然呢 给他知道 对方只用了半分钟就拥有这种实力 真不知会不会承受不住 当场疯掉啊 既然雀风进殿 那就快些走 摇摇头 前妻当先向一个方向飞了过去 远海赵迅呢 紧跟其上 苏文公 咱们也走吧 丽阳并未追上去 而是小心翼翼地来到跟前 买是崇拜地看向苏尹 见这位居然执弟子李 而且称呼恩公 古灵儿再次一将 看向对方的修为 同样头皮炸开啊 丽阳 在四大天才中啊 算得上是最弱的 怎么同样短短半个时辰不见 暴增四个级别 达到虚仙六重了 虚仙境这么容易突破了吗 最关键的是 刚才还敌意满满 此刻谦卑得像是弟子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 再忍不住 他看向身边的少年 他们都走了 咱们也快点跟上吧 懒得解释啊 苏尹纵身跃起 跟在前妻等人身后 向前飞去 见他不说 古灵儿只好带着满心的疑惑 跟了上去 说实话 这位少年啥都好 就是太低调了 太谦逊了 太稳健了 有时候真让人气得牙痒痒啊 如果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让他高调一次 而不像现在这样劳成 摇摇头啊 一个个想法在女孩脑海中乱转 众人都是虚仙境修为 速度很快 不一会儿呢 一座大殿出现在面前 这里自然不是真正的封禁殿 而是绝缘城诸多封禁师 用来抵御巨魔的临时斜脚点 即便如此啊 灵气也十分充足 一看就知道 下方埋藏了一条真正的超等灵脉 苏尹向四周看去 一道道封禁虚影出现在瞳孔之中 悬挂在城墙的上方 宛如亮晒的渔网 这些虚影呢 和前世的无线电波一样 不激活的话 普通人不可能看到 而他不同了 专门做过训练 隐藏在浑浊水底的细线 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更何况这些明出的线条呢 力量集中在双眼 苏尹立刻看到半空中 一张张渔网密密麻麻 层层叠叠 不知悬浮了多少啊 数量浩瀚如海 种类繁多四星 如同进入了卖鱼网的市场啊 苏尹不禁一阵 想布置这么多封禁 即便是他 也需要最少几个月的工夫 难怪巨魔无法突破 只要有足够的力量 将这些东西运转 想要破开的难度 不亚于撕裂界域的屏障 界域屏障 是两个界域之间 特有的空间隔阂 比正常的空间更加稳定 真仙强者都很难破除 虚仙呢 来的再多都无用 或许正因如此 举摩一族尽管强势 却也没有办法突破这里的防御 心中震撼 苏尹继续看剧 无数余网的尽头交融在一起 汇聚成一根粗大的线条 向前方的大殿蔓延而去 难道是一整个儿 这些封禁呢 密密麻麻 蔓延了不知多少里 如果只是一个的话 就有些可怕 即便是它 都未必能够编织得出来 满是不敢相信 苏尹仔细看去 很快摇了摇头 是构架封禁的人 手段太强 硬生生将数万个封禁 完美地交织在一起 虽然不是一整个 却相差不大了 如果将一个个封禁 当成电子元件做构架的人 就是弄出了一个电路图 将其穿连在一起 这样做呢 对力量的消耗虽然很大 却将每一个封禁 都联合在一起 一旦运转 缺陷更少 威力暴增数倍 乃至数十倍 就像其中最强的那道 禁锢封禁 正常情况下呀 一个虚仙跌峰 配合仙气就可以击破 但有了其他封禁的联合 别说一味虚仙了 就算来上十个 都未必能够撕扯得动 都说人多力量大 不仅仅针对人 数量多呀 对封禁也有加强力量的奇效 一个渔网很容易破开 数量多了 连冰山都能拖走啊 不过呢 道理谁都懂 想要真正做出来就难了 关联这么多封禁 还能兼顾各自的属性和威力 需要极其精妙的构思和设计 与前世的芯片构架一样 不是简简单单就可以完成的 这些已经牵扯到 他第六次考核的内容了 根据之前的经验 已然远超前缘大陆 九品封禁师所学 不知这些封禁 是谁弄出来的 再忍不住 苏颖看向身边的女孩 自然是封禁殿的诸多封禁师 搭建而成 不知他为何会这样问 古灵儿回答道 不可能 苏颖摇了摇头 这构架绝不是人多就能做出来的 这个联合封禁呢 纹路清晰 构思精妙 一开始就将进攻防守 补充等封禁的位置留了下来 而且呢 很多结构和转折极其相似 绝对出自一人之手 而非多人协作呀 正想询问清楚 就听一个不悦的声音 在不远处响了起来 好 听你的意思 是在质疑我们封禁师的实力 转头看去啊 说话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 半白的胡须 头戴方巾 一袭长衫喜的略微有些发白 五指修长 干净 略显瘦弱 请副殿主 看清对方的容貌 顾灵儿急忙抱拳 向双方介绍道 这位是封禁殿的秦园副殿主 大陆有名的九品边封封禁师 秦殿主 这位苏天涯 是我的救命恩人 救命恩人 愣了一下 秦园副殿主捋着胡须道 能救下灵儿 说明有些本事 可即便如此 也不能目中无人 我没这个意思 只是觉得这里的封禁 与城墙外的禁制连接在一起 结构精妙 令人赞叹 感觉并非多人写作 能够做得出来的 才由此感叹 你能看到两者有关联 秦园一下子愣住了 听到这话 古灵儿也疑惑地向苏尹 看了过来 主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 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 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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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尤其玛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 有声剧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门 本集出场地位 南瓜南少 华美 全有 第310章 封禁不运转的时候 很难看出什么 正因如此啊 才有隐蔽性 这里的封禁和城外的封禁呢 连接在一起 古灵儿是待了多年 通过老师告知才有所了解的 这位少年居然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难道他不仅对镇文了解极多 对封禁也有一定的领悟 苏尹对着秦园副店主轻轻点头 承认自己可以看出封禁之间的联系 说来听听 再没了刚才的质问 秦园道 你还是第一个 头一次到这里 就能看出两者有联系的人 说给我听听 如果能说对两者的话 我不介意魄力 受你为徒 是 雅修 不妨可以答应 激动的脸色帐红啊 古灵儿急忙传音过来 虽然这位秦园 只是封禁殿的副店主 但要对封禁的理解 绝对在店主之上 只是他喜欢研究 不喜欢抛到露面 更不喜欢处理琐事 才不愿意去做店主那个位置 这些年来 不知多少天才想要拜信门想 这位秦副店主都不屑一顾 做梦都没想到 今天一出现 就说出了这话 对任何人来说 都算得上巨大的机缘了 前妻等人也明白这点 一个个激动的呼吸急促啊 收图就算了 如果你想听 倒是可以说说我的意见和看法 打断了女孩的话 苏尹说道 这里的封禁虽然让她惊讶 佩服 却还没到拜师的地步 有意思 见自己第一次主动想要收图 竟然被拒绝 秦元呢 同样愣了一下 露出了失望之色 年轻人有傲气是很好 但太傲了 也未必是好事 算了 你说吧 让我看看对封禁 到底能有什么样的领悟和理解 这种自视甚高的年轻人 她见得多了 有些天赋就觉得自己了不起 其实呢 在她这种老牌修饰眼中 不算什么 谁一年轻时还不是个天才啊 懒得计较对方的态度 苏尹道 以封禁电为中心 构建整个绝缘城的封禁网络 这样做呢 能用最快的速度 解决数百里出现的变故和问题 让数万个联合搭建的封禁 犹如一体 是很好的构思 可惜也有一些不妥在内 首先 真元会伴随传送距离的增加 而相对应的衰减 这点不用我解释 秦殿主也应该明白 秦元点头啊 真元受精神控制 有局限性 修为达到虚先 方圆数里乃至数十里 都可以很容易控制 可到了百里开外 就没那么简单了 而且啊 真元距离身体越远就越弱 到最后呢 会逐渐消失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封禁增加了 可以输入力量的路径 加固了纹路 让其能够承受更多 更雄浑的真元 甚至融入了一些 辅助灵魂控制的手段 然而 治标不治本 对方的做法啊 如同WiFi 蔓延个十米几十米 问题不大 信号呢 也都很好 想要蔓延数百里 就难了 这时啊 盲目的增加路由器的功率 即便能增加输送十米八米 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因为啊 源头在信号的频率上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再大的功率 也不可能让数百里外 还信号满格 见他说的正是最本源的问题 清源咒了准没啊 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 哪有那么容易 作为天下最顶尖的封禁师 又在这里研究了不知多少年 这个问题一清二楚 可惜啊 知道归知道 解决不了 就没有任何办法 其实也不难 只要在这儿 在这儿 布置出两个空间封禁 力量就可以轻松传递出去 控制数百里外的力量 也会变得很简单 苏尹随手指了两个地方 空间封禁 愣了一下啊 清源摇了摇头 这东西不好布置 还会破开原本的封禁 稍有不善 就会成为最大的漏洞 得不偿失 对方所说的空间封禁 不少人都考虑过 和空间传送门有些相似 一旦布置出来 可以将真源 轻松传送到数百里开外 速度快 损耗少 而且呢 还容易掌控 但真要如此 就等于在原本封闭好的墙壁上 挖出两个窟窿 巨魔再想撕破 也就简单了 封禁的目的 就是为了挡住巨魔 自己挖窟窿 岂不是找死吗 还以为对方会说出 什么惊世言论呢 没想到居然是这个 一瞬间呢 清源露出了淡淡的失望 看来呀 还是期望太大了 如果我所说的空间封禁 不是窟窿 不是漏洞呢 知道他的想法 苏引道 我挖窟窿 如何传送 清源皱眉啊 你应该知道 魔族的祭祀吧 只要物品足够 介于屏障 都可以轻松撕破 但 只有祭祀的力量 可以穿透 其他力量想要透过 几乎不可能 苏引目光一闪 如果在这里加两个祭坛 通过这种力量 把真源传送到百里开外 是不是就没有漏洞 力量也更容易控制了呢 这 秦源一震呢 眼睛瞪圆 倒是可以 只是 这不属于封禁了吧 是不是封禁无所谓 只要融合在一起 能发挥更大威力 不比单一的封筑更加重要吗 苏引点头 思维要开阔一些 不要只受封禁限制 有道理 如醍醐灌顶 秦源全身僵住啊 再一次看向少年 没了刚才的轻视 反而带着佩服 虽然对方说的 只是一种理论 能不能成功还未可知 却等于提出了一种思路 一个新的方向 好好研究 未必没有结果 可还有其他想法 秦源忍不住问道 眼中充满了好奇啊 第二 整个封禁 东南西北四处 都有聚灵的静置 也有超等灵脉 为之运转 做法没问题 可对灵气的损耗呢 实在太大了 不说其他 光维持这个封禁 每年都要损耗一条 超等灵脉吧 苏引接着说道 秦源点头 封禁威力是很强 足可以挡住 巨魔的疯狂攻击 可也是个消耗灵脉的大户啊 堪比五个一流宗门的损耗 先不说这个封禁用得很少 百年都未必能用一次 就说一年一条 超等灵脉 若是不维持封禁运转 而用来培育天才 可以培育出多少位虚仙巅峰 这么多的虚仙巅峰同时出手 是不是也可以起到封禁的效果 苏引继续说道 封禁是人类的最后屏障 基本用不着 用不到还要维持运转 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损耗 当然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就好像前世 高端武器用不到 难道就不研发 不制造了吗 肯定不行啊 有了这东西 才能威慑其他国家 换来和平 这个封禁也是一样 因为这个屏障的存在 才能让巨魔忌惮 维持住平衡 才能让他们不疯狂进攻 不然呢 魔族早就冲过来了 人类也不可能 坚持这么多年呢 秦源正想将这些说出来 少年就打断了他的话 我知道这东西必须有 但可不可以 让它在运转的时候 吸收灵气 不用的时候 就不损耗灵气呢 怎么可能 秦源摇头 话音未落 就听少年继续道 为何不可能啊 振文就是如此 不用的时候 一点力量都不损耗 使用的时候 立刻发挥出超绝的威力 秦源再次说不出话来 这的确是振文的优势 不理会秦源 震惊中带着恍然大悟的表情 苏隐继续道 第三 这些封禁太过复杂 一旦敌人来袭 需要封禁师才能运转和维持 普通修炼者再强 也没办法 如果 巨魔用某种办法 提前斩杀了所有封禁师 这东西会不会成了摆设 再没了效果呢 这 听到少年的问话呀 秦源嘴巴张开 不知如何回答 卓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哇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剿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 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有请小事书 我来了 欢迎收听 尤其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 有声句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华峰 全员 郭毅 第三百一十一章 封禁太过繁琐 即便是秦源 也需要研究多年 才能更好的运转 真要封禁殿被灭呀 的确会变成摆设 再没半点作用 苏尹继续说道 第四 所有网络都汇聚在封禁殿 说明所有力量 都在这里控制和处理 一旦一位超级强者 偷袭过来 毁掉封禁殿 封禁是不是也就没用了 WiFi覆盖的再广 只有一个的话 也有很大的麻烦 只要切断电源 就会变成废铁 再没半点作用了 封禁也是如此 所有网络都集中在这里 看起来更容易控制 可也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一旦封禁殿损伤 整个封禁都会瘫痪 再发挥不出半点作用 说白了呀 就是没有备用方案 第五 第六 第七 懒得理会对方 苏尹继续开口 短短几分钟 就说了十几条问题 如此强大的封禁 在少年面前 似乎变成了废品 一文不值啊 不可能 不可能 眼神涣散 不断摇头 秦元副店主 再没了刚才的模样 反而像是斗败了的公鸡呀 古灵儿前妻等人 则瞪大了眼睛 面面相去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虽然啥都没听懂 可亲眼看到秦副店主的态度变化 再傻也明白 这个少年在封禁上的造诣 不比对方弱呀 没什么不可能的 再强的东西都会有漏洞 会有缺点 不过呢 只要认清问题 更好地处理 就不再是问题 反而会成为引诱敌人的陷阱 苏尹随手一指 不说其他 就说这处 如果在这里 加上一个传送阵闻 一旦敌人前来偷袭 就会被传送到 预先埋伏好的陷阱 是不是就能解决不少问题 还有此处 增加两道线路 是不是就算封禁店被毁 远处也可以控制了 看向对方所说的位置 秦元瞳孔收缩 他说的不错 只要在这些地方 融合上最硬的封禁 的确能起到绝佳的效果 一些隐患 也会因此解除 不对 意识到什么 秦元拳头捏紧 不由自主的颤抖 你能看到这些封禁线条 他知道有封禁 在什么地方 如何布局 是因为研究多年 又看过图纸 对方第一次来 这些封禁又没运转 怎么可能知道这么清楚呢 说的分毫不差呢 刚才没注意 此刻才想起来 可以啊 苏音点头 脸上的表情 明确告诉对方 这不明摆着吗 难道是 破妄言 邓大眼睛啊 秦元再没了之前的沉稳 反而脸色有些丈红 传说中 有的人 一出生 就可以看破一切虚妄 看到隐匿的网络 这些人学习封禁 就好像开卷考试 简单至极啊 万年前的临选祖师 据说就是如此 这才能将封禁一数 发挥到极限 远超其他人啊 难不成这位也有 破妄言 真要如此 也就能解释 为何一来到 就能看出这么多问题了 那是什么 苏尹皱了皱眉啊 不是训练一下 就能看到吗 反正他以前看不到 训练了一段时间就行了 本以为是很简单的事 难不成很难做到 训练 这是天生的 后天训练不可能做到 就好像先天颜色 分辨失衡的人 再怎么训练 也不可能看出其他颜色 秦元摇头啊 突然想起什么 除非 说到这里 急忙抬头 看向面前的少年 连续转了两圈 眼中的震惊之色 越来越浓啊 果然是先天道体 难怪 先天道体 有什么不同吗 当然不同 见少年不明白 秦元解释道 先天道体 是一种适合大道的特殊体质 破望眼这些 普通人无法修炼的东西 这种体质 只要找到合适的办法 都可以学会 也就是说 这种身体 先天没有的能力 都可以后天学习 含成修行界 第一身体 哦 原来如此啊 苏尹恍然大悟啊 一直不能修炼 还以为所谓的 先天道体很垃圾 只是名字上好听 实际上没卵用 没想到竟然这么厉害啊 难怪那么多职业 他一学就会 一会就惊 还以为是 两世为人的缘故 闹了半天 和先天道体 有极大的关系啊 这个 安静了片刻 秦元脸色微红 略带迟疑地说道 我有个不情之情 不知可否 可否 不好意思啊 我已经有老师了 不会拜师的 苏尹连连白手啊 不是 不是不是 秦元连忙说道 我是想说啊 您是否缺弟子啊 我想带你为师 文听此言 苏尹一呆 前妻等人也张大了嘴巴 一个个说不出话了呀 这可是秦元副殿主 号称天下第一封禁师 也不为过呀 别人都是求着 做他弟子 而不被允许 现在竟然是他本尊 求着 做别人的学生 一瞬间 众人都觉得 自己的世界观崩塌了 再次看向少年 感到愈发的崇拜了 同样面皮抖动 古灵儿满脸通红啊 之前他还让对方把握机会 趁机拜师 结果呢 最后竟然是 秦元副殿主 要拜他为师 还是他自己眼界太窄了 可以相互探讨 拜师 折煞我了 苏尹急忙摆手啊 哎 打者为师 你对封建的领悟远胜于我 不拜师 而却询问的话 属于偷役 君子不为 秦元店主连连摇头 这个 见对方满是认真 铁了心想要拜师 苏尹有些头疼啊 隐瞒本来的姓名 就是想低调 真要收了一个 副店主为学生 还怎么低调 不符合他的人设呀 空中 两个老者 向封建殿的方向 飞了过来 你们说 他们有人能成功吗 顾云秋问道 不好说 我只能说 难 另外一位老者 摇头叹息 这位老者 正是封建殿店主 全凤天 也是啊 万年来都没人成功 想在咱们这个时期成功 也的确有些 异象天开了 快点过去吧 老秦的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又臭又硬 我怕去完了 把那几位天才 都给吓跑了 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结 全凤天笑道 这倒是啊 这家伙太认真了 真怕他拉着几人考核 不通过不允许尝试 如此一来 封建石被炼化 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了 古云秋赞同的点头 就算是他呀 拿这位秦源副店主 也是没有任何办法 可惜对方有这个本事 即便脾气差点 也只能忍受啊 全凤天突然想起什么 眼中满是好奇的 看向古店主 你说 这几个天才中 有没有他能看上 并且愿意收为弟子的 可能性不大 灵儿如此天资 他都不愿 其他人就更别想啊 不找麻烦就不错了 古云秋摇头啊 二人说话间 依然来到封建殿外 果然看到这位副店主 正站在那位 新来的苏天牙面前 表情凝肿而严肃 似乎在犹豫上 果然在找麻烦 苏天牙 估计要倒霉了 全凤天满脸无奈啊 还真是一根筋 一句没交代就惹麻烦 不管怎么说 都是古灵儿的救命恩人呢 而且第一次来绝缘城 怎么也得给个面子呀 劝阻一下吧 不然 以后谁还敢来封建殿 古云秋一声苦笑啊 嗯 全凤天点头 停住身形 朗朗的声音响了起来 老秦 这几位都是天下最有名的天才 切莫为难啊 话音未落呀 就见秦园副店主 膝盖一软 跪倒在少年面前 眼中带着诚恳和坚韧 求求你了 我是真心实意的 还望成全 什么 话语噎在咽喉 全凤天 古云秋 僵直在原地 满脸发懵啊 发生了什么 就算不想为难对方 也不至于这样吧 直接下跪 还双膝跪地 这礼节 未免优点 太大了 卓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剿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情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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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尤其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剧 有情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画风 全语 郭亦 杜霄 南瓜市 法朵 第312章 这使不得 苏尹也没想到 眼前这位封禁店的副店主啊 如此固执 都推脱两三次了还不依不饶 甚至双膝跪地 眼中顿时露出了浓浓的无奈啊 自己都表现得很是低调了 还是如此 看来他阵仙宗小师叔的身份 应该也隐瞒不了多久了 你不答应 我就不起来 见对方态度坚定 似乎无法改变 苏尹只好点了点头啊 这样吧 你加入我的宗门 有什么事情 大家一起探讨 也就不违背规矩了 至于收徒 就算了吧 也好 迟疑了一下 秦源点头 好奇地看过来 不知苏宗主是哪个宗门 大眼州的一个小门派 而且我不是宗主 是长教的小师叔 苏尹摇头啊 阵仙宗太小了 在大眼州的一流宗门 都排到最末 前缘盟这种地方啊 即便说出来 估计也没人知道 不管什么宗门 能处师叔这样一个天才 名垂青史 这是时间问题 秦源笑道啊 苏尹点了点头 倒是没有否认 离开禁地七天时间 整个大眼州都知道了 这些宗 再过七天 在前缘盟流传开来 应该不算难事啊 他们这边交谈的同时 全凤天 古云秋那边啊 也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全都不敢相信 这可是他们都佩服不已 高傲至极的 秦富店主啊 要拜一个 十八岁的少年为师 关键对方还不答应 是世界疯了 还是我疯了 老秦 古云秋满是尴尬的 来到跟前 眼中带着疑惑呀 你们来了 那就让他们全部试试吧 知道他们想问什么 秦元摇了摇头 并未解释 而是连忙开口说起 烈化封禁时的正事 见他不愿说 二人强压住好奇 全凤天说道 还是由你主持吧 秦元点头啊 几步来到众人面前 环顾一周 声音响起 封禁时 是万年前一位仙辈 从陵渊长河中 捞取的绝世宝物 上面也有阵图 我们能够布置出 外面关联在一起的 巨大封禁 好的就是他 也是他作为中书 才能保证 这么多封禁联合在一起 或至于出现问题 哦 原来如此 听完这话呀 苏音恍然 之前就觉得奇怪 这个联合封禁 肯定出自一人之手 不然不可能 这么融洽呀 闹了半天 都和这个封禁石有关 等于他构建了框架 设计好了电路图 其他封禁师呢 只是向里 填充了零件而已 不仅如此啊 这东西还有 控制调整的作用 简单的说 把绝缘城外 蔓延数百里的封禁 当成WiFi信号 封禁石呢 就是路由器 这件宝物的作用 至关重要 难怪诸多店主 如此重视啊 正因如此重要 想要炼化封禁石 并不是想象中的 那么简单 还需要通过 他的考验 才能做到 稍作停顿 见众人明白 秦元呢 继续道 至于考验 和外面的封禁山一样 分为诸多关卡 不过数量要少得多 只有三个 分别是 心性 精神 和意志力 前元萌的封禁殿 也有封禁山 是用来考核 心晋封禁师的 精神和意志力 如何考核 我知道 心性怎么考核 前妻好奇地看过来 宗门内啊 有不少测试 意志力和精神的法宝 例如杀戮时 威压时之类 长期磨练 对灵魂晋级 也有极大好处 至于心性 怎么考核呀 具体怎么考验 每一次都不会相同 说出来 也就失去意义了 只能靠你们自己应对 能够全部通过 就代表了被他认可 有机会将其炼化 一旦成功 等于掌控了 绝缘城的所有风景 无论战斗力还是修为 都会急速暴增 能不能对抗阵线 我不知道 但绝对超过了 虚线巅峰 当是无人能敌 这 这个 前妻等人呼吸急促 一个个激动得眼睛透红啊 只要是修炼者 谁不想天下无敌啊 而只要获得这个 风景时的认可 就可以轻松做到 换做谁 都不可能放过机会啊 就连古灵儿也没了之前的沉着 秀全捏紧 虽然呢 他贵为古云丘的亲传弟子 前缘盟第一天才 也是第一次过来 好了 该说的我都说了 能不能成功 都为歌评机缘和本领 你们 谁先来试 以前说一声 风景时只有一块 先世的机会 更大一些 见众人都带着激动 秦远道 我来吧 没纠结太久啊 立阳笑了笑 向前一步 我知道自己成功的机会 几乎没有 希望可以给苏兄探探路 以前的他呢 自认为不弱于任何人 哪怕是古灵儿 但 见到这位苏天牙 知道自己差得太多了 无论是练器 医疗 阵闻还是风景 跟人家都不在一个等级上 所以呢 他们之中真要有人成功了 肯定也是这位 他不过是个陪衬罢了 既然如此 还不如大度一点 第一个上去 顺便探探底 嗯 进入前面那个门户 测试就会开始 见他这样说呀 秦远也不废话 向前一指 那边是大殿的一个侧门 有些有黑 丽阳深吸了一口气 抬脚走了过去 眼神凝重 苏寅仔细看过去 就见一道道纹路 和精纯的灵力 缓慢地向里面蔓延 之前还以为呀 是诸多封禁师 在操控外面的这些渔网 闹了半天呢 操纵者竟然是一个气灵 能控制这么多道纹路 布置出这么繁琐的封禁图 不得不说呀 这件宝物强大的可怕 自扭 丽阳走进去 房门缓缓关闭 一切力量呢 都像是切断了一般 再感应不到分毫 不知道丽萧能坚持多久 古灵儿满是期待地看过去啊 多久 难道 是否练话风景时 可以按时间推算出来 听出了话语中的问题 前妻转头问道 古灵儿点头 虽然不知道考核的内容 但基本可以确定 在里面待的时间越短 成功的几率越低 时间越长 几率越大 前妻明白过来 眼中露出好奇啊 不知历史上 坚持时间最长的测试者是谁啊 又坚持了多久 应该是五千年前的超级天才 石宽恒吧 坚持了大概一炷香的时间 想了一下 古灵儿说道 虽未测试过 但作为古云秋的弟子 前缘萌的密信 他还是知道不少的 石宽恒 你说的是那位 研究出 割力 冰寒 祸体等27种 九品封禁镇图的石殿主 哈 也只坚持了一注香 瞳孔一缩呀 前妻满是不敢相信 石宽恒 是历史上有名的强者 一个人就研究出 27种封禁图 更是培育出了 无数弟子 名传天下 他们乾坤宗 第17任宗主 就曾受过对方的恩惠 一直以来呢 石殿主都是他的偶像 没想到竟然连他 都没有成功啊 是 他应该是坚持时间最长的 至于近三百年来 谁待的时间最长 应该是勤劳 大概一刻钟多点 至于其他的人 大多都在半盏茶左右 古灵儿解释道 苏隐暗暗推算 一注香三十分钟 一刻钟十五分钟 半盏茶五分钟左右 这样看起来啊 差距有些大 我只是运气好罢了 秦源摇摇头啊 众人不再多言 所谓的运气啊 有时候也是实力的一种 既然他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纠结 没人自找麻烦呢 苏隐等人继续向侧门看去 同时心中暗推算 丽阳进入的时间 至于古云秋等人 则和秦源传音交流 从当事者口中 完全弄清楚了整件事情的原委 二人同时倒抽一口凉气啊 先天道体 这就难怪了 看来猜得不错 这位苏天涯 就是镇县宗的那位小师叔 苏隐 之前呢 他们就一直在推测 大眼周 何时冒出来一个超级天才啊 现在看来 正是当年那个人 没错了 卓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师叔播剿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请小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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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牛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剧 有请小师叔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画风 泉影 郭乙达 杜骁 南歌市 法朵 第三百一十三章 十年前呢 大眼州出现了一位先天道体的八岁孩童 大前州 大元州 包括他们前元盟都听过 也都想去邀请 不过呢 联盟创立一史啊 就有规定 不允许隔州抢夺天才 否则呀 人人都想去大前州 大眼州这种天僻地方啊 早晚都会被巨魔吞噬啊 所以呢 只能忍痛作罢 后来也派人打听过消息 只可惜啊 对方一直闭关 没了动静 也没了名气 事情逐渐淡了下来 没想到十年未有消息 这位天才一出现呢 就闹出这么大动静 他的实力 感慨完 谷云秋看出了苏尹的修为变化 和全凤天对望一眼 各自瞪圆眼睛啊 半个时辰前 这位还只是永恒二重 咋一下就变成虚仙二重了呢 急忙传音给谷灵二 很快得到了答复啊 不听还好 听完之后 二人更加迷茫了 修为突破对他来说 是这么容易的吗 自扭 正在谷云秋满是不解之时 侧门发出声音 众人随即看到 丽阳脸色发白的走了出来 一边走 一边大口的喘着粗气 整个人眼睛泛红 满是疲惫 一看就知道消耗极大呀 怎么样 谷云秋向他看来 丽阳面带愧色 顾腹诸位殿珠所托 并未通过 也没什么 能坚持一盏茶的时间 已经算是不错了 秦源摇头说道 万年来都没人成功啊 这种情况心中早就有了准备 一盏茶十分钟了 和他比还差了一些 但是这个成绩呢 百年来足以排得上前五了 来到众人跟前 丽阳吞服了一枚药物 脸色才恢复了一些 我进入后 感觉到有一股浩瀚的力量碾压而至 不断攻击我的尸海 让我只能用尽全力抗航 不能再有其他的想法 知道众人想知道些什么 丽阳直接说道 不过 这股力量 到底怎么压迫精神力 我又经历了什么 有些记不清了 只知道十分痛苦 全凭意志力强韧 才能坚持 到后面 神志都有些模糊了 呃 众人皱眉啊 都想听他讲解一下经历了什么 好提前有个心理准备 结果却什么有用的信息都没说出来呀 不用打探了 封建石乃仙气 他的考核内容 这要离开大殿 会自动从修炼者的脑海中抹除 正因如此 我们才没办法告诉你们 而不是不想说 秦元解释道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满是尴尬呀 修炼到他们这种境界 抹出普通人的记忆轻而易举 仙人抹出他们的记忆 或许同样容易 看来想借助前人经验的想法 只能泡汤了 我去吧 知道先进后进都没啥区别 前妻不再纠结 转身抖了进去 他尽管是仅次于古灵儿的天才 坚持的时间呢 却不如丽阳 大概八九分钟的样子 就呼吸急促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丽阳的天赋 的确不如这位前妻 但他达到虚仙后 终日与那道仙人的真元对抗 精神 韧性 都得到了极佳的磨裂 苏隐暗暗点头啊 别人会奇怪这个结果 他却能猜出一些 普通的天才会有短板 但达到他们这种级别 意志力 韧性 都是最顶尖的 无可挑剔的 正常情况啊 不会相差太大 但丽阳终日对抗仙缘 一开始就占据了优势 时间能够坚持得久一些呢 也就是很正常了 当然了 这也凸显了那位石筐横的可怕 他们这种天资啊 都有极大差距 难怪能在万年来排得上第一 无人撼动 随后呢 赵迅 远海 古灵儿接连计入 坚持最久的是最后进去的古灵儿 超过了一炷香的时间 赵迅 远海和前妻差不多 七八分钟的样子 连丽阳的记录都没打破 唉 灵儿再有十年时间的话 未必不能超过石光横 唉 将所有成绩都看在眼里 秦远原本带着希望的眼神露出了失望之色 一生叹息啊 天赋高 修为可以短时间提升 可眼界资历新型 这些需要沉淀的东西 需要经历更多的人生 见识更多的悲欢离合 才能变得更强 不是单纯看理论就能变强的 就好像没谈过恋爱 只看过几本有关恋爱的书籍 就说懂了 就算这位把爱情理论说得再添花乱坠 冲几量也只是纸上谈兵罢了 现在情况呢 就是如此 秦远当初来的时候 年龄比众人大得多 修为也更高 所以才能坚持得更久 可惜啊 时间不等人 一旦无法成功 任邮剧魔一族诞生真线 人族都将灭亡 因此只能将本来计划 延后的测试提前了 摇摇头啊 他将目光集中在苏隐身上 古灵儿等人都没成功 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这位了 鸭修 加油 秀全捏紧 古灵儿鼓励道 微微一笑啊 苏隐抬脚走了过去 这个封禁石如此厉害 他也想亲自试试 同时检测一下 到底能坚持多长时间 至于能不能练话 他也不敢确定啊 毕竟仙气都有自己的脾气比较性 不认自己呢 也很正常 房门打开 素隐身体一晃 进入房间内 见他消失 周围安静下来 老秦 老秦 你怎么看 陈吟片刻呀 全奉天向秦元看过来 说实话吗 那是自然 这 停顿了一下 秦元说到 这位苏天牙师叔 无论修炼天赋 还是对封禁的理解 万年来都能排得上定奖 可惜年纪还是太小了 若是能再晚几年 我可以保证 有80%以上的机会成功 但是现在 虽然话没说完 但意思很明显 并不认为 对方能够成功 这也难怪啊 再经历一些时间 或许可以成功 现在只有18岁 就算从娘胎开始学习 不过18年罢了 成功的几率 还是太小了 是啊 哎 全奉天嘴巴张开 本想说点什么 两久无言呢 最后只是一声叹息 本以为封禁时 突然大放光明 只要天资足够 就有机会炼化宝物 现在看来呢 想的还是太简单了 我觉得天涯熊 可以成功 听到他们的话 古灵儿银牙咬紧 我也觉得苏兄 可以成功 丽阳同样插话道 如果他都成功不了 说明这位封禁时 无人能够炼化 我也觉得 苏兄的天赋 我们全都认可 也全都佩服 他都不能成功 谁能成功啊 前几等人 同样点头啊 见众人竟然 全都如此力挺 全奉天 勤援愣住了 随即苦笑啊 我们也希望他能成功 我们也希望他能成功 算了 等等看吧 只要他能坚持更久的时间 超过十框横 超过一炷香 成功的几率 就会增大到五成以上 自扬 自扬 就在这时 房门打开了 苏天牙修长的身影 走了出来 这 这还不到两分钟 六人之中 时间最短 完了 众人颤抖啊 脸色同时 变得煞白无比 古灵儿 丽阳等人 坚持了一刻钟 都无法练画 甚至连封禁石剑 上一面都做不到 这位这么短的时间 不用想也知道 肯定失败了 甚至可能连第一关 都没过呀 过不了第一关 如何练画呀 我早该想到的 他虽天字极佳 但只是大眼周 这种小地方来的 没经历过 心性意志力的 专门训练 也没经历过 与巨魔的残酷战斗 更没有过生死危机 面对真正的意识危压 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啊 古云丘 秦源等人对望 同时叹息 果然不能抱太大希望啊 还是失败了 这么多天才都无法成功 难道封禁石可以练画 真的只是一个传说吗 主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哇 谁在叫我 本集有请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有请小事书 我来 欢迎收听 游戏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 有声剧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地位 南瓜南少 第314章 时间呢 回到两分钟前 苏尹进入房间 房间的中央只有一个石台 略显空旷 异常安静 根据丽阳他们所说 一旦手掌触碰到石台 就会有无穷无尽的压力 传递过来 刺激灵魂 让人坚持不住 苏尹暗警惕啊 这时 需要提前运转精神力 收紧灵魂 免得受伤 尽管关于考核内容的记忆 被抹除了 但应该防备什么 又该怎么做 才能坚持得更久 众人还是有一些 心得体会的 现在的他呀 就是借鉴了这些经验 提前准备 真元内敛 精神集中 苏尹将手掌 轻轻放在石台上方 嗡的一声 一股巨大的力量蔓延而至 沿着眉心 向石海内钻了过去 知道硬仗要来了 苏尹深吸一口气 正想抗衡 试试能坚持多久 嘴角突然一抽 愣在当场了 只见来势汹汹的威压 在他石海面前 乖巧得如同小狗一般呢 不停地蹭来蹭去 甚至幻化出舌头 四处乱点呢 不是说压迫的人 喘不过气来吗 这是什么情况啊 放松精神 任由对方长驱直入 结果呢 舔得更厉害了 恨不得当场跪在地上啊 苏尹皱眉 丽阳他们从这里出去 半条命都快没了 怎么自己过来 非但没有压力 反倒如同做按摩一般 舒服得很啊 差别不会这么大吧 难道是先诱惑 让我放松精神 然后再来最强一击 一个想法冒了出来 能让这么多天才 都坚持超不过一刻钟的时间 威压必然很古怪 不可能如此简单啊 满是疑惑 正想寻找一下 封进石到底在什么地方 也好提前防备 他感觉双腿猛的一紧 被什么一下抱住了 果然 直到考验还没结束 苏尹低头 正想运转力量 随即看到一个矮胖的人影 趴在面前 死死地抱住自己的大腿呀 眼中带着哀求 苏尹不禁皱眉问道啊 你是谁 这里还有人 怎么没人说过呢 我就是封进石 你也可以叫我小峰峰 带我走吧 我任你为主 矮胖人影不停蹭来蹭去 满是激动 呃 眼皮乱跳啊 苏尹发呆 封进石 不是兵器吗 这是我的灵性本体 虽然丑了点 却很可爱哟 收下我好不好 我会按摩 会垂腰 还会跳舞 唱歌 眼巴巴地看过来 胖子两个拳头 不停在他腿上揉来揉去 按摩的手法十分专业呀 灵性 苏尹明白过来 灵气之所以带灵 是因为兵器中拥有灵性 具有自己的思维 就好像之前炼制的平底锅 针龙剑 可以说话 可以飞行 甚至可以战斗 通常情况呢 灵性是兵器诞生的 与兵器融合一体 无法分开 但达到仙器 甚至更高级别 就可以脱鞘而出 变成修士了 当初的孙昭啊 就是希望妻子 可以做到这点 只可惜呢 对方附身的手镯 级别太低了 再加上残魂伤势也太重 即便是他呀 都没什么办法 眼前这个呀 可能就是灵性 从仙器中脱鞘而出了 只是呢 不是说封禁石很难练话吗 这一上来就抱大腿 哀求按摩的 与想象中的差别有些大呀 是 我是封禁石灵性 只要认主 就等于封禁石认主 主人 收下我吧 我很好动 胖子连连点头 见他说得认真 素颖皱眉啊 他没见过封禁石 谁知道这家伙 是不是被封印的魔头啊 就好像子墨仙拆 封进了一头巨魔一样 让我看看你的本体 好 胖子满是欣喜啊 站起身来 大手一挥 房间内立刻出现了一个门户 紧接着呀 一个宽阔的房间出现在视线内 步入其中 顿时看到一个石头悬浮在正中间 两人多高 一人多宽 殿外蔓延而来的纹路 汇聚在上面 在表面形成了洁白的光韵 向石头看去啊 一道道纤细的纹路 雕刻在上面 宛如头发丝 密密麻麻不知多少啊 换作别人呢 只看上一眼 可能就晕了 但素颖很快明白过来 这些和外界的大阵一模一样 分毫不差呀 难怪秦源说 整个封禁是和封禁石学的 现在看来呢 果真如此 主人你看 我就是封禁石的灵性 知道他怀疑什么 胖子身体一晃 钻进石头 下一刻又钻了出来 来回穿梭 封禁石没有任何反抗 甚至连一丝晃动都没有 苏颖点头啊 如果是被封禁的魔头 石头肯定会反抗 现在这副样子 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练花你没什么 这是你可以离开这里 见对方满脸期待 苏颖不再纠结 而是疑惑地看过来 整个绝缘城的封禁 都以这块石头为中心进行驱动 一旦被自己练花拿走 是不是封禁也就失去效果了 绝缘城的所有封禁 都被我控制 按照常理 我是不能离开的 但万年来 我一直想着脱离 留下了不少手段 现在 只要不离开灵渊 和前缘大陆 问题就不会太大到 胖子黑黑一笑啊 什么手段啊 说来听听 我将身体 切割了一部分 镇守这些风景 一旦出现问题 控制不住 我也可以根据感应 无论在前缘大陆的任何地方 都可以瞬间刺穿空间 回到这里 胖子解释道 轻轻一晃 原本悬浮在空中的石头 随着它晃动飞了起来 苏尹再次看去 果然看到一个足球大小的石头 出现在刚才的位置 维持着所有的风劲的运转 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啊 看了一会儿 他忍不住点头 对方说得不错呀 这个小石头 尽管体积和力量都小了不少 但却同样可以维持风劲 让其不会崩溃 看来为了脱身 这个小胖子下了不少功夫啊 哦 不影响就好 认主吧 知道不会耽误 前缘萌和巨魔对抗 苏尹这才松了口气 招了招手 没心一凉啊 一道意念钻了进来 紧接着就感到这块石头 变成了自己的兵器 可以随意操控 不是说只有通过你的考核 才能将你列化 为何 苏尹略带疑惑呀 按照秦源等人说法 万年来没人成功列化过 怎么自己才进来 这个灵性就直接跪舔了 不认主都不让自己离开了 我封了林玄主人的命令 在这里守护 只要等到和他相同气息的人过来 就可以认主 胖子解释道 你和林玄主人的气息完全相同 一进来我就认了出来 气息 就是对封禁的理解 同出一脉 苏尹恍然呐 闹了半天 这枚封禁石竟然是镇仙宗先祖林玄留下的 现在看来啊 这位林玄祖师同样接受过禁地的传承 不然不可能和自己学习的一样 明白怎么回事 苏尹不再多呆 将石头和胖子气灵同时收进锄戒指 大步向外走去 别人进来十几分钟 一无所获 他才进来两分钟 就成功将封禁石炼化了 想想都觉得 扑克斯一 主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剿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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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剧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画风 郭尹 六亿 南歌式 法朵 第315章 失败就失败吧 也没什么 见苏尹这么快就走出来 生怕他信心受损 顾云秋啊 开口安慰道 是啊 做什么事都有失败 不可能人人都成功啊 这样也好 有压力 有挫折 才能更好的进步嘛 全奉天同样点头 但 听到这话呀 见古灵儿等人 眼神同样黯淡 满是失落 苏尹哪里不明白 怎么回事啊 微微一笑 急忙解释 其实我已经 正想把烈化封建石的事情 说出来 就听到天空中 一道惊雷响了起来 随即啊 耀眼的气芒 划破苍穹 似乎将天地都撕出了一道巨大的裂痕 紧接着呀 无数魔器冲天而起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魔古云 激荡在远处 风雷交集 电闪雷鸣啊 糟了 古云秋瞳孔一缩 再顾不上说话 急忙向城墙的方向飞了过去 过去看看 古灵儿紧追过去 众人跟上 片刻后啊 众人来到城墙上方 透过风际 就见魔皇城的方向 雷声轰鸣 天地都像是被撕扯开来 无数精纯魔力 从四面八方汇聚 像是盛开了一朵魔帘呢 一个人影 安静地悬浮在雷霆阵中 任由雷电劈展过来 店主 怎么了 这是有人渡情 难道 空气发出急速的风鸣 之前见过的诸位店主 齐刷刷飞了过来 同时啊 城墙上也落了好多 从未见过的虚仙境强者 密密麻麻 足有数百之多呀 单凭这些人 就可以看出前缘盟的强大 难怪可以与巨魔 对抗上万年不落下风啊 那位巨魔一族的穷员老祖 成功吸收了仙缘灵气 冲击阵线成功了 拳头捏紧 深吸了一口气 古云秋强压住内心的震动 咬牙道 成功了 众人眼前一黑 就连拳凤天 勤元二人呢 也都身体一晃 各自拳头捏紧 还以为最少有三个月 两个月的时间缓冲 至少呢 可以让他们找到对抗的方法 没想到魔族冲击真线 七天时间就成功了 这样一来的话 之前所有的努力 都将白费 都将徒劳啊 人族 再无法对抗巨魔一族了 先不说这位穷元老祖 被掀起封印不知多少年 实力百不存一 就算全胜期的我们 得到先灵之气 冲击成功 也没这么容易吧 沈默平来到跟前 他大部分时间 都在魔皇城隐匿 打探消息 知道这位穷元老祖的底细 根据推测啊 半年时间能够突破 就算是很厉害了 怎么会这么快呢 真线不是其他级别 一旦突破啊 生命灵魂 都有质的飞跃和蜕变 比鲁鱼画龙 都要难上万倍啊 靠一道仙灵之气 没人指点 没人告诉前路如何 也没人帮助 轻易成功冲击真线境界啊 无论怎么看 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去仙冲击真线是很难 是很危险 可 打断了他的质疑 顾云秋道 如果他 本身不是虚仙巅峰 而是 真线呢 全身一震 沈默平说不出话来 这 这怎么可能 虚仙突破 没有经验 没有时间 很难做到 但对方被封印前 就是真线的话 那就不一定了 这种修饰啊 只要有了仙灵之气 和足够的魔力 完全可以快速恢复 真线的修为 短时间内成功啊 没什么不可能的 这不是成仙劫 而是戒御劫 你若是仔细看的话 应该能分辨出来 古云秋摇头 沈默平再次抬头 看了一会儿 再也说不出话来 眼中生出懊悔之色 单膝跪倒在地啊 古殿主 是我的情报出现了疏漏 沈默万死难辞其咎 不用自责 不仅你没想到 我也没想到 将其扶起 古云秋叹息道 唉 这位穷员 我们知道的太少了 再加上一出现 就闭关修炼 探查不出消息 也很正常啊 老师 承仙劫 剑狱劫都是什么 有什么区别呢 这二人打哑谜 说出的话 自己都听不懂 古灵儿忍不住问道 承仙劫和画龙劫一样 却突破了须仙桎 大道降临的惩罚 阻止修炼者蜕变 让其难以成功 看了弟子一眼 古云秋露出了宠溺之色 解释道 说的通俗点 就是这个劫难降临的时候 修炼者 还未突破真线 古灵儿点头啊 苏银也恍然大悟 他亲眼看到巨蟒画龙成功 雷霆降落 鸡碎血肉 说是阻拦呢 也是一种淬炼 一旦扛过 好处之大 难以想象 就像是公务员考试 难归难 一旦通过呢 就等于扶正 再也不是离世功了 身份和地位都会有质的飞跃啊 承仙劫也是如此 想要承仙 必须渡劫 承仙劫是阻拦 也是通过这种方式 将繁体淬炼成仙体 戒狱节则是一个戒狱 为了自我保护 对超出掌控力量降下的惩罚 因为蕴含了一个戒狱的意念 威力更大 范围更广 但更容易对付 古云秋继续解释道啊 容易 众人不解 魔皇城和绝缘城 相隔不知多少万里 即便这么远 都感觉雷霆快劈过来了 足见戒狱节的可怕啊 如此强大的力量 更容易对付 真的假的呀 我们都可以将修为 压制成普通人 让外人看不出来 阵线就更不用多说 戒狱节只是对抗超出的力量 只要将力量收回体内 变成虚仙 甚至更低 雷霆找不到目标 自然就会 缓缓散去 这倒是 这倒是 中人点头 要想给杀人犯判刑 首先呢 要抓住他这个人 人都找不到 怎么判刑啊 戒狱节便是如此 哪怕是真仙 甚至更强 但只要将修为 隐藏成虚仙 就可以轻松化解了 苏尹再次向远处的人影 看过去啊 果然看到雷霆虽然狂暴 却像是没找到位置一样 不停晃动 始终落不下来啊 通过两种雷劫的对比 很容易判断 故店主说的是对的 这位穷员老祖 极有可能本身就是真仙 只是被封印压制了而已啊 现在怎么办 见雷霆随时都会消失 穷员老祖这位突破的真仙 随时都可能冲过来 屠杀人族 沈默平忍不住问道 没办法 让隐藏在魔荒城的人 都回来吧 这些手段 瞒得过徐县 像瞒过真仙 没有任何可能 沈默平眼中露出了凄凉啊 为了潜入魔荒城 他的人花费了不知多少年 全都撤回 相当于这么多年的努力 全都白费 前功尽弃呀 统治大泉州 大元州诸多宗门 所有一流高手 半日内 集合绝缘城 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 古云秋继续安排道 身后立刻有老者抱拳领命 让来这里的天才继续前往封禁殿 争取最后的机会 将战导殿的所有人都带过来 一旦坚持不住 让他们当先自爆 既然是种族之战 就不能退缩 不能有半分迟疑 随着古云秋一条条的下达命令 城墙上的众人 面容全都变得凝重 坚毅 人族与巨魔一族的生死之战 即将打响 主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剿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情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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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剧 有情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 本集出场即位 南瓜南少 画风 波义 杜肖 六亿 南歌市 张孝 第316章 巨魔一族出现真仙 就像是天平的一端 被放上了更多的砝码 他们对人族大举来袭 只是时间问题 不提前准备 到时候手忙脚乱 只会损伤更大 与巨魔战斗 行军布阵 兵法殿可以统筹管理 但如何应对 如何迎战 都需要长老殿做出决定 将一切吩咐完 顾云秋深吸一口气 取出一个有黑的令牌 同时手掌轻轻一招 空气晃动 一个黑影连续闪烁 很快出现在众人面前 身穿黑色的盔甲 脸上戴着有黑的面具 真缘阴冷 如同鬼魅 又像是躲藏在角落里的影子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暗影 长老殿真有这个组织 四周哗然啊 不仅是前妻苏银等人 就连前缘盟八大殿的许多店主 也只是听过传闻 从未见过 一直隐藏 只受长老殿店主掌控的暗影 第一次出现在所有人面前 不理会他们的震惊 给云秋屈指一谈 掌中的黑色令牌 就落在暗影手中 头也不回啊 声音缓缓响起 准备吧 一旦我们坚持不住 就执行那个计划 是 深吸一口气 安盈点了点头 下一刻啊 再次消失在众人面前 一切准备妥当 所有人都抱着必死的绝望 古云秋再次向 魔皇城的方向看去 此时啊 空中的人影像是彻底巩固了修围 那股随时都会划破苍穹的力量 潮水般消散 天空堆积的雷霆也开始慢慢消退 恭喜先祖突破真仙 就在这时啊 皇城内穷落魔皇嘹亮的声音响了起来 恭喜先祖突破真仙 带领巨魔击败人族 一统乾坤 恭喜先祖突破真仙 紧接着更加洪亮的声音响起 是魔皇城无数巨魔 联合在一起形成的 轰鸣嘹亮 久久不息啊 万年了 一万多年了 我穷冤 终于再次回来了 感受到体内的力量 以及诸多后背的恭贺 空中的巨魔激动的放声长笑 放心 我会将他们给我的屈辱全部偿还 会让人族彻底灭绝 一个不胜 听到这些言语 绝元城所有人同时脸色惨白啊 还没动手 已经立下如此誓言 最后一丝的侥幸啊 也没有了 古殿主 兵法殿殿主冯长熙喊了出来 正想继续说下去 就听到遥远的魔皇城方向 一个怯声声的声音响了起来 卖驴了 卖驴了 新鲜的毛驴 可以煲汤 做火烧 绝对美味 声音不算太大 但不知什么原因 传递过来 清晰地传到了绝元城所有人的耳中 卖驴 面面相去 所有人都满是不解 就连古云丘店主 以及负责情报的沈默平 也都瞪大了眼睛 待了原地 穷元老祖 作为人魔两族啊 万年来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真仙强者 天下第一啊 正在接受无数巨魔朝拜 立下誓言的时候 突然呢 出现这么一个声音 怎么看都有些不合时宜啊 一有大又壮的毛驴 只要三枚磨元经 你就可以牵走 价格公道 同搜无期 声音继续传来 苏隐皱眉 这声音他可以肯定 以前从未听过 但不知为何 有种熟悉感 隐隐觉得和自己有关 不可能 忍不住摇头 他就认识一头驴 也就是大黑 不出意外啊 此刻大黑应该还在碧落海 怎么可能跑到魔皇城呢 最关键的是 这家伙虽然憨憨的 实力却是不弱啊 应该不会被卖 还只卖三枚魔元经 魔元经啊 相当于人族的三两银子 普通毛驴价格都不够 这种价格呢 说实话呀 连个驴鞭都买不到 估计对方说得好听 极有可能只是卖个鞠啊 所以呢 应该和他没有关系 这应该是魔族 故意弄出来的诡计 就算不是 也和人族没有关系 大家不要去管 继续按照我说的准备 古云秋大手一摆 是 诸多长老店主 骑刷刷后退 快速准备去了 大战即将来临呢 依然没有了退路了 时间回到一个时辰前 大眼皇城 寿山 院子里啊 毛驴 乌龟 鹦鹉 三兽 正在给昏迷的大魔王泼凉水 眼珠子有些迷离啊 随时都会挂掉的鸡乐 挣扎着再次张开眼睛 见驴蹄马上又要落下 再忍不住大喊一声啊 诶 住手 我有办法 我有办法 可以找到爷爷 现在他是看出来了 不管和自己有没有关系 不承认呢 肯定会被打死 与其受罪 还不如直接认了 只要找到爷爷解释清楚 就能活下来啊 不然的话 以他现在的状态 估计坚持不了几题子 啊 眼睛一亮 鹦鹉歪头看过来 说来听听 你们千人爷爷的灵魂玉符 并会破碎吧 我们来之前 专门去镇仙宗看了 鹦鹉点头啊 他们也是确认了主人没死 才有心情审讯 眼前这位 不然早当场拍死了 哪有这么多闲功夫 又是火又是电的 能不能带我去看看 极乐深吸一口气啊 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变得平稳 我可以借助魔族的秘法 利用灵魂玉符中留下的意念 想办法找到爷爷的具体位置 和活动过的轨迹 三兽眼睛同时亮了 怕他们不信啊 急了解释 灵魂玉符 蕴含修炼者的一部分 魂魄意念 只要人没死 和本体之间 肯定会有感应 就算具体位置确定不了 大概范围 还是能够找到的 略带迟疑 鹦鹉看向两个同伴 主人说 这家伙一向鬼话连篇呢 要不要信他呀 可以试试 真要有阴谋 再弄死也不迟 老龟点头啊 是 急了眼眶一红 能受这么多罪 这头老鹰龟绝对 首当其冲啊 没想到这次 居然帮他说话 真是不敢相信 那就快点吧 见老龟开口 鹦鹉不再废话 翅膀一闪 说道 我现在这个样子 已经没办法飞行了 还请主人们 把我带回至心踪 看 看到玉符在说 急了有些尴尬呀 走吧 老麦也不多说 轻轻一晃 身体变大 直径超过了十米 一人两兽啊 坐了上去 呼的一下 一道闪电划破长空 几个呼吸功夫 震仙踪就出现在眼前 主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呜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 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 加订阅吧 有情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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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剧 有情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门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南科市 第三百一十七章 老曼的速度 居然比撕裂空间 都要快上几分 找到孙昭 将灵魂玉符 拿了过来 有了宗主等人的 前车之剑 朕先宗 只要达到长老级别 都留下了这个玉符 苏银也不例外啊 只是一滴血液 体裂而成 对本尊的灵魂 没有任何影响 就是这个 挣扎着站起身来 挤了牙齿摇紧 眉心一闪啊 一个镜子 悬浮在空中 反射阳光 照亮四方 一口鲜血喷在上面 大魔王面容发白 乌黑的头发呀 居然短时间内 出现了斑白 似乎感受到了 他的力量和精血 镜子晃动了一下 发出了清明之音 极乐曲子一弹 将苏银留下的 灵魂玉符扔了过去 啪 玉符在空中崩碎 一道灵魂烟雾 晃动着钻进镜子 下一刻呀 镜子上方如同倒影一般 浮现出了一个人影 正是苏银 此刻的少年双眼紧闭 平躺在地面上 周围四个身穿各色衣服的魔头 紧盯着少年 一个个目光不善啊 虎视眈眈 再次鲜血喷出 极乐晃动了一下 瘫软在地 镜中的影像啊 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好像从未出现过一般 烙魂镜 不仅有收纳灵魂 让人不死不灭的功效 还有根据残念 探查本体的能力 只不过呢 使用一次消耗极大呀 极乐全盛期 施展都不太容易 更何况现在呢 能探查一次啊 就很不错了 主人这是昏迷了 周围那几个 魔气腾腾的是谁啊 有没有危险呢 三寿蛮是焦急地看过来 主人陷入昏迷 周围有都是这么厉害的大魔头 该有多危险呢 想想都觉得恐怖啊 现在的主人 肯定很孤独 很无助 很可怜吧 虽然他们会杀了我 做火烧 但我还是要救救人 猫驴更是吓得脸色都白了 嘴唇不停哆嗦呀 这四位 分别身着青红白黑 四色衣服 我们猜错的话 应该是魔皇座前的四大魔王 急速喘了几口 奇乐稍微恢复了一些 解释道 虽然被封印了八千年 但巨魔一族的习惯 强者之类的基本情况 并未变过 所以呢 他只看了一眼 就认出了那几个魔头 四大魔王 那肯定很厉害了 听到解释啊 三寿更加着急了 快快点 带路 我们要去救主人 带路 急了一声苦笑啊 魔皇坐下的魔王 只在魔皇城附近出现 也就是说 爷爷极有可能 在陵渊主世界深处 想要进入 需要通过大前州 大圆座的通道 现在过去 就算老曼主人的速度极快 没有一天功夫 也到达不了 而且 对方未必允许你们过去 大前州大圆州交界处 距离这里呢 不仅路程非常远 途中还有空间屏障 和无数强者留下的风静 就这样飞过去 不知要花费多久 真要在路上耽搁这么长时间 黄花菜都凉了 灵渊主世界 眨把眼睛啊 鹦鹉满是不解 其他两兽呢也看了过来 灵渊他们现在知道了 可范围看起来也不算太大呀 怎么还有主世界呀 灵渊界分为主世界 和一些零散的小世界 大眼州大明州大雍州这些地方 沟通的都是被长河支流冲出来的小世界 通道的力量有限 无法承受虚仙境强者进入 甚至永恒强者都很少见 而大前州大圆州镇守的是主世界 也是长河主流所在的位置 拥有虚仙巅峰修为的强者 高手不知多少 就算全盛期的我过去 都未必能够逃得出来 极乐大魔王用最简单的语言解释了一遍 没听懂啊 你就说怎么能快点找到主人 并且把他救下来吧 三寿对望啊 还是一头雾水 最后鹦鹉不耐烦地问了一句 他们管不了什么主世界小世界的 只知道主人很危险 现在的目的只有一个 无论花费多大代价 都要将主人救回来 千云大陆和灵渊界万年前对撞 留下了不少灵界的地方 有的宽敞 有的狭窄 大部分都隐藏起来 很难找到 不过 我可以根据爷爷灵魂印记 与本体的连接探查出来 只要找到 就可以直接进入主世界 灵魂印记和本体之间的沟通啊 走的自然是最近路线 只要想办法找到 或许就能找出一条 别人不知道的路线 知道方法提了也不多说 再次将烙魂镜取了出来 魔源精血啊 再次燃烧 一条细线浮现在镜子表面 沿着虚空啊 向远处蔓延 果然有其他道路 极乐眼睛一亮啊 按照正常走前缘萌的话 路线应该笔直地指向大前周方向 而不是指向镇仙宗后山 坐在乌龟背上 一人三寿沿着细线的方向急速前行 片刻功夫啊 一个满是雾气的地方出现在视线内 鹦鹉 乌龟 毛驴儿 面面相去 这里正是他们和主人生活多年的镇仙宗禁地啊 这里居然可以连接灵源主世界 亲眼所见都觉得不可思议啊 这 我能进去吗 同样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极乐大魔王嘴角一抽啊 我们都能进 你也行吧 反正都是主人的宠物 再说了 救人要紧 没必要计较那么多了 鹦鹉挥了挥翅膀 他们是主人的宠物 这家伙呢 是他们的宠物 进去应该也没什么 进地而已 他们生活了多年 早就走遍了 没什么稀奇的呀 好吧 见他们同意 极乐也知道救人要紧 当即不再多说 指点路线 让乌龟沿着细线飞了进去 片刻后啊 出现在一座坟墓跟前 墓碑上的文字 已经看不清楚了 不知是哪位残念居住的所在 乌龟等兽啊 左右环顾了一圈 并没有残念出现 也不知去了哪里 知道这些家伙一向古怪啊 三寿也不多说 看向大魔王 纠结后者呢 沿着坟营转了一圈 说道 这是一处通道 只要进去 应该可以很快就进入主世界 找到爷爷 那就别犹豫了 进去吧 懒得废话呀 乌龟轻轻一晃 笔直地向墓穴冲了过去 本以为会将其撞得粉碎 才一接触啊 一人三手同时觉得身体一晃 竟然进入了一条 漆黑的通道 卓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有请小事书 我来了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句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奇典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门 本集出场即威 南瓜南少 南瓜事 第318章 陵渊主世界和前缘大陆交接的地方 不是由联盟镇守 就是隐藏在险地深处 让人难以靠听 阵仙宗这个小门派 竟然也隐藏了一处 这是极乐万万都没想到的呀 不禁眼前一亮啊 难怪这个偏远的宗门 能出现爷爷这样的爵士高手 和主人这样的三头仙兽 果然不同寻常啊 通道内 空间乱流 不停激荡 就算是虚仙跌峰 都可能会被绞碎 难以存活呀 但老龟强大无匹 尤其是龟壳坚硬至极 一人两兽 躲在其中一点伤都没受啊 飞行了不知多久 眼前豁然开朗 出现在一片宽阔的世界之中 比之前见过的陵渊 辽阔了不知多少倍 灵气也更加浓郁雄浑啊 所在的地方 似乎是河流的尽头 两侧都是宽阔的河床 观察了一下细线的方向 极乐说道 沿着河流飞行即可 乌龟点头啊 加快速度 笔直向长河尽头飞去 半个时辰后 一座巨大的城市 出现在眼前 城墙高耸入云 磨气森森 这是巨魔一族 最核心的地方 魔皇城 咱们之前看到的场景 应该就发生在这附近 主人在哪啊 山洞翅膀啊 四处寻找 鹦鹉很快摇了摇头 什么都没看到 你再探查一次 老龟向极乐看过来 先不说我现在的力量 不足以进行第二次探查 就算能 也没有爷爷的灵魂玉符了 极乐摇头啊 不是他不想探查 而是没了灵魂玉符 去哪里找线索啊 从探查到现在 不过一个时辰左右 爷爷当时已经昏迷 不出意外 肯定是被四大魔王抓了 被抓了 瞪大眼睛 三手一起看过来 咱们现在要做的事 想办法混入魔皇城 找到爷爷被关在何处 不然 贸然冲进去 对方以他的性命来要挟 就没办法救人了 虽然爷爷在 极乐大魔王心中啊 是无敌天下的存在 但 如果他陷入昏迷 那就不好说了 再加上巨魔一族 手段诡异 万一真能将爷爷斩杀呢 要不和之前你一样 我装成你的宠物 咱们混进城去 反正你是魔修 只要运转魔器 应该没人敢看得出来 之前呢 大黑就用这种方法和大魔王一起去过大炎城探亲 找到了好友小黑的驴皮 好 极乐点了点头啊 他本身就是魔修 而且呢还擅长伪装 混进去不难呢 至于这三头妖兽 没有任何支援波动 伪装成他的宠物 应该没人看得出来啊 走吧 商议完随口交代了一句 一人三寿 大步向城门走了过去 此时的魔皇城被一个巨大的隔膜笼罩 不走城门 根本飞不进去 城门口已经恢复畅通 有巨魔进进出出 这一人三寿看起来呀 极为普通 并未引起别人的注意 想要进去 需要缴纳三枚魔元经的入城费 缴纳不了的 别在这里耽误功夫 正要走过去 就见一个巨魔护卫挡在了前面 满是不耐烦的开口啊 魔语元经 极乐大魔王和三头兽宠 面面相觑 他们一直生活在人族 哪有这东西啊 硬冲进去肯定不行 没钱人家又不让进 魔元经是什么玩意儿啊 魔元经 以前赵安没钱时 就把我的同伴卖掉 要不这样 你把我卖掉 应该能卖出三枚魔元经 只要能混进城 我再逃掉就行了 打了个响别啊 大黑向大魔王传音道 以前做普通驴那段日子 当时的主人赵安遇到穷困潦倒 实在没钱的时候 就会卖驴 他有不少朋友就是这样失去联系的 大黑自己呢 也是这样被卖入镇仙宗的 因此才认识了主人 有了今天的实力 嗯 好吧 吉乐点头啊 他身上虽然也有些药材之类的东西可以出售 但太过珍贵 很容易暴露身份被人察觉啊 卖驴反倒是最简单可行的了 驴肉火烧 即便是在魔族 也是很受欢迎的美食啊 反正卖的是毛驴 鹦鹉和老龟呢也没有意见 吉乐来到路边 纠结了一会儿咬牙喊出声来 为了防止被人认出身份 还故意改变了声音 哎 卖驴了 卖驴了 新鲜的毛驴 可以煲汤 做火烧 绝对美味 喊声还未结束呢 天空一阵轰鸣啊 一个人影浮现在皇城上方 一道道雷电密布而下呀 这是 真仙 瞳孔一缩 吉乐身体僵直啊 什么是真仙呢 这真真仙 真仙是什么 三寿看过来 吉乐没有解释这个问题 而是脸色发白的说道 有人刚刚突破真仙 会不会和爷爷有关 穷元聚魔 恢复真仙修为 生命层次已然不同 之前吉乐尽管感应到了他的魔气 此时呢 完全蜕变之后 并没有认出来 还以为突破真仙的 是聚魔一族的某位强者 甚至 魔皇呢 什么意思 对呀 什么意思 啥 啥玩意儿 爷爷修为无敌 体内更是蕴含了极多的圣元真意 会不会 是聚魔的强者 将他杀着吃了 这才一举突破 不然 没有心灵之气 是不可能突破虚心这一关的 吉乐将自己的猜测说了出来 八千年前呢 他为了突破 用尽了一切手段 结果都没成功 现在一来到这里呢 就看到有人突破桎梏 在结合苏颖一个时辰前 在此处被四头魔王围攻 很难不产生这种联想 主人被 主人被吃了 齐刷刷看向空中的人影 三兽眼睛立刻红了 敢吃主人 我们要弄死你啊 没有主人 就没有他们的今天 敢对主人不利 就是他们的敌人 不死不休啊 就在鹦鹉毛驴随时都会爆炸的时候 老龟的声音响起 不对啊 主人要是死了 作为宠物 我们肯定能够感应到啊 作为宠物啊 灵魂献祭给主人 之前隔着戒狱 感应不到也就罢了 如今同在灵渊的话 主人要是真的被杀 不可能不知道 也有可能 是被关起来割肉 抽血 不然 爷爷刚被四大魔王围堵 就有人突破真心 这个级别 可是万年来 从未有人成功过的 有 有可能 猫鲁点头啊 赵安以前就中过韭菜 只要不把根弄坏 每次割完都会重新生长 如果主人的血肉也能帮人突破 那么抓住他的人肯定是不舍得杀 会每隔一段时间割肉放血 这样就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了 太可恶了 听主人竟然如此遭罪 鹦鹉老龟全都杀意沸腾 主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情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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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剧 有情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南哥士 张孝 郭亚 第三百一十九章 自从有意识以来 三寿还是第一次这么痛恨一个修炼者 我们冲上去 就算杀不死他 也要逼他把主人给放了 不能鲁莽 先不说对方突破真线 修为强大 就说这里 作为魔皇城副地 强者不知有多少 就连爷爷这样的高手 都被弄得昏迷 我们贸然冲过去 怕会落入对方的陷阱 吉勒阻拦道 如果咱们被抓住 被杀不被杀都无所谓 若因此耽误了救爷爷 就万死难辞其救了 这 这个 停了下来 三寿带着交集啊 那你说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是我想想 极乐大魔王向空中看去 此时的穷元老祖啊 已经压制了体内澎湃的力量 漫天雷云找不到目标 开始缓慢散去 恭喜先祖突破真线 恭喜先祖突破真线 穷落魔皇和无数巨魔的声音响起 声音撕裂天空 震碎还雨 果 果然好多强者 是哦 人真多呀 见一个喊声这么强大 毛驴乌龟三寿啊 同时点头 对极乐的话呢 相信了几分 主人这么强 都被弄晕了 生死未捕 他们只是有点实力的 普通动物而已 真要被这么多强者围住 别说救人了 想逃走都难哪 爷爷被抓 肯定被关在了魔皇宫 或者其他机密之处 想要救人 首先要混进去 才有机会 思索了片刻 急了道 嗯 我有一个办法 可能还需要几位主人的配合 鹦鹉没有犹豫啊 只要能救主人 其他都是小事 当然了 你要是和之前一样捣乱 我们不介意将你打死 主人放心 给我十个担子也不敢啊 知道对方还在误会自己 结了苦笑啊 紧忙把计划说了说了 办法很简单 就是将空中的巨魔吸引下来 然后 把大黑主人出售给他 只要把大黑主人 你说得神乎其神 对方肯定会买下来 将你和爷爷关在一起 到时候 我们理应外合 将人救出来再说 三寿迟疑啊 毛驴吓得脸色发白 有些颤抖 那可是巨魔一族的老巢啊 高手不计其数 真要被抓 被做成火烧怎么办呢 不入虎穴 因得虎子 知道他们担心什么 极了大魔王咬牙呀 现在只有这一个办法 才能找到爷爷被关的地方 不然 就算能混进城 我们对城里的情况一无所知 待找对地方 又不知道花多长时间了 嗯 说不出话来 鹦鹉再次看向老龟 就见后者眼神凝重地点了点头 我觉得可行 先混进去再说 反正 就算危险 也是大黑 不是咱们两个 啊 大黑一呆啊 我他妈不是人 但你是真的狗啊 不过呢 郁闷的话并未说出来 大黑最终点了点巨大的头颅 嗨 只要能救主人 冒险也行 就算心里再害怕 只要能救人 一切冒险都值了 那就好 我开始了 见他们同意啊 急了大魔王这才松了口气 见空中的穷员老祖 发完誓言 深吸一口气 怯声声的声音响了起来 哎 卖驴咯 卖驴咯 新鲜的毛驴 可以包糖 做火烧 绝对美味 嘿嘿嘿 声音不响亮 却让整个魔皇城的巨魔 都听到了 空中的穷员也不例外啊 一瞬间 四周安静无比 这可是巨魔一族出现真仙的好日子呀 威势达到万年来最巅峰的高光时刻 突然冒出个卖驴子 搞什么鬼呀 正在疑惑呢 刚才的声音继续响起 又大又壮的毛驴哎 只要三枚魔圆驴 你就可以牵走了 价格公道 同搜无欺 所有巨魔都呆至原地 说不出话来 之前呵斥他们的几个护卫 此刻也瞪大了眼睛 一副火箭鬼的表情 能将声音传出这么远 不用想也知道 此人实力不简单呢 可 当这真仙这么做 是不是有点太嚣张了 此时 魔皇宫内 陛下 声音从城外传来 该如此嚣张 会不会和 紫青红黑白 五位魔王之死有关呢 魔皇卫统领啊 鬼魅一般地出现在大殿中间 可能性很大 穷落魔皇眼睛眯起 根据他和几位高手的推测 五位魔王应该是被一位 实力不弱于真仙的强者 偷袭斩杀的 而且这个高手呢 很可能就在城外徘徊 并未离开啊 正因有此忌惮 见到老祖突破 他才故意放声恭贺 目的就是为了给对方警示 本以为呢 那位强者就算不会顿走 也会隐匿起来 不敢放肆 没想到竟然这么狠了 这么狂妄啊 至于卖驴 那不过是借口罢了 这明显是在挑衅 不然谁家的驴 才卖三枚魔元精啊 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啊 怎么办 统领拳头捏紧 手腕一翻 长剑出剑 要不我带人把他抓了 不用 还是我过去看看吧 穷落魔皇啊 正想说话呢 空中一个淡淡的声音响起 急忙抬头 就见穷元老祖不知何时 已经来到了不远处 神色淡然 显然对方的嚣张 依然激怒了老祖 松了口气啊 穷落魔皇开口说道 我陪老祖一起看看 说完飞了过来 略带好奇的询问呢 修为达到他们这种境界 即便相隔百里 神石一扫 神石一扫 也能清晰分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当极乐声音响起的时候 他就用神石探查过了 对方是一个从未见过的巨魔 身边跟着三头 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动物 听到这话呀 穷元老祖摇了摇头啊 那位不是巨魔 而是魔修 魔修 魔皇瞳孔一缩 修炼的同是魔功 巨魔和魔修啊 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魔修啊 其实是人族 那人修为比起你丝毫不弱 最关键的是 他拥有仙气 就是身上有伤 可能就是你所说的 斩杀五大魔王付出的代价 穷落魔皇恍然呐 刚看到对方就在想 伤势怎么会这么重呢 经过老祖一提醒才明白 肯定是斩杀五位魔王造成的 不然这种高手超脱天地之外 想受伤都难呐 明知道我已经突破阵线 明知道我们猜出是他杀人了 却不逃顿 这家伙怕是有底牌 过一会儿不要鲁莽 能拉拢到我们这边最好 拉拢不了 再想其他办法 穷落魔皇点头 说话间 二人已然来到城外 随即看到极乐 虚弱地站在城门口叫卖 身后一头毛驴 一只乌龟 一只鹦鹉 三双眼睛好奇地看过来 这三头动物 看起来都很普通 一点妖元魔元都没有 应该没有什么实力 至于那位魔修 因为伤势太重 有些虚弱 但隐藏在体内的力量 雄魂至极 显示出根基扎实 你要卖驴 穷元老祖开口问道 是 知道这位是真仙强者 极乐大魔王虽然紧张 却硬着头皮向前一步 天上龙肉 地上驴肉 我这头驴 只要吃了 绝对能帮你突破境界 算是天底下最顶级的宝贝了 多少钱 打断他的自我宣传 穷元老祖道 还以为要多废话一段时间呢 没想到对方如此直接 极乐只好将刚才的话说出 三枚魔元精 太少了 这样吧 我这里有一枚魔皇陛下孝敬的魔灵果 用来交换可好啊 穷元老祖手腕一翻 一枚人形模样的果实浮现在空中 距离极远就可以感受到其中散意出来的浓郁生命之力 不用想 只要服用下去 极乐这两个时辰来受的所有伤势 都可以轻易恢复 脸色长红啊 极乐满是激动 同时呢 也有些疑惑 这剧情 怎么跟想象的不一样呢 卓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邀请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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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尤其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剧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南哥市 张笑 郭乙达 第三百二十章 这次计划呀 按照极乐原本的推测呀 需要花费很大口舌 对方才能相信毛铃不错 而且呢 还极有可能要试探他的修为和实力 谁知双方一见面 二话不说 直接购买 还拿出这么珍贵的宝物啊 真有这么傻的真仙 脑子没毛病吧 怎么 觉得不够 这些疗伤丹药 都达到九品级别 也可以一并送你 见他不说话 穷援老祖再次手腕一翻 一大堆丹药浮现出来 每一种都珍贵无比 价值连城 极乐更懵了 尽管他修炼的是魔工 却一直听说 巨魔生性良薄 暴力 唯利是图 没有任何感情 所以才没和魔族有过多的接触 没想到竟然这么大方啊 这头驴就卖给你们了 既然对方拿出这样的高价购买 肯定是看出大黑不简单 极乐不再多说了 接过对方递过来的宝物 将毛驴的缰绳递了过去 驴我们就不要了 只想这位朋友来我魔皇宫做客 见他收下宝物 穷落魔皇微微一笑 插花道 魔修和巨魔本是一家 之前可能有些误会 不过都不是什么大事 不如我们坐下一笑闭恩仇 共同商议如何对抗人族 误会 一笑闭恩仇 极乐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眼睛眯起啊 这意思是 承认抓住爷爷了吗 不然 哪来的恩仇 没有仇 如何命 怎么办 是啊 怎么办呢 是啊 三寿也意识到了这点 急忙看过来 我先答应他 进入魔皇宫再说 找机会出手 擒获其中一个 自然能逼问出爷爷的下落 极乐传音道 三寿应了一声 他们刚开支不久 也没什么办法 也只能听这位的呀 突破针线 巨魔一族统领天下 只是时间问题 现在弃暗投明 绝对是最明智的选择 穷元老祖劝慰道 力图恩威并失 逼迫对方站到自己这边 好吧 我随你们进皇宫 一向明恩仇 极乐点头答应啊 之前还想着 怎么才能混进去 此时既然对方主动招呼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见他答应 穷元穷落同样松了口气啊 一起向皇宫飞去 极乐魔源运转 带着小五等人紧跟其上 同时呢 将对方给的各种珍贵药物 都扶了下去 不管他们什么目的 要想救人 肯定会出现矛盾 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能恢复一些实力就恢复一些 免得到时候拖后腿啊 魔灵果一进入体内啊 浓郁的力量立刻游走全身 极乐受伤的灵魂 肉身魔源瞬间得到了滋养 尽管距离彻底康复 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但却也不像之前那么虚弱了 扑一会儿啊 来到了魔皇宫 双方坐定 穷落魔皇想起什么 略带疑惑的 向极乐看过来 眼前这位啊 虽然改变了容貌和声音 但能将魔宫修炼到如此境界的 万年来只有那么一位 难免有所怀疑啊 自然听过 极乐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看向穷元老祖 据我所知 无论灵渊界还是前缘大陆 都没有先灵之气 不知阁下如何突破 只要你以魔心为事 加入我巨魔一族 我不仅可以告诉你 还可以想办法让你也成功 无论巨魔一族还是魔修 最狠毒的就是以魔心为事 一旦发出啊 任何人都不能违背 否则呀 会很快魔心崩塌而死啊 直接这样说 等于逼迫对方抉择 既然话说到这里 那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想让我加入 也不是不可以 需要有个条件 见他有意拉拢自己 急了明白过来 将计就计呀 你们是不是抓了一位年轻人 只要将他交给我 答应你们就是 年轻人 穷元老祖皱眉 解开封印后 自己一直闭关 并不知道族内的情况 转头看向穷落魔皇 就见他脸色微变 眼睛眯了起来 你说的可是一个时辰前 闯入魔皇城的那位 那位人族强者 在魔皇宫魔皇城 大肆捣乱 愤怒之下 他才派出五大魔王为杀 结果呢 反遭杀害 本以为是这位 斩杀了五大魔王 救走了人族强者 现在看来啊 似乎并不是 不然 此人不会不知道 那个年轻人已经顺利逃走 既然不是那位强者 修为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也就是说 老祖他们二人 可能是被眼前之人给耍了 对 不知爷爷闯没闯入过魔皇城 但可以肯定 爷爷是来过这里的 只要时间对得上 不用想也知道 对方提到的肯定是同一个人 这样说起来 你没见过紫义 清月 红风 黑药 白玉 五大魔王 更没和他们交过手 我刚来到魔皇城 自然没见过他们 不知对方什么意思啊 急了皱眉 听他这样说 穷落魔皇眼睛眯了起来 没见过五位魔王 也就是说 人不是他杀的 自己和老祖 居然真的闹了个大乌龙啊 既然朋友提出条件 那我也提一个 那就是 想先试试朋友的身手 修为不够 有什么资格谈条件 这点 应该不至于拒绝吧 站起身来 穷落魔皇冷笑 之前赠送各种宝物 各种客气 是因为觉得他 悄无声息地 斩杀五位魔王 必定实力惊人啊 既然不是 就没必要继续忍气吞声了 使身手 没想到对方突然翻脸 极乐知道情况不妙 悄悄给三寿传音呢 应该是发现我们想要救人 打算翻脸了 麻烦三位主人替我命令 一起出手 是要将其抓住 立刻逃走 不愁他们不拿人来换 好 没问题 三寿点头 阴谋诡计他们不行 打架还是有把握的呀 既然陛下有此兴致 也刚好让我见识一下 陛下的实力 极乐松了口气 目光一闪 老魂镜浮现出来 散发出仙气特有的力量 果然有仙气 眼神凝重啊 穷落魔皇同样手掌一抓 一方大印出现在掌心 此物也是一样仙气 名唤魔皇印 能执掌一族物必有过人之处啊 仙气对别人来说 可望而不可及 对他这位魔皇来说 不算上 呼的一声 魔皇印一出 四周的空间立刻封锁了起来 极乐的烙魂镜轻轻一晃 砸落下来 两大仙气立刻对撞在一起啊 换作以前 烙魂镜虽然强大 和魔皇印相比啊 还是差了一截 但此刻呀 镜子被苏尹重新锤炼过 等级更高 正面抗衡 居然也不若分毫了 哈 仙气对撞 激荡出巨大的气浪 极乐一声疾呼啊 动手 没有伤的话 他不畏惧对方 但是现在重伤未遇 肯定不是对手啊 只能希望三位主人 能够配合自己 用最快的速度 将对方拿下 话音刚落 三头受宠同时出手 一瞬间 驴蹄 火焰 以及闪电突出现 刹那间就将 穷元老祖笼罩在内 极乐一愣啊 他原本的意思啊 是自己引开穷元 三兽借机 抓住穷落魔皇 抓 这位做什么呀 那可是真仙啊 打不过呀 不仅他懵了 穷元也没想到 这三个看起来 很一般的动物 竟然敢对自己 这位真仙出手 哈哈一笑啊 魔元激荡 扭曲空间 我与世间全无敌 要两小丑 也敢占我 咆哮声中 拳头对着驴蹄 就赢了上去 话音还没结束呢 硕大的蹄子 已经出现在眼前 一股无穷无尽 浩瀚无比的力量 压迫而至啊 一瞬间 穷元老祖笼 觉得全身力量 逆向流淌 被压迫得说不出话来 目光一凝 整个人呆离原地啊 谁能告诉我这是 什么情况啊 我是真仙 我 我全无敌 啪大 这位世间第一人 倒在地上 扬跌风般不停的抽搐啊 啊 这个 大黑也愣在当场了 忍不住挠头啊 不是说真仙很牛吗 怎么 这么弱呀 难道 踢了个假的 怎么感觉这一蹄子下去 踢了一个 寂寞呢 嘿嘿嘿 卓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哇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 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 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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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尤其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剧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门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当照 南科 第三百二十一章 老祖 震惊过后 穷落魔皇脸色煞白 手腕一翻 一柄长剑出现在掌心 魔皇掌控的另外一届仙器 魔皇剑 魔员沿着剑身流淌 释放出特殊的力量 空中一道道纹路 听到了号召一般 缓慢地展露出形状 将整个皇城都笼罩在内 感应到这股力量 无数虚仙境的巨魔 纷纷飞了过来 强大的气息 压迫的空间 都有些禁锢不住啊 三位主人 快走 不然就来不及了 感受到四周出现的力量 要将他们围堵 极乐大魔王再顾不上震惊 大汗出声啊 三寿的实力是强大无匹 但这是巨魔的老巢啊 靠近长河的起源之地 万年来得到的宝物不知多少 一旦鱼死网破 他们三个依靠强大的防御 可能没啥事 但自己只是个普通魔王 又受了重伤 届时将必死无疑啊 多嘞 知道要听这位的 三寿也不多说 乌龟再次变大 猛的一叹 还在抽搐的穷员老祖 顿时被抓了起来 做到我背上 大黑小五不敢迟疑啊 骑刷刷飞去 走 爆喝声中 老漫眼中露出了凶狠之色 漫悠悠的身体 陡然间布满了闪电 猛的一晃 对着大电笔直冲了过去啊 速度之快 肉眼根本看不清 无数阵纹被闪电轻易撕碎 矗立万年的魔皇殿 在巨大的龟壳冲击下 再也承受不住 轰然倒塌呀 好强 见如此厉害的封禁 这乌龟都能一下撞碎 没有分毫受阻 急了大魔王忍不住感慨 随即呢 不由愣住了 喂 等等 我还没上去 我他妈还没上去呢 你看都不看 转身就走啊 是不是不想要我了 哪里头 他这边懵逼呢 穷落魔皇觉得快要疯了 再顾不上和他对战 一声咆哮 立刻向乌龟追去啊 人在空中 魔皇剑举起 雄浑到极点的魔器 轰鸣涌出啊 犹如雷霆炸裂 长剑上方立刻凝聚出 上百里的巨大剑芒 对着龟壳披露而下 哗啦 空间纸张一般撕裂开来 轰的一声 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剑芒落在乌龟周围的闪电上 气浪翻滚 巨大的冲击力 将魔皇城三分之一的建筑 吹得坍塌 无数普通巨魔被砸死其中啊 可以说 这一下造成的损失 超过了十场和人族的战争 气浪消失 穷落魔皇急忙看剧啊 别说龟壳了 就连他周围的闪电 都没有任何损伤 好像他那辉煌无比的一剑 没起到任何作用一般 我不信破不开 穷落魔皇眼中满是血丝啊 牙齿咬紧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落在了魔皇剑上方 还请诸君 将力量 急于我身 爆后声中 魔血立刻燃烧起来 发出滋滋的声音 刚飞来的诸多巨魔 听到命令啊 齐刷刷将全身力量 沿着空中的阵纹 汇聚而至 这是魔族的一种特殊秘法 与封禁时的效果相似 只能在魔皇城实战 也正因如此 这里防御强大 人类不敢跨越雷池半步啊 哄罗罗 有了诸多巨魔力量的加持 常见光芒再次暴增 从蔓延百里 到达了千里之遥 还没挥舞呢 触碰的空间就纷纷碎裂啊 魔皇剑不仅是一剑仙气 更是融合了巨魔一族 无数仙祖的力量 只要拥有对应的血脉 就可以将力量无条件融合 咔嚓咔嚓 气息短短半个呼吸 就达到了极限 威力超过了前缘大陆 可以承受的范围啊 无数雷霆 肉眼可见的汇聚出来 再次形成了戒御节 此时啊 融合了这种力量的穷落魔皇 比起真仙都丝毫不弱啊 拥有了超越自身的无敌力量 穷落魔皇眼中露出了浓浓的自信 再次大喝 剑芒下沉 死了 空间再次被撕舍开来 老龟身体周围形成的闪电包围圈 再禁锢不住 被切开出一道口子 巨大的剑芒 对着上面的毛驴和鹦鹉 笔直落了下来啊 好可怕 刚飞出破碎皇宫的极乐大魔王看到这一幕 嘴角抽搐 身体冰冷 这一剑呢 集合了穷落魔皇和无数巨魔的力量 圆满灵气欲上都会顷刻被斩断 抵挡不住分毫啊 即便是拥有落魂境的他 同样会抵挡不住 当场陨落 这已然不是虚仙修炼者可以拥有的修为了 不愧是魔皇 巨魔一族的最强者呀 简直太可怕了 怎么不会有事吧 感受到这股力量对着毛驴披露而下 根本躲避不开啊 极了眼中露出了浓浓的担忧 虽然这三个不靠谱的 没拉上他就逃走了 可真要被杀 他肯定也必死无疑啊 没有任何生还机会啊 他担忧的目光中 毛驴一声咆哮 挡在了鹦鹉上方 对着剑芒赢了上去 辉煌无比的剑气落在驴背上 撕裂耳膜的爆炸声传来啊 地面巨阵 反如遭受了十几以上的地震 剑芒停了下来 所有力量消散开来 极了大魔王急忙看去啊 就见大黑依旧站在原地 身上完好无损 连毛皮都没出现任何损伤啊 呼的一声 就在他震惊的说不出话的时候 一根驴毛掉了下来 随风跳舞 我的毛 你 你 龟背上的毛驴看到一根绣毛被斩断 气得嘴唇哆嗦怒一套套啊 和他的气氛不同 四周鸦雀无声 一头头巨魔仿佛见到鬼一样 堂堂魔皇 集合无数巨魔的魔员 借助仙气施展出的力量 实打实地落在对方背上 结果 只弄断了一根毛啊 这他妈 急了大魔王同样瞪大眼睛啊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啊 三寿揍他的时候啊 一直没施展过全部力量 导致他以为他们和自己差不多 闹了半天呢 人家根本是跟他闹着玩的 真要动手啊 一提子就挂了 所谓的烙魂镜 所谓的不死之身 都是扯淡啊 不可能 这不可能 穷落魔皇双手颤抖 魔皇剑都有些捏不住了 刚才这剑 耗尽了巨魔一族的所有底蕴 只是斩了根毛 差距要不要这么大呀 别管毛了 快点走吧 老龟打断毛驴的愤怒 脚下速度加快 眨眼功夫就来到了 皇城的禁锢跟前 鹦鹉嘴巴张开 火焰喷出 禁锢被直接烧出了个大窟窿 下一刻啊 一人三寿 已然出现在魔皇城外了 我疼不 见三寿是真没有等他的打算 极乐满脸的抓狂啊 急忙追了上去 穷落魔皇 无数巨魔像是没看到他一般 并未出手阻拦 不是众人没发现 而是他们还沉浸在刚才的震撼之中 没反应过来呢 当然了 最主要的是 大家觉得他不重要 抓住乌龟等兽 他必死啊 抓不住 再冲回来弄死也不迟 与其折腾啊 还不如装眉看见算了 极乐大魔王一脸无语啊 不知是高兴还是郁闷 叹息一声 咬牙狂追啊 八千年前 无论长老店店主 还是当事第一高手 与他对战啊 谁敢轻视一点 就是死路一条 这下倒好了 连看着的都没有啊 好像他不存在一般 不过呢 能逃命就好 其他都是小事 片刻功夫啊 极乐也逃出了魔皇城 此时乌龟依旧等在原地 极乐这才松了口气 落到对方背上 转头笑道 穷陆陛下 想要你们穷元老祖活着 还请拿人来换 否则 不仅给他收尸 魔皇城 我们也会天天过来闹腾 话音结束 乌龟硕大的身影 划破空间 没了踪迹 卓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请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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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有请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呢 多人精评 有声句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南哥市 张校 画风 郭乙达 六亿 第三百二十二章 魔皇穷落 身体冰冷啊 这三个家伙 到底从哪儿冒出来的呀 陛下 究竟怎么回事啊 他们是谁呀 要的人又是谁呀 魔皇位统领 神色凝重的来到跟前 其他巨魔呢 也全都满是疑惑呀 这三个家伙太强大了 真要任由他们天天捣乱 就算魔皇城 固若金汤 也坚持不了多久 就会完蛋呢 我也不知道 穷落魔皇摇了摇头 接而吩咐啊 一个时辰前 过来捣乱那位的身份 查清楚了吗 回禀陛下 已经查清楚了 是古云秋店主的 亲传弟子 古灵二 他 穷落魔皇皱眉 他们并没有抓住 这个女孩啊 为啥三寿 拼了命也要救人呢 不惜掳走老祖呢 给我查 看看这位古灵二 现在在哪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抓过来 魔皇牙齿咬紧 没有这女孩交换 老祖肯定会被斩杀呀 巨魔一族 刚出了一位真仙 就被弄死 所谓的一统天下 剿灭人族 都将变成笑话 是 统灵转身离开 其他人 修复阵法和破损的皇城 计算死亡人数和损失 将一切安排完 雄落魔皇这才凌空一抓 刚才被斩断的驴毛 出现在掌心呢 呼的一声 魔皇剑再次出现在掌心 常见化作一道道剑芒 对驴毛狠狠披露而下 四周的空间被撕裂出 一道道裂痕 几分钟后 黑色的细毛没有一点改变 好像他用尽全力的攻击 没起到半分作用一般 我不信 雄落魔皇眼睛透红啊 屈指一弹 一个玉符当空炸开 仙界的火焰浮露 炙热的火苗燃烧 空间都出现黑洞 不过呢 驴毛依旧没有任何变化 剑斩 火烧 浓酸浸泡 很快啊 雄落魔皇用了十几种方法 就算是仙气 怕是都要出现问题了 结果呢 驴毛屁事没有啊 连弯都没弯曲啊 一根毛都这么厉害 本尊到底有多可怕 魔皇拳头捏紧 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心惊 幸亏逃了 不然魔皇城估计要死干净了 渣都不剩啊 但愿不是人族 不然 仗根本不用打 直接认输就好了 距离魔皇城 数万里外的山脉上方 一头巨大的乌龟 突兀出现 安全了 一声尼泽呢 极乐大魔王从龟背掉在地上 看着面前依旧不停抽搐的穷援老祖 到现在都满是不敢相信了 这可是真仙啊 哪怕刚刚突破 战斗三五个虚仙都没有任何问题啊 如此强者 被一蹄子打成这样了 把这家伙弄行 看看能不能问出主人的下落 他们之所以对这家伙出手啊 因为他吃了主人的血肉 只有将其抓过来 才能搞清楚主人被关在什么地方啊 极乐大魔王不敢废话 一道道精纯的魔力涌入对方体内 片刻后 抽出的穷援醒了过来 正想逃算呢 一到雷电劈头盖脸的就落了下来 身体一软 全身力量瞬间被击溃 再无法动他了 快说 主人被你关到哪儿了 鹦鹉恶狠狠地看过来 主人 那是谁 穷援眼眶泛红 一脸懵逼啊 他不愿意说 黑哥 走 好嘞 你他妈说不说 你说不说 大黑点头 一蹄子落了下来 就算想问我事情 也要让我知道你们要找什么人吧 第一次见面 谁知道你们的主人是谁啊 极乐大魔王见穷援再次抽搐 不停吐血 被踢得有些脑震大了 忍不住炫闹 我觉得 还是问清楚再踢 哪儿有二话不说就暴躁的呀 貌似他之前就遭受过 同样的虐待 过了老半天 穷援呢 再次被弄醒 大魔王来到跟前 我爷爷 也就是他们的主人 苏义 是不是被你抓了 被关在什么地方 什么 穷援脸色发白呀 身体微微颤抖 如果我说没听过这人 你信吗 看吧 根本不承认 我有一个办法 或许 可以试试 小五 稍一会儿先 好嘞 鹦鹉嘴巴张开 穷援的一根大腿 开始飘散肉香了 穷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呢 我他妈是真仙呢 灵元界万年以来的第一人 怎么感觉混得连个巨蜥镜都不如啊 我 这三寿根本不允许他插话 不是烧烤就是雷电 要么就是大驴蹄子 急了大魔王叹息一声啊 这样下去 估计坚持不了多久 就会挂了 古殿主 这是刚传来的消息 有人大闹魔皇宫 将宫殿机会不说 更是把魔皇城的防御击破 而且 好像那位刚刚突破的真仙 也被抓走了 城墙上啊 沈墨平 一脸古怪地将刚得到的消息 说了出来 魔皇城 魔族万年布局 埋藏的宝屋不计其数 没有掀起的真仙 进入其中 都很难逃脱 被人闯进去 大肆捣乱不说 还抓走一位真仙 古云秋等人眨巴眼睛 面面相聚 全都怀疑听到的不是真的 这是三个密探传来的消息 跟前两个一模一样 不出意外 是真的 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沈墨平连忙解释 什么人干的 战斗发生的太快 太激烈 他们都没看清 只知道是个庞然大物 周围全都是闪电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应该跟麦驴那人有关系 之前的一切呢 都发生在皇宫之内 有封禁 外人无法探查 也不敢探查呀 待战斗转移到皇宫外 到处都是闪电 更加看不清了 所以啊 刚才的动静尽管很大 人族这边呢 却并未得到什么有用的消息 卖驴 古云秋沉默呀 这强者的出场方式 也太他妈特别了 不管是什么人 能在摸皇宫闹 肯定是有非敌 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就算不是朋友 闹这么一出 巨魔一族攻击咱们的时间 也会推迟 是啊 他们现在自顾布侠 应该没心思了 众人同时点头 本来魔族有人突破针线 他们满是惶恐 这样一来压力立刻小了不少 还有 穷罗魔皇刚刚下了命令 要不惜一切代价 抓捕一个人 沈默平看着手中的玉符 脸上露出了古怪之色 是谁 古云秋眼睛一亮了 或许这个人和刚才的事情有关 只要找到他 咱们就能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要抓的是 灵儿小姐 这 古云秋一待 一侧的古灵儿也瞪大眼睛 不惜一切代价 抓我做什么呀 就闹腾了一下 还差点被杀了 没干几大事啊 人群中的苏尹 听清楚了众人的对话 眼神同样变得凝重起来 看来人族高手还是不少的 不然不可能闹出这么大动静啊 以后还是低调一些 毕竟呢 他只有虚嫌二重 太弱了 不值一提呀 之前还想着 把烈化封禁石的事情说出来 现在想想 还是等等吧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呀 等到他有足够实力自保再说 不然呢 有人来抢怎么办呢 在绝缘城 有封禁石万年布局 不畏惧任何人啊 真仙来了都不怕 可到了外面呢 就没那么安全了 朕先踪 进地 大黑他们从坟营钻进去不久啊 诸多残念再次浮现出来 苏秀一啊 你怎么让他们过去了 众人齐刷刷看向其中一位残念的 全都满是奇怪 真圣 苏秀一 那小子去了灵渊主世界 我们又不是不知道 将他们送过去 也能照顾一二 而且不出意外 仙界的看守人 肯定察觉到变故了 我怕会召唤那些 沉睡的守牧人 守牧人 诸多残念 神色凝重起来啊 这些家伙一旦出现 人族怕是会迎来灭顶之灾 万年前 灵脉消失 就是他们弄的 是我们培育出小悬子 用尽手段 才换来了一线生机 一旦这些人 再次出现 怕是抗衡不住啊 这也没办法 我们都是残念 人不人鬼不鬼的 啥都帮不上忙 只能看小苏隐了 他身体经过淬炼 遇到守牧人 应该没问题 怕的是这些家伙 会将消息上报 一旦传到那些人耳中 就真的危险了 小苏隐 就算可以融合记忆 却也没成长到 足以对抗他们的地步 放心吧 界域还没连通 应该没这么快啊 只要小苏隐低调一些 不引起太大的关注 就行了 但愿他能做到 一念闪烁 过了片刻 再次消失 主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请小师叔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 加订阅吧 有请小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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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听 有请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呢 多人精评 有声句 有请小师叔 有请小师叔 改编自奇典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法子 画风 杜霄 南歌市 第323章 绝渊城城墙上方 古云秋仔细询问 沈默平将暗探传来的消息一一到来 全部讲完呢 城墙上方所有虚仙墙者 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不远处的女孩 一个个满事不敢相信呐 灵儿小姐啊 你到底干啥了 让巨魔一族 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找到你啊 这是挖了祖坟了 还是抢人家老婆了 差不多全魔出洞了吧 寻找古灵儿啊 本是魔皇要求统领悄悄去干的事 但动用的人多了 消息自然隐瞒不住了 再说了 乌龟闹得动静这么大 针仙都丢了 怎么隐瞒呢 既然隐瞒不了 也就没必要隐瞒 于是穷落魔皇下了死命令 赶在三寿之前找到古灵儿 换回穷员老祖 否则呀 巨魔一族刚刚获得的优势 都会荡然无存 就嘲讽了他们几句 其他真的没错 古灵儿眨巴眼睛 同样满脸委屈 明明是他被五大魔王追杀 差点在魔皇城没出来 怎么感觉像是巨魔一族吃了大亏一样呢 就算死了五头魔王 也和我没关系啊 算了 巨魔一向不讲道理 既然下了死命令 肯定会有人执行 你在这里已经不算安全 尽快回千元城吧 古云秋沉思了一下道 我不走 我要和大家共同抗敌 怎么可能在这危险关头独自离开 魔皇城闹出这么大动静 刚刚突破的穷员失去了踪迹 巨魔一族正焦头烂额 估计短时间内不会过来找麻烦 你保护好自己 就是在与大家共同抗敌 你在这里一旦被发现 会迎来巨魔围攻 弄不好就会引起最后的决战 那 刚才沈殿主的消息他仔细听了 也仔细看了 现在的巨魔一族呢 为了找到自己啥都不管不顾 只要知道他在绝元城 必然会疯狂进攻 不惜一切代价 到时候自己就不是帮助众人作战 反而是害了大家 你先回浅元城 那里是人族腹地 更加安全 巨魔一族 也做不到大规模偷袭 古云秋继续传音呢 古灵儿秀拳捏紧 说不出话来 他年纪轻轻就有这种修为 天赋高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更多的是 一直身处与巨魔战斗的第一线 常年游离于生死之间 都习惯了这种生活了 此刻最危险的时候 让他离开 去后方休息 实在有些不甘心呢 去浅元城并不是休息 而是 做一件更重要的事 知道他的想法 古云秋解释 什么事 古灵儿愣住了 急忙看来 绝元城和巨魔战斗多年 隐藏魔族间隙的可能性不大 你在这里 他们只有强攻一条路可走 但在千元城就不一样了 我们的人既然能混入魔皇城 你就能保证 千元城内没有魔族的间隙 古灵儿摇头啊 两大种族能够维持万年战斗 必然都对对方知根知底 而想要得到这些消息呢 间隙必不可少 就和人族的千面殿一样 情报战往往比真正的战斗更加残酷 千元城啊 作为人族最大的城市 千元盟的筑地 怎么可能没有细作呢 不仅有 数量都可能不会太少啊 只可惜 城市太大 人数太多了 再加上魔族的隐匿手段高明无比 只要不主动暴露 根本查询不到 师父的意思是 我主动应 前夕现身 古灵儿眼睛亮了 他作为擅长伪装 并且多次进入魔皇城 探查消息的修士来说 能将对方的密探一网打尽 功训肯定更大 不错 你到了千元城 尽量不要住在长老殿等地 那些地方对方不敢动手 而是找个安静的地方居住 找人多的地方露面 就算举摩一族知道 可能是陷阱 也会忍不住出手 这不是阴谋 而是赤裸裸的阳谋 这些人在人族 隐藏了这么多年 也该救出来了 好 古灵儿有些抑制不住地激动了 他从不畏惧危险 反而喜欢冒险 这种能将巨魔器做 抓出来的事 更具挑战 正合他的口味啊 放心吧 我会派人藏在你周围 遇到危险就会出手 不要 古云秋话音未落 就被女孩打断了 有人守护对方就会忌惮 很多奸戏就挖不出来了 老师 你不但不能派人 甚至让找老店的人 不到危急关头都不要出手 这 这会很危险 我知道危险 古灵儿嘴角一扬 眼中露出了兴奋之意啊 但危险才有挑战 我就要他们觉得有机会 才会忍不住来抓 来围攻 这样 才能将其一网打尽 这 也罢 古云秋知道弟子的性格 沉默了片刻 最终啊 点了点头 你逃跑的本事 我还是不太担心的 不过事实无绝对 我为你准备了一个浴符 真要遇到危险 解决不了就捏碎它 这是我在领园长河中 得到的宝物 事件半仙气 一旦破碎 会立刻形成特殊的防护罩 长达二十个呼吸 这段时间 别说虚险九重 就算拥有仙气的强者 想要击溃都很难 这么久 足可以支撑到 长老殿的高手赶过来了 多谢师傅 知道对方的一片心意 古灵儿不再推辞了 我需要在这里镇守 防止巨魔偷袭 就不能照顾你了 且计 一定要小心行事 能抓住间隙最好 抓不住也不要拼命 古云秋生怕弟子乱来 再次强调 将女孩从小养到大 除了传授记忆的恩情 那些深处 也早已把她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女儿 古灵儿点了点头 不再传音 清脆的声音响了起来 好 我回田园城 这就对了 前期缘还你们几个 还有天涯小友 你们也跟着灵儿一起去吧 无法练画风景师 不要紧 只要努力修炼 总有一日 同样会成为对抗巨魔的中流砥柱 这 前期缘还等人对望了一眼 最后呢 还是点了点头 这是 信誓淡淡而来 结果一无所得 更是被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少年打击的体无完肤啊 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并非真命天子 还需要继续努力 苏尹呢 同样没有拒绝 他现在急需做的事 想办法装逼 呃呸 险胜 让修为紧急到虚仙巅峰 然后通知小五 老曼他们 自己没死 让他们过来会合 至于对抗巨魔 多他一个不多 少他一个也不少 没必要参加啊 更何况呢 对方入侵的时间也没确定 与其当炮灰 不如尽快提升实力 那好 咱们走吧 商议完毕 就没什么可值得留恋的了 古灵儿前面带路 苏尹等人 紧跟其后 笔直地向绝缘城后方 飞了过去 卓尹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哇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 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有请小事书 我来了 欢迎收听 有请马拉雅 有请小事书 改编达 我看她作为千年 我看她做签面店店主 我看她做签面店店主 做密探多年 对方的想法如何不知啊 灵儿的性格 你又不是不知道 真要派人 肯定会跟我闹饭 算了 我的伤也不知能不能好 看举摩的态度 就算这几天 不发动攻击 短时间内 也别想安稳 让他一个人去处理吧 算是最后一次历练 不然未来就算当上殿主 也无法服众 顾云秋摇了摇头啊 那位苏天涯 会不会是魔族的见性 不会 根据秦渊的推测 他应该是大眼周 镇仙宗的那个苏颖 苏天涯 化明罢了 天赋不错 可惜星星和精神力差了些 不过不是什么大事 让他跟在灵儿身后 算是磨练 对以后的成长 也有极大好处 这道事 这道事 察觉密探 要时刻面临刺杀 对星星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苏天涯 算赚到了 沈默平恍然大悟 忍不住点了点头 能遇到灵儿小姐 这位苏颖呢 真是幸运 这就是秦渊城 苏颖跟在众人身后 时间不长 便离开了灵渊界 看着远处一眼望不到头的巨大城市 眼睛瞪圆 之前觉得大眼皇城就很大了 和这个比啊 啥都算不上 各种各样的建筑 密密麻麻 蔓延了不下数百里 人流涌动 数量之多 怕不下六七千万吧 前世人口最多的城市 恐怕都略有不如 这里地处大前州 大元州交界处 本是荒芜人烟的地方 经过前缘蒙万年的开墾 才有了现在的局面 古灵儿见他这副表情 微微一笑 苏颖抬头看去 城市的两侧是高耸的山脉 整座前缘城 像是矗立在峡谷之中 笔直向远处蔓延 万年前 这里的空间私立 灵气流淌出来 无数仙辈 在这里建立联盟 堵住巨魔的潜入 时间久了 才有了这一座城市 虽然比起大前城 大元城 还有些差距 却也相差不大了 前妻来到跟前 继续解释 苏颖点了点头 万年前出现变故 整个大陆的灵脉消失 灵气也越来越稀薄 就在所有修士觉得 传承会因此断绝的时候 灵渊界撞了过来 九州裂缝出现 涌现出无数巨魔呀 是危机 也是机遇 大陆强者与巨魔 持续战斗百年 将其重新赶回灵渊 修筑了一个个联盟 才有了大陆目前稳定的局面 大眼州如此 前元盟啊 也是如此 悬浮空中 举目远眺 张老殿 聚灵殿 千面殿 兵法殿等 八大殿堂坐落在峡谷之中 亲而有见 觅而有疏 宛如一条长龙 不断释放灵气 滋养着整座城市的修炼者 大眼州联盟的八大堂啊 对应封禁图的八个点 最后一个点呢 连接的是镇仙宗 那么前元盟的八个堂 会不会也有差不多的构造呢 苏音眼睛眯起啊 瞳孔中一道道纹路浮现 正是当初 秦园副殿主口中的破望眼 纹路密密麻麻 构加出一副全新的封禁图 和大眼州一样 如果八大殿堂 连接在一起 搭建的是一条 封禁长龙的话 那么龙珠的方位啊 应该就是距离此处 数十万里之外的所在 苏尹正在推算 耳边响起了传音 不用看了 就在镇仙宗 当初 林玄主人 还是借助我的力量搭建的 封禁时 小峰峰 镇仙宗难道有什么特殊 离开灵渊呢 他就将封禁时取了出来 随身携带 仙器可以随意变化大小和形状 此时外人看来呢 也就是个挂在脖子上的吊坠而已 和所谓的封禁时没有半分相似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一时似乎受到了一次巨大的损伤 清醒过来后 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 只知道 当初的林玄主人 不仅构建了前缘盟的封禁网络 其他七大洲的也都由他主持修筑 龙珠的位置都对准了镇仙宗 目的是什么 又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也一知半解 搞不清楚 但肯定和灵脉有关 灵脉 苏隐皱眉又问了几句 见对方说不出什么 便只好停了下来 尽管他同样不知 但肯定和禁帝有极大关联呢 现在的他已经明白 禁帝三十六道残念 对三十六种职业都领悟到了极限 能做到这一点 怎么可能简单呢 能维持万年不灭 没有足够力量也做不到吧 不过呢 就算回到禁地 那群残念也会装死啊 不肯说出来 现在只能自己想办法寻找答案了 苏隐摇了摇头啊 将这些想法压在心底 开向不远处的女孩笑着问道 对了 这里可有可以远距离传训的阵法 我想传训给家人 告诉他们自己安然无恙 让他们不要担心 普通的传训玉符 能够传训的距离有限 上万里的就很逆天了 想要将消息传回大眼州 没有阵法加持 不可能做到 我带你去传训他 那里有远距离传训的阵法 联盟平时联系九州的宗门 靠的就是这东西 前缘盟啊 是整个大陆最中心的所在 一旦有命令传递下来 都会通过这个传训塔 正因如此 前妻等人才能这么快就来到这里 传训塔在城外的一座大山上 足有十九层之高 不知用什么材料铸造而成 映照在阳光下 熠熠生辉 这是专门炼制的法宝 由数十万个小块构建而成 每一个都刻画有正文 一旦激活 会将训息撕破空间 精准地传递出去 苏隐向眼前的建筑看去啊 和前世的埃弗尔铁塔很像 远远看是一个整体 距离近了呢 就能看出 由无数小块组成 每一块上都勾勒出了特殊的纹路 和传训玉符上的符文极其相似 说白了就是个信号放大器 之前呢 用传训玉符传训一万里 对方就收不到了 而有了这么多振文和高塔的加持 十几万里百万里都不在话下 之前还想着呀 如果这种传训塔做起来简单的话 自己也弄一个 随身携带 现在看来啊 还是算了 光这些配件就需要花费不知多久打造 更别说呀 还要将这些配件 一个个严丝合缝的 扣在一起了 主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情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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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剧 有情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生CV 南瓜南少 南哥市 法比 杜 杜肖 郭义达 第三百二十五章 在下前约蒙古灵儿 借传讯塔一用 古灵儿来到跟前 手腕一翻 一个令牌飞了过去 灵儿长老请进 一个中年人连忙拱手 满脸恭敬啊 女孩微微一笑 也不多说 跟在后面走了进去 想要引出巨魔的密探 自然要高调一些 肆无忌惮地爆出身份 就是第一步 只要巨魔一族不弱 应该用不了多久 就会得到消息 并有所行动了 长老 苏颖疑惑 达到虚仙境 就会自动成为前缘盟的长老 灵儿姑娘 又是长老店店主的清传弟子 成为长老 自然水到渠成 见他不知 前妻解释 苏颖恍然 塔内 大殿中间悬浮了一个巨大的玉牌 上面刻画着特殊的纹路 波纹流转 配合整座高塔 散发出极强的压迫感 哈 将你的传讯玉符放在上面 然后输入内容 消息就会被传递到 想要传递的地方 也能很快收到对方的回应啊 苏颖点头啊 将一枚玉符取了出来 沉思片刻 就传给小五吧 其他人都不靠谱啊 小五还算听话 给他传讯最合适不过了 就说他现在很安全 并未受伤 身处千元城 他们有空的话 可以过来寻找 书写完讯息啊 轻轻一点 嗡的一声 玉符清明 一道光芒沿着巨大的玉牌 向塔底流转 宛如照亮的六棱镜 紧接着 向上快速蔓延 眨眼功夫啊 发出剧烈的轰鸣 向外激视而出 瞬间消失在眼前 大殿上方挂着的风铃 一时间齐刷刷鸣响 中年人微微一笑啊 眼中带着自信 讯息传递成功 对方只要还在前缘大陆 就一定可以收到 险地呢 例如 碧露海深处 险地的空间虽然很复杂 但只要不是至险之处 不是飓风出现之时 应该都能收到 不仅如此 哪怕陵渊界都能联络呀 陵渊界 啊 陵渊界广阔无边 你不会以为 绝缘城外就没有人足了吧 不少强者为了魔力自己 都会远离人类守护的范围 深入聚谋腹地 伺机寻找宝物 机缘 他们之间相互联系 靠的就是传讯塔呀 原来如此 看来还是小看这东西的威力了 连绝地陵渊界都可以传讯 不愧是集合了无数高手修筑而成的宝贝 功效都赶得上同步卫星了 就是不知三寿他们从碧罗海出来没有 但愿哪 能接到消息 灵渊深处 一声惨呼啊 穷元老祖被活生生腾行 低头看了一眼 已经焦糊的一条腿 一只胳膊 眼眶透红啊 被封印在木钗中不知多少年 刚脱困恢复真正的实力 就被抓住了 关键还承受这种痛苦 想想就觉得心塞啊 咋这么倒霉呢 我他妈是真仙 当是第一人呐 咋在你们手里 跟个待宰的羔羊一样凄惨呢 要是有仙气 何至于此 穷元老祖心中生出一股悲凉啊 恢复修为只顾着装逼去了 没来得及找仙气猎话 但凡低调一点 让穷落给个法宝 不说全部猎话 只要能施展百分之五十的威力 也不致受此凌辱啊 你们到底要怎么样 穷元老祖强忍住疼痛 咬牙看过去啊 此时的极乐大魔王 正在消化魔灵果恢复修为 剩下的三兽呢 大眼瞪小眼的看过来 见他清醒并且能够说话 全都满是兴奋的 我说得不错吧 水烧一会儿都能乱叫 别说人了 只要火焰足够 肯定能清醒 乌龟一副智者的模样 满哥说得不错 下次再装昏 再乱说 就多烧一会儿啊 鹦鹉连连点头 感觉又学习了一招 难怪人类常说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老龟果然是知识宝库 对自己的启发实在太大了 嗯 那继续问吧 好 鹦鹉再次看过来 快说 主人被你关在什么地方了 你抓住他 是不是想要吃他的血肉啊 我是 该说想吃啊 还是该说不想吃的 穷元老祖满眼是泪啊 一脸纠结 说实话吧 挨一顿 说假话吧 也挨一顿 你们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啊 哼 把你知道的说出来 是 是我 我 我 我真不认识你们的主人啊 咬了咬牙 穷元老祖连忙摇头啊 你们也看到了 我刚出关 黄城也是第一次进 哪里知道他有没有被抓呀 还是继续烧吧 多烧一会儿就能说实话了 慢着 乌龟缓慢摇头 打断了对方 不能烧了 为什么 难道你觉得他说的是实话 那倒不是 只是觉得越烧越香 我饿了 要不先吃上几口 穷元老祖眼前发黑呀 这他妈说的是人话呀 阴得有些过分了啊 正在郁闷呢 就借鹦鹉流着口水看过来 还别说 确实很香啊 不说还没注意啊 仔细嗅过去 仙人果然不一样 肉烤起来更香啊 比蛟龙肉都美味不少 人吃动物 动物自然也能吃人 再说了 这是巨魔 虽然和人类长得像 却不是同一物种 吃点应该没问题吧 见两兽的嘴巴 随时都会靠近 将他烤熟的大腿胳膊呀 撕着吃了 穷元老祖再也忍不住 只好硬着头皮 好吧 我承认 我抓了你们的主人 他在哪儿 我在巨魔一族 又极高的地位 是你们唯一的筹码 一旦死在这里 估计你们的主人 也活不了了 穷元老祖咬牙气势啊 既然说啥都要挨揍 还要被吃 倒不如硬气一些 让对方投赎机器 三兽听到这话 果然迟疑起来呀 你要怎样 才可放了主人 给我疗伤 不能走啊 见对方忌惮 穷元老祖松了一口气啊 连忙提出要求道 三兽对望啊 正想说话呢 鹦鹉突然晃动了一下 取出一个玉牌 低头看了一眼 乌龟毛驴 见他神情不对 也围到跟前 只看了一眼 全都眼睛放光啊 怎么了 借一只焦急的三兽突然喜笑颜开 正在调整的极乐大魔王好奇地问道 没事 老龟摇头 看向一侧的穷元老祖声音冰冷 你们真的抓了主人 而且只能用你去换 不错 所以不能再揍我 也不能伤我 一旦我死了 你们主人也就必死无疑 那好 老龟转头看向剩下的两兽 该问的都问完了 打死吧 好嘞 鹦鹉连连点头啊 我就说嘛 魔族的家伙满口谎言 你们还不信 说完 嘴巴张开 再次满口火焰喷了过去 穷元老祖呆住了 正发懵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见猫驴的蹄子同样落了下来 咔嚓咔嚓 全身的骨头被踩得四分五裂 鲜血从口中不断地涌出啊 同时狂吼 为什么 你们难道不管主人的死活了吗 这是真的要疯了 说实话被揍 说假话同样被揍 还被揍得更惨 那怎么回事啊 这个 你们到底是想救人呢 还是想把主人弄死啊 一瞬间 穷元老祖 有些迷茫了 主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有请小事书 我来了 欢迎收听 牛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 有声句 有请小事书 改编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南哥市 华董 张孝 第三百二十六章 早知道桃李子木先拆后会这么凄惨 被困就被困吧 至少不痛苦啊 穷元老祖一脸懊悔啊 三位主人 再打就真的死了 剑火焰雷电驴蹄 不停地落下 穷元老祖作为针线也快承受不住 马上就要断气了 极乐大魔王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急忙劝说啊 现在主人下落不明 一旦将他打死 我们想交换也没底牌了 主人刚传来讯息 他不在魔筐城 在前缘城 安全了 三兽停了下来 鹦鹉笑盈盈地将玉牌递了过来 安全了 极乐愣住了 急忙接过玉牌 看清楚上面的内容后 同样松了口气 随即问道 既然爷爷没事 这位怎么办 你说没在 你手里就没在呗 非要详骗 你不挨揍谁挨揍啊 活该 你的意思呢 鹦鹉看过来 反正他也不能反抗 不仅心待着 既然身份不低 不如让爷爷处置 三兽赞同地点了点头啊 他们也没什么主意 让主人做决定最好啊 嘿嘿嘿 沿着这个方向 一直向前 有个绝缘城 只要过去 就能离开陵渊界 进入前缘城了 虽然被困八千年 但以前来过这里 对这里的地形了解不少 好 乌龟再次变大呀 将众人驮在背上 化作一团闪电 笔直向前飞了过去 时间不长 一座灰红的城市 出现在视线 无数身穿盔甲的兵士 傲然而立 我们从魔域过来 活用修炼的魔功 这样贸然过去 很容易被当成巨魔围攻啊 急了急忙 拦住要飞过去的乌龟 这是人族要地呀 高手如云 就这样去 又是陌生面孔 肯定会被抓呀 那怎么办 这个穷员已经变得交糊 而且突破到了真仙境界 哪怕徐仙巅峰 也察觉不出来具体身份 至于我 伪装一下 他们也未必能够看出 就是要委屈三位主人 继续装成普通动物 先蒙混过去再说了 无妨 三寿并不在意 商议既定啊 乌龟再次恢复原来的模样 极乐呢 则变成了一个少年狼 他虽然伤势还没痊愈 毕竟修为在那里摆着呀 堂堂虚仙巅峰强者 想让人看不出来 还是很容易的 做好了伪装 两人三寿大步向绝原城走了过去 传讯塔内 风铃之声再次大作 苏尹急忙翻看玉牌 果然上面有了消息 我们现在就去找你 见消息传回 苏尹松了口气 看来这三个家伙已经离开险地了 至于什么时候能够来到 也不着急了 只要进入前缘城 凭借主人和受宠的联系 找过来应该不难呢 联系尚老 感谢灵儿姑娘 感谢这位前辈 苏尹抱拳 公子严重了 我们传讯塔就是为了人族服务的 而且灵儿长老亲自过来 自然不敢怠慢的 中年人连连点头 传讯结束 苏尹也没什么事 跟在众人身后飞了出来 看向身边的女孩 现在做什么 我城外有一套院落十分安静 不如咱们过去修炼 尽快提升修为再说 你也好得你受宠过来 光明正大的出现在传讯塔 想必他在前缘城的消息 同样已经传递到了巨魔一族了 也该找个安静的地方守株待兔了 苏尹点头 他现在就算想险胜 也找不到方向 还是多了解一下前缘城再说吧 几人齐刷刷向城外飞去 刚刚离开传讯塔不久 建筑的阴暗之处 果然冒出了一个个人眼 将讯息悄悄地传递了出去 灵渊界 魔皇城 查到三寿的来历了吗 穷落魔皇看向面前的统领啊 还没有 不过 前缘城那边的密探刚传来消息 古灵儿出现在城外一处偏僻安静的宅院 身边没有高手 也没有暗影的人守护 你想说什么 直接说吧 穷落魔皇大手一摆 我们打探古灵儿消息的事 肯定瞒不过人族 明知道他是我们的目标 却任由其离开绝缘城 并且独自居住 我怕 这一切都是人族的阴谋啊 不是阴谋 而是赤裸裸的阳谋 和古云丘交手多年 这家伙的想法 我还是能猜出来的 他知道我们对古灵儿势在必得 故意让他冒险 这是打算将我们留在前缘城的密探 全部调出来 那怎么办 统领皱眉 让他掉 通知一下我们的密探 所有隐藏的高手 全部动起来 哪怕付出再大代价 也要将其抓住 而且 一定要活捉 这 统领停顿了一下 属下不解 根据那三寿所说的 这个古灵儿极有可能是他们的主人 一旦咱们全力去抓 会不会彻底惹怒对方 最终无法调解 现在这种局面 何有办法调解 额 统领说不出话了呀 都将穷援老祖抓了 又弄得整个魔皇城变成这样 可以说整个巨魔一族 已经与这三寿啊 不死不休了 可对方连针仙都能一蹄子打得无法怀手 他们真的是对手啊 他们是强大无匹 但也不是不能抵抗 不说其他 真要击伤穷援老祖后 没受伤 为何要逃走 统领愣住了 不留那一根矛 我还想不到这点 我用了所有手段都弄不坏 甚至弯曲都很难办到 强大的太离谱了 别说真仙了 就算是更厉害的金仙 都未必可以做得到 你难道觉得那头驴达到了金仙境界 前缘大陆会有这种强者存在 不可能 统领连连摇头 若是有这种级别的修士 早就将天下统一了 既然不是 那就是故意留下驴毛 装模作样 本尊肯定已经被我击伤了 才会仓皇逃顿 所以 他们并没那么可怕 更何况 就算真超越了真仙 成就了金仙 又如何 举摩一族的底牌是什么 你也知道 大不了与死网祸 不过 现在还没到时候 既然三兽对古灵二重视 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点 若是我们能敢在他们前面 将其抓住 是不是就可以将其操控 为我们所用 对啊 统灵眼睛放光啊 这三兽为了古灵二不惜大闹皇城 又不知耗费多大抓走了穷援老祖 足见忠心呢 若他们提前抓住那丫头的话 剩下的就简单了 控制他们对抗人族 谁能阻挡啊 好了 去执行吧 只要成功 人类灭亡 就在清客 米炭之类 要不要都不重要了 是 统领连忙点头 他能想到的 陛下都提前想到了 并且处理得趋于完美 不愧是魔皇啊 智慧 深不可测 主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邮请小师叔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邮请小师叔 邮请小师叔 有请小师叔 我来了 欢迎收听 尤其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 有声句 有请小师叔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门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法朵 之白 六亿 画风 南歌市 杜霄 第327章 第327章 一番前行啊 一个不大的院落出现在视线 和隐仙居有些相似 院子里种满了桃花 显得十分幽静 我斩杀巨魔比较多 一旦杀戮之心无法驱逐 就会来这里调整自己 让自己的心情变得空灵 落在院子中间 古灵儿眼神变得温柔了不少 笑着看向苏颖 她从小在灵渊界长大 终日与巨魔对抗 虽然看起来人畜无伤 实际上内心深处的杀戮之气 极其浓郁 不这样啊 也不可能闯下赫赫威名 立下无数人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功勋 正因如此 体内的杀戮之气需要化解 而在灵渊界呢 肯定不行 长老店也很难完成 这个小院啊 是她13岁的时候 用自己赚的钱购买的 远离尘销 安静淡然 长时间居住 会让人心中自然而然的产生一种空灵 苏颖环过了一周 不住电头 哦 这里的确不错 如果能种些小麦 水到就更好了 啊 那倒不用 见她一脸认真 古灵儿连忙摇头 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抑制周围的房间 这里有许多空屋子 你们想住哪个随便选吧 好 前妻等人连连点头啊 苏颖也选了一个在角落的房间住了进去 不得不说呀 前缘城的灵气 比起大眼皇城更加精纯和浓郁 普通人在这里修炼都可以快速进步 有机会冲击更高境界 当然了 也是有限制的 想要突破宗师或者传承 依旧需要进入宗门或者联盟 散修想要完成啊 除了决地 同样没有更好的办法 其实超等灵气是可以用来交易的 散修是可以用特殊的宝物换取的 前缘城强者之间流通的就是这个 猜出他的想法 封禁时解释道 你的意思是用灵气当货币 苏颖奇怪啊 是啊 修为达到一定境界 银两皇军虽然价值不菲 也不过是一堆数字而已 已经完全没吸引力了 超等灵脉的灵气也就成了最多的需求 通常永恒一重强者 运转一周天需要的超等灵气为一道 相当于银子中的一两 以此计算 一条完整的超等灵脉 差不多有百万道之多吧 哦 原来如此啊 上次从前妻等人手中拿到的 差不多有四十万道 无论怎么看 都算得上一大笔财富了 苏颖住进古林儿住所的同时 乌龟等兽啊 也遇到了正在盘查的薛威将军 巡逻队军营 薛威将军正要换房休息 就见一个属下急匆匆来到跟前 正是自己的得力副将张洛 城门边来了一个奇怪的走合 没办法定夺 想请将军决断 奇怪 薛威疑惑啊 每年进入灵渊闯荡的修炼者 不知多少 从里面回来的也不计其数 因此啊 每天都有不少人进进出出 还从未见过这位如此表情啊 是个少年 大概十六七岁的样子 骑着一头驴 还带着一个乌龟和一只鹦鹉 估计是哪家的子弟进灵渊试炼 乌龟鹦鹉之类 都是保护他的兽宠吧 灵渊因为特殊 不少家族子弟为了魔力自身 也会冒险进入 当然了 魔力不是送命 自然要做好防护措施啊 起初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乌龟鹦鹉没有一点腰圆 看起来没有丝毫实力 最关键的是 他们还带着一个浑身肉香的焦炭人 被烧得漆黑 感觉像是烤地瓜 看起来好像死了 但还有心跳呼吸 哦 我去看看 听完张罗的汇报啊 学为眨巴眼睛 也有些发懵啊 守官这么多年 这种组合还是第一次听说 来到跟前 果然见到一个少年 笑呵呵地带着三头动物 加上一个满是漆黑的人形物品 这是我的护卫 被巨魔偷袭烧成了这样 我着急离开 就是想回到前缘城 找民意帮忙医治 既然是伪装 自然找好了借口 包括身份之类的 作为曾经纵横世界的大魔王 修为低的时候 没少被高手围杀 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靠的就是这种 脸不红心不跳的 扯黄本事 绳势不轻恶 这样吧 等候我略懂医术 可以帮忙看看 修为上前一步 手指搭在穷元老祖的脉搏上 眉头微微皱起 这位的确是被火烧伤的 而且急重 按照正常情况 应该虚弱至极 随时都会死亡 但不知为何呀 脉搏的跳动十分有力 甚至比他这个 永恒三重的强者 都强大了不知多少倍 能出现这种情况 说明这位交叹人 没伤之前 异常强大 比起诸位店主 都丝毫不弱呀 人族拥有这种实力的 每一个都名声响亮 自己差不多都认识 没有和这位吻合的呀 难道是魔族高手 想要混进来 薛薇眼神凝重 仔细看去 瞳孔不由一缩呀 是银铜蚕丝编制的衣服 银铜蚕 生活在十大显地的妖兽 成年后的实力 堪比永恒境强者 吐出的丝坚韧无比 是防御法宝中最巅峰的存在 以此编织衣物 最低都能达到圆满灵气级别 数量之稀少 整个大陆都不会超过三件 其中有一件 就在古云丘店主身上穿着 此刻呢 在一个护卫身上看到了相同的 并且被烧成这样 不说其他的 单说烧他的火焰 究竟达到了什么级别 才能做到这点呢 轻轻捏了一下焦太人的皮肤 一股巨大的力量反之而来 涌入丹田 让他忍不住闷哼一声啊 薛维将军眼睛立刻眯了起来 此刻再傻也明白 这一行人不是古怪 而是不简单了 将震惊压制住 薛维将军反而微微一笑 不知这位朋友如何称呼 是田园城哪家的公子啊 小组小户而已 不知一提 极乐连忙抱拳呢 对方产生怀疑他看出来了 但也没办法呀 穷元老祖不是物品 无法放进储物戒指 本来伪装得很好 怎么都想不到 这位负责守官的将军 还懂医术 真先强者若主动伪装 肯定看不出什么 但此刻重伤昏迷 自动护体的力量无法遮掩 对方肯定有所察觉了 实在不行 硬闯逃走 极乐悄悄传音呢 乌龟鹦鹉同时点头 若是真的阻拦 就只能硬闯了 他们都能从魔皇城逃走 绝缘城应该同样问题不大 朋友不愿说也无妨 前缘盟最好的意识并不在前缘城 而是在这个绝缘城 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 不然这位再耽搁下去 怕是坚持不住了 薛伪眼中的怀疑更浓了 但并未揭破 而是吩咐一声 张鹿 带着位小兄弟和他的寿宠 去城内的小院休息 我这就请医师过来 不用这么麻烦 只要将军放我过去 他的伤自然有人拟治 不客气 薛伪大手一摆 无数兵士集中过来 将两人三兽团团围在中心 极乐眼睛眯起 正想冲出去 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薛伪 你先下去吧 紧接着 一位老者 落在面前 卓伪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邀请小师叔播剿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邀请小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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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牛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呢 多人精评 有声句 邀请小师叔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画风 南歌市 杜霄 黑雨 张笑 第328章 发话的老者呀 正是古云秋 刚刚薛薇察觉到了不对劲 就立刻让人传讯了 掌老店距离这里呢 不过几十里的路程而已 眨眼功夫就来到跟前 古店主亲自出手 薛薇不再多说 带着诸多兵士转身离开 见周围没人呢 顾云秋轻轻一点 四周封禁被激活 将方圆百米范围笼罩在内 外人看不见 也听不着 这位朋友 虽然你的实力不索 但硬闯绝缘成的话 也没那么容易 既然隐藏到此 肯定没有敌意 不如好好聊聊 极乐见这位 并未撕破脸皮 也不隐瞒 我们的确没有恶意 只是想离开灵渊界 这个简单 这是我的令牌 只要拿着 没人会阻拦 说着 手腕一翻 一个令牌出现在掌心 只是我有些疑问 不知这位朋友 能不能帮我解答 只要如实相告 这枚令牌给你又如何 请教 半个时辰前 魔皇城发生动乱 刚刚突破的穷员老祖 被人掳走 不知朋友知不知情 我就是前来试炼的小人物 哪里知道这种大事 极乐摇头 不知道也无妨 能在魔皇城大闹 肯定和巨魔一族 并不和睦 只要对方答应 我人族愿意与之交好 甚至大开方便之门 算了 说的有点多了 这枚令牌就赠送给朋友 也算你我相识一场的情分 说吧呀 古云秋将令牌递了过来 多谢 极乐抱拳接过 不再多说 带着毛驴等兽 急匆匆离开 他们刚走啊 暗影缓缓浮现 满是疑惑地看过来 你怀疑他就是在魔皇城大闹的那一位超级强者 那位强者战斗之前突然卖驴 说明肯定有驴 而这位身边也有一头 那个被烧焦的家伙虽然伤势很重 但肉身极强 居然可以阻挡我的神识探查 最关键的是 我悄悄探查了一下他的骨头 依然堪比仙气 能做到这点的 当时除了穷落魔皇 和那位刚突破的穷元老祖 是在想不出第三人哪 你的意思 这位刚刚突破成真仙的穷元老祖 不仅被捉了 还被打成这样 暗影嘴角一抽啊 能将真仙强者生擒 已经让人很意外了 直接烧到浑身飘香 这也太狠了吧 摆明了和巨魔一族不死不休啊 我也只是猜测 毕竟这一行人 出现得太奇怪了 古云秋神色变得凝重 刚刚自己生怕引起对方的不愿 只是探查了一下 就悄悄收回了神石 所以呢 并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猜测 暗影更加不解了 如果真的连对方 是敌是友都没有弄清楚 就贸然让他进入人族腹地 是不是太危险了 唉 对方如此强者 没硬创 而是等待探查 说明没有恶意 这种情况下只能交好 而非交物 我赠送令牌就是这个意思 更何况 对方连魔皇城都可以轻松进出 并且将真仙打成残废 你觉得真要硬闯 我们可以防得住 这 暗影说不出话了 若猜测是真的 他们的确没办法阻挡 与其闹起来 还不如事先交好 或许真要出现什么矛盾呢 对方也能顾忌这份恩情 要不 我悄悄跟在后面 看看他要做些什么 也能够提前防备 不用 不仅你不要跟 任何人都不要跟 因为一旦被发现 唯一的一点信任 也就没了 顾云秋摇了摇头啊 他既然没有恶意 我们不打扰就是 当然 让人留心一些还是可以的 有什么消息 也要第一时间汇报 暗影点头 不再多说 只要对方进入人族 就算不需要跟踪 想要知道动向和举动 也是很容易的 我刚让古灵儿去了前缘城 这位也要过去 你说 会不会这位高手和灵儿认识 或者有什么关系 安静了片刻 顾云秋突然到 巨魔一族对古灵儿 下达抓捕的死命令 明显和这位有关 现在他又非要去前缘城 让他不怀疑都难 有可能 若真和灵儿小姐认识 那就太好了 巨魔一族 肯定再不敢放肆 暗影略带激动 但愿吧 古云秋皱眉 不知想起了什么 看向灵渊深处 眼神复杂呀 就这样出来了 前缘城的封禁外 小五依旧有些不敢相信 还以为需要战斗 没想到这么简单 另排一举 没任何人阻拦 轻轻松松就离开了绝缘城 离开了灵渊 回到了前缘大陆 神族明明弱小 却能对抗巨魔上万年 而不退缩一步 的确有些本事 通过和古云秋的交谈 吉乐知道 对方肯定是发现了什么 才如此态度 不知身份 不去询问 甚至还给了令牌 让其畅通无阻 光这份魄力呀 就是巨魔一族所没有的 他虽不认识这位老者是谁 但也知道 在人族的地位啊 必然不低 这就是前缘城 依依既然说在这里 三位主人作为宠物 应该可以感应得到 只要知道方位 咱们就可以找过去了 吉乐不再多想 而是看向面前的城市 尽管八千多年没来过了 但可以肯定 这就是前缘大陆 最核心的地方 前缘城 大黑两个大耳朵转了一会儿 巨大的驴头点了点 感应到了 就在那那个方向 距离这里不算太远 鹦鹉乌龟同时点头 一人三寿啊 外加交叹人 笔直飞了过去 前缘城 一个隐藏在地下的房间 一张狭长的桌子放在大殿中央 周围呢 摆了十八把椅子 最前方的椅子上 一个老者的身影出现 紧接着 影子晃动 十七把椅子全部坐满 虽然和人类长得一模一样 但仔细看的话 隐隐绰绰 只是一缕缕魂魄 十七个魂魄 模样和身份全都各不相同 有羽扇观金的文师 也有身穿盔甲的军事 更有隐匿风尘的青楼歌姬 总之啊 老人 孩子 女子 青年 应有尽有 统领 这么着急将我们找过来 所为何事 一个身穿绿裙的女子 笑盈盈地看过来 举手投足都带着魅惑之一 哼 女龙 说起你的魅惑功夫 老大这么着急找我们 肯定是要谈正事 一个身穿盔甲的壮汉横道 呀 屠夫哥哥还为上次我冷落你而怨恨呢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谁让你这么粗鲁 不懂得联系人家女孩子 绿罗轻轻一笑 幽怨的眼神配合一瓶一笑 如同细线 不断地撩拨人的心弦 说我粗鲁 怎么你想打架呀 在下最喜欢战斗 要不要过一会儿交个手 让我试试你的身浅呢 求之不得 刚好也让奴家见识一下 你的长短 够了 见二人越说越离谱 很快就能打起来 老者大手一摆 打断了他们的话语 诸位都是我魔族潜伏在前缘城的精英 平时征功劳下半子 我就不说什么了 这次事关重大 谁敢使小动作 把事情搞砸 我定会禀告魔皇 将其魂魄抽出来 放在灼火上 断烧七七四十九天 肉身炼制成油灯 是 听他这样说呀 绿罗和屠夫等人 神色立刻凝重起来 再也不敢 废话 卓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请小事书播剪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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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 有声句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门 本集出场细微 南瓜南少 张啸 黑鱼 郭义达 法朵 杜霄 南歌士 第329章 灼火 巨魔一族祭祀用的祭祀之火 属于最厉害的惩罚之一 一旦灼烧啊 痛入骨髓 而且无法排除 永世不得超生 虚仙跌峰强者都无法抗衡啊 真要在上面断烧49天 不用想也知道 必死无疑啊 这是陛下刚传来的消息 以及命名 见众人不再废话 老者大手一摆 一条讯息立刻化作十七道光点 分散着飞入虚影的眉心 看完讯息上的内容 十七道虚影同时一阵 满是不敢相信了 雄元老祖突破真仙 都被人抓了 大闹皇城 用尽一切手段拦不住也就罢了 居然击毁半个皇城 到底什么人这么厉害啊 讯息上并未细说是谁 但绝不是古云秋等人 他们实力肯定做不到 十七道虚影再没了之前的嬉戏 一个个嘴巴张开 说不出话来 能混入人族腹地 伪装的古云秋等人都查探不出 无一不是魔族的精英啊 甚至有些人只要回去 就可以直接封王 活了这么多年 什么样的强者没见过呀 但一下搞出这么大动静的 依旧做梦都不敢想象啊 颠覆历史了 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 按照命令上的要求 最短的时间内抓住古灵儿 不惜一切代价 甚至暴露 甚至可能会牺牲一大半 从而再无法回归灵渊 各位应该没问题吧 见众人已经明白要做的事 老者目光一闪 没问题 众人同时神色凝重 去做密探 其实早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如果以他们的性命 能换回魔族的胜利 他们绝对万死不辞 那就好 古灵儿我已经探查了 就在城外自己的桃花小柱居住 既然动手 就要做到万无一失 争取一次成功 不然就是白白牺牲 一切听从头来 众人齐齐抱拳 老者这才满意的点头 古灵儿之所以出现在这儿 并且离开长老殿的庇护 无用猜也知道 人族必然是知晓了我们的目的 想要把我们调出来 陛下的意思是 让咱们将计就计 既然对方没派人守护 就要以最快的速度将其抓住 然后迅速逃离 一旦成功 回去之后立刻封王 如果不幸陨落 族内不管是谁 只要修为达到直接封王 而且还是世袭网替 万死不死 众人呼吸立刻急促起来 魔族讲究血统和身份 一旦被封王 血脉会立刻变成正统 届时呢 就真的算是平步青云了 好了 现在我来安排任务 和古灵儿在一起的是 是前妻远海赵迅 丽阳四人 他们为各州顶尖天才 修为虽然不算太高 但保命手段不少 冷面文士花匠白袍 你们四人分别狙击他们 不求击杀 只求拦住 半斩茶功夫即可 是 四个虚影同时站起身来 功身抱拳 作为密探 他们用的都不是自己的名字 而是代号 甚至呢 虚影的模样也都是幻化 看起来像是真人 其实彼此间呢 都不知道本尊到底何种模样 正因如此 他们才能在这里潜伏下来 到现在都没有被发现呢 除了这四人 还有一位少年 不知从何而来 咱们的资料中没有 不过年纪轻轻 就拥有虚仙二重的修为 算是天资不错 这样吧 让给屠夫去对付 放心 屠夫咧嘴一笑 自信满满 管他天赋如何 虚仙二重而已 我一刀就能将他脑袋披下来 就这几个人 处理起来不难 绿罗 照影 流水 负责抓捕古铃尔 铁钩 木火 负责周围的情报 消土 断痕 负责空间传送 我居中照应 大家争取十五个呼吸内 结束战斗 另外 寒江 冰雪 锁灵 不要参与了 悄悄潜伏 一旦我们失败 趁他们不备的时候 再次偷袭 只能成功 不许失败 很快将所有人都安排了一遍 老者缓缓站起身 表情严肃 准备出发吧 一刻钟后 在桃花小柱外集合 各自隐藏好身形 等待命令 诸多虚仰同时点头 下一刻 齐刷刷消失在原地 桃花小柱宽敞的客厅内 古灵儿眼神凝重地将准备好的东西 一件件放在特定位置 仔细地布置 罗盘针 探查巨魔出现的位置 虚剑阵纹 进行攻击 迷幻阵纹 负责扰乱神石 常年与巨魔对战 他虽然年轻 宝物却是不少 比一般的虚仙九重都要富有啊 过了不知多久 这才伸了个懒腰 吐出一口浊气 可惜 实力还是弱了些 不然 让他们来一个死一个 女孩嘴上说不在乎 实际上知道 这次面临的呀 将会是巨魔一族的疾风暴雨 稍有不慎就可能陨落呀 所以呢 一回到院子 顾不上给苏寅等人介绍 立刻回房准备 尤其是这个客厅 几乎掏空了他的所有家底儿啊 能用上的都用上了 只要有人敢偷袭 必然会遭到最为强烈的反击 林儿姑娘 需不需要我们帮忙啊 前期员还等人走了进来 巨魔一族不可能善罢该休 我们还是一起吧 相互也能有个照样 很多消息啊 他们并不知情 但作为整个大陆的顶尖天才 眼力极佳 自然看出了些不对劲 也猜出了一些事情 不然呢 早就离开了 不至于厚着面皮尾随至此啊 巨魔一旦进攻 肯定会用尽所有力量 这里 已经变成整个前缘城最危险的地方了 见他们猜出 古灵儿也没隐瞒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们 危险算不上什么 真要害怕 我们早就走了 不至于现在过来 虽不知你为何离开绝缘城 但我知道 肯定有着任务 只要为人族 我远海 同样不会后退半步 我们也是 赵迅丽阳向前 目光坚定 他们作为人族顶级天才 尽管一直受宗门守护 没遇到过真正的生死危机 可遇到危险 一样拥有足够的热血 见众人这副表情 古灵儿知道劝阻不了 笑了起来 那就各自准备吧 不管巨魔一族出现什么样的强者 只要能坚持十五个呼吸左右 长老殿的人 必然能赶过来救援 人族有内斗 有竞争 但关键时刻 每次都能站在一起 凝聚成一股神 正因如此 才能和巨魔一族对抗万年 一步 都没有退缩 卓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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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门 本集出场机威 南瓜南少 华 杜 杜 南歌 是 第三百三十章 一直生活在温室之中 前妻等人也想真正战斗 让所有人都知道 昔日的天才 已经拥有了足够的修为和力量 可以真正撑起一片天空了 将各自的宝物同样布置好 前妻想起什么 我看苏兄在房间里研究什么 仿佛并不知情 要不要通知医生 先不用了 他只有虚仙二重 帮不上太大忙 而且 我也将老师给的御符 放在他的门前 遇到危险 会自动守护 无需担心 古灵儿解释 老师给他作为保命手段的御符 被悄悄地放在了苏隐的门口 倒不是因为 对这位少年有什么特别的感情 而是他救过自己的性命 这次又是属于自己的任务 无论如何 也要保障对方安全 见这位不愿意通知 前妻不再多说 这样也好 我天赋不如他 但是斩杀巨魔的功勋上 他一定不如我 从突破到对封禁的理解 他们自知不如这个少年 但面对巨魔 击杀敌人 靠的还是血和勇 他们肯定会比大眼周 出来的这位做得更好 袁海等人同样点头啊 早就憋了口气了 这次一定要证明 自己比对方更加有血性 更加勇敢 几人正在说话呢 房间内的风铃声响了起来 古灵儿秀眉一扬 来了 作为自己的住处 早就做好了各种各样的布置 只要有魔族强者 踏入一定范围 会立刻触碰机关 发出警报 古灵儿玉手一挥 众人面前顿时出现了一个光幕 浮现出了小院外面的场景 这是一种特殊的映照幅路 悄悄藏在四周 就能将外面的场景啊 完美地录制下来 传送到这里 和苏尹前世的监控一样 见他准备得如此齐全 前妻等人眼睛放光 齐刷刷看了过去 桃花小柱 坐落在一处安静的山谷中 背后是山脉 峭壁 所以真要有人过来啊 只有门前的一条路可走 此时啊 蜿蜒的道路上 一个十来岁的孩童大步而来 身后跟着一头毛驴 一只乌龟和一个鹦鹉 驴背上呢 还有一个烧黑的人形木炭 几人同时皱眉啊 古灵儿也买是不解 难道这就是巨魔一族的密探 不应该悄悄过来偷袭吗 怎么这么光明正大呀 就差直接敲门了 最关键的是 一个人来就可以了 带着驴 带着龟 我能忍 还带着一个伤残人士 搞什么呀 会不会搞错了 不是魔族强者 而只是普通的行人 古灵儿摇头啊 我外面布置的东西 只要靠近魔源 就会立即报警 不会出现失误 这位孩童虽然气息掩饰得很好 但体内必然拥有魔器 不然 风铃不会想 原来如此 前期神色凝重 应该是伪装成为普通路人 然后过来探路的 要不 我先去杀了 不用 这样只会打草惊蛇 先看看他们的动作再说吧 古灵儿正想说下去 房间内的风铃 立刻响得急促起来 有种战鼓来临的错觉啊 女孩脸色一沉 手中多出一柄长剑 来了 而且胸位很高 准备好战斗吧 前妻等人同样将兵器取出 一个个斗志激昂啊 能潜伏在前缘城 虽不知身份 但实力肯定不低 不用想也知道啊 是一场硬仗 众人齐刷刷向光幕看去 随即啊 看到小鹿的尽头 一个矮小的土堆 快速向这边急驰而来 一道道急风吹得野草树枝乱晃 让人感到心悸啊 是地形魔宫 远海瞳孔收缩 能窜行的速度这么快 修为最少达到了虚线八重 魔宫和武器一样 分为多种形式 有些擅长战斗 有些擅长飞天 有些擅长遁地 地形魔宫正是后者 运转到极致 入地 入石 如履平地 是隐匿前行最好的秘法之一啊 这里靠近大山 地下全是各种各样的石头 这位能窜得如此之快 说明对地形魔宫的掌控 已经达到了炉火春晶 难以想象的地步了 修为之强 怕是不弱 虚线八重了 他们之中修为最强的古灵儿 也不过虚线七重 距离这种境界啊 还是有些差距的 如此强者 硬冲的话 哪怕提前准备了不少 能挡住多久 谁也没有半分把握呀 出现的第一个就这么可怕 后面会不会有更厉害的呀 一瞬间哪 房间安静下来 再没了之前的激动 所有人都面露凝重 尤其是前妻等人 此时才明白 事情比他们想象的还要恐怖和复杂呀 巨魔一族对这位古灵儿的杀心 怕都超过了古云丘店主 要不 现在就通知长老店吧 沉默片刻 李扬插话道 不行 古灵儿摇头 目光中带着坚定 我的目的 就是将隐藏在人族的魔族强者 全部引出来 才来了一位就让长老店出手 其他巨魔还怎敢露头 真要这么做 一切努力都将白费了 行吧 明白她的目的 前妻深吸一口气 眼中露出豪气 既然你是这个想法 那我们就与他们战斗 虚仙八重又如何 真要拼尽全力 谁生谁死 还不一定啊 众人同时点头 正想说话呢 就看到光幕上沿路前进的孩童 以及毛驴等兽 同样感应到了 起起转头啊 那是什么 模样普通的毛驴 一双大眼睛盯着鼓起来的土包 带着疑惑 不知道啊 看起来挺好玩的 鹦鹉闪动翅膀 一脸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是挺好玩的 毛驴咧嘴一笑啊 驴蹄子抬起 大大一声 对着土包踩了下去 一声脆响 紧接着众人看到鲜血 从土包里渗了出来 地下似乎有什么东西抽出了几下 然后 没了动静了 这是 被踢死了 这些是妖兽 能口吐人言 自然是妖兽 只是 一下踢死虚仙八重巨魔 什么实力 前妻等人瞪大眼睛啊 面面相去 刚推断出这位地形的巨魔强者 最少达到了虚仙八重境界 结果 还没来到院子呢 就被走过的毛驴儿一下 剃死了 真的假的呀 卓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剿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情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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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剧 有情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门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法国 南哥市 杜骁 张笑 娇骁 第331章 震惊还没结束 空中风铃声再次大作 又一个飞行的人影急所而来 同样没到跟前 体表就燃烧出火焰 将四周的空气都烧得有些扭曲 显然 他看到同伴被当场踢死 愤怒之下 再顾不上隐匿身形 是 是夜魔火 看到这个身影 古灵儿秀全捏紧 浑身冰冷 虚仙九虫聚魔才能施展的技能 火焰温度极高 远脉灵气都抵挡不住 会被轻易柔化 秦渊城竟然潜伏了这样的强者 还以为藏在城内的密探都是小喽喽 没想到 冒出个八虫不说 又出现个九虫 这种实力啊 在巨魔一族都可以封王了 却甘心潜在人族做探子 难怪他们查不出来啊 根本没办法查呀 同志 张老殿吧 随即 手腕一翻 玉符出现 虽不想如此 可虚仙九虫强者都来了 他们肯定不是对手啊 与其被杀 白白牺牲 还不如放弃这次行动 古灵儿手指点在玉牌上 正打算输入讯息 就见光幕中的鹦鹉 一脸好奇地看向飞来的举魔 这是啥玩意儿 在我面前玩火 招死啊 翅膀轻轻轻一抖啊 吼 炙热无比的赤焰魔火 如吹灭的烛火一般 没了半点踪迹 紧接着呀 鹦鹉翅膀落在这家伙头上 哼的一声 脑袋炸开 虚仙九虫的巨魔 一眨眼从空中摔在地上 抽搐几下 断绝了呼吸了 也死了 房间沉默呀 众人瑟瑟发抖 过了不知多久 前期沙哑的声音才响了起来 我刚才好像看到 一个虚仙九虫抢者被 这个鹦鹉 一翅膀拍死了 我也看到了 不是幻境 几人相互对望 全都瞪远眼睛 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虚仙八虫九虫 即便是在前沿城啊 也能搅出极大的风浪 结果 随手被一头驴 一只鸟拍死了 连惨呼都没发出来呀 就算亲眼看到 都不敢相信啊 众人再次向光木看去 此时的鹦鹉猫驴等兽啊 也察觉出不对劲了 这些是巨魔 看着躺在地上 已经没呼吸的尸体 鹦鹉疑惑地询问 最前方的孩童 可能是过来找爷爷麻烦的 孩童神色凝重啊 正是极乐大魔王 他们感应到苏隐居住的地方 立即就赶了过来 谁都没想到啊 还没来到门前呢 就遇到了这两个家伙 爷爷住在里面 他们却悄无声息地施展修为 不是找麻烦是什么呀 一瞬间 大魔王眼中满是警惕啊 大黑也面露慌张 那那那 怎么办 要不我们找找找看 看看四周还有没有 有的话就全都提死 稍等片刻吧 真要对爷爷不利 肯定还会继续出现 先打死再说 不然打扰到爷爷就不好了 他是有罪之身啊 正需要表现的时候 自然不能惹爷爷生气了呀 好 鹦鹉乌龟毛驴 布置他心里的小九九 同时点头 他们是过来找爷爷的 将对话听在耳中 古灵儿皱眉啊 难道老师派其他人了 能有这么大的孙子 对方口中的爷爷 最少也超过六七十岁了吧 你这座府邸 可有如此年纪的人 这里我平时很少来 只有一些护卫 下人负责打扫收拾 不过年纪都很小 最大的也就三十来岁 要说超过六十的 只有看守门房的秦大爷 门房秦大爷 前妻目光一闪 难道他是超级高手 所以孙子和宠物也都这么厉害 有可能 其他人同时点头啊 许多高手都是有特殊爱好的 有些喜欢隐藏修为 隐匿身份 该不会这位也是如此吧 结果 他们竟没看出来 一瞬间众人眼中都露出了佩服之色呀 门房秦大爷 厉害呀 距离不远的门房处 他们口中的秦大爷呀 此刻正晒着太阳 打了个宝阁 丝毫不知道外面的危险 已经发生 与桃花小柱相隔几里的一间破屋内 老者和诸多巨模密探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见面 原来你是屠夫 你是绿罗 看着眼前的两人 统领略带惊讶呀 所谓的屠夫 本以为是个五大三粗的壮汉 结果呢 是个娇滴滴的女子 而绿罗呢 是个满是求虚的男人 难怪可以隐藏 让人探查不到 手段的确高明啊 统领 什么时候动手 相互之间认识 屠夫啊 娇滴滴的声音响起 别着急 我刚才派了萧土赤宴过去 让他们看看有没有埋伏 不出意外 马上就会传来消息 他们两个实力强劲 隐匿手段高明 最合适不过 屠夫点头 话音未落呀 就见老者手腕一翻 掌心突出现的两个玉牌 同时碎裂开来 众人身体一震啊 灵魂玉牌碎裂就表示人已经死了 这才去了多久啊 有埋伏 绿罗眼睛眯起啊 陛下下了死命令 今天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都要成功 能够短时间内杀死萧土赤宴的 人族也就那几位店主才可以做到 我出去把他们引走 你们随后冲过去 死再多人 也要抓住对方 是 众人点头 他们之中修为最高的就是这位老者 他亲自出手 就算对付不了古云秋等人 引走 肯定还是可以做到的 这是我的灵魂玉符 如果碎裂 就代为禀告魔皇 老朽辜负了他的重托 老者接着递来一枚玉牌 屠夫将玉牌捏住 眼神露出了担忧 统领小心 不用担心 老朽虽一直潜伏 实力却没落下 就算古云秋 也能战斗一段时间 不落下风 他们想杀我也没那么容易 老者淡然一笑 身体一晃 疾风般冲了出去 下一刻呀 已然消失在众人面前 大家准备好 统领亲自出手 肯定能引走对方的埋伏 咱们也要快刀斩乱麻 用最短的时间 抓住那位古灵儿 屠夫环顾一周 命令道 统领不在 他就是前缘城密探中 最大的领导 众人齐刷刷点头啊 这时 远处老者的笑声 响了起来 既然都出手 就别隐藏了 出来和我一战吧 声音还没结束呢 屠夫脸色一僵 急忙低头 随即看到掌心的御符 已经碎裂开来 化作积粉 随风飘落 死 死了 气息已经消散 被杀了 房间内鸦雀无声啊 所有隐藏在前缘城的密探 同时瑟瑟发抖 感到了浓浓的恐惧啊 跨越绝缘城潜伏 他们没害怕 听到魔皇下达的不合理命令 他们没害怕 现在 却有了浓浓的恐惧感啊 这到底 发生了什么呀 竹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有请小事书 我来了 欢迎收听 牛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 有请小事书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南哥市 法子 郭义达 焦消 杜消 第三百三十二章 狭窄的小路上 看着被当场垫死的统领啊 老龟松了口气 幸亏反应快 不然吵着主人 主人肯定生气 大黑鹦鹉 同样心有余悸啊 这群不知从哪儿 跑出来的家伙 一飞过来就大吵大喝 有没有点功德心呢 远处还有人上班呢 太没礼貌了 极乐大魔王神识探查了一下 神色凝重地指向一处 他们都是从那边飞过来的 猜得不错 还有人隐藏 过去看看 随即啊 一人三兽飞了过去 连统领都死了 咱们再过去的话 怕同样坚持不了多久啊 破屋内啊 沉默被一个中年巨魔打破了 我知道 大家自从成为密探那一刻起 早已将生死制制度外刻 可一旦死了 便再无法完成陛下的命令 巨魔一族多年的部署 也将毁于一旦啊 统领大人是他们之中实力最强的 虚仙九冲巅峰 在整个大陆都能算得上拔尖啊 和敌人战斗一段时间 不敌被杀也就算了 出去才几个呼吸就魂飞魄散 啥都没逃掉啊 实在让人太惊悚了 文士 你什么意思 哼 害怕了 相处这么多年 我的性格你们应该都知道 不是陛下出手 一百多年前就死了 为陛下献身是我的荣誉 死且不怕 又怎怕其他 之所以开口 这是不想大家做无谓的牺牲罢了 我赞同文士的说法 不如先撤 待探查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再做打算 我也有此欲 一瞬间 众人全都蒙声退役 正打算离开呢 只听风声响起 抬头只看到一头驴 一只乌龟 一个鹦鹉 正悬浮在头顶 六只眼睛很是呆萌的看了过来 好多人 太可怕了 肯定都是来杀主人的 侧帅 旋风梯 龙卷梯 虎梯 旋转梯 毛驴打滚 大黑再次紧张起来 爆吼声中 无数蹄印自空而落 见他动手 鹦鹉老龟同样不再迟疑 火焰 雷电 齐刷刷降落 看着被封锁的空间 漫天的雄魂力量 屠夫 文士等人 这才发现 想要逃走 已然做不到了 我能问问 你们到底是谁吗 一声爆喝 文士满是不甘的喊了出来 我问我们的名字 明显是要报复 他报复不了 儿子会 儿子报复不了 孙子会 孙子报复不了 重死孙子会 子子孙孙一代代都 过来找我报仇 太吓人了 好歹毒的心思 好可怕的想法 不行 必须斩草出根 小五 老漫 我负责提子 你们俩负责 负灭灵魂 让他们魂飞魄散 一点痕迹都不能留下 不问不要紧呢 一问大黑更加紧张了 蹄印继续落下 老龟鹦鹉呢 同时点头 雷电火焰落下的速度更快了 啊 这 这 现场一阵混乱了 文士等人眼泪不停流淌 我他妈只是想问问 有什么仇怨要杀我们呢 我们没想报仇啊 普通 其余的巨魔密探们 满脸憋屈地躺在地上 直到变成了尸体都想不通 为何会遭死命运 这三个怪兽到底从哪来的呀 极了大魔王嘴角抽了抽啊 十几位虚仙境强者 最低的都达到了虚仙一重 这么短时间连讯息都没传递出去 就被活活打死了 不得不说 爷爷养的这三头妖兽 实在太可怕了 以后要更乖一点才行啊 不然真被打死 找谁说理去啊 刚才喊话那位 是寒灵钱庄的寒老 他竟然是魔族的密探 我还在他们钱庄取过钱 徐仙九重巅峰强者 在整个钱园城都赫赫有名 没想到竟有这样的身份 桃花小猪 古灵儿 前妻等人脸色惨白 小路上发生的一幕啊 他们全部看得一清二楚 到现在依旧觉得头皮发麻 不敢相信 之前两个呢 他们认不出来是谁 只是觉得修为足够 不敢确定 这一位啊 可是亲眼见过的 真正的超级强者 面对八大店主 都可以全身而退啊 结果呢 一露面就被一头乌龟 当场垫得没了呼吸了 灵儿小姐 可否带我们去拜见那位秦大爷 远海激动的脸色涨红 有此强者在 所谓的危险 根本不算什么呀 是 好吧 刚好也去感谢一下救命之恩 古灵儿看了一眼光目 三寿已经离开了应照 俘虏可以探查的范围 去追杀密探余孽了 可以说呀 他们彻底安全了 若不是这三头妖兽出手 就凭他们的防御 想要挡住这么多强者 肯定是个笑话 说对方救了自己 并不过分啊 走出房间 正向门房的方向前进 就听 自扭 苏尹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你们都在啊 刚才呀 一直向封进时 询问前缘城的事情 现在才算了解了一些 既然苏兄出来了 刚好一起去拜访秦大爷 苏尹愣住了 什么秦大爷 是个绝世高人 不说他 但他的后备和宠物 就可以轻松击杀 虚仙九重强者 这么厉害 苏尹震惊啊 他这么努力 也才虚仙二重 虚仙九重强者 最少也需要花费半天 才能达到啊 被宠物轻松击杀 主人的修为又该多强啊 跟随几人身后 很快来到门房的位置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者 急匆匆迎了上来 小姐 前妻等人看去啊 这位秦大爷 只有巨蜥镜的修为 没有任何特殊 胡子花白 显得有些邋遢 怎么看都和高手不沾边啊 不过呢 亲眼看到三寿的强大 古灵儿等人不敢怠慢啊 同时攻身抱拳 多谢大爷救命 秦大爷被吓了一跳啊 小姐折杀我了 我 我修为低下 啥时候救命了 秦大爷不用隐瞒 我们都知道了 刚才出手的强者 口口声声说 要来这里找爷爷 这个院子 除了你 还有谁有孙子 我的确有孙子 可和我一样 修为很低啊 秦大爷一脸懵逼啊 这都哪个哪啊 这都较低 秦大爷太谦虚了 众人更加佩服之意满满了 看到了吗 啊 这才是真正的高人 低调内敛 含蓄谨慎 剑越解释啊 众人越崇拜 秦大爷五官都揍到一起了 我就在门房睡了个觉 咋就这样了 正不知如何是好呢 空中响起风鸣 紧接着呀 一人三兽 急匆匆飞了过来 来到门前 满是激动的落了下来 别不承认了 都过来找你了 见他们向自己这边而来 前妻等人更加确定 正想退后 给祖孙见面的空间 孩童突然膝盖一软 跪倒在地 眼眶透红啊 爷爷 我错了 我真的没害你 我可以对天发誓 若真要有这种心思 天打雷屁 永世不得超胜 这 见他哭得情真意切 苏尹皱眉 还没来得及回答呢 就被人拉了一下胳膊 苏兄 还不后退 别惹怒高手 苏尹转头啊 就见前妻脸色发白 古灵儿等人 也吓得有些颤抖 这一人三兽啊 可是可以轻松抹杀 虚仙九重的超级存在 跪着拜见爷爷 你站在面前不走 找死吗 高手 苏尹愣住啊 一巴掌抽在眼前的 孩童脑袋上 他们说你是高手 你 我哪里是高手啊 在爷爷面前 我就是个小喽喽 就是你的乖孙子 极乐满脸堆笑啊 四周 安静下来 卓尹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 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有请小事书 我来了 欢迎收听 尤其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句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场即位 南瓜南少 南歌市 法律 画风 杜霄 娇霄 第333章 前期古灵儿等人 全都大眼瞪小眼 目瞪口呆 有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情况吗 一个疑似虚仙九重的超级强者 一来到 就跪在这位天涯兄的面前承认错误 被抽了一巴掌 还乖巧的点头哈腰 一瞬间 众人都懵了 之前他们一直以为 是这个门房秦大爷很厉害 闹了半天 厉害的是这位少年 主人 你没事就好了 鹦鹉老龟等兽啊 也围了过来 满是激动 空间破碎 主人消失 他们真以为出现危险 此刻相见 全都松了口气 都起来吧 有什么事回头再说 见古灵儿等人站在原地 一个个眼睛瞪圆 不知该说什么 苏银打断了一人三寿的激动 略带尴尬的介绍 这个极乐是辈分比我低 但并非我亲孙子 至于他们呢 是我养大的普通宠物 才开支没多久 有些傻乎乎的 说完 转头喝知道 他们几个是我刚认识的朋友 这位古灵儿 更是我的救命恩人 若不是他 我可能已经死在魔荒城了 还不过来拜见 一个个的不懂礼数 怎么这么没规矩啊 前妻等人捂着胸口 差点没背过气去啊 眨眼功夫斩杀了一个 虚仙七重 一个八重 一个九重 又跑过去 不知屠杀了多少巨魔 让他们拜我们 我们也要敢接受才行啊 见过诸位 见过灵儿小姐 极乐联盟来到跟前 乌龟等寿呢 也有模有样的行礼 不 不用 众人连连摆手啊 面容发白 行了 不用讨好了 你的事以后再商议 不是在碧落海吗 怎么会来得这么快呢 苏颖疑惑地看过来 从他被破碎的空间席卷 来到魔荒城 被古灵儿所救 到现在啊 看起来时间很长 实际上不到两个时辰 也就是说 从早上还不到中午呢 自己走的祭祀通道 可以横跨空间 他们就没这么幸运了 怎么也赶了过来 按照前缘盟和大眼周的距离啊 本来他以为 最少要走上一两天的 所以前妻等人说 后背和受宠的时候 根本就没往他们几个身上想 哎 我们 小五正想解释 急了大魔王急忙开口打断 这件事 回头和爷爷详细禀告 哼 知道可能牵扯什么秘密 苏颖不再多说 犹豫了一下 开向女孩 我这三个宠物和孙子 有些闹腾 能暂时住在这里吗 不方便的话 我可以搬出去 当然方便 古灵儿吓了一跳啊 不住点头 这些高手能住在这里 是他的荣幸啊 别说撵出去 拼死也要留下啊 那就讨扰了 苏颖呢 这才松了口气 正想重新回到院子 眉头皱了皱 声音中带着不愿 这个黑炭又从哪里弄来的 小五 你是不是又乱用火焰烧人了 这三头宠物哪里都好 就是喜欢闯祸呀 这人都变成这样了 还带着 明显是小五闯了祸了 这个 小五用翅膀捂着脑袋 纠结了半天 我们以为主人被巨魔抓走了 就将这家伙掳过来 是极乐说可以当人质 用来进行交换的 要怪就怪他 我 极乐一脸 无助啊 又他妈推到我头上 还是人吗 不理会他的话 苏颖周梅 当人质 你的意思 他是巨魔 烧成这样了 亲妈都认不出来了 他自然也没看出来啊 是啊 我们从灵渊界抓过来的 费了挺大劲呢 小五盲点头啊 哦 是巨魔的话就算了 苏颖松了口气 他生气小五等受乱来 惹麻烦 并未察觉到对话中的信息 前妻古灵儿等人呢 却立刻意识到不对劲了 尤其是后者 一双袖摸瞪大 想起了什么 郊区不停地颤抖啊 这位前辈 不知 这人你是从灵渊哪里抓来的 就是那个魔皇城 这家伙还挺能折腾的 说自己是什么真仙 然后被驴哥一蹄子踹翻了 原来 古灵儿眼前一黑 大闹魔皇城 弄得巨魔族天翻地覆的 难道就是这三头兽宠 和一个孩童 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 那么 女孩急忙看向不远处 时不时抽搐地交叹人 神识啊 悄悄向对方体内蔓延 立刻被一股强大的威压 和力量阻止 不用想也知道 对方生前极其强大 不仅远超过他 老师都未必是对手啊 真仙 这位就是那个 刚刚突破的穷员老祖 竟然被打成了这样啊 不仅是他 前妻等人也明白过来 再次看向不远处的少年 再次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本以为啊 只是比他们天资 稍微高一些的天才 闹了半天啊 根本不在同一个世界啊 你的意思 他就是那个魔族的穷员老祖 苏尹此刻也反应过来 满是不信 真仙不是应该很厉害的吗 怎么会被自己的毛驴 乌龟等兽抓住呢 而且烧成这样 好像是的 站在一旁的毛驴点头 他实力如何 我当时很害怕 一提子就提翻了 没考虑太多 实力应该还好吧 古灵儿前妻等人 彻底麻木了 真仙哪 在对方口中只能够得上 还好 要不要这么狂啊 巨魔一族出现真仙 本以为人族要面临生死劫难 做梦都没想到 眨眼功夫就被人摆平了 一直以为是什么隐士高手 闹了半天 尸头驴 不知说给老师听 他会信吗 这边五位年轻一辈 强者呀 震惊得愈先愈死 绝缘城内呢 古殿主回到房间 正想修炼 恢复伤势 门再次被人推开 殿主 这是刚刚传来的消息 关于那一个少年 和三头妖狩 暗影将传讯玉牌 递了过来 不是不让你去跟踪吗 如果真是那位强者 贸然跟上去 肯定会赢得厌恶 得不偿失 顾云秋走没啊 我没跟 而是小姐府邸的护卫 传来的讯息 护卫 顾云秋愣了一下 身体猛地坐直 眼中露出了担忧之色 难道 巨魔艺术的密探 已经行动了 这么快 虽然早就猜出了 他们会动手 但以为至少要等上半天 没想到半个时辰不到 就已经开始了 是 暗影点了点头 根据消息 他们派出了虚仙九重两位 八重四位 七重六位 一共十八人 最弱的都达到了虚仙境 糟了 灵儿又危险了 顾云秋身体一颤了 我就不应该由着她的性子 店主放心 小姐没事 这十八头巨魔强者 的确去偷袭小姐了 不过 恰巧被路过的毛驴乌龟等兽 以及 你给令牌的那一位少年 全部打死 安影解释 虽然是他接到的消息 可连续看了好几遍 到现在都觉得有些不敢相信 如此多的强者 别说他了 就算是古店主亲自出手 也无法抗衡 结果 竟然被一只龟 一头驴 一个鹦鹉 短短几分钟内击杀呀 打死了 他们为什么要动手 难道 他们真和灵儿有关 顾云秋愣住了 之前就猜测 大闹魔皇城的人 与这丫头有关 现在看来啊 可能性更大了 不然 为何哪里都不去 就恰巧去找他弟子呢 而且还顺便解决了 对方的危机 和灵儿小姐有没有关系 我不知道 只知道他们 迟疑了一下 暗影将知道的消息 缓缓说了出来 他们看到那一位苏天牙 直接跪了下来 态度极其恭敬 下跪 随手击败真仙 大闹魔皇城的超级强者 对一个少年 下跪 顾云秋震惊地 说不出话来 主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 加订阅吧 有情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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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凭 有声剧 有情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牙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门 本集出场CV 南瓜南少 张孝 郭雅 杜骁 第三百三十四章 魔皇宫 经过无数巨魔的抢修啊 主殿已经恢复如初 满脸威严的穷落魔皇 看着手中传递过来的密报 拳头捏紧 面皮有些发黑 到现在都不敢相信 韩灵 虽只是统领 但一身实力 比起紫义魔王 都丝毫不弱 怎么会情意失败 而且全军覆没 作为巨魔一族的密探 魔皇城啊 早就留下了 他们的灵魂御符 那边老龟毛驴出手 击杀没多久 这边就知道了 十八位隐藏很好的暗线 一下连根铲除 连点波浪都没掀起 就算心里早有准备 依旧觉得满是肉疼啊 魔皇位统领上前解释道 根据屠夫最后传来的影像 是被那三头妖兽斩杀的 他们赶在了我们前面 找到了古灵儿 并且回到了她的身边 是他们出手 那就没办法了 穷落魔皇双眼眯起 来回在大殿内踱步 那三只妖兽的实力 他亲身经历过 用了魔皇剑魔皇印 甚至借助了无数属下的力量 都无法破开防御 就算对方同样用尽全力 甚至受伤 也绝不是目前的他可以抗衡的 如此实力啊 韩灵等人自然无法抵挡 被杀也就理所当然 还是晚了一路 知道他在分析目前的局势 统领也不说话 安静地站在原地 时间一点点地流逝 不知过了多久 穷落魔皇这才深吸一口气 目光中露出了坚定啊 唤醒大祭司吧 陛下准备好了 魔皇位统领神色一领 已经没时间准备了 那位古灵儿虽年纪不大 却是个实打实的主战派 这些年死在他手里的族人 不计其数 现在和那三头无敌的妖兽 扯上关系 穷元老祖都不是对手 一旦反共 我们如何抵挡 继续拖下去 魔族怕会因此覆灭 这 统领说不出话来 那位古灵儿 一个人都敢冲到魔皇宫捣乱 胆大妄为 可见一半呢 如此人物真要和三寿结盟 或者那三寿根本就是他的宠物 巨魔一族的确要面临覆灭大劫啊 为今之计 只有先下手围墙 打开先凡通道 让真仙真正意义上的降临 这个 统领沉默 过了片刻 才用沙哑的声音道 这样做的后果 陛下可想好了 灵渊界极有可能不复存在 巨魔一族 也将世代背上枷锁 再无法翻身呢 我知道 但是与覆灭相比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一旦死了 真就什么都没有了 穷洛魔皇叹息着摇头 好 知道他主意已定 再劝阻已是无用 统领不再多说 转身离开 时间不长啊 一个巨大的棺材 被四头巨魔抬了进来 通体青铜铸咎 带着古朴的味道 刻满了名文 让人看上一眼 就有些眩晕 上方的棺杆啊 刻画着一个巨大的符号 似乎是一个封禁 将所有灵力 全部锁在棺材内部 不泄露半分 棺材停放在大殿中间 为首的一位台官人 面无表情地向前一步 也不行礼 也不抱拳 而是神色淡然 居高临下地看过来 陛下要请大祭司 是啊 面对对方的屋里 穷落陛下非但没有生气 还带着恭敬 奉献魔皇血吧 台官人淡然地看过来 随即啊 穷落魔皇取出匕首 在指尖猛得一割 鲜红色的血液 从体内流淌而出 形成一道细线 笔直向青铜棺材飞了过去 落在表面的纹路上 一瞬间呢 整个棺果释放出耀眼的光芒 冲撞的皇宫都有些晃动了 鲜血沿着纹路快速流淌 流得越多 涌现出来的压迫感也就越强 魔皇位统领 虚仙九重巅峰的实力 似乎都有些抗衡不住了 连连后退啊 融入了不知多少鲜血 就在穷落陛下因失血过多 脸色发白的时候 青铜棺材这才轻轻一晃 悬浮了起来 台关人手指一弹 打断了鲜血的抽取 与其他三人一起 重新站立在棺材四周 攻身抱拳 共请大祝祝 窮落魔皇同样向前来到棺材正前方 攻身到底 魔族第七代魔皇 穷落 以魔皇之血 饲养 呼唤大祭司 重林人间 重林人间 红龙 伴随他的话语 棺材晃动起来 表面的青铜纹路再次闪耀光芒 下一个 棺材发出轰鸣之音 缓慢打开 统领瑟瑟发抖啊 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虽然知道唤醒大祭司的手段 却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 魔皇 亲自以鲜血饲养 单凭这一点就无法复制啊 抬眼望去 一个手持权杖的干瘪僵尸 从棺材里面缓缓飞了出来 身穿血红色长袍 宛如只剩下骨头 双眼漆黑空洞 没有一点肌肉 远远看去如同一个骷髅啊 这就是大祭司 让他们进来 正在震惊中 穷落陛下的声音响起 是 统领不敢废话啊 急匆匆走出房间 片刻后 店外走进来一百多位魔族少年 十三四岁的样子 个个年轻气盛 给人一种朝气蓬勃之感 与大祭司的死祭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你们可愿意 为了种族而死 为了魔皇牺牲 穷落魔皇 目光如电 为魔皇牺牲 万死不回 万死不回 众少年齐刷刷抱拳 目光中带着坚定 没有丝毫动摇 哎 统领叹息啊 这些少年都是魔皇陛下暗中培育的死士 一出生就灌输了为魔皇而生 为魔皇而死的理念 只要一声令下 立刻慷慨赴死 不会有半分犹疑 看起来还是正常人 实际上呢 已经没了自己的思想 只是工具罢了 动手吧 穷落魔皇大手一挥 诸多少年同时向前 将青铜棺材和大祭司围在中心 大祭司的权杖缓缓抬起 在地面轻轻一击 一道光圈立刻沿着脚下向四周蔓延 被笼罩住的少年顿时鲜血喷涌 像是有个特殊的链接 肉眼可见的涌入祭司体内 伴随血液越吸越多 大祭司干瘪的身躯 逐渐变得红润有光泽 而失去鲜血的少年呢 肉眼可见的变得苍朗 紧接着化为干瘪的尸体 倒了下去 大祭司在吸收这些少年的精血和生命力 重新延续生命 可怕呀 啪啪啪 不懂呀 倒地声不觉远 短短十分钟不到 死亡的少年数量就不下一百 众人明知道向前一步必死无疑 却没有丝毫犹豫 似乎在他们心中 死亡才能更好地为魔皇陛下效忠 在死亡一百四五十位少年的时候 光圈停了下来 此时的大祭司肌肉饱满 之前干瘪枯黄的长发变得乌黑浓郁 窟窿般的双眼重新恢复了过来 耀眼夺目 宛若星辰 如果说之前是个干尸 而现在呢 已经变成了二十来岁的青年 生命力旺盛 强大 无匹 卓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哇 谁在叫我 本集有请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有请小事书 我来了 欢迎收听 尤其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精评有声剧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门 本集出场继维 南瓜南少 张笑 幻灰 第三百三十五章 大祭司缓缓睁开眼睛 一瞬间哪 强大的压迫感 蔓延而至 陛下唤醒我 所为何事 统领脸色仗红 再次后退了几步 心中满是骇然 他虚仙九重巅峰修为 都抗衡不住 难道大祭司的实力 已超过了这个级别 达到了真仙境界 我巨魔一族 已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 希望大祭司能请下真仙强者 为我魔族一战 穷陋魔皇 攻身到底行礼啊 生死存亡 怎么回事 大祭司皱了皱眉 正要询问 随即停了下来 算了 我自己看吧 说完 凌空一抓 魔皇卫统领全身一震 立刻觉得灵魂不受控制的 向对方飞了过去 记忆中的一些事情啊 墨汁般流淌出来 钻进对方脑海 啊 毫无损伤的读取记忆 通领 瞳孔收缩啊 魔宫中 有搜魂 读取记忆的手段 可一旦如此 很容易造成 对方精神上的损伤 轻者变成白痴 重者 当场死亡 正因如此啊 所有人一听到搜魂 都会瑟瑟发抖 不敢答应啊 大祭司刚刚明显是对自己搜魂了 可自己却没有丝毫感觉 这种手段 简直强大到可怕呀 大祭司 只是手段多啊 真正实力 和你相差不大 穷落魔皇看出了他的震惊 传音过来 统领点了点头啊 看来这位并没有超过虚仙九重巅峰 只是精通各种秘法 才显得十分诡异 让他都防不省防啊 竟然有这么厉害的强者 从哪里冒出来的 大祭司 读取完统领的记忆 眉头皱起 似乎有些不敢相信 这个还未查出 好像是突然出现一般 先击杀了五位魔王 要大闹皇宫 我用尽全力 都不是对手 你将我召唤醒 做得不错 的确到了魔族最危机的时刻 这样吧 准备献祭物品 我要进行祭祀 将这件事禀告仙人 由他们定夺 是 宝物早已备好 穷落魔皇松了口气 凌空一抓 一大堆宝物 立刻悬浮在空中 青叶玲珑木 紫珍银花 河香木雪 各种各样的仙草 散发着浓郁的药香 除此之外 还有固魂仙石 智燕仙石 一元仙水等等 诸多大陆都很少见到的 矿石宝物 价值之大呀 令人心惊 这么多东西分散开来 足可以培养出 十位以上的 虚仙九重巅峰 不错 大祭司满意的点头啊 看来这些年 你们从灵渊长河 得到不少好东西啊 穷落魔皇微微一笑 也不否认 灵渊虽有灵脉和灵气 但本质上和 前缘大陆一样贫瘠 这样的好宝贝 除了长河 没有其他获取的方法 大祭司将宝物抓在手心 驱止一坛 一个特殊材料炼制而成的祭坛 出现在大殿中间 直径十米左右 表面同样刻画了特殊的纹路 悬浮在空中 给人一种随时都会消失的错觉 大祭司眼神凝重起来 沿着祭坛按照特殊的律动跳了起来 鲜血沿着纹路流淌 看起来年轻的身影伴随时间推移 变得苍老 短短几分钟的功夫啊 像是过了几十年一样 二十岁左右的容貌变成了七八十岁的 头发也有些发白了 一声爆喝 之前准备好的宝物燃烧起来 一股特殊的力量 绣花针一样穿透了时空的束缚 沟通了另外一个世界 紧接着呀 大殿的房顶再次被撕裂 一个漆黑的通道 伸向灵渊深处不知什么地方 才一沟通 无穷无尽的灵气 立刻疯狂的洒落下来 和陵渊长河出现一般 狂暴的连虚仙强者都难以抵抗 魔族大祭司 空请真仙降临 大祭司跪倒在地 高声呼喊 态度恭敬 什么事 黑洞有了回应 缓慢在空中汇聚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脸 看不清容貌 分不清男女 却给人一种不可侵犯 不可亵渎之感 人族违背规则 出现了超越真仙的强者 还请仙人降临 将其覆灭 这件事我已知晓 正在重宵先凡通道 不日便会成功 人脸满是淡然 这人族强者已经在魔皇城捡乱 甚至抓走了我族刚刚突破真仙的穷远老祖 还请仙人尽快决断 否则我怕我灵远魔族坚持不到仙凡通道开启之日 大祭司咬了咬牙 再次匍匐恳求 千凡之路不通 即便是我也无法降临 哪怕分身都做不到 这样吧 这枚召唤令赐予你们 以此召唤留在大陆的守牧人 可抵挡一时 妥协贤人 大祭司双手扬起 满是激动 黑洞一阵旋转 一个暗金色的令牌缓缓下落 好了 陵渊长河再开启之 便是仙凡之路 畅通之时 你们提前准备吧 人脸随着黑洞的漩涡逐渐消失 若不是周围还残留有浓郁的灵气 众人怀疑这是不是在做梦 那就是仙界的真仙 统领颤抖啊 他有种感觉 如果刚才敢废话 对方甚至不需要出手 一个眼神就能轻易将其抹杀 穷落魔皇点头 同样满是惊讶 传说中啊 大祭司可以沟通上仓 与真仙交流 本以为是个传说 没想到是真的呀 即便他身为巨魔一族的最强者 也是第一次见到 巨脸消失 大祭司吐出了一口气啊 容貌变得更加苍老了 看起来和刚刚离开棺材的时候有些相似 祭坛也失去了光泽 之前准备的诸多宝物也全部消失 已然消耗殆尽了 大祭司 仙人说的守牧人是什么 穷落魔皇忍不住问道 两者的对话 即便他身为皇 都有些不懂 这要从一万多年前说起了 当时的前缘大陆 还是游灵卖的 一天天地出现了裂痕 降下一座巨大的仙墓 和许多守牧人 为了风景这个地方 守牧人抽离了大陆的灵脉 守牧人也是降临的 难道都是仙人 穷落魔皇第一次听说 满是不敢相信的 都是仙人 你口中的穷元老祖 其实也属于守牧人的一员 只是被打得重伤 封印起来罢了 那仙墓在什么地方 守牧人又在哪里 我怎么从未听过 穷落魔皇不解啊 统领魔族这么多年 不仅他从未听说过这个传说 似乎就连人族也没人知晓 具体未知 我也不知 只知道当初的守牧人和陪葬差不多 因为没有仙灵之气 无法维持力量 在大陆时间不长就全部陷入了沉睡 只有这个召唤令才能将其唤醒 沉睡 仙人修炼 维持日常生活都需要现灵之气 和普通人呼吸一样 没了这东西 寿命会受到极大影响 很难长久存活 那我们 统领疑惑地看过来 我们其实也受到了影响 就好像虚仙强者的寿命 一千年是个大官 两千年很难活到 要知道真仙的寿命最少都要过万 仙界的虚仙也可以轻松活到五千岁以上啊 统领愣住啊 实力越强 寿命越长 这是定理的 和对方说的一样 即便相同的境界 这里与仙界也有着天壤之别 之前以为是规律 闹了半天和仙灵之气有关 有了这东西啊 人人都可以长寿 如果将真仙修为压低成虚仙 是不是在这里也可以活上一千年 甚至更久 是可以做到 但那些守墓人并不愿意这么做 就好像水中没有空气 普通人进去 时间久了会被淹死 想不被淹死 变成鱼就可以了 可作为人类 愿意这样做吗 与其这样 还不如陷入沉睡 到时候 一旦仙凡通道开启 想办法回归就行了 啊 这倒是 穷洛魔谎恍然呢 让他做鱼 还不如沉睡呢 届时一觉醒来 仙凡之路重启 仙灵之气降临 照样有无尽的生命 卓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有请小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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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欢迎收听 尤其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都多人精评有声剧 有请小事书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横扫天涯 演播 南瓜南少 还有他的老铁们 本集出手CV 南瓜南少 张笑 第三百三十六章 好了 我身体虚弱 能待的时间不多 尽快换行守牧人吧 可以命令他们 战杀那三头妖兽 一旦成功 人族 将不足为举 不再多说 此时的大祭司啊 十分虚弱 祭司 消耗实在太大了 不知守牧人 身在何处 穷洛魔皇问道 他们沉睡在长河的尽头 只要手持召唤令 就能唤醒 并且让其听从命令 那我现在就去唤醒他们 魔皇接过领牌 眼神凝重 守牧人是听从召唤令的命令 并不是听我们的 因此 把他们召唤出来 像要其如属下一样听话 几乎不可能 我的意思很简单 依次尽量只召唤一位 否则掌控不住 对聚魔一族也不是好事 你的意思 守牧人对我们同样不太友好 在仙人眼里 我们和蜂蜜没什么区别 就像你 会在乎年鱼 草鱼 谁生谁输吗 穷洛魔皇沉默呀 死一百多个护卫 甚至十万臣民 他都不会在乎 更何况真仙呢 去吧 大祭司眼镜缓缓闭起 身体一晃 再次落入青铜关骨 四个抬官人将棺盖扣上 轻轻一晃 消失在大殿 不知去了哪里 不知这位 大祭司 活了多久了 房间安静了片刻 统领忍不住问道 他是我们巨魔一族 最古老的人物 年纪比起穷元老祖 都要久远 每次让他苏醒 都需要花费极大代价 而用不了多久 又要再次陷入沉睡 可以说 现在的他和半死人 没什么区别 所谓的寿命年纪 对他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 这位的这种状态 是死是活 即便是他 也说不准 说活着呢 没有自己的人生 不能随心所欲的生活 说死了呢 只要有足够鲜血 又可以清醒 换做我的话 宁愿战死 也不愿意这样 统领目光一闪啊 如此计算寿命 的确没意义 这样活着和死了 有什么区别呢 他更愿意轰轰烈烈 该战斗战斗 该喝酒喝酒 骑最烈的马 睡最美的女人 他修炼的是一种枯死术 进入棺材后 与枯木一样 不消耗一点力量 一旦想要复活 就需要鲜血滋养 这种秘书十分残忍 想要修炼到大城 极其困难 他这么做 都是为了魔族 穷落魔皇叹息一声 不在这个问题上多聊 摆了摆手 走吧 去召唤守墓人 不尽快杀了那三头妖兽 我寝食难安 好 说吧 二人身体一晃 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魔皇宫 陵渊长河的起源之处 就在魔皇城附近 也就是说 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河流的最上游 虽然没有河水 但冲刷出来的河床之类的 依旧存在 沿着河堤 不停撕裂空间前进 十多分钟后 停了下来 河流在这里啊 没了踪迹 就是这儿了 环顾了一圈 确认了位置 穷落魔皇这才吐出一口气 屈指一弹 雄魂的力量 立刻肉眼可见地蔓延上去 嗡的一声 接受到这股力量 召唤令立刻发出清脆的冥响 一道道声波 缓缓地向四周激荡而去 无数灵器啊 向召唤令汇聚而来 宛如潮汐一般在河堤内激荡 声波笼罩的范围越来越大 越来越广阔 地面开始晃动起来 片刻后 均裂出一道道裂痕 陛下 统领向前一指 穷落魔皇随即看到了 平整的地面下 一口口棺材 不知从何处漂浮上来 如同漂浮在河面的船只 原来是隐藏在另外一个空间 而召唤令就是开启空间的钥匙 这些棺材啊 看上去是从地底而来 实际上呢 却与之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作为灵渊的一部分 这里虽然偏远 依旧有不知多少人来过 也挖掘过 可惜啊 什么都没找到 很显然呢 这些东西并非隐藏在灵渊 而是另外一个空间 只是这个空间太隐秘了 即便是他 也什么都没看出来 甚至啊 对方出现 都找寻不到任何痕迹 这就是真先强者的手段 呜 棺材停了下来 周围安静的落针可闻 一共十八口棺材 其中一个已经打开 里面空空如也 若是大祭司说得不错 应该是穷元老祖待过的地方 其他十几口称人字形排列 不是青铜 也不是食材 不知有什么材质铸造 坚固异常 悬浮在空中 像是一座座悬浮的大山 即便陵渊长河出现 怕也无法吹动分毫 这些棺材 就算不是仙气 也最少是件半仙气 统领案新经啊 是准仙气 准仙气 圆满灵气以上 仙气以下 分为半仙气和准仙气两种 半仙气指的是 它拥有仙气的一些属性 却和真正的仙气 差了一大截 永远不可能企及 而准仙气 其实就是仙气 其实就是仙气 只不过没经受过 仙灵之气的滋养 一旦有了这种力量 便会立刻蜕变 成为真正的真仙法宝 统领明白过来 半仙气就是没到仙气水准 却远超远满灵气 而准仙气呢 就是没接受过仙灵之气滋养的仙气 已然属于仙气中的一种了 应该是他们在灵渊界炼制 因为没有进入过仙气 才显得有些弱 说话间呢 两人来到棺材跟前 统领伸出手指 与其中一个一碰 立刻感受到一股力量碾压而至 让他全身都有些发麻呀 不要乱动 穷落魔皇呵斥了一句 屈指一谈 召唤令悬浮到最边上的一口棺材跟前 轻轻晃动 灵渊魔族魔皇穷落 恭请针仙大人苏醒 轰隆一声巨响 棺材剧烈震颤起来 光盖忽然打开 紧接着呀 一个略显文弱的书生 从里面悬浮而出 一袭白衣衣手持折扇 眉宇间十分清秀 年纪看起来也不大 只有三十岁左右 书生缓慢睁开眼睛 乌黑的双眸释放出惊光 仙凡同道重新开启了 没有 不过应该快了 是仙人赐予我令牌 让我将你们唤醒 解决一些违背规则的人 穷落魔皇和统领同时共申 没有 没理会他的话语 书生满是失望的摇了摇头 深吸一口气随即不停咳嗽啊 咳咳咳 果然还是肮脏的气息 令人作呕 说完打开折扇 使劲扇了几下 脸色这才好看了一些 带着一丝傲然 让我替你杀人 也不是不可以 前提是 我要能对我有帮助的宝贝 你若能拿出来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拿不出来 就此作罢 就算你有召唤令 也无法命令我 是 是 穷落魔皇连连点头啊 手掌一划 随即一大堆宝物浮现出来 不知这些宝物 真仙前辈可看得上 和之前祭祀的物品相差不大 都是从陵渊长河得到的仙界宝物 这些好东西 可惜在这里时间太久 都被污染了 想提炼也提炼不出来了 书生摇了摇头啊 满是嫌弃 双手托在脑后 大腿翘二腿 平躺在棺材上 满是惬意啊 只是这些的话 还是算了 我还不如休息 穷落魔皇皱眉 这已经是他能拿出来的 最好的宝贝了 连这都看不上 即便他身为皇者 也不知该怎么办了 大人也知道 灵渊界并不是仙界 宝物有限 如果大人不满意 可以说出宝物的名字 我去寻找 穷落魔皇擦了擦鹅角的冷汗 安自庆幸啊 多亏听了大祭司的 没一口气将十七位守末人 全部唤醒 不然拿不出宝贝 对方找自己麻烦 还真的控制不住 卓人 别睡了 这 这一集都完完事了 懒鬼 谁在叫我 本集有情小事书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顺便来个点评赞加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加订阅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